洛城,洛峰学府,毕业转职仪式,这一届的六百多名毕业生与家长,集中在操场上人头攒动,一片肃穆,三十多级时间的训练场台上,有一散发着阴晕光柱的转职台,当中流淌着某种神秘力量,转职台旁,洛峰学府校长手上拿着稿子,如往常一样对着下方的毕业生激励的演讲,三年的青春,三年的热血挥洒,我们2248届学子终于迎来了最重要的时刻,我们从踏入校门时起, 便开始了日夜切而不舍的努力,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今时今日,无论最后的转职结果如何,是成为热门的战斗职业,又或是辅助职业,或者是生活职业,同学们都不要气馁,每一种职业最后都能成为国家栋梁,都是对社会有用之人才,校长手里握着麦克风,说得唾沫飞溅,日光如零,洒向了操场当中三百多名目光激动的同学们脸上,在校长繁杂的演讲之时,有的学员小声地说道,一定要转职成战斗职业,输出才是 真正的灯神之路,也有个戴着圆框眼镜的斯文同学,一样压制不住激动的小声道,我老师说我这一次必能转职成为法师,法师是输出职业中最强的,也有身材高大的学生,穿着蓝色的校服,呼吸急促的道,我要一定要成为枪盾骑士,成为整个洛峰学府毕业后第二强的人,而第一,是属于林峰的,这个立志成为枪盾骑士的学生,名叫王辰,是林峰的好友,他敬畏地将目光看向了学生列队前方, 一位站得如笔直的标杆般的年轻人身上,这个学生留着寸头,皮肤呈现小麦色,长相清秀,神态俊逸,给人一种气质爽朗,阳光扑面的感觉,他就是林峰,一个让这届学生都不敢争第一的男人,一个所有学生眼中的榜样,提不起一点竞争欲望的学霸,在整个洛城,二十多座中等学府当中,洛峰学府当属涕零级别的高中学院,而在洛峰学府签名精英级别的学生当中,林峰便是那涕零级别的天之骄子, 是所有无论家庭背景如何,无论心里多骄傲的学生都只能仰望的存在,林峰自踏入悬下学院开始,刻苦的训练从未有一刻停歇过,别人在休息,他在训练体力,别人在吃饭,他边吃饭边看书,面前的书籍永远遮住他的脸,别人放假,他还在训练体力,休息时候就看书,像是一个学习机器,无论日夜,无论严寒酷暑,只要你想要找林峰,或者去训练场,教室,虚拟机室,或者图书馆, 这几个地方的其中一处,必能看到他的身影,自从知道林峰只在夜间睡四个小时之后,就没人会去宿舍找他了,哪怕是一个铁人,也根本坚持不了三年日日如此,但林峰却坚持下来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嘲讽林峰是在作秀,但随着日子渐长,那些嘲讽的人被林峰用事实打脸后,他们心态开始渐渐转变,绝口不提林峰作秀的事情,变得越发敬畏了,教科书级别的学生,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虽然以往林峰的成绩, 都成为整个落成第一,但那些成绩的重要性,与此时此刻的转职相比,却不值一提,学校所积累的知识,体能,是为了让你提高想要转职成主战职业的几率,在转职之时,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初始天赋加点,只是提升一点几率,并不是百分之百,所以,三年的努力,等待的便是这一刻,是龙还是虫,都在今天, 有可能一跃腾飞,转职成罕见的稀有职业,比如零剑士,各类元素法师,龙骑士,修罗,魔剑士,机座战士,死亡前行者等等,也有可能成为最普通的生活职业,而林峰,在全校所有师生的心底,是最有可能成为稀有职业的人, 他的转职,如果不是稀有职业,那就真是没天理了,林峰三年来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我觉得他必将成为最强职业其中一种,我觉得,成为神职者的,可能更大,那是最接近神明的职业了,林峰在我心中的形象,与这个职业完整贴合,无论如何,他必定是,我们这一届最出彩的,诸多学生将目光看向了前方的林峰身上,男生眼睛里,全是崇拜与敬仰,女生眼神却充满着异样的色彩,如夜空繁星般闪烁, 都替林峰感到紧张,校长演讲完后,喝了口保温杯里的枸杞水,清了清嗓子道,现在,从一班的33名学生开始,排队开机转职,给我们所有人做一个最好的开场,掌声雷动,一班的班主任陈兴,便开始带着学生,一个个走上场台,林峰作为最优秀的学生,自然在名列前茅的一班,同时排在第一位,陈兴老师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拍了拍林峰的肩膀,道,加油,给我们开个好头,林峰严肃的脸上,也缓和了, 点头道,老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陈兴老师没再多说什么,带林峰走到了转职台前,接受全场目光洗礼,林峰深深地吸了口气,缓解好情绪,走进了转职台当中,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都可以进行转职仪式,成为一个直接者,直接者分为战斗职业,辅助职业,生活职业,特殊职业等分类, 在林峰站定之后,请客间,无数粒子光芒朝着他的身体汇聚,有神性的气息在他身上缭绕蔓延,神秘的转职台将他给笼罩,林峰感觉浑身暖洋洋的,身体像是被注入了一股温泉般,舒坦无比, 不久,他感觉到眼前的光芒变暗淡,知道是转职结束了,便缓缓地走出了转职台,意料之中的欢呼声没有出现,此时,所有的师生看着他的眼神,只有浓浓的惋惜,错愕,遗憾,畅网等等失落的情绪,临时当作转职的训练场,此时都安静一片,陈兴导师侯节如动,他走上前来,拉着林峰的手,勉强笑道,没有意向出现不要紧,虽然不是稀有珍贵职业,但若是主输出,或者辅助职业,那也是不错的, 凭借你的努力与毅力,也能够在未来有不错的成就,给我看看,你的职业师,林峰听到后,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流入而出,他依照老师所说的,打开了职业面板,姓名,林峰,职业,厨师,等级,1,0.00%,力量,10,普通人为5,厨师,不可能的,林峰如此拼命地努力了整整三年,怎么会是生活职业,厨师,哇,天道不公啊, 哄,整个学校,所有师生都沸腾了,满眼难以置信,全都张大了嘴巴,怀疑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不可能的,林峰是悬下学府的骄傲与希望,怎么会觉醒的,是一个平凡普通的生活职业,只是一个厨师,整个落成,要说谁最不可能是生活职业,所有人都死了,也排不上林峰啊,这三年来,他是那么的努力,那么的执着,那么的辛苦, 不断地熬练着自身,林峰为自己准备好了所有,是要一跃成龙的绝世种分,却在这一刻,所有努力,全都轰然破碎,这一刻,在场的学生们感觉到自己心中的信仰,正在逐渐崩塌,仿佛心中有一团柔软的东西,被现实给狠狠地击碎,顷刻间遍布全身,男生们都攥紧了双拳,抿着嘴,看着场台上, 林峰那熟悉的脸,还有那醒目的厨师二字,瞬间眼眶湿润,而女生们,大多早已经留下了两行青泪,觉得这是一个噩梦,无论是对他们来说,还是对林峰来说,都是一个噩梦,青春期的他们,看到偶像如此,根本难以压制自己心中的情绪,纷纷低呼,老天不恭,这对于林峰来说,实在太残忍了,我宁愿相信这是假的,厨师如此努力,竟只赚了个厨师职业,为何要对他如此残忍, 他做的一切还不够努力,还不够多吗?不仅仅是学生们全体哗然,就连所有的老师,神色都是从惊恶到失落无比,他们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夸奖过无数次的林峰,落成第一勤奋的人,却只觉醒了一个生活类的技能,原本,他们设想,就算不是珍惜的强力职业,至少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输出职业,这是最低的估计了,谁曾想到,连辅助职业都不如,只觉醒了生活厨师,这便意味着,从今以后,林峰与 副本秘境,与真正的权力中心无缘,从此武神称号与他再不沾边,输出类职业,在现在的社会地位,是最受人尊敬与敬畏的,因为这个世界,自从被灾恶游戏入侵融合之后,便充满了各种危险,无论是城邦之外,野兽魔兽遍布的秘邻野地,荒山野岭, 还是秘境副本当中的强大邪兽与深渊怪物,都需要输出类职业去镇守与消灭,他们能够杀死怪物后,将掉落的物品放上国家组建的交易网,拍卖出天价,随便下一次副本的收获,就比普通人工作几年还要多,甚至爆出一件好装备,都能够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而辅助类职业,也与输出类职业一样,都是非常吃香的,下难度副本秘境,辅助与输出缺一不可,都是能够创造财富的上上之选,越是强大的职业 职业者,在如今的社会,地位越是崇高,所过之处,无人不尊,掌控着世界的走向与命运,至于生活类职业者的地位,除了特异类职业,与某些犯了大罪的下矿类职业外,相当于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了,一辈子就那么频繁地度过,强大的输出与辅助类职业者,甚至能打破生命稚骨,活上数百年,而生活类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社会基石,也是大多数,谁觉醒生活类,技能我都不会惊讶, 为什么会是林峰校长皱紧了眉头,狠狠地喝下了一口枸杞水,摇头道,不该啊,真不该是这样的,他刚刚演讲时还说职业平等,事实上那只是场面话,职业本来就不平等,而作为林峰的班主任,陈兴老师此刻更是面色泛白,浑身冰凉,他呆呆地看着林峰的厨师直接,再三确认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直到最终确认之后,他请客间颓败了下来,情绪低落了不少,寄予厚望的种子,最后只觉醒了厨师, 这种感觉就像辛苦栽种粮食,最后被蝗虫给吃完了一样绝望,他苦笑道,哎,你的思维属性比普通学生强不少,如果觉醒的是主战直接该有多好,厨师,厨师,陈兴老师像是得了精神病一样,傻笑了起来,笑中带泪,而万众瞩目的林峰,在看到自己的生活直接的知识,也是骤然间瞳孔收缩, 我觉醒的只是生活类直接,他的心中寝客间翻江倒海,涌现出无尽的疑问,他曾经给自己预设过最坏的结果,如果只是生活类直接怎么办,结果真的出来之后,他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有点手足无措,来到这个世界,谁想当一个废物,他也想屹立在世界之巅, 不为别的,只为证明给曾经离他而去的人看看,就算没有他们,自己依旧能活得灿烂精彩,但是,这玩笑实在太大了,良久,最后,他只能如同老师一样,勉强地苦笑一声,道,或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对不起老师,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没能给你开个好投,他没有继续挡住下一个学生的转职,而是在所有人失落的目光之下,走下了转职台,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训练场, 只留给了所有人一个孤独,落寞萧索的背影,看起来是那么的伤感,实至剩下,炙热的烈阳灼烧着大地,城市的空气很是沉闷,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落成列车站内,却有着深秋般的凉意与萧瑟,凌峰送完最后一批外地离开的同学,看着火车的铁轮滚滚转动,碾压着铁轨上的落叶,心里有些迷茫,他们大多都走了,在一起三年,有哭有笑,将来在相见之时,不知是何日,或许都变了样子,凌峰身边,一个身材高 高大的同学,背着手在他后面站着,他名叫王晨,与凌峰一起长大,互相知根知底,他在转职那天,期望自己成为枪盾骑士,他的愿望成真了,如今已经是一个受人敬畏的主战类直接,而且是人人羡慕的枪盾骑士,地位足以排在前列,但他多么想将愿望成真这个运气,送给凌峰,凌峰才是最值得的人,但如今,一切已成定局,经过了几天的心理疏导,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一切,凌峰神色平静,看着列车变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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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地平线,这些年,他们和你一样,帮了我很多忙,将来再见,我不知能否还给他们,王晨忙道,你也帮了他们很多,不用还,倒是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一定不要憋着,尽管通知三年来的同窗,昨天晚上毕业聚餐时,我们发过誓,不会丢下你,这三年,我们是一个整体,患难与共,未来也是,将来再回首,心中不留遗憾,很开心记起,自己曾有过这样的青春,有过你这样的同学,说着, 王晨这个将近一米九的大汉,眼中又有泪在闪烁了,想到了离别,想到了多年后再聚首,所有人都换了模样,或许别的同学都已经腾飞化龙,成为一方人物了,哪怕班里曾经最差的那个,也有所出息,而最努力的凌峰,却只是一个普通大厨,这种错位的感觉,让他很是难受,他知道,凌峰是一个要强的人,要不然也不会这么拼,最怕凌峰有什么难处,宁愿自己憋着,凌峰听了后,轻轻地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他本来话就不多,是一个能动手尽量不嘴炮的人,就在他行走在列车站,目送外地的同学离开之时,凌峰的脑海中,忽然响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检测到宿主转职厨师职业,最强职业系统开启中,开始绑定宿主,系统自动将宿主职业, 这几日愈发沉默的心情,随着系统的出现,逐渐开始转变的通透,王晨没注意到这点,见凌峰忽然停下脚步,他忍不住问道,怎么了,然而却没有得到回应,此时的凌峰,完全沉浸在了系统界面当中, 最强直阶系统,可以帮助宿主将本来的直阶进行蜕变,改变成潜力无限的至高直阶,看着这个系统的介绍,凌峰眼神清亮,检测到宿主原为生活直阶,除湿,特将宿主直接进行唯一性蜕变晋升,至高神除,随着系统这一行字的落下,凌峰感觉到自己的面板上的除湿二字,虽然没有变化,但他能看见,暗层之内,一道燃烧着火焰,刀叉锅铲相间的四个大字,至高神除,光听名字,就很是不合。 再继续往下看,一位宿主开启至高神除的基础天赋,基础天赋,红厨玉手,红厨玉手来自世界初始的奥妙,当宿主烹饪食物时,有几率为最终食物添加特性,例如,烹饪出一个顶尖品质的豆腐,此豆腐可为服用之人添加随机加点属性的特性,无上限,无势等级体质直接,任何生灵都可服用,住,只有顶尖的食材,才能制作出顶尖的美味,烂于充数的食物,将不能附加特性,当这一个天赋出现的时候,凌峰 便感觉到自己的面板多加了一点什么,他看完红厨玉手的介绍之时,心里瞬间掀起了天大的波澜,能够为所烹饪出的食物增加特性,那就意味着,从今以后他烹饪出的食物将不再是普通的饭菜,而是变成了灵丹妙药一样的宝物,而且增加的次数与属性是没有任何上限的, 打比方说,如果一个豆腐增加一点属性点,那他如果吃一百个豆腐,岂不是就增加一百点属性点,只要吃,就能变强,而且是无势等级,无势直接,无势物种的加点特性,哪怕他现在不过是一级厨师,也能够依靠着自己做出的神级烹饪,无限增加属性,没有上限,升级最直白的增强方面是什么?就是属性,越是级别高的人,属性就越高,但现在,凌峰打破了这一个界限,有了神除元能之后, 就可以无视等级加点,甚至一级就能堪比二十级,众所周知,输出类与辅助类的职业,为什么比生活类的职业还要强大?便是因为他们升级之后的属性加成,远比生活类来得多,一个十级的输出直接,随便吊打十个同等生活类厨师不成问题,这也是很多生活职业难以跨越的智谷,足以可见。如今,系统赠送的这个天赋的强大之处,有了这个天赋,职业的区别,对我来说,再也不是束缚, 凌峰眼睛一亮,忍着激动,再继续往下看。恭喜宿主获得天赋,天刀精通,天刀精通,刀法入神,可提升烹饪食物的品质,快速料理,所有难以料理的食材,都能够在您的刀法下切割成各类形状。您的刀法将携带,穿甲,特性,穿甲百分比随着等级提升,达到满级,将成为百分之一百穿甲,任何防御在您面前都宛若豆腐般脆弱。当前穿甲效果,百分之二十,看着这个介绍。 饶势素来冷静严肃的凌峰,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自己都有点怀疑,有了这个天赋之后,自己还是厨师吗? 百分之二十的穿甲,已经等于穿戴一件传说级的神器了,如果达到满层,那就是刀刀真实伤害。 传说中,神下帝国的哪位顶级刺客,聂清宇,最高都不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穿甲,这已经让他成就杀手之神的威名了,他都有点眼韵了。 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他有这妖牛逼的天赋,怕是要被吓个半死。 此时的他,亦是完全跟外面的世界隔离,自顾自地走到了车站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王晨还以为他,因为舍不得三年的同学,如今内心情绪爆发了,正在独自承受呢。 有好几个同学都约好去考神下国顶尖高级学院凤凰学府,以后你可以常去逛逛,没钱,我给你安排,你不用这么悲伤,真的,想去我们肯定能再去。 生活类职业在中级学府觉醒之后,就没必要再去高级学府了。 中级学府等于前世的高中,高级学府基本上都是为培养主战直接而创建的大学。 转职之后,命运已定,生活职业者只能投入社会添砖加瓦,为基层工作,以此获得生活经验升级。 比如说林峰的厨师职业,如果没有任何意外,他将来只能进入厨师协会,有协会帮他安排工作,去酒店,饭店工作,运气好的便当有钱人家的特聘厨师。 在工作中,每完成一道菜便能够获得经验,以此来提升职业等级,升级后获得烹饪类的技能。 有专门做西餐的,做中餐的,做面点的,熬汤的方向等等,最后技能都会分为这几类。 但其他厨师可没有系统,所烹饪的食物不会有加点的特性。 所以,一般中级学府毕业后都是年满18岁,已成年,刚好进入社会工作,能够自力更生,获得财富。 林峰没有回应王晨,依旧沉浸在石海当中,系统又发放奖励了。 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水煮法则,水煮法则是被贯称万物皆可水煮的厨师必备技能,放水量与食材的搭配,火候与调料的掌控,都影响着最终食物的品质。 获得神级水煮之后,您水煮烹饪技巧,将不再会有任何失误,频繁普通的食物,也能焕发出顶尖的美味。 并且,只要发动此技能,您可以随意操作水元素凝结成水,或调控水元素的温度,一级就能够获得技能。 这是林峰没有想到的。 但这并不妨碍此时的他,脸上的笑容逐渐灿烂了起来。 水煮法则,随意调控周边的水元素凝结成水。 这不就是水系法师吗? 还能够调控水的温度,这要是弄出个上万摄氏度的水球攻击敌人,那能把人给烫死。 或者是凝聚出一个极低温度的冰锥,射向敌人。 还有更多妙用,值得自己去研究。 想到这里,林峰的眼睛逐渐亮了起来。 厨师,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那,林峰从此刻开始将要迈向最强的至高厨师之路了。 他原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而是来自于平行世界的蓝星。 重生到这个怪物融合的蓝星上,生长在一个离异的家庭中。 自小母亲就抛下他走了,与别人组建了新家庭。 而他的父亲在离婚的几年之后也抛下了他,不知去向。 他从小跟着爷爷长大。 就在三年前,爷爷去世了,父亲也没回来看一眼。 自那之后,林峰便独自一个人生活。 转职之时,别人的家里都有父母家人陪伴官吏。 而他却孤单一个人独自迎接命运。 他很想告诉那些离他而去的人。 他林峰哪怕独自一人,也能够活得很潇洒,也能有所成就。 所以,他很努力,很努力。 虽然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 但好在如今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他依旧能够靠着那恐怖的自律,努力拼搏,直至站在巅峰。 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都会拼命地抓住,绝不放过。 深深吸了口气,林峰调出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林峰,职业,厨师,等级,一,力量,十,敏捷,十,精神,十,体质,十,装备,五,天赋,红厨玉手,SSS加,天刀精通,SSS加,技能,水煮法则,虽然思维属性依旧还是实。 但只要给他时间烹饪,属性增强只日可待,到时候无数次突破极限都不是问题。 而且,还有能无视防御,满级之后刀刀真伤的天刀精通在。 可以说,他这个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简直是逆天级别的。 值得一提的是,系统不仅仅有前期的新手奖励, 还有其他神级天赋与技能物品等待着林峰换取。 而换取技能物品的需求,便是原能币。 原能币是这个世界无数国家的通用货币, 其内蕴含着这个世界的如石油般的能源,称之为原能。 而系统中,能够兑换的物品,琳琅满目。 比如,炎帝意志。 开启后浴火焚身,浑身燃烧了起来, 精力,速度,闪避,力量等大幅度增强,神除颠勺。 无视目标体积重量,任意翻滚颠倒,抛向虚空, 极致甚至能颠勺星球。 除神霸体,开启后无视疼痛,免疫受机僵直, 受到的伤害减少90%,任意横冲直撞, 火属性免疫,风属性免疫,雷属性免疫,还有装备类。 永灵刀,传说中的八神器之一,专门处理海鲜的菜刀, 它可以使丧失鲜味的食材重新出现鲜活,极致坚韧, 伴随着冰临之气,与时间之力转龙弧。 传说中的八神器之一,能够对熟食进行加热, 只要将食材放入,立即就会变熟, 可以很大程度缩短做料理的时间, 常用于烹饪难以煮熟的食材, 同时伴随着极致的防御力与炙热之力。 圣药刀,绝世七神刃之一, 浑身缭绕着贯穿天地的曙光,精美无比, 运用此刀做菜,可谓食物附加神圣之力与提高品质, 多,太多了,看得凌风心动不已。 这些东西,单另一个出来,都足以震撼全球, 成为无数人争夺的神物。 而现在,他只要支付足够的元能币,就能够获取。 虽然上面的价格有点恐怖, 单单是一个他很想要的辅助天赋, 神厨之眼就要上千万的元能币。 神厨之眼,有着能够看透食材本质的能力。 众所周知,无论活物还是死物, 只要能煮,都能够成为食物。 有了这个天赋,不仅仅能够鉴别陌生的食物, 还能在战斗之时看透对手的各种破绽弱点。 虽然价格昂贵,但他相信自己, 只要努力,未来必定能够 全都给集齐了,登铃巅峰。 钱,他现在非常需要钱, 要疯狂的挣钱才行。 更何况,购买顶级食材与香料等, 都需要数量庞大的钱。 只有顶级的食材, 才能够烹饪出品质最高的美食。 只有品质高的食物, 才能够增强属性,最大限度附加特性。 想到这里,林峰的眼睛当中, 冒出了绿油油的光芒, 现在看什么都想吃钱。 眼前的匆匆而过的列车, 他都想扛去卖废铁了。 厨师又如何,生活职业类又如何, 他依旧能依靠这个职业, 站在整个世界的终点, 让那些曾经抛弃他的人知道, 没有他们,自己才真正的无拘。 王晨看到林峰这个模样, 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林峰,你怎么了? 林峰从系统当中抽离出来, 揉了揉太阳穴, 道,今晚去我哪里吧? 我下厨。 他打算今晚就是一式红厨玉手, 给美食附加属性的能力。 王晨一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以为林峰终于想通了, 踏实地要走厨师这一条路。 好,我很有荣幸能够品尝到你的第一次烹饪。 林峰,忘记跟你说了, 如果你愿意, 可以来我家当专聘厨师, 我可以让我家的哪位32级大厨带你。 而且, 我保证酬劳绝对丰厚。 王晨拍着胸脯说道, 王家在洛城属于四大巨头之一, 名下产业遍布洛城, 背景雄厚, 非常的有钱。 王晨作为家里的继承人之一, 极有可能继承王家庞大的产业, 所以安排林峰完全不是问题。 之前王晨就多次想要给林峰送钱, 但都被林峰给拒绝了, 他不想欠别人的人情, 哪怕那个人不在意。 虽然多次迫于无奈, 被动地接受班里的馈赠, 但他一直坚信, 以后会一个个还回去的。 林峰站起身来, 看着车站内的熙熙攘攘的旅客, 只觉得神清气爽, 浑身通透。 他笑道, 再说吧, 你身上有钱吗? 我的食物可不是免费的。 王晨也笑道, 我卡里还有五万多元能币, 怎么样, 够吃一餐了没? 林峰摸着下巴, 想着食材的价格, 点头道, 够了, 我身上没钱了, 等等你开你的车, 带我去一个地方, 顺便带我去中心菜市场买食材, 保证你不吃亏。 王晨摆摆手道, 小事, 第一站你要去哪? 去龙盛小区, 林峰朝着停车场走去, 听到目的地, 王晨皱紧了眉头, 一边跟上林峰的脚步, 一边道, 为什么要去哪?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候, 关乎下半生的转职仪式, 他都没来见证, 对你冷漠的不闻不问, 还去找他干嘛? 我就没见过这么狠心的母亲。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当时他来的话, 或许你不在那个时间点进行转职, 也许结果就变得不一样了。 王晨有自己的一辆原能车, 是能在空中行驶的原能车, 名牌劳姓GLV, 售价在一百万元能币的价格。 这个世界的一百万能元币, 相当于前世的一百万美刀。 是他十八岁成人时, 父亲送给他的礼物, 在落成富二代圈子中, 不算太好, 也不算差。 毕竟, 他家的嫡子, 可不止他这一位。 闪烁着金属光泽的GLV缓缓地停在了龙盛小区的门前, 穿戴整齐制服的门位, 看到这么有排面的原能车到来, 那原本蔑视一切的神情, 顿时变得低眉顺眼。 但原能车没有进龙盛小区, 就这么安静地在大门前起伏摆动着, 小区里的人进出之时不住地将目光看过去, 很是好奇。 不久之后, 一对夫妇带着自家十岁的孩子从外面回到小区门口, 原能车才终于下来了一个长相俊俏的学生, 他穿着干净的蓝白校服与白色球鞋, 那一对夫妇的妇人再见到这个学生之时, 一脸的诧异。 风儿, 你怎么会想着来找我? 你背后的高档原能车是? 妇人疑惑地问道, 林峰表情始终平静地道, 以后不用再给我打生活费了。 说完, 他从校府口袋里拿出了两万四千八百元能币, 递给了夫人, 道, 这是这些年你打到我卡上的生活费。 夫人手里拿着钱, 表情逐渐从一户到恶然, 一时间脑袋有点当机。 风儿, 你做什么呢?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林峰没回答他, 而是看夫人旁边的孩子与绝尘, 这是自己同母的地点, 与绝尘用一种冷淡的眼神看着他。 林峰笑了, 道, 你好好努力, 将来才有希望追上我的脚步。 与绝尘听到这句话, 眼底深处光芒激荡, 道, 你的命运已定, 还放大话, 你落幕了, 林峰。 林峰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不多讲什么, 哥哥永远是哥哥, 镇压地点还是不成问题的。 他转身进入了圆能车, 对着夫人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道, 从此以后, 我和你再无关系。 圆能车的车门, 缓缓关闭, 随着一声引擎咆哮的轰鸣, 车辆冲上了高空, 顺着悬下国的高空无形轨道, 离开了龙盛小区。 夫人手里还拿着能源币, 呆呆地看着那辆豪车消失在视线当中, 她是为了和我断绝关系, 才来找我。 为什么? 风儿好好的, 怎么对我这样? 她受了什么大刺激? 夫人情绪逐渐有点激动了起来, 拿出手机, 想给林峰打电话。 结果没到一秒, 她的电话就显示无法接通, 很显然已经被林峰纳入了黑名单。 她心里有种预感, 林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自己必须要了解。 我要去找林峰问清楚, 丈夫拦住了她, 周眉道, 今天是晨儿的生日, 先过完生日再说吧。 夫人原本冲动的情绪顿时削减了下来, 她看着自己小儿子的脸, 顿时心里一软, 叹了口气道, 那等之后我再去找她吧, 先给晨儿过完十岁的生日。 只是, 风儿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我心里很不舒服。 听到母亲的话, 十岁的雨绝尘安慰道, 母亲不用这么心急去找她了, 前几天是个大学府的转职仪式。 林峰她转职成了厨师, 今后的生活有了保障, 能够自己独立生活, 这样断了也好。 夫人心中一惊, 顿时一股愧疚感从心底蔓延而出, 自己竟然忘记了林峰的转职仪式。 雨绝尘继续劝说道, 毕竟, 母亲, 我与林峰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不需要这样的哥哥, 不是吗? 幼年的雨绝尘, 用干净透亮的眼睛, 看着自己的母亲。 夫人神色犹豫, 丈夫笑道, 我觉得晨儿说得不错, 晨儿是天生转职者, 未来成就必将不凡, 说不定会树立许多的敌人。 到时候, 连我们都是拖累, 现在少了他也好, 晨儿将来都不用分心, 少顾着一个人, 还是不要再去找他了, 不是我心狠, 这也是为了他好。 丈夫脸上笑意未曾削减, 继续道, 让他平凡地过完这一生吧。 丈夫与儿子的话, 在夫人脑海中不断盘旋着, 最终, 夫人妥协了, 点点头道, 你们说的对, 一切以晨儿为重。 如今, 晨儿得到了傲视工会的关注, 获得提供的诸多资源, 我不能影响到他。 决定下来后, 夫人觉得还是有点亏欠, 毕竟, 作为一个母亲, 儿子的转职仪式自己竟然给忘记了, 实在弥补不了心理那一关。 她用手机给林峰的卡里, 打去五万元能币, 结果发现, 林峰已经将这张卡给注销了, 这一下才明白, 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和自己断了。 而在这一家人离开后, 那些小区的居民们顿时开始交谈了起来, 那俩昂贵的GLV怎么会停在我们小区门口, 原来是来找宇佳夫妇的, 那就不奇怪了, 毕竟他们家真是生了的好儿子, 六岁的时候就自然转职成稀有职业, 兵戏法师, 起点比别人好太多了, 将来与绝尘是要成为大人物的, 有钱人来结交, 理所当然。 居民们目光羡慕地说道, 落成东区天空轨道上, 闪烁着各种高科技金属光泽的GLV原能车内, 王晨让车辆自动驾驶, 然后转头看着面容淡然, 视线始终在看着落成风景的林峰脸上, 见他没有多余的伤感情绪, 王晨心里暗暗赞叹, 学霸还是原来那个学霸, 喜怒不形于色, 永远不知道其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平常人在办完这种事情后, 早就找个地方让自己喝个大醉了, 而林峰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他其实很想开导一下自己这个好朋友, 但却很识趣地没有再多问, 他故作开心地笑道, 准备到中心菜市场了, 真期待能吃到未来大厨的美味佳肴啊, 落成最大的中心菜市场, 不久后, 当林峰手里拿着一篮子的鸡蛋和一些精致的香料, 回到原能车上后, 王晨目瞪口呆地说道, 不会说今晚我们两个就吃鸡蛋吧, 林峰轻轻地点头道, 嗯, 不会让你吃亏的, 这些鸡蛋, 应该能抵消建你的一万元能币, 剩下的, 下次再还, 王晨听到林峰的这句话, 感觉有点荒唐, 什么鸡蛋, 能够值一万多元能币, 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 黑伤都没这么黑的, 虽然, 王晨从来没想过让林峰还钱, 哪怕林峰借再多也无所谓, 但他还是满脑袋的黑线, 以前的学霸, 可做不出来这种事啊, 现在他是怎么了, 不会憋着心里的情绪憋到疯了吧, 算了, 大不了等等再拉着他去吃夜宵, 一想到要吃那么多鸡蛋, 王晨脸上就流露出了苦涩, 而且还有下次, GLV圆能车很快落到了林峰的老旧小区附近, 随意找来的停车位挺好, 王晨不是第一次来林峰家, 驾轻就熟, 这个老旧小区少说也有三十年了, 附近居民也都是底层生活职业的人, 他们知道林峰考上落成最顶尖的洛峰学府, 时常带一些富二代同学回来, 也见怪不怪了, 回到两室一厅的家里, 这个地方是父亲留下来的, 在他离开之后, 爷爷便搬过来照顾林峰, 直到上洛峰学府, 爷爷去世, 林峰除了放假会回来之外, 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住校, 随便打扫了一下灰尘, 王晨坐到有些年头的木沙发上, 玩弄着手机, 林峰进厨房里, 将家里的锅架好, 开始启用水煮法则, 他的视线顷刻间遍布各种水元素粒子, 透明当中带着淡蓝色的光辉, 像是一粒粒星辰般飘荡在面前, 这是林峰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世界, 真的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元素在, 当中蕴含着的强大力量, 等着人去引燃, 聚弩, 在他的操作下, 水元素化成了干净且沸腾的热水, 从续空中聚集到了锅内, 滚滚而动, 林峰这次在市场买了不少的鸡蛋, 各种价钱与新鲜度都有, 最贵的两颗鸡蛋, 是怪物与普通鸡培育的龙鸡生出来的, 极难存活, 价值一千元能币, 最便宜普通的鸡蛋在一元能币五颗, 要不是身边有个土豪朋友, 林峰还真买不起, 林峰此刻的神情很认真, 心无旁骛, 注意力全都在锅内观察着水元素沸腾的情况, 水煮法则牵动心灰, 下一刻, 林峰催动红厨御手天赋, 他的两只手掌都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玉色, 其内有点点光芒在闪烁, 好像是一块昂贵的玉石充满着灵域, 他的手摸到了篮子中的鸡蛋, 无论是贵的, 还是便宜的, 都非常小心翼翼, 鸡蛋在他的玉手之下, 同样变成了水晶般的玉色, 时隐时现, 透出神性气息, 而后, 如落叶般, 轻轻地飘进了锅里, 如果让外人看到, 煮个鸡蛋都能如此神异, 怕是会惊掉下巴, 不知道的, 还以为林峰是在炼丹, 鸡蛋在废水滚动, 错落有致地形成了某种特殊玄妙的图案, 按照某种规律在摇晃着, 废水逐渐飘起白色的烟雾, 让整个厨房都宛若仙境般, 在鸡蛋滚出行动轨迹之时, 林峰便伸出玉手, 探入锅中, 将其摆正, 林峰注意观察着鸡蛋, 心里灵犀一动之后, 感觉达到了完美, 玉手便接出印记, 化在废水上, 沸腾的水逐渐平息, 鲜雾散去, 24颗鸡蛋, 晶莹剔透地躺在水中, 仿佛24轮明月, 倒映在锅里, 它控制着水的温度, 以温和的方式慢慢冷却, 在达到30多度之时, 鸡蛋也彻底成熟, 厨房内蓄鱼间, 飘荡着诱人的鸡蛋清香, 不一会儿就飘到了外面, 王晨的鼻子很灵, 正在研究枪顿骑士资料的他, 顿时从木沙发上蹦了起来, 这蛋香, 是煮汤了吗? 他迫不及待地进厨房, 看着锅里飘动的鸡蛋, 眼睛都瞪大了, 说道, 不会吧, 简单的水煮鸡蛋, 也能有如此浓郁的香味, 学霸就是不一样, 连煮个鸡蛋都这么与众不同, 将来的厨神荣誉, 风格预定了, 王晨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 鸡蛋虽然香, 但吃两个就已经够了, 吃第三个基本就腻了, 而现在就算平分, 他起码也要吃十个, 要不我们吃两个就去饭店吃吧, 王晨试探着问道, 林峰摇头道, 不行, 这鸡蛋对你有好处, 你在外面都吃不到, 他将锅拿出了厨房, 放在餐桌上, 而后将鸡蛋一个个拿了出来, 最贵的两个龙鸡鸡蛋, 他单独放在一边, 先从最便宜的鸡蛋开始尝试, 王晨坐在餐桌对面, 看着分到自己面前的九个鸡蛋, 终于下定了决心, 像是要上战场了一样, 林峰转职生活厨师后, 第一次下厨, 自己不能不给面子, 想到这里, 他拨开鸡蛋, 吃下了第一颗, 他的眼睛逐渐亮起光芒, 惊讶万分的道, 太好吃了, 这鸡蛋好清香, 一点都不腻, 没想到, 鸡蛋还能好吃到这种地步, 蛋白滑而不腻, 一种很特殊很好吃的味道, 我形容不上来, 就连蛋黄也没有这么梗吼, 很是软弩, 那股清香沁入我的身体内, 竟然让我浑身轻松, 我感觉我的精神状态都变好了, 王晨朝着林峰竖起大拇指, 非常的激动, 简直是意外惊喜, 真应该把我家那三十二级的大厨给开除啊, 他煮的鸡蛋, 还没你的十分之一好吃, 我能吃十个, 不, 二十个, 王晨胃口大开, 刚说完, 他又拨开第二个鸡蛋, 细细地品味着, 眼睛都眯了起来, 林峰笑了笑, 没有理会他, 一样吃着蛋, 他在将一元能币就能买到的五个普通鸡蛋吃完后, 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没有任何动静, 心里嘀咕道, 看来, 哪怕拥有红厨御手与水煮法则, 也无法将普通的食物, 提升到能增加特性的地步, 如果我现在就能兑换神厨只眼多好, 这样, 我便能够看透食物的品质, 是否适合增加特性了, 也就不用浪费钱, 他轻轻一探, 有神厨只眼在的话, 就能够轻松地挑选顶尖品质的食材, 甚至, 去到野外, 他更是能够轻易地分辨什么食物能吃, 什么不能吃, 是否负荷增加特性的条件, 想到这里, 他对神厨只眼更渴望了, 赚钱, 必须得快点赚钱, 林峰继续吃下五十元能币一颗的鸡蛋, 一百块一颗的鸡蛋, 五百一颗的, 直到除了最贵的一千一颗的鸡蛋没吃, 其他都吃完了, 可惜的是, 什么属性都没增加, 也没有附加特性, 除了好吃之外, 什么作用都没有, 当下, 就连林峰都倒吸了口凉气, 合适的食材, 果然都是得要最高端的, 不便宜啊, 这要是剩下的最后两颗鸡蛋, 也没有特性, 那要什么样的食材, 才能够满足条件, 那得要多少钱啊, 林峰试探着问已经吃完九颗鸡蛋的王辰道, 你感觉到什么变化吗, 王辰道, 有啊, 我感觉我还能再吃十个, 林峰, 我说的是, 你职业的变化, 王辰愕然的道, 没啊, 吃个鸡蛋能有什么变化, 我现在还是枪盾骑士, 属性面板也没有什么区别, 林峰这下明白了, 普通和中端的食材都不能增加特性, 最后将目光放在了两颗龙鸡蛋上, 王辰伸出咸猪手, 将一个精品蛋拿在手中, 不好意思的道, 我再吃一个, 吃吧, 林峰点头, 没有急着吃最后一个, 而是紧紧盯着王辰, 弄得王辰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被林峰给看的有点发毛, 王辰吞了吞口水, 试探着说道, 要不, 你吃完去吧, 林峰哭笑不得的说道, 你快点吃, 我只是看你有什么变化, 王辰道, 真没有什么变化, 等等, 你不会在鸡蛋里下毒吧, 风哥, 我跟你这么多年的关系, 林峰做事, 要抢过王辰手里的鸡蛋, 没好气得道, 你吃还是不吃, 我吃我吃, 王辰连忙拨开精品鸡蛋, 一口扔进了嘴里, 快速地咀嚼着, 在吞进肚子里之后, 王辰瞪大了眼睛喊道, 有变化了, 林峰顿时眼睛一亮, 道, 什么变化, 王辰双拳一握, 激动道, 我感觉鸡蛋化成了一股热滚滚的暖流, 遍布在我全身, 我现在浑身都充满了力气, 疲劳都消失了, 林峰发了个白眼无语道, 我说的不是这个, 哦, 王辰记得, 林峰很在意自己的属性面板, 他连忙调出来, 并且显示他人可见, 性命, 王辰, 职业, 枪盾骑士, 等级, 1, 0.00%, 力量, 7, 敏捷, 5, 精神, 4, 体质, 7, 未加属性点, 1, 装备, 5, 天赋, 5, 技能, 5, 一般开启转值后的一级属性点, 平均都在5, 差一点的在4, 因为这些年被林峰所激励的原因, 王辰转值前训练了不少, 力量与体质达到了7, 不过, 此时两人的关注点全都放在了那未加点属性1上面, 王辰神色从刚开始的错愕到震撼无比, 这是什么, 我升级了吗? 不对啊, 升级不都是加5点属性点的吗? 这只有一点, 怎么会突然间加了属性? 王辰对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一脸猛逼的看了又看, 一般如果升级的话, 四维属性会默认都加一点属性点, 然后再有5点任意分配的属性点, 所以, 出现了这个多余的一点属性点, 便是让王辰不敢相信的原因,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满脸难以置信的看了看桌上, 还剩下的最后一个龙鸡蛋, 然后再看向笑意盈盈的林峰, 这该不会是风哥你煮的鸡蛋的原因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 食物竟然能为转职者加属性点, 天啊! 王辰轰的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想到这个结果, 头皮一阵阵的发麻, 吃个鸡蛋就增加一个属性点, 这种事情的发生,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他想到, 很显然对方早就知道了, 龙鸡鸡蛋能够增加属性点,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一些, 要知道, 就算是顶级大厨历届厨神烹饪出来的, 也不可能有这种效果, 他不是没吃过厨神烹饪的精致佳肴, 但想要增加属性点, 简直是天方夜谭, 平白家属性点, 除了某些特殊的BOSS怪物身上掉落的稀有材料之外, 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能做到, 他身为落成四大财阀之一的王家子四, 当然知晓, 而现在, 他的铜窗刚刚转职厨师煮了个鸡蛋, 就让自己增加了一点属性点, 不要小看这一点, 势均力敌的对决当中, 拼的就是细节, 就是那一点属性, 殊不知, 那些游戏当中的课金大佬, 为了极限的一点属性, 砸了多少钱进去,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生活类职业厨师吗? 王晨觉得自己需要缓一缓, 就在他瞠目结舌, 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属性点的时候, 林峰已经拨开了最后一枚鸡蛋, 慢条丝里地咀嚼着, 他一直保持一种理念, 对待食物, 要保持尊重, 食物才会尊重你, 吃得很细心, 像是一个绅士, 很斯文, 王晨觉得他不像是在吃东西, 反而更像是雕琢艺术品, 将鸡蛋吃完后, 林峰便闭眼睛, 感受着点数的增加, 果然是有一股暖流, 从口腔处开始发热, 流淌向胃部和四肢百骸, 他的精神都开始恢复, 没有一点疲倦感, 他掉开了属性面板, 便见到自己的思维属性下面, 已经出现了魏家典的属性, 一, 王晨这下终于百分之一万的确定了, 就是龙姬蛋家的属性, 林峰, 你就是一个奇迹, 从认识他开始, 就一直在创造奇迹, 哪怕转职成为生活类厨师, 也依旧与别人不一样, 林峰这种人, 依旧以别的方式, 走出了只属于自己的路, 天哪, 林峰不, 峰哥, 老大, 你这真的是要逆天了, 要捅穿这个世界的天, 能够增加属性点的食物, 这要是被别人知道, 绝对会把你当成爹来供着, 王晨在震撼过后, 便是浑身都激动了起来, 不要说远的, 就说自己, 如果能一直吃到家属性点的食物, 他的未来绝对会变得光明无比, 到时候, 什么名校, 什么顶尖学府出来的学子, 和他相比, 相差天壤之别, 林峰, 是能够造就强者的奇人, 他的潜在价值, 无法估量, 哪怕比起当今神下帝国的哪位顶尖转职者, 称号春雷女武神的灵剑士, 也不差多少, 春雷女武神, 灵剑士极限转职者, 天赋雷之呼吸, 攻击时携带天雷特效, 声浪滚滚, 如春月汉天雷般的恐怖威力, 惊破全球, 这位女武神出手, 哪怕相隔极远之地, 也能够确切地看到, 听到, 感受到那股恐怖的春雷威亚, 是神下国之巨拨, 那是单方面武力达到了山巅的武神存在, 转职者当中的帝王, 灵风烹饪出的食物, 能够强化属性, 重要性, 与其相比, 有有过之, 灵风没有急着加点, 听见王晨的话, 他摇头沉声道, 你说错了, 我当不了他们的爹, 更多人会选择将我当成牲口, 驴, 不, 更可能是小白鼠, 他说的这句话, 顿时让被热血冲头的王晨冷静了下来, 王晨生长在财阀家族, 自然明白灵风所言不假, 面对能够创造巨大利益的灵风, 那些上位者大多数会选择掌控, 不可能会交易, 更何况, 灵风是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实力的人, 30%的利润就足以让资本家趋之若鹜, 百分之百的利润, 资本家能够背叛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抢夺, 而灵风身上所携带的商机与利润合纸百分之百, 所以, 灵风此刻能够带来强大的能力与财富的同时, 也伴随着无尽的威胁威胁, 王晨冷静了下来, 如果是自己家族那些人发现灵风的作用之时, 绝对会派遣大批精英将他抓回去, 而后软禁, 折磨, 直到灵风屈服愿意为王家烹饪为止, 沦为只能麻木烹饪的机器再也没有了自由, 就像是中世纪的奴隶, 而这个奴隶拥有一条贯穿天际的矿脉价值, 让全世界都陷入癫狂的能力, 风哥, 你说得很对, 王晨留下了冷汗, 他刚刚就想将这个喜讯告诉同学, 还有老师, 恨不得讲给全世界的人听, 风哥转之前不是废物, 转之后也不是, 依旧是最耀眼的那个人, 但现在想想, 自己差点将灵风推进了黑不见底的深渊, 就比如说, 你中了巨额彩票, 如果你大张旗鼓地告诉所有人这个消息, 那么迎接你的就是无限的嫉妒, 还有罪恶, 你将看到人世间最丑陋的嘴脸, 是我欠考虑了, 这件事,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至少, 在风哥你强大起来之前, 王晨当下便打算将这个秘密永远地封在了心底, 除了风哥之外, 任何时候都不谈论这件事情, 想到这里, 王晨也明白了, 风哥是有多信任自己, 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自己, 还分了自己一枚鸡蛋, 他瞬间眼含热泪, 郑重地对林风道, 感谢风哥的信任, 林风笑了笑道, 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因为, 他有了这个天赋, 绝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成长到无人能敌的地步, 缺的只是钱, 而告诉王晨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除了信任之外, 还因为王晨有钱, 确切地说是王晨的家里有钱, 自己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以他目前的储蓄那枚一千元能币的精品鸡蛋, 他买都买不起, 你觉得, 这一枚能增加属性的鸡蛋, 价值多少? 林风笑道, 在确认真的能够增加属性后, 他心情好了不少, 至少不是那么的难受, 王晨这一下才真的明白, 为什么先前林风说, 请自己吃鸡蛋, 就能够相抵一万元能币的借款? 当时他还以为是林风性格变了, 同意拿自己的资助了, 现在看来, 这龙鸡蛋价值何止一万元能币? 王晨眼神闪烁, 开始思考着鸡蛋的价格, 我觉得刚开始可以先两万, 当别人知道这东西的价值之后, 很可能炒到十万, 保守估计, 毕竟能增加属性点的食物, 前所未有, 别人可能不太相信, 刚开始就二十倍的利润, 还可以, 到最后甚至能达到一百倍的利润, 林风听得连连点头, 我可以卖鸡蛋来养我自己, 卖一半, 留一半, 林风心里开始思索着卖和自用的比例, 卖得的钱就可以去系统处购买新技能, 前途大好啊, 按照预计, 煮精品鸡蛋, 自己一天大概能烹饪出两百美美, 他要花出更多的时间去练习战斗与升级, 毕竟, 升级之后, 刀工精通的穿甲效果也能够提升, 等级高了, 更是能达到百分百穿甲, 烹饪获得经验太慢了, 还不如下副本, 一个boss比他烹饪一个星期的经验还多, 这就是煮输出职业的好处之一, 王晨听到林风的话, 当下便急了, 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 紧紧地抓着不松手, 风哥, 大哥, 爹, 你不能抛弃我啊, 我也要吃鸡蛋, 也要加属性, 王晨听到林风一半一半的计划, 当下就急了, 那一半里怎么能少了自己啊, 现在, 什么歧视精神, 什么歧视的骄傲, 永不低头, 永不投降, 全都抛弃了, 为的, 只是能够跟在林风的身后喝口汤, 林风苦笑不得得道, 起来, 成什么样了, 你好歹, 也是豪门大户子寺, 能不能有点出息, 不, 你不带我, 我就不起来, 王晨堂堂一米九的壮汉, 此时就像一个怨妇, 想要可以, 拿钱来换, 咱们的友情, 半价, 总不能让我赔本吧, 林风想了想到, 王晨是自己很早就认识的人, 人品性格都没什么问题, 他打算将其发展为助手, 以后可以出面, 帮自己处理不易露面做的事情, 比如, 用王晨的身份, 买烹饪出来的食物等, 所以, 也要让王晨有点实力才行, 谢谢风哥, 以后你让我干嘛, 我就干嘛, 我跟着你混, 王晨顿时就松开手, 站起来了, 决定道, 我一直跟在你身边咋样, 那高等凤凰学府, 我也不考了, 凤凰学府出来的学生, 前途无量, 基本都是各个势力的高层, 但, 哪有跟在林风边吃美食, 边提升来的好啊, 给一百个凤凰学府名额都不换, 当下, 王晨便打定了注意, 这条大腿, 自己一定要报警了, 半价, 等于白送, 算是非常照顾自己了, 差不多只出点材料费就行, 只要能吃就能变强, 想想就很美好, 林风摇了摇头, 没多说什么, 看王晨自己的决定吧, 他很感激, 在自己危难的时候, 照顾过自己的人, 带上王晨也无妨, 在约定好之后, 两人相对做, 继续交谈着细节, 还去饭店吃夜宵吗? 林风想了想到, 不吃了不吃了, 王晨猛烈地摇头, 渴望到, 我只想吃风哥做的美食, 现在, 哪怕林风端一盘土给他, 他也照吃不误, 林风点头继续道, 你知道, 我很穷, 现在没有启动资金, 没事, 风哥你要多少, 只说, 我马上去向我父亲申请, 先给你拿一百万怎么样, 王晨兴奋道, 不, 我不想你这么麻烦, 林风摇头道,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 一枚精品鸡蛋, 两万, 我给你打扮蛇, 一万一枚, 先拿二十枚的钱来吧, 二十万, 这样, 林风就能赚十八万, 十八万, 再换成精品鸡蛋, 就是一百八十枚, 到时候, 自己吃一半, 留一半拿出去卖, 就有初期的买食材的钱了, 一半就是九十枚鸡蛋, 一枚两万, 就是一百八十万, 暴力啊, 后续就不需要王晨的投资, 自己有钱, 才有底气, 兑换神厨之眼, 指日可待, 王晨猛的点头道, 二十万, 我这就让我爸打进我卡里, 林风看着外面暗沉的天色, 道, 不急, 你先回去吧, 明天早上再来, 王晨点头, 有点恋恋不舍, 自己已经抓住了灯神之路, 很想现在就变强, 离开了林风家后, 他还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自己就这么棒上了大腿, 只要做得好, 假以时日, 整个世界的历史, 都将会因为林风, 而留下自己的名字, 他忍不住傻笑了起来, 坐上了自己的GLV, 都不会开车了, 双手都因为兴奋过度, 有点颤抖, 只能让原能车自动驾驶, 谁能想到, 一个普通的厨师职业, 竟有这么大的能力, 也就风哥能创造这种奇迹了, 自从风哥转职成厨师, 别的中等学府, 便像是看笑话一样, 奚落着风哥, 林风的转职, 一直都是落成所有学府的关注中心, 毕竟他的学霸之位, 与过度努力, 是出了名的, 整个落成学府, 都被林风压了三年, 没人能与他竞争, 结果只转折生活厨师, 很快就沦为了各大中等学府的笑谈, 不过, 现在都不一样了, 风哥依旧无敌, 王晨有点感慨, 风哥这么快就逆转了局势, 真想让那些人知道, 他, 依旧能压你们三年又三年, 呼, 王晨忍着激动的心情, 在手机上观看着各大中等学府的论坛, 每每见到那些调侃林风的论坛帖子, 他都复之一笑, 等着吧, 而后, 他打开了班级群, 看了看里面的信息, 不少同学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城市, 并且准备着前往凤凰学府的修行之路, 他们在家人的带领下, 进入危险的秘境, 提升等级与战斗经验, 假以时日, 差距会逐渐拉开, 现在聊天群内的同学都很和谐, 各自抱着平安, 还有撒着家里的照片, 他们都很有默契, 不谈论林风的事情, 怕他伤心, 王晨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告诉同学们, 事情的真相了, 你们要去下副本才能变强, 我只要跟着风哥吃美食就能变强, 这待遇他一想到就很美滋滋啊, 还有风哥同母异父的弟弟, 王晨听说过这个落成文明的小天才, 如果小天才知道风哥烹饪的食物, 能够家属性点, 估计会后悔为什么要断绝关系, 到时候都得求上门来, 王晨已经能够预想到那个场面, 失去风哥是他们最大的损失, 王晨还有点为林风愤愤不平, 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摊上这样的家庭, 摇了摇头他不再想那么多, 而是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默默地将那多余一点属性加到了力量上, 力量, 八夜间的落成霓虹万千, 繁华的灯光让整座城市哪怕是晚上也亮如白昼, 天幕之上有一条条LED广告灯在闪烁, 王晨的GLV穿梭了过去, 最后落在远离市中心不远的郊区的落风山上, 这座上是落成最高的一座山, 山上建立着一座座昂贵的独栋别墅, 在别墅之中眺望, 可以看到整个落成的全貌, 在落风山的背面便是围绕着整个城市的高大城墙, 在山上也能看到城市之外的风景, 甚至能见到不远处的猛兽山林, 哪里是低阶转职者狩猎与升级的地方, 回到了落风别墅, 立即有仆人上来将车辆停好, 王晨看了眼自己家的车库里其他更昂贵的车就有点叹气, 父亲秉承老套的思想, 认为儿子就应该穷养, 所以才只买了一百万的GLV给他, 然后每个月才给个五万的元能币零花钱, 我太穷了, 王晨叹了一声, 他回到了家, 直接进书房中, 他知道父亲一般都在哪里, 他的父亲坐在老板椅上, 皮肤有黑, 看起来更像一个农民, 穿着昂贵的服饰, 却没有高贵的气息, 怎么了? 王晨父亲王勉放下了手里的名为儒家思想的书籍, 提了提眼镜, 看向自己的儿子, 王晨忙道, 父亲, 我的零花钱花光了, 我现在也成年毕业了, 成为了枪顿骑士, 转之后花销也大, 你看看, 能不能将我每月的零花钱提高到二十万元能币, 王勉沉思了下来, 梁酒后又叹息了声说道, 成儿啊, 我们王家赚钱不容易, 以后你是要争夺家主之位的, 这钱不能乱花, 要花在刀刃上, 现在还有大房和三房的人在虎视单单家主之位, 你以后不仅仅要面对外面的战场, 还要面对家里的战场, 所以, 加零花钱的事就算了, 这些钱留给你关键时候积攒力量, 你的修行资源我都会安排好, 不需要你另外再购买什么, 放心好了, 王勉说完后便不再理会王晨, 转头继续看书, 王晨默默无言, 父亲还是熟悉的样子, 特么的怎么能扣成这样, 很难想象, 落成四大家族的王家二房, 竟然这么扣, 王晨也不说什么了, 直接上别墅二楼去, 找到了母亲, 在软磨硬泡下, 终于拿到了二十万元能币, 只不过, 母亲说这件事不能告诉父亲, 她只能藏着掖着, 洗完澡, 躺在床上打开房间天窗, 能够看到星空顶, 她知道今晚睡不着了, 真想告诉父亲凌峰的事, 要是她知道的话, 别说二十万, 两千万, 两个亿她都会给, 但是不能说, 妈的, 好难受, 王晨自顾自的嘀咕着, 心里越发期待了起来, 真想看到当自己的属性点被吃爆之时, 站在父亲的面前, 她那惊讶万分的样子, 老旧城区的房子内, 凌峰没有急着加点, 而是在复盘今天的主鸡蛋过程, 如果我不用红厨玉手, 食物就不会附加属性, 这样在外人面前, 至少不会暴露身份, 她躺在床上, 双手放在后脑勺, 这样想象着, 现在我只会水煮, 如果用其他方式烹饪食物, 估计难以得到特性, 因为没有水煮法则加持, 烹饪出来的品质太低了, 天天吃水煮, 哪怕再好吃, 也会腻, 兑换出厨神之眼后, 便看看, 还有其他什么技能可以继续兑换, 钱啊, 都是需要钱, 这样想着, 她逐渐进入了深层次的睡眠了, 两个小时, 之后便感觉精神饱满了不少, 她没有浪费时间, 出了小区, 开始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奔跑锻炼, 在奔跑途中, 她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了质般的提升, 连续高强度的跑了三个小时, 只是觉得略微疲累之外, 没有任何不适, 显然, 这种训练强度, 已经难以满足她了, 她开始计划, 出城去与怪物搏斗的计划, 不过, 在那之前, 得先兑换神厨之眼, 有了这个天赋, 野外的食材, 就难以逃过她的眼睛, 天蒙蒙亮的时候, 她回去洗了个澡, 等洗完澡, 王晨便顶着两个黑眼圈, 敲响了门, 风哥, 钱带来了, 王晨进门后第一件事, 就是晾开自己的原能卡, 里面躺着二十多万元能币, 王晨没有一点惊讶, 风哥向来都是起得很早, 拿到了钱, 坐上原能车, 设置目的地, 前往中心菜市场, 是最好的, 二十万, 买了五十个鸡蛋, 花去了五万, 凌峰留着十五万, 这段时间, 凌峰的目的主要是存钱, 赚钱, 在神厨之眼兑换出来之前, 她不打算尝试新的菜系了, 那样做, 便是铺张浪费, 有了神眼, 能够看到食物的品质与成功率, 这样容错率便提高很多, 十六万, 凌峰从没拿过这么大一笔钱, 心情愉悦, 这初始的赚钱速度, 比高阶转职者下副本还赚, 王臣也不亏, 家属性贬啊, 多少人梦寐以求, 比他们王家更有钱的神下八大财阀之子, 花几千万上亿, 都不一定办得到, 自己只有二十万, 已经是减了大便宜了, 回到老旧小区, 洗干净精品鸡蛋, 凌峰再次用出水煮法则, 瞬间厨房蛋清香四溢, 甚至蔓延出了屋子, 让外面的人流口水, 楼下下棋的老大爷惊奇, 谁家煮鸡蛋能煮得这么香, 想购买, 但一时之间都找不到源头, 只能再独自流口水, 王臣口水横流, 凌峰的鸡蛋香味萦绕在他脑海, 伴随他一个晚上, 现在终于又能吃到, 分到了自己的二十枚鸡蛋, 怀着激动的心情, 他刚想一口闷, 又见到凌峰半条丝里, 依旧如绅士一样, 品味着高端美食的姿势, 要对食物尊重, 凌峰淡淡地说道, 王臣顿时明白了, 也学着他的模样, 坐直了身体, 细细地咀嚼品味着龙鸡蛋, 两个小伙, 如果别人看到,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在品味什么国宴, 也太斯文了一些, 王臣将二十颗鸡蛋给吃完后, 便打开了属性面板, 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未加点属性竟然只有十八点, 也就是说, 二十个鸡蛋, 有两个没有添加属性, 凌峰也愕然了, 看起来还是有失败的几率, 只是自己发现不了, 如果拿出去卖, 到时候给对方一个没有特性的鸡蛋, 会毁坏的名声, 这时, 神出之眼的重要性就出来了, 如果我能提前知道就好了, 凌峰吃了十五个鸡蛋, 剩下的十五个拿出去卖, 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未加点属性有十五点, 加上昨晚未加的一点, 应该有十六点的, 也就是说, 有一个鸡蛋失败了, 我退你两万, 再还你之前借的三万, 凌峰拿出自己的元能卡, 想要还给王臣, 不能让他吃了亏, 凌峰是个有原则的人, 凤哥你说的哪里话, 不用退, 你能打半折叠我就是大安了, 不要在意这点小细节, 王臣大咧咧的笑道, 自己现在有十八点未加点属性, 开心还来不及, 试问, 谁在刚转职的时候, 属性点能报成这样, 他敢说, 自己能将原来的同学吊起来打, 但最终, 在凌峰坚定的眼神下, 他还是接受了退回来的钱, 这里面可能藏有失败品, 但我暂时不知道是那颗, 不如这样卖吧, 直接打包放上去卖, 十五颗, 三十万, 失败盖不负责, 凌峰笑道, 反正买东西的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失败了也没关系, 王臣点头, 按照之前的约定, 自己负责帮凌峰卖烹饪, 这样可以减少暴露的可能, 他再将自己的属性点, 全都加到了力量上面, 顿时感觉到一种力量膨胀感, 太美妙了, 吃了二十个鸡蛋, 我感觉肚子都要撑爆了, 但还想吃, 两人走出了老旧小区, 手里拿着盒子装的鸡蛋, 在路边找到了一个交易站点, 打算将鸡蛋卖出去, 神下国有专门的官方交易平台, 很安全, 这个交易平台为架构在空间运送机上, 是深渊游戏融合竞线时世界当中后发明出的, 能够将商品运送向其他地方的机器当中, 王臣登陆了自己的账号, 选择匿名发布商品, 将精品鸡蛋给放了上去, 机器显示检测合格, 可在交易网上发布, 而后, 机器自动分析精品鸡蛋的信息, 编辑成介绍, 龙肌鸡蛋经过烹饪, 保质期为一星期, 作用浮下后可增加身体蛋白质, 恢复体力, 同时增加一点属性点, 数量为15枚, 当中或许有不能加属性点的鸡蛋, 机率为10%, 请慎重购买, 货主定价, 2万乘以1, 上价, 商品信息连通手机, 不需要一直盯着看, 两人回到了房里, 打开手机, 观看交易平台的信息, 真是方便啊, 都不用编辑, 平台自动检测出信息, 凌峰感慨地道, 落成, 四大家族之一的高架, 高美琪归房中, 嗯, 这件装备不错, 适合我5级之后传, 高美琪是与凌峰同一期不同学府毕业的学生, 他正拿着平板, 浏览着交易平台上的物品信息, 对他来说, 在网站上浏览购物, 同样是一种乐趣, 转职者初级是没有适合的转职武器的, 一般要达到5级, 才有转职武器出现, 高美琪看着平板上精美的精灵法杖, 心里越发喜欢, 哪怕自己在家族的照顾下, 5级能够快速地提升, 这准备到时候就用不到了, 也能够拿来收藏, 收藏好精灵法杖, 闲来无事, 他看向了其他类真品列表, 地魔的头颅好丑, 不喜欢, 拉斐亚的头饰, 好好看啊, 还能够增加一点精神属性, 下单了, 嗯, 龙鸡的蛋, 什么时候这种普通的东西, 也能够放上交易平台了, 高美琪趴在床上, 枕着宝宝熊枕头, 翘起修长白润的小腿, 甜美的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嘶, 一枚竟然就能增加一点属性, 真的假的, 嗯, 匿名发布, 看来那人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高美琪感觉自己的认知受到了冲击, 什么食物那么逆天, 吃一颗就能增加属性,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 交易平台应该不会骗人, 统统买下来试试看, 高家大小姐财大气粗, 三十万元能币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余点, 当即直接连同刚刚加入购物车的物品一起付账, 她看了看自己仅剩五百多万的元能币余额, 皱了皱绣眉, 那难道钱又变少了, 等等再问爸爸要五百万, 如果王晨听到这句话, 怕是当场就要哭死, 同为落成富足的儿女, 差距为何就这么大, 高家内部本身就有自己的交易机器, 不久后, 穿着女仆装的仆人, 便将她这次购买到的东西拿到了房间, 下人将物品分类好, 高美琪这才下了床, 先是观赏了一阵自己购买到的精美法杖与头饰, 带到绣发上, 在镜子当中比对后, 这才满足的点点头, 真好看, 等等, 这是什么香味? 高美琪寻着淡淡的淡香, 看到了一个普通的盒子当中, 躺着的十五枚晶莹剔透的鸡蛋, 小嘴上不争气地流出了哈喇子, 高美琪上一秒还在购物, 下一秒可能就忘记了自己买了什么, 比如刚刚尝试了下新买的法杖, 还有头饰, 差点忘记了自己还买的鸡蛋, 事实上, 她房间角落里的法杖已经摆有十几根了, 要不是仆人定期清理放进仓库, 估计还会更多, 你们成功吸引了本小姐的注意, 高美琪当下拿出一枚精美的鸡蛋, 小心翼翼地拨开了蛋壳, 细嚼慢咽地咀嚼着, 嗯,嗯,嗯, 好吃啊, 鸡蛋的美味清香, 让她眼睛逐渐发亮, 不满了星星, 她真的从未吃过这么美味的鸡蛋, 家里的那些顶级大厨煮出的鸡蛋, 与这些相比, 差得实在太远, 现在再回想起自家厨师煮的鸡蛋, 就像是吃纸一样, 完全没了兴趣, 平平无奇的鸡蛋, 怎么能煮得这么好吃, 真的太美味了, 这简直是我买过最值的东西, 三十万元能比十五克, 值, 高美琪此刻化身成为了小吃货, 腮帮子吃得鼓鼓的, 一刻也没有停下来, 她让仆人送了杯果汁来, 差点咽着, 她很惊奇, 平常自己吃两个蛋都饱腹得不要不要的了, 现在自己吃十五克, 依旧还想吃, 太神奇了, 实在没想到自己能吃下那么多, 她连忙继续打开交易平台, 点开其他选项, 想要找到鸡蛋, 她要下单一百个, 结果找了大半天, 鸡蛋的影子都没有, 刚刚吃的是独一份, 她有些赌气了, 自己好不容易逃到宝物, 怎么就没了呢, 她赶忙打开自己的交易记录, 想要找出商家, 结果发现对方是匿名的, 就连联系方式也没有留下来, 她怎么能不留下联系方式啊, 啊, 郭美琪抓狂了, 怎么卖个东西还匿名呢, 别的商家恨不得将广告给打得嗡嗡响,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这人倒好, 直接匿名, 这一下想吃都不知道怎么联系, 吃不到, 只能默默地看着图片中的鸡蛋流口水, 看着看着, 她便见到了一旁的介绍, 能加属性点, 我差点忘记了, 高美琪赶忙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高美琪, 职业, 风系法师, 等级, 1, 0.00, 力量, 4, 敏捷, 4, 精神, 7, 体质, 3, 为加点属性, 14, 装备, 风精灵的木法杖, 5级, 风精灵的木头饰, 5级, 风精灵的夜群, 5级, 风精灵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高美琪渐渐张大了小嘴, 眼神当中全是不可思议, 自己那位加点属性, 竟然拥有14点, 刚刚自己吃了15个鸡蛋, 也就是说, 有14个鸡蛋, 给自己多了14点属性, 逆天了呀, 高美琪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要知道, 哪怕是5级的风精灵套装, 给自己家的精神属性点, 也不过才5点, 这还是花了将近500万才集齐的, 而且, 这些装备用到15级之后, 就用不上了要换新的15级套装, 但属性点, 却是受用一生的, 价值无法估量, 而且, 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副作用, 天哪, 高美琪感觉烹饪出这种食物的人, 简直就是个恐怖的天才, 他究竟是谁, 真想找到他, 让他天天给我做饭吃啊, 连鸡蛋都能煮得这么好吃, 其他的应该也不错吧, 而且, 还有添加属性点这样恐怖的能力, 高美琪眼睛当中冒出了金光, 他觉得这件事关系太大, 必须要让父亲知道, 因为, 他心中隐隐有一个猜想, 如果那个人真的烹饪, 就能做出增加属性点的食物出来, 是不是意味着, 对方能够批量制造强者, 想到这里, 高美琪便心里一惊, 连忙打开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父亲的号码, 喂喂喂, 爸爸, 我有大事和你说, 嗯, 你现在, 放下所有事情回家, 出事了, 出大事了, 高美琪在急切地说道, 挂断了电话, 爱女心切的高家当代家主, 高丰城很快便降临在了高府里, 随同回来的, 还有六个穿着西装的金状护卫, 每一个人都戴着黑色的墨镜, 显得很是冷酷, 他们的内衬当中, 穿着白色的软甲, 看起起来像是衬衣, 高丰城是一个一米八的壮汉, 梳着由头, 年过四十, 是一个极其帅气的中年大叔, 他进了自家在西郊的战地千亩的大院中, 来到了女儿的房间, 高丰城爱女心切, 急忙打开了闺房门口, 看见自家女儿亮开了属性面板, 面色顿时沉了下来, 道, 有外人闯进来, 高美琪忙道, 父亲你误会了, 没有人闯, 是出了这件大事, 你看, 他指了指自己的未加点属性, 高丰城脸色缓和了下来, 顺着女儿的指的方向看去, 当看到那位加点属性, 他没有什么表情, 不过, 网上看, 见到女儿的等级不过是一级的时候, 心里逐渐掀起滔天的波澜, 就连身旁的六位面色严肃的保镖, 也再不能保持平静, 墨镜当中的瞳孔, 逐渐放大, 身体都崩直了, 一级, 未加点属性十四点, 我是不是眼花了, 高丰城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感觉眼前的画面很不真实, 当确认是真的之后, 他连忙问道, 乖女儿,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何会有未加点属性, 高美琪将事情的原委说给他听, 煮熟的龙鸡鸡蛋能够增加属性,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高丰城惊叹出声, 是那个大佬弄出的奇幻佳肴, 还没有副作用, 乖女儿, 还有吗, 给爸爸尝一尝看, 高丰城敏锐地看到了智能垃圾桶里的蛋壳, 他知道自己女儿没有骗自己, 他属性就能变强, 高美琪不好意思地说道, 父亲, 只有十五枚, 我都吃完了, 再想上去买, 就看不到了, 这高丰城内心震撼之下, 也是快速地思索出了, 出现这种物品带来的影响与可能性, 如果真的是某个人以奇特的方法制作出来的奇珍, 那证明这种东西可以量产, 而带来的变化将是难以预料的, 甚至能让一个普通家族成长为世界第一世家, 勇士传承, 更能造就出一位强盗眉边的武神, 而这个人愿意拿出如此珍贵的东西来卖, 证明对方很缺钱, 缺钱就是没有背景的散人, 不然对方不会舍得卖的, 而且才卖三十万, 快给我扎发不仁的信息, 高丰城对身边的保镖说道, 保镖摆弄了一阵交易平台, 周梅道, 老板, 对方是匿名, 那就给我找遍所有的关系, 我一定要找到他, 这关乎着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高丰城下命令, 自己一定要提前找到此人, 不管是用软的也好, 硬的也罢, 都要让他为高加效力, 另外, 全天候留意交易平台的信息, 如果再有这种食物出现, 全部购买下来, 无论是鸡蛋还是什么, 落成城外, 猛兽蛮铃, 这里是低级直接者杀怪升级的地方, 毒蛇猛杖居多, 阳光难以穿透猫咪的参天古树, 显得隐身恐怖, 时不时有猛兽在深色的灌木当中露出猙獰的双眸, 刚刚猎杀完小龙细兽的严家子弟, 严君来, 此时正大喘气的铸剑而立, 额头上满是汗水, 他的身旁跟着两位三十多级的高手, 正在一旁守护着他,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少爷, 要不还是我们将怪物打成重伤, 您再出手击杀吧, 这样升级比较快些, 一个护卫说道, 严君来摇头, 面色坚毅地说道, 不, 那样做的话, 我与废物有什么区别, 我一直坚信,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路, 才是自己的, 如拿春雷女武神一样, 你们觉得, 哪位常年霸占中等学府虚拟排行第一的凌峰, 如果他前几天转职成战斗职业, 也会靠家里人帮助吗? 严君来宁谋看向自己的两个护卫, 另一个护卫说道, 少爷, 他怎么能与你相比, 严君来轻笑道, 他只会比我做得更好, 他不再理会护卫, 而是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严君来, 直接, 疾风剑士, 等级, 3, 67.56, 力量, 15, 敏捷, 10, 精神, 8, 体质, 7, 为加点属性, 0, 装备, 隔来之剑, 严君来很满意自己的这些天的努力, 终于依靠自己提升到了三级, 他能感受到自己与之前不一样了, 无论是意志还是实力,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喂, 能够增加属性的食物? 高美琪那懒妹子一级增加了14点属性, 严君来听到电话里的消息,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当狼, 这个消息让他感觉力气骤然间被抽空, 差点站不稳, 剑掉落在了地上, 都来不及去捡, 我辛辛苦苦升到了三级, 高美琪只靠吃, 就平白得了14点属性, 是谁碰饪出这么不可思议的食物, 真让人难以相信, 严君来正正地看着地上的剑, 惊骇出声, 高美琪躺在家里, 就能追上自己,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种奇异食物的功劳, 而这个将龙鸡鸡蛋制作成的如此奇异的人, 才是真的牛, 龙鸡的鸡蛋, 他基本日常必备, 必吃, 但从来没有出现过特性, 很显然, 那人有什么恐怖的手段, 能够加成在鸡蛋当中, 如果, 自己也能够得到奇珍鸡蛋, 岂不是距离五神之境, 更进一步了, 给我全天后守着交易平台, 只要一出现, 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 都要全买下来, 严君来面色激动地, 朝着手机大吼说道, 而后, 关闭了手机, 胸口不住地起伏着, 显然极其的不平静, 骆成四大家族, 都因为这个消息而震动, 王家, 高家, 严家, 还有陈家, 他们的嫡系子弟, 此刻全将目光看向了交易平台的其他区域, 希望能够像高美琪一样, 捡一次漏, 获得奇珍鸡蛋, 给自家子弟服用, 以此来超越其他三大家, 同时, 也是发动各种关系, 想要找出发布商品的商家, 结果, 除了知道对方IP, 是在骆成上传的属性鸡蛋之外, 没有任何信息, 他们的关系最高权限, 也只能查到这里了, 不过, 对于他们来说, 这已经够了, 骆成是他们的地盘, 他们相信, 只要时间充足, 必能将那人给找出来, 而后, 降服, 为自己所用, 与四大家族同样最先得到消息的还有, 整个神下帝国十个A级工会中排名第七的奥式工会, 他们的副会长穆青阳, 因为与绝尘这个小天才的关系, 所以赞助在骆成一段时间, 在他得到消息之时, 正在骆成最大的训练场当中, 给与绝尘训练, 穆青阳看着这个工会未来的希望, 笑道, 尘儿, 你有口福了, 这奇真鸡蛋刚好用来给你提升, 与绝尘十岁, 临峰同母义父的弟弟, 先天觉醒兵戏法师, 闻名整个落成, 此时的他, 头发变成了银白色, 显然是刚刚经过一场艰苦的训练, 法力催发到了极致而耗尽的一样, 他面富含霜, 笑道, 谢谢穆会长, 就算没有奇真鸡蛋, 我也会好好为工会处理, 你有这份心便好, 穆青阳满意的点点头, 摸了摸与绝尘冰冷的头发, 丝毫没受冰元素的影响, 弄出奇真鸡蛋的人可真是个奇人, 如果能够认识一番, 对你未来有极大的好处, 而此人就在落成, 穆青阳眼底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 金光尽气, 继续道, 如若能为我工会所用, 不久的将来, 这普天都是, 说到这里, 他不再说下去了, 转而笑着对于绝尘的父母道, 你们长居落成, 有没有听说或者见过这种能将普通鸡蛋给烹饪成奇真鸡蛋的人物, 父母两人摇头道, 从未听说过, 如果知道这人是谁, 我们一定好好结交, 登门拜访, 算了, 登门拜访也轮不到你们, 眼下最关键的是, 如果交易平台上再次出现奇真鸡蛋, 一定要拍下来, 这对你们的儿子有莫大的好处, 穆青阳说道, 父母连忙点头答应说道, 我们俩一定全天候关注交易平台, 事关儿子的未来前途, 两人打算什么都不做, 每天就守着交易平台, 等着那人继续上架鸡蛋了, 不能让与绝尘输在气跑线上, 交代完之后, 穆青阳便花了一百万元能币到他们的账上, 说道, 奇真鸡蛋上次上架价格在三十万, 想来这些钱应该够你们用了, 还用, 如果你们在洛城发现发布的人, 记得一定要通知公会, 母亲连忙点头道, 是, 穆青阳将这件事说完后, 便溺爱地看向与绝尘, 你去虚拟机里实战一下, 好好的融会贯通我教你的东西, 宇绝尘脸上露出喜色, 兴奋道, 是, 另一边, 就城区, 王晨惊喜道, 卖出去了, 三十万, 一次付清, 凌峰笑了笑道, 对方应该知道鸡蛋的好处了吧, 下次再上架, 我打算试一试改成拍卖的形式, 反正只要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一颗两万起拍, 王晨将三十万转进凌峰账号里, 听到凌峰的话, 眼睛一亮, 点头道, 卧槽, 对啊, 这样还能测试出当前的价格, 就算是只有一个人在拍, 到时候用别的账号与那人竞争, 怎么都不会亏, 也不会低于三十万, 两人磨刀霍霍, 准备再次大干一场, 凌峰手握四十万的巨款, 当即便打电话给龙击鸡蛋的老板, 让其送一百颗蛋来, 这可是大生意, 老板乐得合不拢嘴, 不久之后, 鸡蛋便被按照要求, 放在了某个收获点, 王晨将自己的身形都给遮掩住, 遮掩避免被人追查到出处, 便下楼去拿鸡蛋回来, 现在连买鸡蛋都要小心点了, 等回来的时候, 凌峰已经准备好了, 红厨玉手, 水煮法则双开, 厨房内瞬间如仙境般, 白雾缭绕, 为了不打扰凌峰, 王晨在外面安静地等着, 顺便分配一下属性点,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喂, 爸, 你说什么? 天啊, 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食物, 太厉害了, 制作出奇珍鸡蛋的人, 怎么能强到这种地步, 简直就是666啊, 卧槽, 爸你说, 你要给我买, 不用了不用了, 我知道自己什么量, 我稳扎稳打的升级就行了, 不用你破费, 你不是说穷雅吗? 电话那头, 王勉将奇珍鸡蛋的事情, 告知自己的儿子, 并且表示, 要花费一切代价, 给儿子买下来, 王晨当然是夸啊, 这种时候, 一定要表现出自己震惊的情绪来, 这样父亲就不知道自己认识烹饪出鸡蛋的人了, 演得多么好, 不过, 当听到父亲说要不计一切代价给自己买属性鸡蛋之时, 他赶忙制止了, 贯彻穷雅的精神, 绝对不能让父亲去买鸡蛋, 连父亲都知道了鸡蛋, 其他家族肯定也收到了疯, 可以想象到时候拍卖有多疯狂, 价格可能一路飙升, 而自己却能够直接低价买到鸡蛋, 何必再去费那个钱, 那个啥就这样了, 记住, 我不需要鸡蛋, 你也不要去买, 我要依靠正常的手段, 走枪盾骑士的登天之路, 王臣义正言辞得的说完后, 就挂断了电话, 而这时候, 浓郁的蛋香味再次飘散了出来, 弄得他连连吞咽口水, 估计在昨天之前, 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够这么渴望吃鸡蛋吧, 王臣能够感受到, 厨房内正有某种奇异的力量在蔓延, 他不敢细看, 这是对林峰的尊重, 不久后, 一百枚鸡蛋终于煮好, 林峰分了五颗给王臣, 道, 这是给你的报酬, 谢谢老大, 王臣感动不已, 关键时候, 还是林峰对自己好, 而林峰则是吃了二十二颗, 当做午餐, 他感觉每次吃二十个, 刚好身体平衡, 吃太多就太饱了, 他的极限, 是每一餐能够吃到三十颗, 再多就难以下咽, 哪怕再好吃, 改天得试一试其他种类的水煮, 老是吃鸡蛋也会腻的, 林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道, 王臣也吃下了五颗, 分配好属性点, 问道, 老大, 现在就将这些鸡蛋上架了吗? 林峰摇头轻笑道, 不急, 明天再上架, 而且, 只上架十颗, 其他的我自己吃, 物以稀为贵, 一次放出太多, 价格就会降低, 还会让人以为鸡蛋很容易就能得到, 所以, 卖少一点更好, 另外, 自己也要开始增加属性了, 林峰查看了下自己的属性面板, 为加点属性, 似时, 他心里暗自嘀咕, 按照刚刚烹饪的观察来看, 站出这个职业, 思维属性都息息相关, 无论是力量, 精神敏捷, 当然是所有都体质最高更好, 力量, 可以让他在以后烹饪大型瘦肉的时候, 游刃有余, 是的, 不只是普通食材, 他预计, 有了红厨御手, 还有之后能兑换出分离的技能, 就连野外, 秘境, 副本, 外遇等等当中的魔兽肉, 都能够拿来烹饪, 这个世界的转职者, 将魔兽给击杀后, 只取有用的皮, 骨, 爪子等素材, 肉类都是丢掉的, 因为魔兽肉都不适合食用, 含有剧毒, 或者各种对身体不好的辐射等特性, 比如有些火炎兽的魔兽肉, 吃下后会从胃部开始灼烧, 将五脏六腑给燃烧殆尽, 最后化为一个火人, 凌风粗略地看了下系统当中的技能, 有综合这种特性的天赋能力, 所以, 它需要力量, 而敏捷, 顾名思义, 影响着烹饪的速度, 还有战斗的速度, 这更是必不可少, 精神也与至高神除职业息息相关, 比如他刚刚掌握的水煮法则, 能够操控水元素凝结成滚烫的热水与冰, 而能够操控的范围与大小, 是与精神关联的, 精神也增加魔法伤害, 精神越强大, 越不会觉得疲累, 能够生生不息地战斗, 甚至达到一定程度, 凌风可以一个星期不眠不休的主鸡蛋, 依旧精神抖擞, 相当于蓝量, 体质更不用说了, 增加防御力与抗性等等, 所以, 至高神除, 任何一种属性都是需要到的, 最好全面发展, 相比起其他专职的职业, 至高神除需要的属性也更多, 还好, 也足够全面与强大, 想到这里, 它便将四维属性, 每个平均增加到二十点, 刚好用完为加点属性, 顿时,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素质, 开始全面提升了一倍, 是一种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姓名, 凌风, 职业, 厨师, 等级, 一, 零点零零, 力量, 二十, 敏捷, 二十, 精神, 二十, 体质, 二十, 属性提升后, 凌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试验一下实力, 我去虚拟机训练一下, 你呢, 要回家吗? 王晨摇头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 他一想到现在回家, 就要接受父亲的拷问, 哪怕他什么都不说, 但父亲那种老谋深算的人, 也许能从自己身上看出点什么, 所以决定先躲一阵, 两人出了门, 直奔附近的一家虚拟机楼而去, 交了钱, 两人都戴上了头盔, 虚拟画面出现, 是否提取本身职业创建角色? 是, 凌风看着眼前出现的提示, 轻轻说道, 虚拟机可以模拟各种职业与技能, 哪怕你是个法师, 也能够模拟战士职业, 这样能够帮助转职者了解其他职业的战斗方式, 很是方便, 但除了职业与技能外, 其他都不能模拟属性, 是根据玩家本身属性来创建的, 创建完成, 玩家职业, 厨师, 属性, 请选择武器与装备, 凌风看了看列表上的装备, 最后选择了一把, 没有任何属性, 形似菜刀的短铁刀, 他没有选择其他装备, 这次模拟, 是主要看一下, 至高神厨初始的战斗方式, 很快进入了虚拟世界当中, 凌风一身素衣看了看, 便见到不远处右手握着华丽长枪, 左手提着一把金金盾, 骑在一匹脚踏火焰的马上的王晨, 王晨见凌风角色创建如此寒碜, 愕然问道, 老大, 你不会想用厨师职业练怪吗? 凌风淡淡地道, 怎么, 看不起厨师? 来打一场, 王晨哈哈大笑道, 那就不要怪我将你在学校时期的不败神话给磨灭了, 今天被你揍得老惨了, 今天也让我小小地找回一点自信心, 王晨很自信, 勒紧了身下的燕马, 虽然现在还没到五级, 没有获得职业技能, 但是枪盾职业强大的隐藏体质与力量属性的加成, 让他在一级的时候就能够傲视大多数职业, 小心了, 王晨用缰绳一拍马屁股, 便像模像样地朝着凌风冲锋, 轻盾挡在胸口, 随时转向会受到攻击的地方, 长枪笔直地与码头平齐, 宛若一根独角, 闪烁着荧光, 瞬间如一道闪电般朝着凌风撞来, 凌风宁谋, 他有别人没有的优势, 就是水主法则能够操控水元素, 一级就拥有神迹, 是别人难以预料到的, 只见他轻轻一挥手, 虚拟元素瞬间涌现, 在王晨战马冲势的前方形成了白色漩涡, 战马毫无意外踏入漩涡当中, 速度减缓, 前冲的趋势慢了下来, 凌风也想直接凝聚硕大冰锥, 但他现在的精神力还不足以支撑, 攻击力也有所不足, 所以只打算给王晨减速, 紧接着他身影如风般冲到了王晨前方, 王晨瞪大了眼睛, 说道, 不可能, 你怎么会水系法术? 他记得, 虚拟技一旦选择了职业, 就只能选择本职业内的技能, 无法选择其他职业的技能, 所以, 厨师的技能应该是针尖杂主啊, 怎么会凝聚出水元素? 再者说, 凌风现在才一级, 哪里来的技能啊? 王晨实在想不通, 见凌风来到了面前, 战马已经不管用了, 他将枪拖在了手中, 打算正面战斗, 老大, 你的武器只是一把反铁短刀, 而我浑身都披着轻甲, 战马也披着甲咒, 你伤害不到我的, 而且我吃鸡蛋的属性点, 全都加了力量, 一枪我可能就能将你捅死, 所以这局还是我赢, 凌风不置可否, 他迅速来到了王晨的身周, 躲过了战枪, 一刀砍在了王晨的腿上, 发出铿锵的金属敲击声, 王晨笑道, 老大, 我都说了, 你连甲都破不了, 紧接着他面色一变, 发现提示中自己受到了伤害, 同时腿部的甲位也变得腥红一片, 怎么回事? 卧槽, 我什么时候被破甲的? 等等, 甲位没破啊, 是穿甲? 一个厨师, 拿着把菜刀, 把我甲给穿了, 天呐, 王晨惊叫出声, 甚至都忘记了防御与回击, 脑海中一片混沌, 甚至都没来得及继续防御, 而凌峰身形如鬼魅般, 又迂回了回来, 砍向了另一只脚一刀, 王晨那只脚立马染上血色, 至高神除天赋, 厨师的刀工精通, SSS, 初始便附带20%穿甲, 无视对方的防御, 进行攻击, 也就是说, 如果匕首的攻击力是10, 王晨对匕首的防御是100%, 那么10点伤害中, 有两点伤害会直接打到王晨的身上, 所以才会受伤, 王晨猛逼了, 这一米九的壮汉, 此刻满脸的不可思议, 一个厨师把自己打穿甲了, 这比凌峰烹饪出能增加属性的食物, 还要令他震撼, 还有那诡异的能操控水元素的能力, 你跟我说, 这特么是特么的厨师, 我真不能赢老大一回吗? 王晨再次提起了勇气, 此时的战马已经冲出了水系漩涡范围, 调转马身继续朝着凌峰冲锋, 快要相撞时, 这次他已经全神贯注, 凌峰身上没有装备, 只有给他来几下, 就算他能穿甲也必死, 可是凌峰却没有给王晨机会, 刀光一闪又被穿甲砍上一刀, 而王晨的枪尖落在了空处, 这一次更可怕了, 王晨觉得此时的自己很笨拙, 凌峰就如肤骨之躯般粘着自己, 无论走到哪里, 每过两秒必将受到伤害, 一刀, 两刀, 三刀, 王晨眼看着自己的血量掉得越来越干净, 最后战马丝鸣一声倒地, 他知道自己败了, 骑在马上都不是对手, 下马之后, 直接被凌峰一刀砍在了大动脉, 血量变红, 熟悉的味道, 这三年我就是被他这样镇压的, 又输了, 王晨知道自己输了, 只能默默地点击了投降, 而后, 战马重新复活, 他又恢复了骑在马上的状态, 老大, 你真是个怪胎啊, 哪怕转职成厨师, 也能强到这种地步, 不打了, 等我升到五级之后再跟你打, 王晨打了个小算盘, 转职者, 在五级的时候, 能够获得一个专属职业天赋, 同时获得两个技能槽, 技能槽可以通过技能卷轴, 开启专属职业技能, 到时候, 输出职业的优势开始渐渐扩大, 区别于其他类职业, 比如王晨就可能开启骑士技能, 无尾冲锋, 还有人齐何以等等, 天赋则是骑士的坚决, 士气, 沉重打击等等, 而林峰的生活类厨师五级, 可能只开启洗菜, 切菜, 调料, 区别巨大, 厨师类对战斗没有一点用处, 但王晨不知道的是, 林峰有了职业进化系统, 此时已经开启了天赋还有技能了, 这个世界的职业束缚对林峰没有一点影响, 他现在的技能槽直接是开满状态, 只要他拿到足够多的钱购买系统里的技能就能变强, 系统里的东西多种多样, 还有后续的每五级便重新获得开启的其他功能基本上都有, 比如二十五级的开启奥义通俗来说是大招, 三十五级开启魔纹构装, 四十五级开屁内空间, 那我就等你五级再虐虐, 林峰收起了刀青笑道, 这一次与王晨对战总算了解了一下自己当前的实力, 随着等级提升的穿甲, 还有兵技能力, 我还能更强, 后期最强的法师或许都不能与我相比, 林峰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热身PK了一下后, 两人就开始在选项界面将怪物系统开启, 尝试一下用厨师刷怪, 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王晨与林峰两个互相磨练配合, 骑士与厨师从普通的小怪刷到精英怪, 竟然通关了, 虽然虚拟级的怪物智商底下, 行动机械, 但也足以证明, 他们当前是能够进入落成之外的猛兽蛮铃刷怪的, 实在是因为两人现在的属性, 与五级的转职者相差不大了, 在练习杀怪完之后, 天便飞了下来, 林峰打了个哈欠, 感觉练得差不多了, 王晨停下来休息, 看着最近的落成虚拟机PK排名, 老大在落成中等学校榜中的时候, 一直排行第一, 现在才几天, 已经掉到第三了, 林峰之所以一直是所有落成学生中难以仰望的大山, 虚拟机的排名有一半的功劳, 学生榜排行第一的是与绝尘, 十岁, 已经升到了十四级, 再升一级就能再次开启两个技能槽了, 王晨眼神威宁, 老大最近心思不在虚拟机PK上, 他的弟弟出来可以称王称霸了, 看来, 这一届的学生毕业后, 奥式工会就不让与绝尘藏着掖着, 要从落成开始打出名声, 想要开启与绝尘统治的时代, 十四级, 四维自动加的属性大概在二十点左右, 魏加点属性在五十点, 我猜测他的属性大概都加了精神力与敏捷, 王晨摸了摸下巴, 看着与绝尘开了个房间, 名字是欢迎各路高手来站, 哼, 再让他嚣张一阵, 等我跟风哥混一段时间, 就去拜他, 风哥不想打自己弟弟, 我来帮他教育一下, 让他知道尊重哥哥, 王晨想着想着, 黑黑直笑了起来, 暴打落成天才, 想想就很爽, 凌风也看到了自己这个义父同母的弟弟开的房间, 并没有进入, 他现在有把握打败十四级的羽绝尘, 但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所以, 他还是决定等再过两天, 再来试一试这个天才弟弟达到了什么地步, 打臭弟弟, 当然要只手碾压, 吊起来打屁股啊, 这样才能展示出自己的哥哥的风采, 当下最重要的是明天的拍卖, 还有吃其真鸡蛋家属性, 他看了看时间, 道已经半夜, 该回去休息了, 王晨点了点头, 两人下了虚拟机, 打算去吃点夜宵, 找了个客人比较多的路边摊, 坐下点了些啤酒, 还有烧烤, 刚刚吃下第一口, 两人就忍不住吐了出来, 卧槽, 怎么这么难吃, 妈的, 感觉味道好冲啊, 王晨面露苦涩, 低声说道, 林峰点点头, 他也有这样的感觉, 他们以前也吃过这家烧烤摊的东西, 那时候觉得很是美味, 一晚上能吃下一大堆, 结果, 现在竟然一口都吃不下了, 王晨敏锐地意识到根本原因, 老大, 我感觉是因为你煮的鸡蛋太好吃了, 将我的口味养掉了, 这种普通的食物, 已经不再适合我们吃, 和你的鸡蛋相比, 根本难以瞎咽啊, 王晨说着原因, 林峰点点头, 他也有这种感觉, 那还是回去吃鸡蛋吧, 这么晚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买食材了, 他决定以后还是自己煮, 不吃外面的东西了, 这次差点给他留下阴影, 老大的佳肴, 只有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闻, 我感觉我离不开老大了, 难道, 这就是吃鸡蛋鸡蛋的后遗症? 王晨嬉笑地说道, 去买单吧, 林峰站起身, 往家里走去, 王晨去买了单, 在老板猛逼的眼神下, 两人桌子上的东西都没有动多少, 人就离开了, 另一边, 高家大院当中, 一声愤怒的娇和, 响彻整个高家大院, 我呸, 你们煮的是给狗吃的吗? 怎么那么难吃? 连我今天吃的奇珍鸡蛋, 百分之一都不如, 味道太差劲了, 太难吃了, 餐厅内, 高美琪对着自家特聘厨师, 连连指责大骂, 厨师们低着脑袋, 面面相去, 都看见了对方脸上的无奈, 大小姐以前都喜欢的这些糕点食物, 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爱了? 实在是太糙了呀, 高美琪骂完后, 紧接着又差点哭了出来, 道, 这些食物, 我不吃了, 我要吃奇珍鸡蛋, 没有鸡蛋, 我宁愿饿死, 也不会吃这些垃圾食物, 高美琪赌气地说着,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第二天早上, 林峰家里, 昨晚虚拟机训练完之后, 林峰将剩下的73颗鸡蛋, 又吃了25颗鸡蛋当夜宵, 然后早上醒来, 又吃了25颗, 幸运的是, 都增加了属性, 一共获得了50颗为家属性点, 剩余的23颗鸡蛋, 给了借宿的王晨8颗, 剩下的15颗鸡蛋, 他打算今天拍卖, 王晨倒没有怨言, 能够吃到鸡蛋, 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而且, 林峰并没有收自己的钱, 还煮了一点百米粥, 虽然没有增加属性点, 但也很美味, 倒不至于饿着, 相比起某个一晚没睡着, 一直盯着交易平台的大小间, 实在是好的太多了, 准备好之后, 王晨便将鸡蛋拿出门, 前往空间交易机上架, 林峰在家里观看着王晨账号的情况, 赫然发现, 王晨交易平台的账号, 多了好几十个关注, 看来, 昨天的货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对于今天的拍卖, 倒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他笑了笑, 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估计也没料到, 一天的时间, 就已经引起了整个洛城所有富商家族的震撼, 吸引住了这些大佬们的目光, 想了想, 他决定再尝试提一次价, 打通了王晨的电话, 说道, 将价格提升到三万亿克起拍, 挂断了电话后, 他就静静地等待着拍卖时间的到来, 拍卖的商品, 王晨设置了两小时的预热期, 时间到之后, 交易系统才开始正式进拍, 实在等得无聊, 林峰点开了网上的世界新闻, 浏览着最近蓝星转职界发生了什么讯息, 根据有关报道, 西大陆出现了高阶死灵法师, 能驱使死去的转职者尸体进行战斗, 手段残忍, 怀疑是异端组织的高层, 光明神殿以派遣神职者前去围剿, 凤凰学府第2248届新生录取考核已经开始, 得到春雷女武神的确认, 届时他将在新生大会上露面, 给所有新生开奖第一课, 全国考生们集体振奋, 摩拳擦掌都立下了考入凤凰学府的宏愿, 引起了一波低阶职业者刷怪潮, 震惊, 南安城外出现新秘境, 最终BOSS竟然是一位沉睡在棺果中的千年不死美人, 某位战士竟然某北大陆小国国王, 开天价酬劳, 打算报复杀他女儿的牛仔党领袖, 各大刺客, 职业者齐聚, 听说狙击枪神乔纳, 罗里已经接下任务, 新闻数量无杂, 凌峰每一篇都仔细地看了一遍, 中等学府三年, 他为数不多的休闲时间, 就是用来看新闻, 时刻了解世界讯息, 这样才不会落伍, 将来说不定要和上面的人打交道, 王晨回来了, 没有打扰凌峰, 独自玩着手机, 拍卖时间很快就到, 不知道能拍出什么价格, 想来, 这些关注的人应该不差钱吧, 正如凌峰所料, 当15颗鸡蛋以拍卖的形式上架后, 最先得到消息的洛城四大家与一些富商都将目光看了过来, 同时准备了充足的资金开始竞拍, 凌峰的母亲, 郭书芬夫妇二人轮流守着交易平台, 也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同时准备竞拍, 他们都有信心, 这次必将得到奇珍鸡蛋, 高美琪一晚上没睡, 也没有吃任何东西, 眼睛向上了烟熏装, 奇珍鸡蛋的香味在他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 他甚至都有点想去翻垃圾桶, 看看蛋壳是不是也很好吃, 高丰承生怕女儿出事, 让人做了各种精致点心, 甚至让人从地城运来国宴大厨专制的点心, 高美琪依旧没有任何想吃的欲望, 不怪他如此, 实在是因为凌峰的烹饪很特殊, 水煮法则沾染上了法则二字的东西, 又岂是普通的食物能够媲美的, 高丰承也一晚上没睡, 推掉了工作, 在家陪着女儿, 美琪, 那人上架了奇珍鸡蛋了, 高丰承严肃的脸上此刻近视溺爱, 他亲自时刻关注着交易平台, 当见到鸡蛋出现的时候, 竟然控制不住地露出喜色, 如果被对手看到他现在的模样, 必定会很震惊, 这个心冷如铁的人, 竟然会因为几颗鸡蛋出现情绪波动, 高美琪一听到, 马上便从床上蹦了起来, 连忙也打开了交易平台, 他看都没看, 直接点击交易, ID高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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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交易, 出价48万元能币, 他愣住了, 预想中的购买成功没有出现, 反而是出现了拍卖价格, 他竟然搞起了拍卖, 高美琪很是抓狂, 拍卖至少还要进行一个小时, 他就还要等一个小时才能吃到美味, 乖女儿放心好了, 这次的奇珍鸡蛋拍卖, 我们势在必得, 高丰城安慰着道, 他有很多次拍卖经验, 数亿元能币的拍卖, 他都经历过, 一个小小的奇珍鸡蛋, 简直手到擒来, 高美琪没有办法, 只能默默地看着图片上的奇珍鸡蛋, 流着口水, 耐心等待, 随着他按下出价的按键, 原本45万价格的元能币, 来到了48万元能币, 出价一次最低三万也可以加价, 没有上限, 猛兽蛮临终, 严君来从杀了那只小龙溪兽, 得到了奇珍鸡蛋的消息后, 就没有再继续杀怪了, 而是找了个狩猎者营地, 休息了下来, 等着交易平台上的消息, 他也要竞争奇珍鸡蛋, 以拍卖的形式上架, 那看来想要低价买是不可能的了, 严君来紧盯着奇珍鸡蛋上面的介绍, 看来都是真的, 交易平台自动生成的介绍不会有假, 他得到了家族里的支持, 原能卡上打来了巨款, 家里有一个条件, 如果自己成功拍下奇珍鸡蛋, 可以留下十个, 剩下的五颗拿回家里研究, 两个互道者在旁边警戒, 防止有不开眼的低级魔兽进来打扰, 龙胜小区, 宇佳, 郭叔分起来后, 便代替丈夫守着交易平台, 当看到奇珍鸡蛋出现之后, 立马叫上了正在休息的丈夫和宇绝尘, 他们都看着平台上的介绍, 心脏砰砰直跳, 这十五颗鸡蛋, 必将改变他们宇佳的命运, 让宇绝尘的潜力更上一层楼, 他怎么改成了拍卖的形式, 有人竞拍了, 郭叔分有些不悦, 如果是直接购买, 自己刚刚就买下来了, 现在弄成拍卖模式, 还有人竞争, 忍不住暗暗吐槽这个商家, 实在是太精华了一些, 还涨价, 昨天不过是三十万十五颗, 今天涨了一半, 他当前那么好挣的吗? 丈夫也是横眉竖眼, 吐槽这商家的心实在是太黑了一些, 而宇绝尘虽然默默看着不说话, 但眼底的渴望与激动, 却出卖了他, 他忍着激动说道, 实在不行就通知副会长, 他还在洛城没走, 以工会的能力一定能拍下来, 事关自己的实力提升, 他比任何人都关注, 同一时间, 陈家、王家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老城区, 凌峰家里, 王臣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当得知父亲要给自己拍下鸡蛋的时候, 他差点凸鞋, 父亲, 我跟你说, 哎, 算了, 尽力就行, 不要过于追求, 挂断了电话, 王臣很是无奈, 他试探着问凌峰道, 我能不能稍微透露一点点信息给父亲, 我怕他真诚冤大头了, 对于别人来说, 其真鸡蛋多少都值得, 但王臣能半价购买, 再去竞争, 就真的冤大头了, 父亲可以把竞拍的钱给自己啊, 凌峰想了想王勉的为人, 值不值得信任, 如果他有贼心的话, 确实是个很大的威胁, 不过, 外面透露王勉的信息很少, 是个不险山不露水的人, 暂时不说, 凌峰摇头, 至少在自己的实力足够之前, 王臣也就只能作罢, 将注意力放在了拍卖上, 嘶, 那么短的时间, 价格已经拍到了81万, 王臣瞪大了眼睛, 就接了个电话的功夫, 价格已经攀升这么高了, ID王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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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价120万元能币, 看到这个ID, 王臣直接无语, 父亲真是一句话都不听自己的, 直接加价了将近30万, 幸好别的势力实力也不弱, ID高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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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价150万元能币, ID沿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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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价180万元能币, ID沉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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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价210万元能币, 开始激烈起来了, 王臣看出这些ID是四大家族的, 他们参与了竞争, 一些较低层次的富商, 直接拾去的退下了, 那不是属于他们的竞争, 可能还会白白饿了四大家, 林峰心里一阵畅快, 心算着离兑换神厨之眼又进了一大步, 很有可能这次拍卖的价格将超出我预料的高, 他微笑着说道, 他原本想着也许翻个一两倍就到顶了, 没想到这才过了一会儿就已经超到了200万, 要知道15枚鸡蛋的成本只有一万五, 价格涨到了250万, 就慢了下来, 距离拍卖结束还有半个小时, 很显然四大家都知道了不对劲, 如果一直竞争对谁都不好, 只会让价格越来越高, 都想得到最后关头再抢拍, 林峰有点失望了, 这些家族大佬果然都不简单, 一个比一个猴金似的, 哪怕没有当场竞争拍卖, 也很有默契的不在这时候抬高价格, 都打算在最后时刻再竞争, 只有零零散散几家慢慢加着价格, 林峰无所谓了, 现在的价格已经超出了预料之外, 后面报的更高的价格都是惊喜, 等晚上再上架一批, 林峰决定了下来, 说不定这两天就能兑换神厨之眼, 就能出城刷怪升级了, 龙胜小区, 郭书芬原本还信心满满, 认为一百万必定买下十五颗龙鸡蛋, 但在价格不过几分钟, 就飙升到了一百万的时候, 他的脸便逐渐黑了下来, 连同一旁的丈夫也看得瞠目结舌, 太离谱了, 这玩意怎么贵成这样, 丈夫忍不住吐槽道, 要知道, 他的职业可是网络工程师, 拥有不错的薪资, 但一辈子也赚不到一百万元能币, 别说一百万, 五十万元能币就到头了, 结果, 竟然连小小的龙鸡蛋都买不起, 这让他很是傲慢, 要不是能加点属性, 这龙鸡蛋什么都不是, 我怀疑我们都能做出来, 要不咱拿这一百万去市场上, 将所有的龙鸡蛋都买下来吧, 说不定能烹饪出来呢, 丈夫眼睛都绿了, 十五枚龙鸡蛋就能堪比自己一辈子的努力, 要是研究出来了, 这不直接躺平一辈子, 外加上儿子与绝尘也能够变得更强, 想到这里, 夫妻俩都起了这种心思, 只有与绝尘冷静地拿起了手机, 给牧卿羊打去电话, 喂, 牧会长, 这个鸡蛋的价格已经高到我们无能为力竞争了, 所以想麻烦一下工会出手, 与绝尘没有父母那么蠢, 这件事关乎着自己的实力提升, 所以不得不谨慎, 得到副会长的肯定与支持, 与绝尘挂断了手机, 继续等待着结果, 等待的时间很是漫长, 他忍不住开始猜想, 如果这鸡蛋父母也能做出来该多好, 那样, 别说什么春雷女武神, 这整个蓝星都将被自己踩在脚下, 但父母的厨艺他是知道的, 只能说是普普通通, 又不是厨师直接, 也不是特殊类转职者, 不可能烹饪出奇真鸡蛋, 认识的人中, 倒是有一个哥哥是厨师直接, 可是, 这个哥哥不过才刚刚转职, 是很普通的厨师, 烹饪出的食物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差距, 他不可能烹饪出奇真鸡蛋, 他已经落幕了, 我将超越他之前的成就, 将来他只能仰望我, 与绝尘眸光略冷, 便不再将凌峰放在心上, 就连凌峰努力了三年虚拟机PK中等学府排行第一的记录, 都被他打破了, 而这种超越, 随着凌峰的沉静将越来越大, 时间很快来到了距离拍卖结束的最后五分钟, 原本平静的拍卖平台忽然间剧烈了起来, 不断的加价飙升, 显然, 四大家开始正式入场, 之前只是试探, 看看有谁在竞争, 数字在不断的变化, 而老城屈中, 凌峰也停下了第五百个俯卧称的自律训练, 开始关注交易平台, 开始了, 价格已经来到了三百万元能币了, 牛鬼蛇神都在下场, 等等, 这不是奥式工会的官方ID吗? 我猜测应该是打算给那个天才余准备的, 四大家加油啊, 王晨眉飞色舞的解说着,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三百万是给他的呢, 在他看见奥式工会竞争的时候, 便开始给四大家族打气, 老实说, 那个与绝尘他看不上眼, 对方虽然很天才, 但性格不太行, 在面对凌峰这个哥哥的时候, 连招呼都不会打, 显得很是冷漠, 凌峰不置可否, 已经习惯, 早晚会亲手镇压, 奥式工会也下场, 估计今天过后, 齐真鸡蛋要出名了, 各大新闻都会报道, 到时候参与竞争的人会更多, 他想到了这件事之后的反应, 那些媒体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事实上, 此时交易平台上的异样, 也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已经开始编撰稿件了, 新闻这件事有好友坏, 好处是参与竞争的人将会更多, 价格可能更高, 坏处是肯定有更多势力将要入场, 想要找出凌峰这个始作俑者, 可能带来难以意料的危险, 但不管如何, 他都要做好防备, 最后一分钟, 价格来到了四百万, 王晨惊叫道, 又出价了, 高价出到了四百六十万, 我父亲应该退场了, 还好, 还好, 王晨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严加出到了五百万, 天啊, 他震惊了, 七针鸡蛋竟然卖到了这么高的价格, 那之前自己岂不是吃掉了上千万的鸡蛋, 丰哥对自己太好了, 王晨是个重情义的人, 凌峰对自己真是不错, 值得自己托付性命, 他再次下更大的决心, 要为凌峰当好一个副手, 紧紧地抱好大腿, 而且, 这一手拍卖, 简直是妙到了极点啊, 不愧是丰哥能想出这么好的办法, 如果换作是自己, 估计还是老老实实的上价三十万, 那就亏大了, 临峰也没有想到, 自己吃剩下的还能卖这么高的价格, 四大家族下场竞争是真的可怕, 最终, 当拍卖结束, 一个虚拟的巨大锤子拍板影像出现, 价钱定格在了五百六十万成交, 誓言加在最后半秒, 净拍成功, 扣除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还有五百零四万, 同时, 款项打到了王晨的账号, 王晨转到了临峰的卡上, 临峰看着账号上的五百二十八万的余额, 感觉有点不真实, 这对之前的自己来说, 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巨款, 刚刚毕业几天, 就有了如此巨额的财富, 要知道, 落成一个好一点的商品房, 价格最多也就二十万元能币, 母亲给自己的十年抚养费, 不过也才两万四千八的元能币, 已经够自己活那么多年, 并且提供学费读书等了, 不过想了想, 临峰忍不住苦笑, 才到神厨之眼的一半价格, 晚上再上架十五枚, 应该就差不多够兑换了, 高家, 高美琪娇哭的声音连绵不止, 整个高家陷入一片荒乱中, 高美琪眼见着奇珍鸡蛋没有拍到, 开始闹腾了起来, 他眼泪不住的流淌, 谁来劝都不用, 已经一个晚上没吃东西了, 全靠着昨天吃的十五个鸡蛋撑着, 还有喝一些新鲜果汁, 现在果汁是他唯一不厌恶的东西, 他的父亲高丰成, 原本也以为势在必得, 谁知道, 末尾被严家给截了糊, 他感觉有愧于女儿, 只能尽量的安慰, 高美琪现在油盐不尽, 不管父亲用什么方法, 他一定要吃到鸡蛋, 没办法, 自己宠出来的女儿, 自己要管, 最后, 高丰成只能想办法, 从严家哪里弄来几枚, 然后再请找遍神下国的顶级厨师, 希望能寻到一个能煮出那种味道的人, 他还开始发动人脉, 希望从严家哪里得到几枚鸡蛋, 龙胜小区, 郭书芬夫妇看着鸡蛋被人拍下来, 打电话去给奥式工会确认, 在得知是别人竞拍成功的时候, 差点被气死, 谁那么大胆, 敢与奥式工会竞争, 想死不成, 丈夫破口大骂地说道, 而一旁的宇绝尘脸色也沉了下来, 安静地不说话, 他虽然也很恼怒, 但却没有办法, 拍卖的最后, 是看谁在最后的时间点拍出宝贵的那一票, 这种时候, 就是拼运气了, 其真鸡蛋没有得到,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他催动法术, 让自己从内到外冰冷了下来, 一直保持在冷静状态, 我不生气, 得不到就算了, 我猜测这个商家还会继续上架, 副会长会竞拍下一次的, 宇绝尘笑着说道, 让父母看不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知道, 现在奥式工会的人已经开始行动, 打算将那人找出来, 为工会所用, 到时候, 就不是十五枚奇真鸡蛋那么简单了, 他也没有去阻止父母, 想要用一百万买龙鸡蛋回来尝试的做法, 说不定能有惊喜呢, 他猜测, 也许是洛城的龙鸡蛋, 随着世界游戏融合现实的家具, 有一些变异了, 所以才有这种效果, 而那人有找出变异龙鸡蛋的方法, 所以每次才只能上架十五枚, 而且, 从龙鸡蛋方面入手, 将水给搅浑, 那人说不定就显形了, 宇绝尘真的很聪明, 比他提前想到一起的洛城四大家, 在拍卖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能买得起龙鸡鸡蛋吃的人, 在洛城中也只算是少数, 很容易找, 洛城外, 猛兽蛮林中, 在拍卖成功的时候, 严君来终于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笑意, 不久后, 严家人从洛城将鸡蛋护送到狩猎者营地, 这个营地是空置的, 平常进入猛兽蛮林中的转职者, 会选择在里面休息, 严君来看着十枚金银剔透的奇珍鸡蛋, 从没想过自己会为了这东西而紧张, 当他得知有三枚被送去了高家的时候, 忍不住怒气冲冲地道, 高美琪那丫头已经吃了前面的十五枚, 还要拿我的三枚, 家族里拿去研究就算了, 凭什么拿点那丫头, 送来的严家精英战战兢兢地道, 高家将当年我们家老爷子输掉的一件气血送回, 老爷子很开心, 所以给了三枚, 听到是老爷子的发话, 严君来这才妥协了, 要不然他非要闹到家里不可, 在他心里认为这些东西是自己拍下来的, 理应让自己分配, 不出意外将来是自己继承严家, 现在自己说的话除了老爷子与父亲之外, 没人敢反驳, 自己得到的分配比高美琪还少, 无形之中竟然矮过了这女人一头, 真是气他的半死, 算了, 下次那商家再上架, 我再拍下来, 说什么也不会给, 严君来拨开鸡蛋, 闻着蛋香顿时心旷神怡, 侯杰都忍不住上下挪动, 那送货的精英恭敬地说道, 少爷不必担心, 说不定过两天, 老爷子和家主就将那人给找出来了, 到时候想吃多少吃多少, 严君来一听, 见没一数, 没想到家里那么快就开始了行动, 家里猜测那人大概是什么级别, 精英说道, 家里说感觉那人很强, 但还没强到令我们忌惮的地步, 如果他真的很厉害, 就不需要将其真拿出来卖了, 会有无数财阀给他钱, 给他资源, 他自己就能打造出一个超级势力, 而现在他却拿出来卖, 从侧面来说他很缺钱, 并且背后势力支持, 一个足够强的强者, 怎么样都不会缺钱缺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们猜测他级别不高, 严君来点点头, 不再多说他吃下了第一枚鸡蛋, 当软如清香的味道在味蕾里爆开的时候, 他的眼睛骤然爆开一阵精芒, 好无吃, 严君来赞叹万分, 对烹饪出这种食物的厨师敬佩不已, 怪不得高美琴的丫头吵着闹着要吃, 龙鸡蛋特有的味道被发挥到了极致, 保留着最原本的蛋味, 同时伴随着某种奇特的味道, 他在野外吃了三天的精致干粮, 现在突然吃到美味佳肴, 差点将舌头给咬断了, 看到身旁的护卫不住的咽口水, 当吃完十颗鸡蛋, 严君来仍旧意味未尽, 只感觉了个半饱, 他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为加点属性, 时, 当看到十点属性的时候, 严君来忍不住笑了起来, 而后更是放肆大笑, 哈哈哈哈, 他心情畅快无比, 等于直接平白提升了一级, 上线提高了不少, 奇真鸡蛋, 真是个神物, 制作出这种食物的人, 更是一个神人, 吃着美食就能变强, 实在是太美妙了, 我要更多, 我需要更多, 他在加完点之后, 看着属性面板变得更高, 心底的渴望愈加的强烈了起来, 这要是再多给他一些, 他觉得自己甚至能去越级战斗, 另一边, 当前到账的时候, 凌峰直接下单了五百枚龙鸡蛋, 直接花费了五十万出去, 当前余额便只剩下了四百七十四万, 王晨敬意地问道, 老大, 怎么突然买这么多, 一次次买不行吗? 凌峰解答道, 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有心人要出手, 到时候想买都难, 他的话刚刚说完, 王晨的电话便响起, 是他的父亲打来, 挂断后, 他再次对凌峰佩服的五体投地, 学霸的脑子怎么就那么好用, 我父亲说, 我们王家还有其余三大家, 与一些富商, 开始将市面上的龙鸡蛋垄断, 不再流通向洛城的市场, 我们再想翘无声息地买到的话, 必须去其他城市了, 或者, 我可以从家里调去, 他们不会发现, 凌峰摸着下巴笑道, 虽然在预料当中, 但是, 他们以为我只有龙鸡蛋吗? 四大家能垄断多少呢? 水煮鸡蛋之时, 刚开始的一个尝试, 便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水煮法则, 万物皆可水煮, 四大家难道要垄断市场上所有的食物吗? 他们会为自己这个愚蠢的决定懊悔的, 垄断了, 平常百姓吃什么? 就算真的全都垄断了, 城外野兽蛮林中遍地都是素材, 只要能看见的, 都能成为食物, 这便是至高神出的奥妙能力, 王晨看凌峰信心在握, 自己只要跟着走就对了, 反正吃不了亏, 老大想来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 他却将五百枚龙鸡蛋取了回来, 足足搬运了五次, 无奈道, 如果我现在到达四十五级, 能开辟空间就好了, 四十五级的转职者, 能够开辟空间, 将日常物品放进空间当中, 当然, 也有某些职业在五级之后便能拥有空间, 比如空间法师, 空间的大小在于四十五级前的积累, 或者开辟之时使用一些神物增强, 空间妙用无穷, 比如骑士的护甲在被破掉的时候, 如果有空间便能快速更换新的护甲, 从而稳定战斗力, 凌峰继续水煮鸡蛋, 他打算今天就将蛋全都烹饪完毕, 因为时间不多了, 四大家族垄断市场是第一步, 第二步便是追查, 很快就会查到这里, 凌峰尽自己的权利, 终于在晚上的时候将五百枚鸡蛋全都烹饪完毕, 这一天他什么都不做, 但他弄完之后, 也是觉得精力都差点被掏空, 一直维持着红厨玉手, 原来消耗那么大, 中间休息了好几次, 凌峰再次将十五枚鸡蛋放上交易平台去拍卖, 而这一次, 除了高价之外, 其他势力都学精了, 不再盲目的加价, 只打算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手, 并且, 因为开始搜查凌峰的原因, 他们认为出不了几天, 他就会暴露, 所以也不急于一时, 只有高价不断的抬高价格, 但凡有人敢与他们竞争, 便是以巨款之时镇压, 最后, 没有任何意外, 高价竞拍成功, 那高美齐大小姐终于喜出望外, 整个高价大院都洋溢着兴奋的气息, 最后的拍卖价格扣去手续费, 定格在了520万, 与第一次相差不了多少, 在拍卖完之后, 凌峰现在资产总共有994万, 离兑换神厨之眼, 只有一步之遥, 当即, 他在上架15枚鸡蛋, 随着连续的鸡蛋拍卖, 各大势力敏锐地发觉, 凌峰真的很需要钱, 都在心底预估了一下价格, 不再竞争, 而是坐看风云, 一旦超过了心里的底线, 就会放弃, 最后仍旧是被高家以440万的价格所得, 比第二次还要低的价格, 当四大家以为凌峰还要继续上架拍卖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 他们期待着下一次的竞拍,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下一次的拍卖, 竟然没有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烹饪出奇珍鸡蛋的人, 已经在大早上便离开了洛城,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 早已经醒过来, 洗了个澡的凌峰透过窗户, 看到外面安静的街道, 有陌生人在走动着, 他心里警惕, 老城区里早起卖早餐的还有环卫阿姨, 他都认识, 基本上没人会那么早起来, 还穿着西装领带, 戴着墨镜, 说没有鬼谁信, 我们该走了, 凌峰招呼王晨一声, 王晨赶忙将昨晚就准备好的东西背在身后, 里面除了400枚龙鸡蛋外, 还有其他野外装备, 他们打算开始出城去杀怪刷经验了, 凌峰改变了房间那些痕迹, 而后顺着复杂的小道离开了老城区, 当他们走之后不久, 那些神秘的西装精英就轻巧地撬开了门锁, 进了他的房间, 他们查探后发现屋子里没人, 便去到了厨房内, 看到了三颗龙鸡蛋, 还有一些零碎的蛋壳线, 某家族的精英, 检查龙鸡蛋没有毒之后, 便尝试着吃了下去, 很普通的味道与寻常水煮龙鸡蛋没有区别, 而且也没有增加任何属性, 探子立马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家族内部, 喂,老板, 老城区这边的点没有任何异常, 厨房内留着的三枚龙鸡蛋和普通的煤区别, 不增加任何属性, 我听附近的居民说, 这家的孩子是一个刚毕业的厨师, 名叫林峰, 嗯, 对, 是洛峰学院哪位, 是的, 林峰与王家三少有同窗有益, 想来应该是小朋友在胡闹, 练习厨艺呢, 王家三少买的龙鸡蛋, 嗯嗯, 好的, 我现在便赶往下一个点, 挂断电话后, 某家的精英便默默地离开了林峰家, 只留下了敲坏的门, 他们没有注意到, 窗外, 一辆GLV正在静静地注视他们, 在他们离开之后, GLV也远离了老城区, 前往城外, 城门有官方守护者镇守的城门, 在出示了相关文件后便能通行, 那守卫见两人刚刚毕业, 还年轻, 便好心地提醒道, 出城之后, 尽量不要让这么好的车高空飞行, 目标太明显, 以免受到莫名的魔兽攻击, 这个世界造的车都用着高科技纳米合金材料制作而成, 尤其是轨道列车, 车上一定配备有战斗人员, 随时击毙想要攻击列车的魔兽, 因此, 做一次列车的车费, 比前世还要昂贵得多, 因为投入太大, 野兽蛮铃离落城不远, 他们沿途路上, 也能够看到不少略有收获的低阶转值者, 背着大包裹, 里面是这段时间收获的材料, 正在往城里徒步赶去, 沿途中, 不少转值者看着GLV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一百万元能币的价格, 让他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望而却步, 他们不会将钱浪费在奢侈品上, 而是用来购买装备和与怪物作战的消耗品医疗方面, 不久后, GLV停在了满兽森林外围的聚集地当中, 这里是一个很小的如村落一样的地方, 只有寥寥十几个建筑, 也有不少低阶转值者, 大部分都是刚刚各大中等学府刚刚毕业的学生, 此时看到林峰下车, 全都瞪大了眼睛, 那是林峰, 三年来整个落成学府保持着排行第一的人, 没想到我今天竟然有幸见到他, 我记得他好像转值成为了厨师, 还轰动了整个学院网,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已经不是三年前的他了, 和我们有了分水岭,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未来想起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笑谈罢了, 不过他这个厨师来满兽森林干什么, 不好好待在厨房里, 他不会是想来杀怪吧, 疯了, 这些学生大部分都认出了林峰, 还有一些也全都听说过他的事迹, 文明在外, 王晨与林峰没有理会那些人, 正如他们所说的, 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随即一头扎入了野兽蛮林当中, 林峰再来的路上就兑换了神厨之眼, 这个天赋虽然才S级, 与系统给的两个天赋相比差一点, 但却是非常实用的, 他得到了技能后, 一直都是打开的状态, 顿时觉得这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旁边都被加上了注视信息, 名称, 杨槐树, 种类树林, 植物, 32年, 状态, 无毒, 品质, 不入流, 可食用部分, 花粉, 可制作清热节鼠槐花粉食用, 名称, 千层石, 种类来源, 石头, 附近秦山掉落而下, 状态, 无毒, 品质, 低品, 可食用部分, 千层石磨成粉末, 与某些特殊食材进行搅拌烹饪, 可增加食物弹性, 名称, 王臣, 种类直接, 人族, 枪顿骑士, 状态, 无毒, 品质, 中品, 可食用部分, 风哥, 你这么直勾勾的盯着我干嘛, 王臣看着林峰发亮的眼睛, 被盯得浑身发毛, 感觉像是被食物链更高一层的生物给盯着一样, 压力甚大, 林峰关闭了神厨之眼, 笑道, 没什么, 咱们继续走吧, 这个季节是毕业潮, 外围的魔兽都被毕业生清理得差不多了, 他边走, 边从王臣背后的包裹里拿出一个个鸡蛋, 剥开壳后, 细嚼慢咽又增加属性点, 昨天进货的500枚鸡蛋卖出去了30枚, 剩下470枚给了王臣10枚, 到现在, 自己一共吃了50枚, 还剩下410克, 加上之前的, 现在的林峰未加点属性, 一共有100点, 准备要进入森林深处, 林峰将100点均衡全部加完, 姓名, 林峰, 职业, 厨师, 等级, 1, 16.37%, 力量, 45, 敏捷, 45, 精神, 45, 体质, 45, 为加点属性, 0, 装备, 普通菜刀信号1, 天赋, 红厨玉手, SSS, 至高刀工, SSS, 技能, 水煮法则, SSS, 神厨之眼, S等级旁边的经验, 是这几天的烹饪, 自然增加的, 而下面的四围, 每一个都有45点, 已经相当于为穿戴任何增幅装备的二十级的强者属性了, 要知道, 现在的他才一级啊, 就这么猛, 如果别人知道, 一定会吓一跳, 简直就跟怪物一样, 只有王晨猜到了一点, 风格现在很强, 绝对强的离谱的那种, 所以现在的他进入蛮兽森林, 没有任何压力, 哪怕是王晨, 属性现在也相当于五级的强者了, 他们两人拿着的是普通的铁制装备, 因为还未到五级, 不能穿转职者装备, 所以看起来有点笨拙, 王晨穿了一身的软铁甲, 左手拿着棱形铁盾, 右手拿着铁枪, 背后背着一个大包裹, 快有他整个人那么大, 要不是吃鸡蛋家的属性, 他怕都走不动路, 而林峰就只拿了一把菜刀, 穿着冲锋衣, 背着登山包,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厨师, 行进到下午, 林峰依靠着神厨之眼, 一路上找到了不少品质很高的野菜, 他们也终于遇到了第一头魔兽, 是三级的大地鼹鼠, 正挥舞着爪子对他们呲牙咧嘴, 眼睛血红一片, 像是能吃人一样, 王晨一个剑步上去, 寒芒一闪, 庞大的力量点, 让他一枪就将到达腰不高的鼹鼠给捅穿, 大地鼹鼠猛逼了, 他能够沟通土元素的力量, 速来以防御出名, 哪怕是五级的转职者, 都难以一枪将自己重伤, 这个看起来还拿着铁枪的人, 肯定是五级以下没错, 怎么可能将自己捅穿, 结果那个眼睛发亮的家伙更可怕, 拿着一把菜刀刚到面前, 就眼前一黑, 凌峰将大地鼹鼠杀了后, 用神厨指掩观测, 名字, 大地鼹鼠, 种族来源, 魔兽, 状态, 有毒, 可实用说明, 可烹饪, 非常美味, 但其血液里有妖血, 内蕴澎湃的土元素力量, 需要精神与体质达到二十点以上的人才能够食用, 否则体内会接触结石, 堵塞肠胃五脏, 妖血, 是野兽与魔兽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血液的改变, 使得普通的野兽拥有了超凡的能力, 同样身体也产生了变化, 吃下妖血的普通人会逐渐变得疯狂, 丧失人性, 到最后成为野兽, 这就是神厨指掩的好处,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什么品质, 有什么作用, 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对于现在的凌峰非常有用, 甚至不夸张地说, 只要有了神厨之眼, 什么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 如果我能够拥有神圣分离技能, 配合神厨之眼就能够中和或者分离掉魔兽的妖血, 或体内的毒素与一些不要的元素, 这样, 不仅仅未到上升一个级别, 而且增加特性还没有任何危险, 凌峰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他很想尝试水主大的岩鼠, 最后能增加什么属性, 说不定会有惊喜, 查看了一下系统的技能购买列表, 技能名称, 神圣分离, SS, 升级后可扩大范围强度, 作用, 可分离任何物质, 归类驱逐, 来自于神明的力量, 某次元世界创始神, 曾用来分割万物, 排列物种属性, 极其强大, 本技能购买需求两亿元能币, 看着上面的简单介绍, 凌峰在脑海里, 给这个技能排列了数十种运用方式, 如果说, 这神圣分离, 作用在敌人的铠甲上, 是不是瞬间分解对方, 或者说, 直接将敌人体内的血液因子分离出来, 直接抽空他们的血条, 当下, 他便将这个技能当成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没想到, S与SS相差一个字而已, 价格区间就那么庞大, 两亿啊, 要更努力的赚钱才能购买, 依旧任重道远, 王晨看了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惊喜到, 风哥, 杀一只三级的大地岩鼠, 就给我们两个提供了50%的经验, 再杀一只就能够升级到二级了, 凌峰也看了下自己的属性面板, 现在经验值已经来到了66.39%的进度条, 这样还是太慢了, 大地岩鼠都是成群结队出现的, 直接去端他们的老窝, 他将大地岩鼠爆出的材料收起, 神色淡定地说道, 王晨眼睛瞪圆了, 说道, 风哥, 现在是不是太早了, 还是等五级再去吧, 不是他不信任凌峰, 而是成群结队的大地岩鼠是很可怕的, 哪怕这些精英级别的大地岩鼠最高只有六级, 但那是组队的15级的转职者也不敢去轻易捅窝, 他们也扛不住上百只大地岩鼠连绵不绝的攻击, 迟早会累垮而被击杀, 只有二十级的人才敢去单挑大地岩鼠窝, 凌峰不置可否地说道, 放心, 又不是要今天就杀, 先休息, 过了今晚再去, 今晚吃鸡蛋, 还有我摘到的这些野菜野果, 他进入这个满岭以来, 利用神厨之眼, 沿途发现了不少可食用的精品食材, 这些在别的转职者看来都是垃圾, 但在他的眼里, 却全都是能增加特性的美味佳肴啊, 与此同时, 在距离凌峰二人不远的幽安密林当中, 严君与两个护卫, 也将杀怪的目光看向了附近出现的大地岩鼠窝, 明天早上, 你们两个帮我一只一只引出来, 我要慢慢杀得痛快, 嗯,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时至傍晚, 天际的红霞刚刚退去, 染上了一层深沉的黑, 满兽森林的晚上阴凉, 在月光的投射下, 巨大的树冠像是一个个恶魔的影子般扭动着身躯, 影子中, 王辰升起了火, 从那巨大的包裹中拿出了一口大锅, 架在火上, 期待地看着凌峰, 凌峰将森林里收获的食材处理好, 放进了锅内沸腾的水中, 启动水煮法则, 控制里面的水元素粒子掌控火后, 同时, 将一些精致的调味料放了进去, 就在王辰的面前, 他的手变成了玉色, 凌峰并不介意被王辰知道, 早晚的是,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王辰瞪大了嘴巴, 就在他的注视下, 很快, 浓郁的香味就遍布在了空气当中, 不一样的香味, 谁煮也能这么香? 王辰食欲大动, 凌峰收起了红厨御守天赋, 神厨之眼启动, 名字, 谁煮火篮草, 种类, 以烹饪植物, 状态, 精品, 作用, 一定程度的提升火属性零食特效, 火属性抗性, 凌峰算是利用神厨之眼摸索出来了, 烹饪出的食物, 高品有一定的几率获得附加特性效果, 精品必定增加特性, 极品开始强化特性, 而高品以下的食物, 便没有增加属性的能力, 就是普通且好吃的食物, 这火篮草, 长得如同舌头一样, 增加的特性, 火属性有关, 但可惜的是, 火篮草提升的特性是零食的, 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 你先吃, 凌峰笑着对王臣说道, 自己则是拿着龙鸡蛋当作零食来吃, 王臣立即站的笔直, 眼神变得神圣了起来, 跟了凌峰这几天, 他也学会了对待食物, 要保持尊重, 而后, 才用筷子将火篮草放进嘴里, 慢慢品尝, 美味, 腊中带着蔬菜特有的香气, 我感觉自己, 进入了一片充斥着香味的火山当中, 看着火山喷发, 竟然还能感觉到精神舒畅, 王臣吃的头开始往上扬, 眼睛都眯了起来, 感觉都要上天了, 但片刻后, 他的脸色忽然变得红润, 双眼里仿佛正有火苗往上喘, 哇, 是火属性的特效, 我感觉精力旺盛, 整个人都要燃烧了起来, 不行, 我得去跑一跑, 王臣站了起来, 浑身都蒸腾起了淡红色的雾气, 不断绕着附近跑动着, 凌峰笑道, 你才一级, 四维属性还不够强, 当然会承受不住, 奔跑中的王臣, 忽然看见有三个身影挡在前面, 是严家的严君来, 还有其护卫, 他丝毫不给面子, 直接咆哮道, 滚开, 别挡老子的路, 严君来和他的护卫, 看着浑身火气缭绕着的王臣, 满脸的猛逼, 这家伙是发的什么疯, 大半夜的跑来跑去, 王大傻子, 你不会被火虫兽烧坏了脑子吧, 大晚上叫什么叫, 不怕引来魔兽吗, 严君来虽然这样说, 但他们也没有耽搁, 立马闪到了一边, 给王臣让开路, 王臣拥有王家继承权, 没有必要, 严君来不会轻易招惹, 烧个屁, 没看见老子浑身火属性降临, 即将创造有史以来, 最快拥有属性攻击的骑士吗, 王臣一溜烟就跑远了, 严君来小声地对身边的护卫说道, 王臣现在也来练集, 不用管他呗, 两个护卫点点头, 这香味就在附近, 我们过去看看, 能不能跟这人交换一下食物, 自从吃了奇珍鸡蛋后, 严君来的口味也变叼了, 精品干粮, 他根本吃不下去, 胃同绝辣, 只有一些平常见到的野果, 这种天然的食物, 才能吃下一点, 很快, 他在王臣转圈圈的中心, 看到了独自一人在吃着水煮野菜的凌峰, 竟然是你, 严君来很惊讶, 没想到煮东西人是落成学府中文明侠尔的凌峰, 那个自己曾经需要仰望的人, 你不是转职厨师了吗, 怎么会来到蛮寿森林里, 他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看着凌峰一旁的菜刀, 还有这奇怪的锅, 是了, 也只有厨师才会随身带着锅铲菜刀, 也只有厨师才能煮出那么香的食物, 那些输出辅助职业者, 哪里会带这种累赘, 像他只能带干粮, 凌峰愕然地看着这个自来熟的人, 道, 你师, 严君来有点尴尬, 自己贵为严家继承人, 他竟然不认识自己, 严家护卫扬起脑袋说道, 我们是严家的人, 你面前的这位, 便是我们严家大少爷, 严君来, 严君来轻斥一声道, 不要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 那护卫低下了脑袋, 神色变得谦卑了起来, 凌峰摇头说道, 我确实没见过你, 也没有关注过, 落成严家都有什么继承人, 不好意思, 他对这个严君来感官挺好, 看起来, 至少不是那种酒囊饭桶的富二代, 性格倒是不错, 他没有解释自己, 为什么会来蛮兽森林, 而是反问道, 有什么事吗, 严君来暗自猜测, 应该是王臣将他一起带着的, 虽然两人以前没有交集, 但他也知道, 凌峰是一个性格刚硬坚持的人, 估计是想要, 尝试厨师走上战斗这条路吧, 以前不是没有人试过, 不过最后都被为魔兽了, 他没有劝凌峰, 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我是想跟你交换一下食物, 或者, 能不能购买, 钱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你要多少, 严君来指了指锅里的野菜, 不好意思地问道, 他也可以自己煮, 但是他与旁边的两个护卫, 都辨别不出可食用的野菜, 在深渊游戏世界融合之后, 变异的植物里带着的毒性, 可不是开玩笑的, 会死人, 不卖, 你吃不消, 我也没有打算卖, 凌峰老实地说道, 就在这时, 跑完十圈的王臣, 已经折返了回来, 大汗淋漓, 浑身冒着蒸腾的热气, 像是刚跟人打了一架一样, 严君来, 你找凌峰干什么, 他谨慎地看着严家的人, 将凌峰挡在了身后, 严君来皱眉道, 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要购买一下锅里的食物, 不卖, 一边去, 得到凌峰眼神示意的王臣, 直接大屁股挡在了严君来的面前, 严家的两个护卫顿时恼怒, 刚想出手, 顿时, 他们感觉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 缭绕在心头上, 严君来按住了他们, 左右看了看, 顿时明白了, 王臣身边绝对有实力强劲的护道者, 隐藏在暗处, 不然哪敢单独一个人, 还带着凌峰出来, 不卖就算了, 我今晚也在这里休息, 他站起身, 带人离得稍远了一些扎野外帐篷, 算你识相, 王臣转过头去, 直接将屁股对向了他们, 而后小声地问凌峰道, 峰哥, 那小子没难为你吧? 没有, 性格挺好, 怎么, 你跟他有仇? 凌峰笑问道, 不是什么大仇, 我小时候跟他在一个柔道馆, 练习简单的防身术, 那小子摔过我很多次, 王臣说道, 那行, 没什么事还是友善些, 毕竟他可是我们的大主顾, 凌峰双眼亮起微光, 他的神厨之眼看出了阎君来的信息, 对啊, 阎家买到的龙鸡蛋应该都给他吃了, 嘿嘿, 王臣偷偷瞄了一眼阎君来, 眼底一阵得意, 花五百多万才买到十五枚鸡蛋, 而我只用十五万, 有时候风哥还恩赐给自己, 这样对比下, 王臣觉得自己占据了上风, 暗爽不已, 同时气也消了一些, 两人的目光被阎君来注意到, 他举起了手里的干粮, 礼貌的抱以微笑, 只是, 他眼底却有点苦涩, 干粮实在太难吃了, 王臣见没有什么危险, 便将锅里最后仅剩的几根火篮野菜给吃完, 然后又嗷嗷叫的去跑了几圈, 看得阎君来瞠目结舌, 不知道王臣发的什么疯, 而凌峰吃野菜, 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所以也不会让他们怀疑到锅里主的食物有问题, 趁王臣不在期间, 阎君来尝试着和凌峰交谈道, 我来这片区域是想找到大地岩鼠窝, 你可以跟我一起, 到时候一起分经验, 凌峰谢绝道, 不用, 你们忙你们的, 阎君来严禁于此, 见他不接受, 也不邀请了, 而是自顾自的说着对凌峰的印象, 哦, 说实话, 我之前真的很佩服你, 怎么能做到那种地步, 一天只睡四个小时, 训练了三年, 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 还以为是有人在胡说八道, 直到我亲眼见到你的那一刻起, 我才明白那些不是谣言, 三年啊, 你在虚拟级中的中等学府排行榜里, 就从未从掉下第一, 第二与你更是相差甚远, 我也尝试过冲绑, 但那些变态实在太多, 很难想象, 你竟然能压着他们, 现在的第一也很可怕, 是一个叫羽绝尘的十岁天才转职者, 六岁就自己觉醒, 与你相比, 也不遑多让, 甚至比你更强, 严俊兰很老实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他觉得, 未来自己不会与凌峰有过多交集, 所以畅所欲言, 现在热心与凌峰交谈, 是为了将自己被压了三年的情绪说出来, 吐个痛快, 凌峰不置可否将锅给收拾好, 也搭了个简易的帐篷, 不再搭理这个小谜地, 而是拿出手机看新闻, 金, 紧急预告, 盘踞在海外深渊内的暗黑系终极巨龙莫名出巢, 行动路线确定在神下国东部区域, 请东部群众紧急避险, 没事尽量不要出城, 否则会有死亡的危险, 九州组织怀疑, 此名为尤利西斯的暗黑龙将要产卵, 因此性情变得格外暴躁, 元素之力动荡不休, 大概率路过的城市有燕城, 阳城, 图城, 落城, 看到这个新闻, 临风目光微宁, 这个世界改变之后, 大海也变得不安全, 海内出现了许多巨大的黑色深渊, 里面盘踞着各种恐怖的巨兽, 而像巨龙这样的存在, 就相等于游戏当中的世界级别的怪物, 特别是暗黑系的巨龙, 实力太强大了, 连副本也容纳不下他们,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形成巨大的破坏, 也有强大的转职者前去讨伐, 但都以死亡告终, 唯一活下来, 并且斩断了巨龙一条翅膀的, 便是哪位文明世界的春雷女武神, 但她也仅仅是平分秋色而已, 足以可见巨龙级别的BOSS强大之处, 不到转职者顶尖的实力, 连碰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凌峰估计世界BOSS出巡, 大概相当于前世突然出现的的18级风暴或者地震吧, 简直就是灾难, 洛城就在神下国东部, 新闻上赫然有这个城市的名字,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 天塌了, 有高个子顶着, 现在暂时还不关她的事, 赶紧将自己实力提升才是硬道理, 暗黑巨龙, 早晚镇压, 她看向第二条新闻, 来自西大陆的报道, 第一批神职者正是与死灵法师接触, 大败, 所有神职者都被转化为了死灵骑士, 同时死灵法师也受到重伤, 此刻正在逃窜, 去向不明, 有发现其行踪的人, 请将消息报告给各城市的教堂, 将获得丰厚的奖励, 凌峰心里暗自惊讶, 这死灵法师确实屌, 竟然连光明神殿派出的神职者都对付不了, 这个世界的光明神殿, 是超然于各个大国间的独立机构, 教徒与信徒众多, 成员中不是转职成为光系的人, 就是转职成骑士, 白银基座战士等等强力职业, 他们的目标, 是为了对抗完整融入现实世界的深渊恶魔, 还有各种黑暗系, 死灵系, 幽影系, 异端者等危害巨大的生物, 以救世界的神明信徒为基础, 以久远之前的诸神为蓝本, 发展迅速, 成为了各个大国都不敢招惹, 只能保持紧密合作的势力, 可以说,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光系直接者, 基本都加入了光明神殿当中, 就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派出了神职者部队, 竟然还被全歼, 凌风记下了死灵法师这个事, 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强大的怪物骨头, 说不定将来能用来熬汤, 下一个新闻, 惊奇, 北大陆出现了神话中存在的新精灵族副本, 据说这个副本中的精灵对人类很友好, 多数转职者进入副本并没有受到攻击, 春雷女武神开始前往交涉, 打算窥探出世界融合的隐秘, 这个精灵族与蝴蝶般大小的元素精灵不一样, 而是类人的种族, 有长长的耳朵, 容貌俊美, 凌风看得出奇了, 竟然还有对蓝星世界友好的副本生物, 继续看下一条, 根据昆仑组织的调查, 盘踞在我国的异端分布, 最近开始大规模出现, 请全国人民留意, 一旦发现端倪, 请拨打19995异端, 是在世界改变后兴起的组织, 他们崇尚深渊游戏, 融合现实的世界, 信仰冥冥中的诡异存在, 他们认为世界的改变, 是全体人类的一次进化升华, 应该热烈地祝贺, 魔物是来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生命层次的, 比如说, 转职者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被他们誉为进化的开端, 深渊之神送的礼物, 哪怕成为怪物的奴隶, 也是一种难得的荣耀, 凌风认为, 简直是一种病态的理想, 大部分正常人都认为, 之所以人类开始出现转职者, 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原本的世界, 在进行剧烈的反抗, 而产生的良性变化, 凌风一夕记得, 小时候, 自己的父亲, 曾经就与异端战斗过, 最后一身伤回到家, 被母亲数落, 凌风记得, 父亲曾经对自己说过, 如果今后自己见到异端, 一定不要手软, 见一个杀一个, 那是一群没有人性与理智的狂热信徒, 下一个新闻, 神下国交易平台上出现了天价龙鸡鸡蛋, 15枚便卖出了560万的价格, 根据交易平台自动给出的数据来看, 这种龙鸡鸡蛋, 每一颗都能够为转职者增加一点未加属性, 而拍下这些鸡蛋的落成高家, 也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 高美琪如今不过才一级, 便拥有了额外的45点属性, 堪比5级的强度, 据传, 高美琪小姐已被凤凰学府破格招入, 当凌峰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心里忍不住暗道一声, 太张扬了呀, 其他还好, 就破格被凤凰学府招入这个信息, 绝对能让整个神下帝国的诸多学生疯狂啊, 因为凤凰学府, 那是你有钱也进不去的地方, 哪怕你砸几十亿, 上百亿也不行, 不合格就是不合格, 这学校向来秉承的宗旨便是拧缺无滥, 人家背后有诸多武神级别的存在, 还有国家支持, 根本不缺钱, 事情逐渐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凌峰现在只能希望, 消息的扩散能慢一些, 减少自己被暴露的风险, 就在他看着新闻之时, 王晨又跑了十圈回来了, 精神抖擞, 皮肤逐渐变得百里透红, 凌峰给了他十颗鸡蛋, 说道, 你将属性点加在体质上, 明天有用, 王晨硕大的身影, 背对着严君来等人, 偷偷摸摸地将鸡蛋吃下, 顿时舒畅了, 还是自己的大腿抱得稳, 严君来想吃吃不到, 这种对比让他不断的暗爽, 吃完后他也开始休息, 拿出手机, 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 一边看, 一边说道, 我们班的同学已经去杀怪, 有的升到了四级, 速度算快了, 不少人选择第一次击杀的怪物, 都是大地鼹鼠, 他们还发了照片在群里面, 他们在讨论落成的奇珍鸡蛋, 有不少同学打算购买, 王晨看到这里, 默默偷笑, 嗯? 有人说, 赵妈将关于你的信息全都删掉了, 并且写上新的说说, 三年韶华, 不过过课, 世界很大, 有更多的人值得, 王晨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林峰的脸色, 读了出来, 毕业后, 班级群里很少谈到林峰的话题, 现在有个同学终于忍不住, 在知道赵妈的做法后, 公开在了群里, 赵妈据说是财罚赵家的人, 背景雄厚, 与洛城城主有关系, 来到洛峰学府上学, 学校三年时, 很崇拜与爱慕林峰, 还曾经当着全校学生面前表白过, 不过, 都被林峰给拒绝了, 但其依然鍥而不舍, 出了名的追逐者之一, 之前, 他的空间里, 全是关于林峰的说说, 无数条告白记录, 没想到, 这才毕业没多久, 赵妈竟然就这么放下了, 就连王晨都很惊讶, 在林峰转职成为厨师, 未来的路破灭, 陷入沉寂的时候, 赵妈竟在这种时候, 选择抹除关于林峰的一切, 绝口不提, 另一边的阎君来耳朵很灵敏, 听到了王晨的声音, 他也说道, 不仅仅是赵妈, 我们学府也有很多人很喜欢林峰, 现在都变了, 可惜, 如果林峰你转职的事, 主战该多好, 说不定我能见证一个武神的崛起, 阎君来也带入了气中, 为他而叹息, 林峰听到后, 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两世为人, 对于这些早已经看淡, 先休息, 明天气躁, 我先睡, 你守着, 两小时后你再睡, 他对王晨说道, 王晨点点头, 而后继续看着手机, 同时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 还有旁边的阎君来一行人, 阎君来看着林峰闭眼, 片刻便传出了憨声, 竟然就这么睡着了, 他们应该是第一次进入蛮兽森林杀怪的吧, 竟然一点都不紧张, 说睡, 就睡着了, 还有, 那王晨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林峰不是依仗着王家的吗, 哪有老板没睡, 手下先睡着的道理, 他们两人看起来, 林峰更像是主人啊, 让阎君来观察得很是猛逼, 难道王家的人能这么大度吗, 算了, 先睡吧, 阎君来也躺在地面上, 开始闭目养神, 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有两个二十多级的护卫在旁边守着, 这蛮兽森林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危险, 两个小时之后, 林峰自然地醒来, 这源自于他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 体内好似有一个定时闹钟, 换班的时候, 王晨却睡不着了, 他精力很旺盛, 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见此, 林峰说道, 睡不着, 那我们立即出发, 赶往大地岩鼠的窝点, 阎君来也是要找大地岩鼠的窝点, 我们要比他快一步, 不能让他先找到, 王晨顿时兴奋了起来, 连忙收拾好东西, 而林峰则是开启了神厨之眼, 开始找大地岩鼠的痕迹, 离开了露营的地方不久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只大的岩鼠, 正在偷偷摸摸地扒拉着一枚篮球大小的土豆, 林峰示意王晨在旁边等着, 他悄无声息地跟在了大地岩鼠的身后, 不久后, 他终于见到了大地岩鼠的窝点, 在一座小山中有数不清的如蜂窝梅的洞口, 时不时窜出一两只, 而后, 林峰悄悄地退走, 找到王晨的时候, 他的手里已经多了两枚硕大的土豆, 还有一把野菜, 等等你保护好自己就行, 不用管我, 林峰说着就开始水煮烹饪土豆, 还有野菜, 片刻后, 香味弥漫在附近的森林当中, 名称水煮土豆, 种类, 植物, 状态, 精品, 作用, 可为食用者增加一定程度的防御力, 同时增加耐力, 水煮土豆依旧很香, 王晨吃完之后, 浑身肌肉变得硕大了一倍, 感觉自己硬爆了, 他将随身包裹藏在附近的某个草丛当中, 防止等等不够灵活, 杀完大的岩鼠后再回来取, 林峰只是吃了增加火属性特效的火兰草, 经过了一天的时间, 他又吃了一百枚鸡蛋, 获得了一百点未加属性, 依旧是平均加点, 不让自己有一点破绽, 此时的他四围平均点数已经来到了七十点, 这样的属性, 就算是那两个互卫一起上, 都不是现在的林峰的对手了, 不久后, 两人来到了大地岩鼠的藏着的山中, 王晨对自己防御无比自信, 直接冲到了山下, 朝着所有无数密密麻麻的洞口叫阵道, 小老鼠们, 你王爷爷来了, 还不赶紧出来受死, 他刚刚吼完这一嗓子, 洞口中顷刻间闪现了无数道血红的眼睛, 月光的照射下显得极具压迫感, 一只只矮状的岩鼠从洞口中走出来, 狭长的爪子泛出一阵阵风光, 王晨忍不住靠了一声, 惊道, 这个窝好大, 粗略估计起码有上百只, 风哥, 我感觉我扛不住啊,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上百只半人高的岩鼠, 便如水流般朝着王晨奔腾而来, 杀, 尽管有点耸, 但此时王晨眼睛也红了, 猛地将一把刚刚吃剩下的火篮草扔进了嘴里, 身上冒起火光照耀附近阴暗的森林, 紧接着, 另一个火人从灌木丛里冲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水元素场域在他身中蔓延, 一只五级的大地岩鼠莫名好似踩入了泥潭, 行动变得迟缓, 而后被菜刀精准地砍成了两半, 王晨被鼠海淹没, 不断传出鼠类特有的受伤丝鸣声, 他连连大吼, 显然还没死, 正拼尽全力地阻挡, 看起来还能熬过一段时间, 而凌峰已经开杀了, 天刀精通的天赋, 让他拿着菜刀也能轻而易举地穿甲, 外加上堪比二十级的属性点, 基本秒杀, 没有一只岩鼠能挡在他面前, 所过之处, 一地鼠尸, 皆是被一刀砍死, 有的更成了碎肉, 凌峰这次是全力出手, 主要是为了测试自己的战斗力, 不到片刻, 他就杀了三十多只, 血液流了一地, 腥臭的血液飘荡在森林当中, 围攻王晨的大地岩鼠, 发现不对劲, 分出一部分鼠去阻挡凌峰, 都很强壮, 至少得有六级, 有的甚至等人高, 他们的两只手臂都能垂到地面, 长长的爪子像是屈原梨, 碰撞间发出刺耳的声音, 王晨压力一松, 振脱了出来, 将手中铁枪挥动如银色墨盘, 瞬间击退了面前的岩鼠, 他的铁枪断了, 大地岩鼠的防御很高, 发动天赋, 借助着大地内丰厚的土元素力量, 等同于穿了一件铠甲, 王晨大部分属性点都加在了力量上, 所以能瞬间清空, 如果我现在到了五级就好了, 有了七成天赋, 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困杀, 王晨气恼道, 而后, 他看着前面的凌峰一刀一个, 如切菜一样, 那些岩鼠根本进不到身, 就被斩碎, 风哥就是掉, 又能烹饪齐针, 战斗力又强, 用着厨师的菜刀也能玩出花来, 我猜测, 现在他应该有二十多级的战力了, 我也不能落后, 刚刚杀了几只, 我现在长到了三级的经验, 风哥估计现在已经八级了, 王晨看着凌峰脚下不断出现黄色的光运, 那是升级出现的特效, 就有点震撼, 哪有人这样升级的, 他也不管了, 断掉的半截铁枪大开大合, 直接猛冲, 还真的杀了不少, 不久后, 凌峰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属性等级已经来到了十二级, 上百只大地岩鼠, 他杀了起码八十只, 没停歇过, 才迅速地升到了这个级别, 他发现到了八级之后, 杀大的岩鼠获得的经验值开始变少, 杀了八十只才十二级, 他估计现在升一级, 起码要杀五十只才有可能, 想想觉得不值, 然后便停下了手, 将剩下的二十多只给王臣击杀升级了, 王臣此时刚刚升到五级, 杀得气喘吁吁, 也疲倦了, 拿枪的手差点握不住, 在颤抖, 老大, 我没力气了, 王臣求救说道, 没办法, 凌峰只能再次出手, 神出之眼看到了大地岩鼠的破绽, 身影如鬼魅般掠过, 刀尖划过, 让他们都失去了战斗力, 哀鸣着躺倒在地上, 王臣只需要一个个补刀就行了, 等到王臣捕完刀后, 级别也升到了八级, 与凌峰相比, 差了四级, 他差点虚脱, 直接趴在一个大地岩鼠身上, 疯狂的喘气, 凌峰扔给了他一个鸡蛋, 自己也连吃了五个, 顿时鸡蛋化为精力, 正在慢慢恢复体力, 王臣喜悦万分, 哈哈笑道, 老大, 我们真的成功了, 以一级的实力, 单挑上百个大地岩鼠的窝点, 这要传出去, 肯定是一个大新闻, 外面的人的精掉下巴, 他很是兴奋, 拿出了手机, 不住地拍摄一地的属尸, 还有爆出的装备材料, 四周都是, 拍完后, 他便将大地岩鼠爆出的材料收集后, 装进身后的背包里, 拿去卖钱, 他知道凌峰缺钱, 这十天也开始亮了, 大约是早上六点, 两人赶紧离开, 不能让人看见, 这场面实在太过于惊骇, 传出去, 两人都要暴露在公众的视线当中, 再联想到最近的奇珍鸡蛋, 很可能要被抓去研究, 毕竟市场上出现的就那几十枚, 他们是怎么得到的, 很难不让人揣测, 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有一队人听到响声, 寻了过来, 当他们看到一地的属尸之时, 顿时下巴都掉在了地上, 这种场面难得一见, 有点血腥与残忍, 这一队人, 包括剑士, 弓箭手, 法师, 牧师, 是一个完善的小队,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至少七级的实力, 配合默契, 但也不敢挑战大地岩鼠窝点, 是二十级的人出手了吗? 不应该啊, 二十级的人来, 蛮兽森林这种低级区域杀怪, 我更怀疑, 是某大势力的人, 为了家族小孩而出的手, 不对, 看这些怪物的死状, 大部分都是一击必杀, 肯定是有强者出手, 如果是给小孩历练刷经验, 那伤口不可能那么整齐, 而且, 你们看大地岩鼠身上的材料都被割走了, 那些顶尖家族可不会这么做, 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不过一顿早餐的钱, 哪里值得这么弯腰简, 这一个小队泉员的脸上全是问号, 感觉到震撼于不解, 另一边,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严君来就醒了, 发现凌峰二人已经离开, 他跟两个护卫开始寻找大地岩鼠窝点, 不久后听到响动声, 寻声找过去的时候, 便看见那座小山下一地的属尸, 被人劫足先登了, 我靠, 是谁, 那么狠, 严君来惊骇, 难以置信, 找了那么久的窝点就在眼前, 结果只见到了尸体, 被人劫足先登, 自己又得重新寻找刷经验的目标, 身边的护卫去观察大地岩鼠尸体的情况, 也同样无比惊讶地说道, 是强者出手, 可能比我们还强, 而且对方使用的武器, 我们看不懂, 像是匕首, 但伤口又比匕首还重, 更像是只有扩刀一半长度的重型武器, 甚至更短, 我看着, 想起来了一个玩意, 但那不可能的, 一句来杀敌, 护卫大眼瞪小眼,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 严君来好奇地问道, 是什么弃绝? 菜刀! 两个护卫一口同声地说道, 菜刀! 尼玛! 严君来忍不住抱了个粗口, 寒仰瞬间被瓦解, 瞠目结舌, 他一瞬间就想到了昨晚的临风, 他就是一个厨师, 而且拿着菜刀, 他心底瞬间涌起了滔天的波澜, 越想越是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能的, 连我都没把握对付那么多的严蜀, 只能让护卫一个个引来, 他们两个怎么能办到, 而且, 连我都难以, 一下子破掉大地严蜀的防御, 他不过只是一个一级的厨师, 不会的, 绝对不是, 问题究竟处在了哪里, 严君来顿赶头皮发麻, 他一个落成高门大户的严家子弟, 什么没见过, 此时却被自己的联想给吓到了, 临风二人所做下的事情, 很快便在蛮兽森林当中流传, 许多转职者猜测, 可能是二十级以上的人出手, 而始作俑者的二人, 则是从蛮兽森林处返回, 打算更换装备, 还有将那些得来的材料卖掉, 王晨需要购买技能卷轴, 将他达到五级时, 开启的两个技能兰用上, 五级后, 骑士自动获得骑程精通天赋, 可以开始使用坐骑了, 回到森林外的聚集地当中, 王家的人便将材料全都卖了, 将钱转到了林峰的账户上, 王晨则是去给他父亲打电话, 并且告知自己达到了八级, 希望家里能给资金支持, 王勉早就为儿子准备好了一切, 很快关于王晨的坐骑, 还有五级装备与两张技能卷轴, 便从洛城哪里运送过来, 王晨在等待的这一段时间里, 开始休息加点, 同时熟悉骑程天赋, 林峰也在加点, 他从一级升到十二级, 加上赶路的这段时间, 吃进去的一百颗属性鸡蛋的未加点点数, 一共有144点, 另外加上升级自动加的属性点, 林峰现在的思维有点夸张, 他将未加点属性平均加点, 姓名林峰职业厨师等级12%, 22.58%力量117, 敏捷117精神117体质117, 未加点属性0117点平均属性, 没有任何弱点, 已经远超大多数30级的高手了, 可以说, 在这片满兽森林, 他已经可以横着走了, 没人是他的对手, 哪怕是严家的两个护卫, 如果不算上装备增幅的话, 加在一起都不够林峰一只手摁的, 林峰很满意, 现在属性鸡蛋还剩下整整200颗, 到时候再增加属性, 哪怕他现在表面上是12级, 但在落成当中, 也算是有了一席之地了, 这种增加实力的速度是惊人的, 他从学校毕业到现在没到一个星期, 就达到了现在的程度, 说出去都能吓死人, 显得很不真实, 他现在外表上的直接显示还是厨师, 但其实隐藏面板是至高神厨这个职业, 已经开始逐步显露出其万能的强悍之处, 在等待王晨的这段时间, 林峰闲来无视, 逛了一下聚集地附近的自由摊位, 想要淘点好东西, 这里经常有平民的转职者在摆摊, 将在满兽森林中的收货拿来售卖, 价格比交易平台便宜一些, 物品的新鲜度也比交易平台好, 这些货物大都是一些怪物掉落的基础材料, 还有森林里的特产与一些不知名的果实也野草, 林峰用便宜的价格购买了一些火兰草当作备用, 忽然他听到了一阵喧闹声, 顺着声音看去便见到一群人簇拥在一个摊位前, 林峰挤进去看了看, 原来是一个老板正在卖一个会发光的珠子, 别人嫌价格太高争吵了起来, 摊主说, 你别不信, 这玩意真是我杀了一只铁蝎子后爆出来的, 很可能这只铁蝎子已经变异, 拿去给武器师打造, 绝对能出白银级的装备, 那想买的人说, 你别扯, 铁蝎子那种毒物怎么可能会出珍珠, 两百元能币就卖我吧, 这玩意儿不值钱, 我只是觉得好看, 摊主激动的喷道, 你放屁, 两百元能币, 两千我都不卖, 至少两万, 林峰用神厨只眼看了看, 顿时没了兴趣, 只是一个铁蝎子偶然接触的胆结石罢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 不过摊主倒是说对了, 这玩意儿拿去给铁匠师打造武器, 确实能够一定几率获得附加属性, 只是两万元能币有点高, 林峰刚想挤出人群离开, 眼角忽然瞥见了角落边放着的一个像菠菜一样的蓝色野草, 名称便易换林草, 种类, 植物种类, 状态, 无毒, 作用, 没有经过处理就实用的话, 会使人产生置换效果, 烹饪后如果达到精品级别, 便可以让实用之人临时改变容貌, 作用时长根据品质决定能改变容貌的程度, 根据品质决定看到这个东西的效果, 林峰眼神顿时一亮, 能够改变相貌体征的实物, 正是自己迫切需要的, 在这个转职世界能易容的道具, 都是非常珍贵的, 有价无市, 一旦出现在交易平台, 立即就会被各大势力, 各大财阀顺描, 有一个道具, 名叫鬼面暴君的面具, 能够易容, 只有去通关地狱难度副本, 鬼面深渊, 杀掉boss才有很小的几率获得, 那种几率, 可能你通关一百次都不一定出现, 与某些游戏的几率有得一平, 连落成的四大家都没有, 林峰暂时不想太过于高调, 因此需要有另一个身份, 代替真实的自己出现, 而变异幻灵草来的正是时候, 虽然相比鬼面暴君的面具, 作用差距比较大, 而且有实现, 但也够用了, 他记住了这种变异幻灵草, 打算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多寻找这种变异幻灵草以作备用, 同时准备悄无声息地将这猪幻灵草买下来, 别人可不知道幻灵草的真正作用, 而这个世界, 唯一能够将幻灵草烹饪出特性的人, 只有他一个, 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但对他来说就是无价之宝了, 趁着店主和那个客人瞎扯的时候, 林峰问老板道, 老板, 这个不知名的野草怎么卖? 老板和人砍价正欢, 见是一个连装备都没有的低级直接者问价, 他没耐心地说道, 一百元能币, 要就扫钱, 赶紧拿走吧, 他这株草摆在这里大半个月了, 连问的人都没有, 大概率是烂手里了, 此时见有人要, 他直接低价扔了, 林峰默默地将原能卡设置为一百元能币, 刷了下店主的收款机, 而后问了下摊主在哪里收集到的幻灵草, 便拿了东西就离开, 离开了人群, 林峰继续在附近急事乱逛, 看看还有没有幻灵草, 但让他无奈的是, 看来幻灵草的被大部分直接者当成了毒药, 毕竟能令人陷入幻境当中, 对真实世界产生模糊的东西, 没人会喜欢, 而且, 这玩意在蛮兽森林当中应该也很少, 只在特定的地方生长, 摊主所说的地方距离蛮兽森林的植物系Boss, 虎口花距离较近, 所以赶去那个地方的人比较少, 一般都是十几级的人才敢前往, 林峰决定, 下一个目标就是将这个低级区域的Boss给刷了, 将等级提升到15级就回城, 王辰家里的人已经将东西给送了过来, 是一头乌黑发亮的战马, 四肢粗壮, 足有两人高, 体内有一定程度的怪物血, 不是很纯, 低级别的骑士用, 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 还有两张低级卷轴, 与一套五级的, 能增加体质与力量的铠甲, 加的不多, 总共只有五点, 低级卷轴能够获得低级的技能, 不是王家不给王辰更高级的卷轴, 实在是给了高级, 他也用不了, 用一次蓝两就没了, 有人曾经尝试过, 直接使用高级卷轴获得技能, 结果得到的技能, 用一次, 差点将自己的精神给抽干, 蓝两瞬间消失, 而且还催动不了高级技能, 导致后来他连刷难度副本的能力都没有, 只能慢慢的升级, 等到能使用一次高级技能的时候, 虽然威力很强, 但也是瞬间就失去了战斗力, 如果杀不死敌人, 那就是一个废物, 累赘, 因此, 这种路数被人称之为一次狼, 逐渐被废弃, 王晨得到了战旗, 在附近熟练了一圈, 并且使用初级技能卷轴, 获得了两个技能, 一个是沉重打击, 还有一个顺势上调, 凌峰也没有闲着, 他将幻灵草烹饪成了精品程度, 并且保鲜了起来, 而后, 又将一百个鸡蛋吃了下去, 他现在的攻击能力, 一个是水煮法则, 可化一个范围的兵锥攻击敌人, 或者转换为帝刺, 其他兵系法师类, 只能掌握一种攻击方式, 要么冰刺, 要么冰阵漩涡, 要么凝聚冰临巨人等, 凌峰的兵系法则是变化多端的, 属于更高一级别的神能, 包容所有水系兵系技能, 只要级别足够高, 就能使用, 另一个是随着等级升到了32%穿甲的天刀精通, 效果直逼高直接的刺客, 等到准备完毕之后, 又过了一天, 两人再次出发满兽森林, 王臣的战马暂时被争掉来拉货, 杯上被装着满满的包裹, 其中包括凌峰的两口大锅, 王臣穿着铠甲, 手里拿着骑士长枪, 牵着马匹, 在前方走着, 颇有一种神话中西形的感觉, 一路上转职者非常多, 不少人看到他们这一身奇怪的组合, 都忍不住偷笑, 用战马来拉货, 我还是头一次剑, 高手啊, 听说严家的这一代, 打算以八级实力挑战boss, 现在赶过去看看, 说不定我们能减一点漏, 严家哪位啊, 好像前段时间拍卖出了属性鸡蛋, 被他吃了, 现在不知强到了什么地步, 没错, 他身边还跟着两个二十多级的高手, 想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虎口花是必杀的, 众多转职者们边走边一轮, 他们想要去观看严君来杀boss, 同时减漏, 看能不能捞点好处, 蛮兽森林的boss, 基本上三天刷新一次, 挑战的人比较少, 没有完全准备, 基本上都不敢去, 严君来这才八级, 就敢去挑战, 显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王臣撇了撇嘴后说道, 这小子也太张狂了, 希望虎口花将他教训一顿, 临风笑道, 几天前我看他不过五级, 现在就已经八级了, 这么快的提升, 人家的确有张狂的本钱, 王臣道, 不过都是靠家里, 哪像老大你, 完全靠自己, 两人边说, 边往蛮兽森林最中心的深处走去, 一路上闲的无聊, 王臣打开了班级群, 查看里面的消息, 严君来的动静, 连远在他城的同学们都知道了, 好像严家打算靠这孩子造一点声势, 未尽凤凰学府做准备, 八级去挑战十五级的地区boss, 如果真的成功, 那确实逆天了, 凤凰学府会优先考虑他, 王臣在群里面说道, 那小子杀不了, 后面还是给我来, 你们看着吧, 这个班, 除了风格之外, 就我最强, 王臣现在也已经八级, 最近还吃了不少奇珍鸡蛋, 属性远超同龄人, 但群里却是不相信, 不少人调侃着他, 你可拉倒吧, 谁不知道你父亲扣, 你现在能到五级就不错了, 还想升八级, 还要杀boss, 让我猜猜, 王家二把手, 是不是连一个护卫都没派给你, 让你自己一个人去瞒兽森林, 想象很美好, 谁让父亲坑呢, 老王啊, 姐, 虽然不愿意承认, 凌峰的职业不行, 如果他是主战类职业, 我估计有很大的可能, 哎, boss手杀, 他应该没问题, 毕竟他真是个努力的变态, 孙小斌, 萧如海, 张和等同学, 都发出了自己的想法, 王晨见众多同学都出来的差不多了, 他便将上一次, 刷了大地岩鼠窝的照片, 发进了群里, 顿时引来了一大片震惊, 九张照片, 每一张里面都有这货和岩鼠尸体的合影, 包括捡装备的, 发完之后, 他暗戳戳的发了一句, 不好意思, 我已经刷了大地岩鼠窝了, 手机屏幕前的他, 嘴角忍不出翘起来, 群里瞬间沸腾了, 一大片的不可思议的声音, 卧槽, 这场面太吓人了, 时间还是在半夜, 天都没亮, 你就赶进岩鼠窝, 妈的, 我毕业到现在, 还没杀到五只, 老王你这家伙, 什么时候干的, 实在是吓人, 有背景了不起啊, 他不可能杀的了, 我估计是有二十多级的人出手, 老王父亲这次, 竟然这么舍得了, 肯定是有某个大佬在帮他, 王晨发信息道, 确实不是我杀的, 不过, 你们猜错了, 也不是我家里人杀的, 至于这个人是谁, 你们猜啊, 群里回复道, 我猜你妹夫, 赶快说, 王晨得意了, 立即将手机聊天关掉, 留足了悬念, 就这样吊着群里的同学, 同时他又想到了, 关于赵妈的事情, 试探着问林峰道, 如果说, 那赵妈依旧对你不死心, 哪怕你转职厨师, 他也对你不离不弃, 你会不会接受他, 林峰想了想后说道, 有可能吧,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 王晨继续问道, 那将你删掉后的他, 突然回心转意呢, 林峰神色平静地道, 赵妈是谁, 王晨黑黑笑道, 还是风哥牛逼, 估计如果他知道, 老大你厨师职业的真相, 怕是长子都得毁清了, 真期待啊, 很想要看到, 他后悔万分的样子, 他一直想找一个强力依口, 毕竟像赵伐那种大家族, 直系庞系子弟加起来, 骑马上千, 想要混出头, 可不如我们王家那么简单,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了距离虎口花岭的不远的树丛中, 此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落成绝大多数的低阶转职者, 他们各自组队, 谨慎地看着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怕有些人不还好意, 可以说, 绝大多数进入蛮兽森林的人, 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杀掉虎口花而来, 不管是组队还是单刷, 只要你杀了这个区域的booth, 那就证明你已经从这里毕业了, 不需要再待下去, 可以前往更高级的区域, 一般来说, 从一级开始都要到十二级以上, 并且组队才有希望通关蛮兽森林, 这个时间最少要耗费半个月的时间, 大多数需要一个月左右, 而严君来已经来这里快一个多星期了, 看来他想打破蛮兽森林的记录, 决定奋力一搏, 王晨等人走进了中心区域, 很快便见到如一座小山般大的虎口花booth, 周边的秘铃都难以掩盖住他的身形, 主动为其让开一条中心区域, 虎口花长得像是石人花, 花叶上有黑白的虎纹, 闪烁着高光, 巨大的花蕊长出密密麻麻的触手, 要责任而视, 花瓣像是黑色刀片, 随风舞动, 听人说他的花瓣攻击人的时候, 会像电风扇一样转动, 极其快速, 凡是碰到的人都被绞杀, 他如一座小山般大小, 轻轻摇晃, 傲视整片蛮兽森林, 都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等待着严君来的到来, 严君来早就到了, 正在旁边宁心静起, 他在等, 等家族的人送来奇珍鸡蛋, 那卖家彻底销声匿迹了, 上次拍卖竟然是最后一次, 三十枚鸡蛋, 全都被高家所得, 严君来脸色铁青, 他一直都在等待新的鸡蛋, 增加击杀虎口花的把握, 结果那商家已经不上架了, 如果能得到属性鸡蛋, 或许现在的自己, 已经强到堪比十五级的人了, 早知就不放出以八级的实力, 来杀蛮兽森林的虎口花的大话, 但现在人全来了, 森林里遍地都是, 都想来看他打破纪录, 而且, 和自己有仇的陈家人也到了, 一个十二级的陈炎, 正在不远处充满笑意地看着自己, 一个依靠家里人帮忙升级的废物罢了, 他不如我, 严君来淡然地看向陈炎, 他自己这一身实力, 都是实打实依靠自己刷来的, 而陈炎, 却是在护卫的帮忙下杀怪, 实战经验等于零, 越来越多的人到来, 树荫下, 树丛中都有模糊的人影在晃动, 不少人都看向了严君来, 王晨也来到了, 拉着一匹战马, 身边跟着一个相貌普通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给严君来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王晨和年轻人拉着马走了过来, 看着严君来笑道, 你是不是疯了, 八级去杀区域booth, 严君来心里苦笑, 这是被赶鸭子上架了, 没办法的是, 但他又不想在王晨面前低头, 只能面容清淡地说道, 虽然会有苦战, 但杀一个booth, 轻而易举, 你身边这人是谁? 凌峰呢? 王晨回答道, 他已经回落城去了, 上次来只是试试看厨师职业是不是真不可破, 后来等他升到五级, 认识到了自身职业的差距, 便走了, 这位是凌湛, 我新认识的好大哥, 他可比你强多了, 你在他面前连这个都不如, 说着, 王晨将小拇指竖了起来, 看得严峻来呲牙咧嘴, 难以保持淡定, 这家伙没事就想着损自己, 不过, 他心里也暗暗吃惊, 能被王晨当做老大的都很强, 之前是凌峰, 毕业后换成了凌湛, 想来这少年应该有点实力, 他对凌湛友善地笑了笑道, 这位朋友别听这傻子瞎说, 凌湛双手抱胸, 温和地道, 王晨就是这样, 你不用在意, 你要加油啊, 虎口花凭你现在的实力, 胜率可不大, 严峻来只感觉这少年的眼神里有光, 好似将自己给看透了, 就在这时, 那陈妍带着自己家的护卫走了过来, 听到了临湛的话, 也笑着附和道, 他说的没错, 我觉得你还是退走吧, 与性命相比, 不丢人, 你真多事, 严峻来刚想回话临湛, 见这家伙走了过来, 顿时面色一沉, 冷冷地说道, 陈妍笑道, 我十二级都打不过, 你更打不过, 别逞强了, 你是你, 我是我, 严峻来最后看了陈妍一眼, 便不再答话了, 转而低声与自己的护卫说, 等等看着陈家人, 我出手后杀boss如果不敌, 这家伙肯定会借机动手, 到时候拦住他们, 护卫神色犹豫地道, 那少爷你的安全, 严峻来摇头道, 放心, 我有家里给的一阶替死护服, 死不了, 情况不对我就退, 听到有护服, 两个护卫这才放心下来, 一阶替死护服, 能够抵挡三十几以下的一次致命伤害, 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价格昂贵无比, 将近两千万, 深吸一口气, 严峻来转头看向了王臣, 还有灵战, 王臣摆了摆手说道, 你放心吧, 我和老大都不会趁人之危, 严峻来这才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 将自己的战斗力与注意力提升到顶点, 他提着湛蓝色的长剑, 猛地大吼一声急风步, 四周顿时刮来了一阵大风, 等围观的众多转职者在看时, 严峻来已经乘风而动, 速度极快地冲向了体型巨大的虎口花, 他的职业是疾风剑士, 也是属于主书出职业的热门职业, 在直接阶梯中, 不比王臣的枪盾骑士差多少, 实力强劲, 他刚进入虎口花的领地范围, 那朵原本是闭合着的花, 刹那做出无声的仰天嘶吼, 像是一个老者在伸懒腰, 高度再长了一倍有余, 而后, 几条长长的根须从花心处伸长了出来, 如同腰鞭般朝着严君来抽去, 严君来才冲到一半, 花边已经抽到了境前, 他再次大吼一声, 咒语疾风剑, 只见他身前出现了六把剑光, 转瞬将花边给斩断, 威力惊人, 引得围观者惊呼, 不愧是疾风剑士, 这也太强了, 要是换作我, 肯定被抽死了, 寻常十几级的直接者都要组队才赶上, 他一个人就那么勇猛, 直接抵挡住了虎口花的全部攻击, 要知道他现在才八级, 这一手剑法能绞杀我们一队, 众人惊叹连连, 暗暗赞叹着严君来的实力与勇气, 陈妍冷笑了一声, 道, 不过是试探性的攻击而已, 嚣张什么, 而后, 他小声地与一旁的护卫说, 你们盯住他的护卫, 等等我出手抢怪, 另一边, 华城林站的林峰也在交代王臣道, 情况不对, 等等照顾好你自己, 王臣愕然道, 老大, 有什么不对, 林峰小声地说道, 这头虎口花已经变异了, 之前一直在装, 想引人来全杀了, 拥有神厨之眼的他,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那虎口花的真实情况, 如果让严君来还有陈妍听到, 肯定会吓得掉头就跑, 变异虎口花非二十五级不能对抗, 哪怕是他们身边的护卫全部上, 也抵挡不了多久, 是最令新手绝望的怪物之一, DOS已经变异了, 许多人不知道, 因为其外表上看起来, 还是如同普通的虎口花一样, 林峰说他其实是在钓鱼, 这个真相让王臣心里一惊, 王臣如今也只有八级, 但在这BOSS面前却可能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他瞪大眼睛道, 那严君来他岂不是有生命危险, 林峰摇头道, 不用担心, 他有替死护服, 关键时刻我会出手, 众多围观者还处于一片惊呼当中, 严君来此时的表现太惹眼, 他乘风而去, 很快便来到了虎口花的附近, 深周有咒语般的剑光在围绕, 阻挡着藤边的攻击, 他能一个人冲到虎口花这么近的距离, 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 无容置疑的强悍, 今天, 我就破了这个纪录, 严君来感觉自己光辉时刻已经来到, 他一跃而起, 催动自己目前最强攻击, 蓝色的剑上风暴涌动, 比以往更强力的六把蓝剑轰然出现, 他瞄准了虎口花的最中心, 只要将虎口花的花蕊打烂, 那就成功了一半, 随着他一声咆哮, 六把剑光毫不留情地, 没入了虎口花深渊般的花蕊当中, 虎口花的十二叶巨大的花瓣, 顿时仰天思明, 然后快速地包裹成一个球形, 所有的藤边都往回收, 通体止不住地颤抖, 直接者们知道, 这是虎口花到达了极限, 不住的哀鸣, 再没几下就死了, 这下围观的数百名直接者震撼了, 干脆利落呀, 严君来的攻击力也太高了吧, 这才多久, 就将虎口花打得哀鸣了, 剑士应该强在敏捷, 灵活地攻击对手, 他的攻击力这么不可思议, 应该是传说中的那奇真鸡蛋功劳, 他全都架在了力量上, 大家足出来的人就是不一样, 妈的, 我八级还在和蛮熊较劲呢, 现在是最后时刻了, 众多直接者惊呼之时, 有人已经忍不住了, 想要出手偷袭, 奋一杯羹, 或者直接抢最终一击, 只要拿下了最终一击, 就算是只有十击, 也能连升好几级, 运气好的, 还能够获得虎口花猎杀者称号, 这个称号能让转职者附加属性特性, 很是珍贵, 大多数新手都没有, 称号分为很多种, 比如刷到一定数量的怪物, 而获得的刷怪称号, 但最少也要击杀某种怪物一万只, 也有击杀boss, 运气好得到的, 因此, 这个世界有一些一直刷称号的人, 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属性, 在场的人眼红了, 而陈妍看到这种情况, 更是非常激动, 给了个眼神自家的护卫, 他拿出了自己的长枪, 快速地冲进了虎口花范围, 严家的两个护卫顿时怒目而逝, 大吼道, 陈妍, 你干什么? 然而他们刚刚大叫, 陈妍家的两个护卫已经拦在了他们面前, 陈妍直接是火焰战士, 获得了火焰战士的两个技能, 一个爆破, 还有一个焚烧, 能在武器上附加这两种特性, 他用极限的速度冲了进了虎口花的范围, 严君来, 我来助你, 陈妍应笑地说道, 严君来在等技能的冷却时间, 想要给虎口花最后一击, 结果就看到陈妍甜不知耻地突然出现, 他眉毛一横, 冷喝道, 滚, 但陈妍可不管他, 他现在是满状态的情况, 根本不需严君来, 此刻, 那些围观的转职者也再也忍不出了, 全都拔出自己的武器, 怒吼着冲进了虎口花的范围内, 隐藏在树上的, 灌木下的, 森林中的数百个直接者都冲了出来, 这片区域瞬间各色光芒涌现, 杀, 去Bose呀, 哪怕只分一点经验给我, 也够生意级的了, 说不定运气好, 能拿到称号, 希望虎口花能爆出更多装备, 另一边, 凌峰两人依旧好征以侠地等待着, 王臣完全相信凌峰的判断, 此时的他已经将马匹上的物资给卸了下来, 骑上了战马, 准备冲锋, 老大, 他们能逃掉吗? 王臣好奇地问道, 估计很难, 因为变异的虎口花多出了一个大范围天赋技能, 凌峰想了想说道, 果然, 在他的话音刚落, 那原本平静正在颤抖的虎口花, 顿时开始变了颜色, 散发出的压力也变了, 蓝白相间的条纹消失不见, 转而化成黑黄相间的虎纹, 显得极其的猙獰恐怖, 像是地狱中爬出的植物般, 荡然出一股极致的压迫感, 虎口花再次从闭合的状态盛开, 里面的花蕊变成了血红色, 像是滚动的浓浆, 这个突然的变化, 让原本正不顾一切, 准备发动必杀一击的颜军来都看傻眼了, 卧槽, 这特么是什么? 他内心坠坠不安, 很想收手离开, 但他的技能冷却时间已经到了, 又不管那么多, 再次用出必杀一击, 咒语疾风剑, 结果, 六道粗大的剑光刚刚出现, 就被画成了黑色的藤鞭, 给直接抽碎了, 他的剑光, 甚至连藤鞭的都砍不断, 那藤鞭速度不减, 刹那抽在了颜军来的身体上, 砰的一声, 他的软甲被拍碎, 吐出一大血水, 面色变得惨白, 倒飞出几十米开外, 我的替死护服, 碎了, 他一鞭子就将我抽死了, 颜军来瞪大了眼睛, 只感觉脑袋发猛, 突然的变故让他恐惧万分, 而像这样的鞭子, 从花蕊当中吞吐而出, 何止几条, 足有上百条之多, 群魔乱舞, 藤鞭上出现了倒挂的铁刺, 抽在身上, 不死也得扒一层皮, 而那已经冲到了虎口花附近的陈炎, 得意的笑容也凝固在了脸上, 这是什么鬼,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条藤鞭就就将他抽成了血人, 带起数块血肉, 血流如注, 要不是他穿着五级甲卫套装, 可能此时就已经死了, 大少爷, 那两个陈家护卫见到, 脸都白了, 不再管阎家护卫, 急忙冲了过去, 突然的变故, 让在场的数百直接者都一个急刹车, 停止了冲锋, 面上出现了亥然的神色, 变异, 是变异的虎口花, 那么的, 他一直在装死, 怎么有了那么高的智慧, 竟然在赢我们上钩, 非二十五级直接者组队, 根本杀不了, 在十年前, 虎口花就曾经变异过一次, 便让上千个直接者惨死, 蛮兽森林更是长达一年没有能刷新的boss, 成为了那时候直接者的噩梦, 直到后来, 昆仑派人来才杀死, 很多人意识到, 这绝对是一场恐怖的灾难, 走得慢一些的话, 都得死, 他们全都吓得面无人色, 掉转了头, 疯了一样的往虎口花领地外跑去, 全都慌了, 就在此时, 虎口花的花蕊当中, 喷出了一粒粒拇指大小的小种子, 如雨点般散落在自己的领地之内, 黑色种子落地便急速生长, 变成了一只只仙人掌般的黑色怪物, 有十级的强度, 开始猎杀转职者, 黑色怪物数量太多了, 比转职者们还多, 宛若黑色洪流般, 将它们给冲散, 顷刻间, 惨叫哀嚎声响彻四野, 此起彼伏, 整个蛮兽森林都能听到惨绝人寰的哭喊之声, 局势彻底的变了, 很惨, 血流如注, 无数人哀嚎, 那些黑色的仙人掌屠杀四方, 利用它们巨大的身躯, 还有那一人大小的长满钢瓷的手臂, 不仅仅如此, 那变异的虎口花, 这下才是发动了真正的攻击, 只见它拔地而起, 仿佛一直能移动的巨大怪兽, 缓慢地行走着, 它只开一朵花, 那朵, 花是它的头颅, 硕大无比, 黑色如金属般的花瓣, 闪烁着坚硬的光泽, 开始缓缓转动, 十二片花瓣, 转瞬间形成了一台巨大的钢铁涡轮, 不住地转动着, 凡是接触到涡轮的转职者, 瞬间被切割成肉泥, 无人挡得住, 全都落荒而逃, 严君来面色惨白, 恐惧地看着此时的虎口花, 原来自己面对的Boss, 是这么的恐怖, 那如同绞肉机般的花瓣,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感觉自己离死不远了, 好, 我要活着, 严君来赶忙连滚带爬地, 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逃跑, 散乱的到处都是成为了虎口花的养分, 血腥的气息弥漫四眼, 有人跑了出来, 有人没有, 都在哀嚎, 临死之前那绝望的目光, 触人心弦, 见此情况, 陈家, 严家的两个护卫也不打算藏桌了, 展开自己二十多级的直接气息去围剿虎口花, 他们四个二十级的直接者, 倒是挡住了虎口花一阵, 给了无数转职者喘息的时间, 二十多级后, 技能威力变强了一倍, 其中一个剑士护卫, 展出了如柱般的剑光, 将几根藤鞭斩断, 少爷, 快走, 这里我们挡着, 当中一个护卫吃力地说道, 此刻的他大汗淋漓, 完全没有了悠闲的样子, 陈妍伤口不断淌血, 他拿出临时止血, 绷带纸伤, 面色慌张地远离, 太恐怖了, 这是我们能抵挡的BOSS吗? 天哪, 便一虎口花, 陈妍恐惧地说着, 在四个护卫与虎口花纠缠的时候, 基本上还活着的人都离开了最中心的区域, 躲在远处惊恐地看着中心的战斗情况, 虎口花打的四个护卫难以还手, 只能被动防御, 连这些二十多级的直截者都挡不住, 我们怎么能杀? 完了, 蛮兽森林要变天,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些低阶转职者, 都别想有人能杀这个区域BOSS, 除非昆仑组织出手, 早知道是这样, 我打死也不来, 刚刚我差点被绞碎, 跟我一起组队的朋友也死了, 那是我从小到大的兄弟, 这让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啊? 为什么会这样? 还剩下的直截者, 一边喘着粗气休息, 一边恐惧与愤恨地说着, 他们刚刚逃过了一劫, 眼神当中满是退缩之意, 看着那巨大的虎口花, 头皮发麻, 就在这时, 哄, 虎口花竟然冲天而起, 那急速旋转的涡轮, 直接撞上了陈家的一个护卫, 旋转的涡轮, 将那以防御力闻名的盾战士护卫, 给绞杀成了积粉, 一个二十多级的直截者, 直接陨落, 而后, 虎口花的身旁, 无数条藤边吐出, 将严家的一个护卫生生地给乐抱, 人都不见了, 跑, 还活着的两个家族的唯一护卫, 心中一凉, 浑身寒毛倒数, 疯狂地往外围跑去, 他们全速逃跑, 虎口花倒也拦不住他们, 只能无奈地大吼, 低级的地区BOOTH, 有自己的活动区域, 一般不能离开固定的区域, 被这个世界的某种规则限制着, 只有特殊的怪物, 才能脱离束缚, 这也是蓝星诸多城市, 没有被大规模魔兽入侵的原因, 很多人拿出了手机, 开始将这则紧急事件, 通告给了外面的人, 也有人将其拍成视频, 发上了某视频平台, 在这期间, 这片区域, 暂时晋升了, 他们都没有离开, 看着自己的朋友或队友的尸体, 止不住地悲痛, 低级直接者进入蓝兽森林杀怪, 大多是跟还未转之前的好友们组队, 这时候的友情最纯洁, 好想杀了这头恶兽, 为我兄弟报仇, 在场的, 有谁能办到, 我必定涌圈相报, 虎口花杀了我妹妹, 一个可爱的牧师, 是我们团队的团宠啊, 她本来应该有大好前程的, 只能希望官方快点派人来围剿了, 或者城内的四大家来杀她, 不然, 又是一年没有人能够通关蓝兽区域的BOSS, 严君来气喘吁吁的回到了林峰两人的旁边, 他经历了闲死还生的处境, 要不是有那替死护服, 现在可能已经伸手易出了, 他看着因为自己的莽撞而惨死的护卫, 悲痛欲绝, 是我害死了他, 如果不是我固执的要来破纪录, 他就不会死了, 严君来的蓝剑已经断裂了, 双手不断地颤抖, 流出鲜血, 像抽风了一样, 仅剩的一个护卫断了一条手臂, 伤口处用绷带包裹住, 不关少爷的事, 谁知道这虎口花突然变异, 你不要自责, 护卫说道, 严君来依旧很悲伤, 他看着完好无损, 后整以侠的林峰两人, 神色恶然地道, 你们两个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王臣笑道, 我们可没有你那么傻, 严君来顿时有点气急败坏, 都这种时候了, 这满汉还数落自己, 你们真的是爱看戏的呀, 不过也幸好没受伤, 至少林战兄弟没有事, 严君来这样说道, 与半个身子都差点被抽烂了的陈妍相比, 这两人可淡定太多了, 林峰感觉时机到了, 走上前来拍了拍严君来的肩膀, 笑道, 好好养伤, 我帮你杀了虎口花报仇, 他在严君来和陈妍等人惊恶的目光下, 闲庭漫步般走进了虎口花Boss的区域, 他一进去, 顿时吸引住了全场生还者的目光, 卧槽, 这人是谁, 现在还敢去挑战虎口花, 这么有, 看他的样子不过十七八岁, 应该也是这一届的毕业生, 哪里来的胆子进去啊, 要知道, 连我们这群人一起上都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他怎么敢的啊, 进去不过平白多加一具尸骨, 这位朋友, 不要莽撞, 你会死的, 众多转职者议论纷纷, 看着林峰都像是看着的死人一样, 也有人劝他, 但都是无用之功, 林峰完全不听劝, 这时, 他的衣袖中滑落下一把普普通通的菜刀, 握在手上, 没有任何属性, 就是那种菜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反铁菜刀, 众人看到他的武器, 全都傻眼了, 严峻来捂着伤口的同时, 也惊奇地说道, 他在干什么, 王晨, 你不赶紧拦住他, 他怎么都想不到, 这林战竟然还敢进入虎口花的领地范围, 那么不怕死, 而且, 王晨看起来没有一点意外的样子, 王晨轻轻地骑上了战马, 笑道, 你看我们表演就行了, 我家老大可不是简单的人物, 这下, 就连始终阴沉着脸的陈妍, 也露出狐疑的神色, 紧接着冷笑不已, 他已经想象得到, 这两人惨死的样子了, 不过他没有提醒, 甚至有点幸灾乐祸, 看到别人比自己还惨, 能让自己心情更愉悦, 所以, 哪怕现在严重受伤, 陈妍也没有急着离开, 要看到这两个自大的蠢货的下场, 林峰淡定从容地走向了虎口花, 如在自家后花园般懒散, 看着林峰这个态度, 虎口花已经被激怒了, 转瞬间伸展出滔天的藤条, 想要将这个还敢擅自进入自己领地的入侵者, 狠狠地抽死, 足有数百条藤条, 遮住了半个天空, 如蛇般抽来, 这片大地都要被抽爆, 林峰好整以侠, 从背后的登山包里, 拿出了一株提前煮好的火栏草, 吞下, 他的身体立即蔓延出了火属性的光韵, 而后再吃下了一颗水煮土豆, 防御力变强了一倍, 肌肉变化, 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美感, 漫天藤条瞬间将林峰给包围住了, 而后以林峰为中心, 缠成了一颗球, 死死地束缚住, 紧接着, 将球甩向高空, 再凶猛地朝着地面砸下, 将大地给砸出了军烈烈纹, 发出地震般的声音, 尘土飞溅, 看着这一幕, 所有围观的转职者都统一地摇了摇头, 眼里露出了怜悯之意, 他还是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付出了代价, 少年不知所谓, 这一砸下去, 他肯定被震死了, 二十几以上的人都扛不住, 哎, 不听劝, 那么多人死在前面, 他还敢依然上去, 真是头铁, 难道他以为英雄那么好当的吗? 白白送死, 真是个傻孩子, 没有人认为林峰还能够活着, 只有王臣依旧自信满满, 他相信那种程度的攻击, 还杀不了自己老大, 这种时候, 他当然也要跟着林峰一起出风头, 骑着战马, 穿着全副装甲地踏进了战场后, 顿时引来了一片吁吁声, 看, 又去一个送死的, 怎么那么多蠢材, 算了, 估计跟刚刚那人一样, 不知中了什么险, 肯定的死, 平白添加一具尸骨, 让这虎口花的战绩, 变得越发的辉煌了, 这人我认识, 好像是洛成王家的继承人之一, 这下王家要疯了, 养出了这么一个傻袍子, 他们皆是出言, 有人认出了王臣的身份, 有点幸灾乐祸, 四大家族在洛成首眼通天, 同时也惹得一些人嫉妒, 见识他都不再相劝, 严君来想要劝, 但却忍住了, 他知道王臣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傻子, 但根本不傻, 估计有什么依仗, 他等着看, 而陈炎脸上笑容更甚了, 有时候看见别人倒霉, 是真的开心, 死吧, 赶紧死, 王家的新生代全死了才好, 当王臣进入boss范围之后, 却什么都不做, 骑着战马, 围着虎口花的领地, 慢悠悠地转着, 根本没有打算出手, 叫什么叫, 我来旅游都不行吗, 王臣瞪着一个喊得最欢的家伙, 他这嚣张的态度, 真是让人看得牙子欲裂, 你们打不过, 不代表我老大打不过, boss已经被宣判了死刑, 王臣笑道, 就在他话音刚刚落下, 哄, 那包裹着凌峰的球形藤边, 轰然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所有的藤边, 全都被切割成了粉碎, 像是一条条破布般, 散乱在了高空中, 缓缓坠落, 凌峰的身形出现, 只见他原本的灰色冲锋衣, 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是一身的剑子肉, 那匀称而平衡的身材, 全是密密麻麻的小肌肉, 每一块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他微微的躬身, 身上迪荡出一阵阵火焰, 眼神锐利, 锋芒毕露, 目光沉稳, 右手握着那把好似也燃起了火焰的普通菜刀, 此刻的他,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浴火焰身的战神, 无形的威压, 顷刻间笼罩全场,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转职者, 全都僵化在了原地, 呆滞住了, 严君来眼睛瞪得老大, 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卧槽, 这特么怎么回事, 他他他, 既然还没死, 而且, 连一点伤痕都没有, 那身肌肉, 那个身材, 哪怕是健身类的转职者, 都难以弄到这么完美, 充满了令人陶醉的美感, 有点强啊, 不仅仅是严君来, 就连哪两个二十级的护卫, 也同样看了汗毛植树, 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他们心脏不住的收缩, 仿佛见到了奇迹一样, 简直就是逆天的阴幕, 要知道, 哪怕是我, 在便衣糊口花那种恐怖的攻击下, 也被砸成肉泥了, 而他不仅仅毫发无伤, 竟然还将那如铁般的藤边切断了, 天哪, 那真的是普通的菜刀吗? 那是神器吧, 他究竟是多少级啊? 陈妍也惊呆了, 这个叫林湛的人不是一只猪, 而是一只老虎, 一直能将他们都给打趴下的猛虎, 他刚刚还说林湛已经死了, 结果, 人家依旧生龙活虎的, 看情况, 战力充沛无比, 这什么鬼啊? 便衣糊口花一只藤边, 就能抽死一个十级以上的直接者, 想砍断根本不可能, 除非是天生有特性攻击的零剑士, 他怎么办到的? 陈妍的伤口, 都因为胸口剧烈的起伏被牵扯得更疼了, 所有转职者感觉自己的三观都毁了, 这个少年, 是一个大佬啊, 王晨看着这些人震撼的神色, 心里就别提多爽了, 他骑着战马围绕着战场转圈圈, 笑道, 我老大他现在才十二级, 接下来是他的表演时间, 他的话一出, 本已经脑袋嗡嗡作响的围观者, 听到这个消息更是觉得三观, 世界观, 所有的观念都在此刻毁掉了, 场中的少年才踏马十二级, 很难让人相信, 现在的凌峰才十二级, 但眼前发生的事实却是在告诉他们, 王晨所说的都是真的, 那样的大家族子弟没有必要说谎, 看凌峰的模样, 最多不过十八岁, 就有这样的战斗力, 太特么吓人了,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凌峰是自然觉醒的直接者, 那万中无一的世界储物, 但如果真的是,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是谁, 一定会非常出名, 现在已知的天生直接者, 没有一个是长这样的, 落成唯一一个天生转职, 就只有与绝尘, 现在也只不过是十岁, 没等他们多想, 那虎口花被斩断了上百条触手一样的藤边, 越发怒气冲冲, 他命令自己那些如仙人掌般的黑色植物人, 朝着凌峰冲击, 密密麻麻的黑色植物人, 立即朝着凌峰涌去, 表现得很狂暴, 凌峰被黑仙人掌给包围住了, 但他丝毫不慌, 他将手给往上举了起来, 无穷的水元素在他的手掌之上聚集, 逐渐形成了肉眼可见的元素风暴, 刮起巨大的风声, 众多围观者只, 感觉自己周边的水元素都好似被掏空了, 紧接着, 一根根寒光逼人的冰锥在风暴中凝聚成形, 被凌峰一只手掌给拖着, 场面壮观万分, 直入人心, 而后, 随着他的手指倾点, 冰锥如利剑般, 朝着所有黑色的种子射去, 极其凶猛, 宛若雷电穿梭, 实在是太多了, 凌峰凝聚而出的元素剑, 生生不息, 难以停歇, 冰锥不断地幻化而出, 就好似下了雨般, 铺天盖地地朝着四周射去, 密密麻麻, 植物人怪物被刺穿, 而后轰然破碎, 化为碎屑, 根本抵挡不住, 元素之力在他们体内爆炸, 冰锥透体而过杂入地面, 刺成了深深的坑洞, 而后重新化为了水元素, 飘散向天空, 再被凌峰给聚集, 凌峰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六秒钟, 便将上百个十几以上的植物人全都给消灭, 场面极其的惊人, 而这震撼的画面, 也深深地刺入了所有看到这个场景的转职者, 好似自己再看一场特效大片, 很是惊艳, 我他妈傻眼了呀, 他还是少年吗? 我怎么感觉, 是一个文明世界的顶级天才在我面前施展神剑, 太特么强了, 刚刚那些将我追杀得乱跑的植物人, 竟然抵挡不住他的范围攻击, 反过来说, 他一个人就能灭了我们所有, 我的妈呀, 真的惊艳, 我看猛逼了, 他到底是战士还是法爷, 拿着一把匕首, 菜刀吗? 哪有法师还练体的, 肌肉完美成那样, 十二级就能发射出这么夸张的范围魔法, 这还用说他肯定是法爷呀, 法爷也强啊, 这一手攻击, 谁能挡, 都得死, 落成那天生转职者也不过如此吧, 谁懂, 没人见过那与绝尘全力出手, 因为和他同等级的人根本不配, 但跟眼前这少年相比, 我觉得这少年更胜一筹, 也许只有将来对上才能知道, 兵器法师, 恐怖如斯, 我有刚才愚蠢的想法, 向这少年表示对不起, 他是真神, 妈的, 十二级就这么强, 以后还得了, 人和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 人家都说, 法师越到后期越强, 我第一次见前妻就吊得这么离谱的, 强也好啊, 狠狠地杀这只变异虎口花, 为死去的人报仇, 虎口花区域外围的森林之中, 无尽的转职者观念再次被冲击到, 这种颠覆性的攻击, 让他们的灵魂都在颤抖, 仿佛是在观赏着, 世间最美的烟火, 极致璀璨, 如潮汐般一层一层地拍打着他们的心灵, 他们就这么呆呆地, 看着林峰一个人表演, 好似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 两眼直勾勾的, 根本难以淡定, 严君来都傻眼了, 爆炸性的场面, 戳中了他的心脏, 身体猛烈地颤抖着, 这是什么怪物啊, 他傻傻地呢喃出声道, 真的是我同龄人吗? 我去, 太变态了, 哪怕是转职成输出职业的林峰, 也不可能做到吧, 那家伙已经算变态了, 极尽自律的那种变态, 而这人更胜一筹, 直接让人提不起, 丝毫感对抗的心思, 严君来不断地拿着林湛与林峰, 对比自己, 感觉到了一种自行惭愧的卑微感,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令人仰望不及的天骄, 一出现就是一对, 三年了, 刚刚落幕, 又出了一个灵战, 不知道还要压着他们多久, 同样无敌, 同样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我真的不是什么天才吗? 他有点被打击到了, 在他不远处的陈炎, 也同样满脸的颓然, 这是一种难言的心情, 就好像你本来以为, 自己是天命之子, 结果发现自己只是云云众生的一个普通人, 光芒是别人的一样, 主要是此时的林峰太璀璨了, 还未真正成长起来, 就已经有了无敌的气势, 可以说, 现在的林峰哪怕杀不了虎口花, 也不妨碍他的威名了, 此战过后, 落成的转职者中将要传送他的这一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才出世, 既生我, 又为何生他? 陈炎神色难看无比, 他在震惊当中, 眼神里也是露出了深深的极度之意, 他多想场中的那个举手, 就召唤无数冰锥风暴的人是自己, 无限风光, 少爷, 此人不可敌? 陈炎身旁的护卫畏畏惧地说道, 他亲自感受过虎口花的强悍, 能明白场中的少年究竟有多强, 有多变态, 陈炎听到后愣愣地不说话, 那种极度之意让他眼神快要疯掉, 很想林峰当场陨落, 不希望见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比自己好, 王辰也很震撼,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林峰全力出手, 虚拟机内是对付自己, 不过凝聚出了一个小冰锥, 现在还没过几天, 升到了十二级, 就是漫天冰锥了, 这就是我老大, 我一直都偶像啊, 林峰惊艳全场, 他作为小弟的脸上也有光, 耀武扬威, 他围着全场转悠, 腰杆也挺直了, 战马走到了陈炎那边, 看着陈炎阴翼下去的眼神, 王辰眉毛一挑, 心里暗道不对劲, 这家伙很显然起了极度之心, 他暗暗警惕, 想着如果陈炎不识相, 自己不建议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都是大家族子弟, 谁怕谁, 同时他也听到了这些人的猜测, 法师职业, 我老大的职业说出来, 他吓死你们, 他可不只有法术强悍, 在将植物人杀完后, 林峰单手举着的元素小风暴, 缓缓停止, 逐渐飘散于虚无, 他看起来一点虚脱的样子都没有, 显然控制这样一个庞大的范围魔法, 对于他来说并不吃力, 这再次让众多转职者瞳孔收缩成真, 暗暗猜测, 林峰的精神力有多高, 不会将所有的点数都加到了精神力吧, 就在这时, 虎口花看到自己的种子全都被灭了, 怒火更甚, 接连两个手段都对这家火灶不成实质性的伤害, 已经彻底激怒了他, 虎口花仰天做出丝鸣状, 十二叶大花指不住的颤抖, 每一张都有墨盘大小, 在日光下闪烁着金属光泽, 互相碰撞间发出金属交击声, 花叶开始剧烈的旋转, 恐怖的破风声在咆哮着, 吹动附近的树叶四散纷飞, 他的脑袋变成了一个急速旋转的陀螺, 而后半个身子潜入了地面, 速度极快地朝着凌峰沙来, 凌峰的视线瞬间就被那巨大的风扇给填满, 他再次攻下了身子, 右手持着菜刀, 眼神兴奋, 来吧, 这是他转职成厨师后, 遇到过的最强的对手, 他血液都要沸腾起来了, 一直渴望着全力出手的刺激一战, 他不闪不避, 要以肉身硬炕这堪比纳米合金的花瓣, 看看自己强到什么地步, 剧烈的暴风吹来, 凌峰的双脚用力一塌地面, 跃向了有黑的虎口花, 顺劈而下, 当令人耳膜发聩的碰撞声响撤全场, 所有人都忍不住捂住了耳朵, 呆呆地看着那一幕, 他他他, 真他妈疯狂啊, 用菜刀去硬碰虎口花的花叶, 虽然很疯, 但他竟然挡住了, 没死, 这是怎样的一幕,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怕是直接的死, 真惊人, 妈的, 你跟我说有这种肉身强度的人, 是法师, 滚蛋, 凌峰第一次对碰之后, 被反镇得以更快的速度倒飞而出, 虎口发麻, 双手在振战, 菜刀碎了, 终究是反铁, 凌峰看着手里被崩碎的菜刀, 叹了口气, 这个武器对付更强的敌人还是不行, 不过, 他也取得了成果, 天刀精通, 百分之三十二的穿甲, 直接将虎口花的一朵花瓣斩出了裂缝, 露出了稚嫩的植物肉, 他飘在半空中, 朝着王晨说道, 老王, 拿枪来, 王晨心中一动, 将父亲送给自己的五级精品, 抢朝着凌峰扔去, 两人在虚拟机的时候, 配合过无数次, 驾轻就熟, 凌峰也用过枪, 在学校三年, 虚拟机当中模拟的时候, 所有武器都练了个遍, 很丝滑, 他都不用眼睛看, 一伸手, 空中的银枪准确无误地握在掌心中, 虎口花的速度更快, 投向巨大的金属风扇, 对着凌峰穷追不舍, 凌峰火力全开, 身影暴动, 将所有的属性开发到了极致, 半空中只看到他的一片片残影, 如雷蛇般, 不断地刺激着虎口花, 爆发出火星, 绚烂而又美丽, 两人疯狂交战, 不过片刻, 凌峰就已经打出了上百下, 他们战斗的区域, 在周围上千米的范围内涌现, 土地全都裂开, 像是刚翻诀过来一样, 凌峰太强了, 从未落下地面, 一直在空中用银枪不住的斩击, 横扫, 神龙百尾每次攻击, 都借着反阵之力跃向高空, 落下后又是一次斩击, 这种炫酷的战斗艺术, 不是技能所带来的, 而是要经过无数次刻苦的训练, 对身体, 对自己的能力, 有着清晰的认知才能得到, 当当当当, 火花似箭照耀了所有围观者, 那瞪得如同龄般的眼睛, 神色全都发出了, 身体不住地震动着, 有人直接摊坐在了地面上, 看着凌峰那如神龄般的矫健身影, 不断地在空中对着虎口花斩击, 那堪称极致的战斗艺术, 帅得令人沉迷, 太强了, 怎么能强到这种地步啊, 真的秀, 每次都能找到完美攻击的角度, 一直在半空中, 虎口花的绝招对他都没用, 每次落下, 就是毫不留情的斩机, 我已经看到有几片花瓣都快被捅穿, 扫烂了, 你跟我说这是法师, 谁说的, 站出来看我不抽他一顿, 你见过这么猛的法师吗, 这种成熟的技巧, 肯定经过刻苦的训练, 又有天赋, 又努力, 谁比得过, 也许, 这个少年真的能创造奇迹, 击杀变异虎口花, 破了纪录, 我们要见证历史, 真的觉了, 单刷普通的虎口花已经算很强了, 这人直接杀boss, 真的牛逼, 他们惊呆了, 也都想错了, 这根本不是法师, 而是兼具法师与战斗并存的职业, 他们根本猜不出来, 什么直接才能在前期强成这样, 根本不讲道理, 他们也没见过有人的战斗方式是这样的, 开局就只拿了一把菜刀, 只有王臣知道, 凌峰究竟有多逆天, 已经不是强力职业所能概括的了, 如果是强力输出, 或许还能理解, 但凌峰不过是厨师职业, 他亲眼看到的, 生活来, 就这样一个职业也能玩出花来, 如果真变成了强力职业, 那还得了, 天都要捅穿了吧, 在所有人心虚万千之时, 凌峰已经完成了前期所有的铺垫, 此刻的虎口花, 十二块花瓣, 已经被凌峰给捅得破破烂烂了, 到处漏风, 虽然还在剧烈的旋转, 但上面不断地流出植物之叶, 四处乱飞, 显然已经到了极境, 他越向更高的天空, 有大雁在他身边飞翔, 宁心静气, 已经有点弯卷了的银枪被倒数而下, 银枪上也随着缭绕出了微微的火焰, 要发出最强的一击, 他开始往下坠落, 枪在头下, 如一颗彗星般, 速度越来越快, 本来淡淡的火焰特性, 被拉长成了燕尾, 像是灿烂的白日烟花, 虎口花将庞大的风扇崛起, 像是一个炮台般仰相天穷, 紧接着, 包裹着凌峰的淡淡光焰, 没入了花蕊中心, 世间一片安静, 如山般的虎口花停止了转动, 围观者们全都停止了呼吸, 他们知道, 这不是技能, 而是那个男人凭借强横的战斗能力, 强行用出的绝世杀招, 不属于转职技能的一类, 周围安静一片, 没有人敢出声, 画面仿佛已经静止, 都很紧张, 虎口花开始逐渐违靡, 所有花瓣花蕊, 藤边都开始失去了生机般, 缓缓地垂落了下来, 紧接着, 随着一道明亮的光芒刺破苍穹, 一杆长枪扶摇直上, 冲出了虎口花身体, 虎口花随着那一抹荧光而爆碎, 庞大的身躯四分五裂, 建设向了四方, 油腻的枝叶被点燃成火, 烧了附近千米范围的高空, 落下地面变成灰烬, 只能找到碎片, 漫天灰烬中, 凌峰那矫健的身影, 从最中心处缓缓走出, 皮肤纤沉不染, 气质无双, 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笑容, 似万股不化, 给人一种折仙质感, 虽然凌峰此时的样貌, 经过烹饪后的养灵花, 改变得很普通, 却也挡不住他难以掩饰的锋芒, 给人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的背后是一道大坑, 不知有多深, 被银枪最后一击打穿, 攻击力堪称无双, 看得人心脏不住的抽动, 在场没人敢应接那一枪, 光是想想就不寒而栗, 会死的呀, 爆炸声消失, 但全场仍旧处于安静状态中, 没人敢说话, 呼吸声都能听见, 他们只觉得眼前的画面实在美好, 刚刚还差点死去, 现在劫后余生, 如山般大的Bose也死了, 外加上他们刚刚观看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战斗, 此刻的心情根本难以用语言能描述出来, 但没有意外, 全场目光全都聚集在了场中那少年的身上, 他就是此刻在场的直接者们目光里的一切, 是那么的耀眼, 虎口花被消灭之后, 残区将会随着时间逐渐消散, 几天后又会刷新出新的Bose, 他的周边开始闪烁出掉落的物品, 有白光, 蓝光, 紫光竟然还有金色的光芒, 金色物品的光芒很是耀眼, 如同一轮小太阳般夺目万分,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虎口花被杀后, 能够掉落出15级的普通装备, 大多数是蓝光, 稀少紫光, 金光绝无仅有, 很少有人见过, 金色的光芒, 阎君来眼睛瞪大了, 在学校里学到过, 虎口花唯一能爆出的金色装备, 是一件名叫绚烂花环的隐藏手环, 这个手环附加所有属性加持, 同时还有一个更强悍, 令所有人做梦都在渴望的能力, 自愈, 每十秒钟, 恢复身上伤势1%, 直到毁满为止, 待在身上就能自动愈合伤势, 这对于转职者来说, 无异于是一件保命神器, 有了这个手环, 转职者就再也不用担心被持续性的伤害杀死了, 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证, 除非遇到无法立敌的怪物, 直接被秒杀, 但没有人那么傻去挑战能秒杀自己的怪物, 只要受伤了, 就开始逃, 直到恢复, 然后继续投入战斗, 形成长久的战斗能力, 真正的转职世界可不是游戏, 而是充满各种恐怖灾厄危险的, 当然, 虽然绚烂花环, 手环能够恢复伤势, 但却不能治疗疾病和癌症等, 只能恢复外伤, 但那也足够了, 大多数转职者受到的伤害, 基本皆是来自于怪物的攻击, 当有人将绚烂花环的作用与价值说出来时, 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 哪怕是严君来也同样双眼布满血丝, 充斥着极度渴望的神色, 恨不得现在就去将金色光芒捡起来, 非便一壶口花不能爆出金色妆, 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 很多年都没有出现了, 市场上很多人都在求这东西出现, 属于有势无价的情况, 上一次成交还是在二十年前卖了两亿五千元能币, 那些人不差钱, 这件装备至少能带到五十级, 大多数人都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哪怕是落成的四大家主, 也不过多五十级, 足以让他们受用一生了呀, 这东西, 一旦得到, 足以改变一生, 所有人的呼吸都开始沉重, 空气中蔓延着不一样的气氛, 很紧张, 还有浓烈的杀气在当中飘荡, 如此拥有价值的东西, 一旦得到, 甚至可以单刷一个副本, 就算卖出去, 一辈子什么都不做, 都可以直接开始躺平, 或者提前买好升级的武器装备, 药水等战略资源, 价值实在太大了, 陈妍更是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 他此刻所有的理智全都消失了, 加持全属性, 外加治愈功能, 我如果有了他, 今后的路将会无比平躺, 十年前, 哪位得到绚烂花环的转值者, 现在已经是七十级的霸主, 高高在上, 让人仰望, 要知道, 之前他的天赋可并不怎么样, 硬是靠着绚烂花环的家属性与自愈能力, 昼夜单刷副本, 最后才有此成就, 七十级, 我的这一生最多只能升到五十级了, 如果我能得到花环, 家主的位置必将是我的, 众多围观的转值者, 越看越是眼红不已, 已经有人蠢蠢欲动了, 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 想要贪金色装备, 他们呼吸越来越急促, 脚步开始往前迈出, 踏进了虎口花岭的范围内, 此刻他们的眼睛畏惧之色逐渐退去, 爪式疯狂, 如火烧一般, 情况不对劲, 正在围绕着全场转圈圈的王臣眼神, 顿时严肃了起来, 一股危险的意味在他眼中蔓延, 你们想干什么, 我老大杀的虎口花,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 谁敢动, 老子宰了他, 王臣神情肃穆, 坐下战马高昂的司明, 一手拿着另一杆枪, 一手拿盾, 背靠着凌风, 他的气息很是浓重, 战场内颇有一种守护身后万水千山的意味, 但是, 王臣并不能让所有人恐惧, 对于他们来说, 凌风才是真正的大boost, 你让开, 这些战利品我们也有份, 之前我们对抗过虎口花, 进入过区域, 所以, 李英能够分享, 没错, 或许是我们将虎口花给打成了残血, 他才有的机会击杀, 如果没有我们前面做的铺垫, 他可能已经成为花下亡魂, 战利品是共享的, 你们不能全战了, 各凭本事拿吧, 强烈的欲望让他们失去了理智, 已经有人手里捏着技能, 准备给挡在面前的人一次凌裂的攻击, 其中陈炎喊得最欢, 他已经让护卫准备动手抢夺, 身旁有一个二十多级的护卫, 得到金色装备的几率更大, 同时, 他也认为此时的凌风绝对已经筋疲力尽, 经历过这一场战斗, 再难以组织起刚刚那样的凶猛进攻, 已经是强攻之末了, 他们是绝对有机会的, 场中越乱越好, 很快, 基本上所有人都踏进了领地范围, 一步步紧逼着王臣与凌风, 气氛紧张了起来, 只有严君来没有争抢的意思, 他收起了渴望, 神情严肃地道, 这不符合我们严家的做事风格, 我虽然越狠想要, 但不会趁人之威, 之后可以花价钱去买, 临战的未来不局限于此, 这东西对他有没有用暂且还不清楚, 但如果现在饿了一个未来强者, 对我们严家来说, 可能造成灭顶之灾, 拿成言是个傻袍子, 只在乎眼前的利益, 他们陈家一向如此, 他会遭祸的, 护卫听到后肯定地点点头, 他感觉自己面对凌风, 也感觉到庞大的压力, 所以也不想躺这个浑水, 外加上, 他们两个能够看到凌风的此时的神色, 凌风那清澈的眼睛没有丝毫慌张, 仍旧镇定自若, 从容淡然, 很显然对方肯定有什么底牌, 根本不怕, 而王臣听到这些转职者的话后, 也是气笑了, 没有任何感情地说道, 你们这些被打得跟死狗一样的家伙, 也好意思说将变异虎口花打成了半残, 王臣知道, 现在说再多也没有用了, 这些人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他暗暗地捏住了自己的技能, 随时准备冲风, 普通人也通过自身的训练, 学会冲风的技巧, 但是却没有转职者那么强, 因为通过转职获得的技能能够附加各种特性, 比如说他的冲风技能, 能够增加攻击力与冲风速度, 造成极大的伤害, 那是普通人一辈子也无法办到的, 历史上也有暴军曾经组建过普通人骑士队, 无论什么职业都可以进行训练, 结果被一个四十多级的骑士转职者直接覆灭, 依靠的是一个终极技能熔岩冲击, 释放之时自身冲风携带熔岩之力, 所过之处化成地火, 伴随着落石般的冲击力, 一个人灭了这些普通人转职称的军队, 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而后就再也没有人胆敢用不是这个职业的转职者, 去做不在他领域范围内的事了, 警告, 再赶上前一步, 我不留守了, 穿着银甲的王晨大声对所有人说道, 但是根本没人听他的话, 依旧不管不顾的想要抢掉落的装备, 已经有人冲得越来越近了, 王晨暴怒, 他不知道此时的凌风状态怎么样, 但绝不能让这些人得逞, 刚出学校的他, 第一次面对着这个世界社会的人性凶险, 大胆, 王晨骑着战马冲锋, 手中迎枪如冷月冰锥, 瞬间洞穿了一个同级别的转职者, 顿时震慑住了他们, 竟然是秒杀, 连临战的小弟都强到如此地步吗? 王晨速度不减, 继续冲向另一个, 所过之处重转职者纷纷退避, 不仅仅是因为王晨实力强, 还因为他是若成王家的人, 其背后势力之大, 让人不敢招惹, 会有被牵连家人的危险, 所以, 皆是避开了他, 朝着场中跑去, 王晨一个人, 也难以阻挡还活着的上百个转职者, 特别是对方有意避开他的情况下, 哪怕他有了鸡蛋属性的加持, 一个面对一群人, 围攻都不虚, 但人家从没想过刚正面, 这就很难办, 有种先过我这一关, 特么的别跑, 王晨骑着战马, 疯狂地追赶着, 人潮如流, 很快就冲到了中心, 遍地都是白光, 挡在他们前面的是林峰, 有人不敢第一个上前, 在后面大声地说道, 林战,杀虎口花, 我们也有份, 曾经战斗过, 你是后来者, 所以这些战利品, 理应有我们一份, 我们各平本事件, 你不能独占了, 他们还是很忌惮的, 虽然认为林峰此时, 肯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林峰笑了, 手里拿着打弯了的银枪, 上面全是裂缝, 这些东西, 我全都要, 敢拿一件的, 杀, 他话不多, 银枪斜跨着, 已经表明了态度, 便衣虎口花爆出的装备, 他全都要, 他从没想过分享, 不过王臣或者严军来要的话, 他也会给一件, 但这些人, 他一个都不愿意送, 赶上来的, 全都打崩, 杀灭, 他不介意大开杀箭, 反正现在用了幻灵果改变了样貌, 后面的因果都无所谓了, 外加上, 他很缺钱, 需要钱去兑换系统里的技能天赋, 一分一毛都很重要, 他的话一出, 顿时震慑住了所有转职者, 不少人停了下来, 在真正面对凌峰的时候, 他们才感受到那股铺天盖地的压力, 仿佛在面对一座高山, 而这座高山随时都能压下来, 将他们全给震杀, 最终还是有人忍不住了, 王臣在后面乱杀, 已经追上来了, 死在他抢下的人不少, 有一个风系法师, 想要翘无声息地摸到凌峰的后面, 没发出任何声音, 脚下脱风, 但结果还是被凌峰发现了, 一根冰锥直接洞穿了他的身体, 将他带出很远才倒地, 痛苦地大叫, 这家伙到底是法师还是战士, 妈的, 不管了, 冲, 随着那人痛苦的嚎叫, 率先到达的几十人直接冲了过去, 刹那间各种光芒绽放, 转职者们的初级技能不住地爆开, 锋刃, 火球, 利剑, 植物系的束缚, 剑气, 枪影, 还有子弹榴弹等等, 都一股脑地扔向了凌峰, 场面绚烂无比, 王臣在身后看得咬牙切齿, 怒道, 妈的, 你们真该死啊, 敢对我老大下杀手, 杀boss的时候不见这么积极, 而凌峰则是扔掉了手里裂开的枪, 将虎口花爆出的一件蓝色武器捡了起来, 这是一把阔刀, 非常巨大, 高度从地面到达凌峰的肩膀, 握在手里沉垫垫的, 起码两百斤重, 力量点不够的人, 根本拿不起来, 更不用说挥动了, 这把阔刀是十五级的装备, 长得像是虎口花的一片锋利花瓣一样, 要知道那花瓣化成垫锋扇时, 可是杀了无数人, 令人闻风丧胆, 极其可怕, 附带重击效果, 伤害提升百分之二十, 凌峰提起他和普通大剑差不多, 得益于他爆棚的属性点, 此刻, 在他击杀完虎口花之后, 获得的经验已经让他提升到了十五级, 面对着这么转职者, 分外从容, 很好的切菜刀, 不知为何, 眼前的上百名转职者, 在他的眼里就像是一群会跳动的菜, 需要的只是如何有效地砍下去就行了, 一刀就要命中要害, 他直接将阔刀输在了前面, 当作盾牌挡住了无数刀攻击, 而后身形如魅影般冲了过去, 打开大河, 将一个盾战式的盾牌一击给砍成了粉碎, 将其打成了重伤, 前后不过两秒的时间, 速度实在太快了, 冲进了前方战士区域内, 不断地与他们交战, 传出来剧烈的金铁交加声, 这些人没一个过十五级的, 在他面前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哪怕凌峰没有技能, 只用普通的平A一刀下去, 直接破了他们的甲, 也能连带着人一起砍成重伤, 传统扩刀攻击力强, 破坏力巨大, 但缺点就是速度实在太慢, 动作笨拙, 但这个缺点对于凌峰来说几乎没有, 这得益于他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四维属性, 降级别的碾压, 不一会儿, 地面上就躺了十几个转职者, 全都承受不住一击, 甚至有以防御力著称的转职者, 还活着的人目瞪口呆, 亲自感受到了那种碾压式的力量, 才能感受到有多么恐怖, 这家伙难道没有历劫的时候吗, 为什么经历过一场大战之后, 还能那么猛, 他实在太强了, 经历过这么长的战斗之后, 还能拥有如此澎湃的能量, 不到片刻, 又有二十人倒在他的阔刀之下, 这些人临死之前, 恐怕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于非命, 凌峰面沉如水地说道, 最后再警告一次, 谁敢再踏入这片地区杀无射, 他身上煞气冲天, 脚下是踩踏者的转职者尸骨, 他身上也燃血了, 这些人都是他人的血, 角色从战神变成了死神, 所有人都胆寒了, 都在想, 这他妈是我们能够立敌的, 还好, 这样的杀神只有一个, 凌峰一人就挡住了上百个转职者, 但总有漏网之余, 偷偷摸摸地从别处窜到了中心区域, 这些是转职为刺客类别的前行者, 能够无声无息地与周围的环境融合, 虽然只是最低级的技能, 但在这种混乱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有时间去注意, 有已经成功越过众人的刺客类的转职者, 暗暗窃喜, 看来那金色装备非他莫属了, 你们在这里打生打死, 而我坐收鱼翁之力, 哈哈哈哈, 金装, 绚烂花环, 是我的, 不只是一位前行者, 足足有三位前行者, 他们很少有人去管地下的白色或者蓝色装备, 目标统一, 都奔向了那个金色装备, 他们还没有到三十多级, 没有能够开辟那空间的能力, 拿太多东西, 只会成为累赘, 这也是凌峰没有立即捡起地下装备的原因, 不然他早就拿东西了, 也不会给这些人机会, 就在他们将要接触到金色装备的时候, 一道道白色的光芒在他们脚下浮现, 充满了元素的气息, 同时伴随着一阵阵冰冷刺骨的感觉, 前行着, 悄悄地看向了自己的脚下, 顿时浑身冰冷, 下面不知何时, 竟然生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白色冰刺, 像是春草一般正在疯狂生长, 转瞬便将他们给全部冻穿, 临死之前, 他们的神情骇然万分, 做梦都想不出, 灵战究竟是怎么发现自己的, 他们可是前行者啊, 在前期可是极强的转职职业, 中后期也不弱, 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够发现他们, 隐匿是他们五级的时候就觉醒的技能, 除非是精神力强大的法师, 才能够发现他们的举动, 对哦, 这家伙TMD是法师, 一边战斗还能一边施法的法师, 他们临死前最后一个念头, 便是这TMD还是人吗? 又死了几人, 凌峰根本没有转头往后看, 他依旧在杀, 体内力气生生不息, 扩刀直下亡魂无数, 外加上, 王晨正从身后赶来, 击杀所有漏网之鱼, 形成了两面夹击, 恐怖绝伦, 王晨现在的属性, 也是直逼十五级转职者, 不亚于普通的虎口花boss, 这些人怎么能挡, 不到片刻, 终于有人再也扛不住, 心态直接崩了, 面对这两个杀神, 他们根本没有活着的希望, 我不要了, 有人被杀哭了, 看着这种一刀就死的场景, 感觉自己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他们疯狂的逃窜, 离开了中心区域, 跑到了外围, 越来越多的人攀然醒悟, 意识到想要在凌峰面前讨到点好处, 简直是痴心妄想, 也开始逃跑了, 只有几个投铁的人依旧在找机会, 但最后都成为了刀下鬼, 有人发现, 自始至终, 凌峰都没有使用任何一个战士类的技能, 只用了法师技能, 很大可能, 这人是一个野鹿子鹿子的法师, 一个强到没边, 没有弱点的法师, 我靠, 从没听说过, 有法师还练身体的, 他肯定加了体质与力量敏捷属性点, 他们哭了, 一些主战转职, 更是觉得眼貌惊心, 自己竟然被一个法师给近身揍了, 说出去怕被人给笑死, 但就在这时, 还倖存地转直着, 惊喜地发现, 凌峰竟然不管他们了, 转身直直朝着身后奔腾而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顺着凌峰的目标看去, 发现竟然是陈家的那位护卫出手了, 护卫已经接近了金色装备的区域, 就要将绚烂花环拿下, 顿时又让所有转职者出现了希望, 算了, 金色装备我不要了, 拿点蓝色装备也可以吧, 拼一把, 拿了装备我就走, 他们再次陷入疯狂, 乘此机会开始捡装备, 而另一边, 凌峰目光充斥着剧烈的杀气, 挣腾而起, 好胆, 给我死了, 他吞下了几枚火兰草, 身上的火属性气息不断的叠加, 逐渐形成了烈焰, 烈焰燃烧在刀尖, 转身将整把扩刀给淹没, 而后火焰脱离扩道出, 一道缭绕着火焰的道光, 展向了那位二十多级的陈家护卫, 护卫感觉自己伸手就能摸到金色装备了, 但就在这时他浑身寒毛倒数, 感觉致命的危机已经到达了身边, 他奋力腾挪了一个身位, 火焰刀贴着他的头, 划过了他的手臂, 将他一条胳膊给斩断, 而后他的眼睛被绚烂的火焰给吞没, 有火系法师正在对我出手, 他强忍着剧痛, 转过头一看, 竟然是凌峰? 不可能的, 你不是兵器法师吗? 他死都想不到, 一个兵器法师竟然能发出火系的攻击, 而且速度如此之快, 令他措手不及, 但凌峰距离他还有一些距离, 他快速地将金色装备给捡起, 而后疯狂地往外围逃窜, 他身上有尘延给他的一个速度加持的卷轴, 打开后速度提升了一倍, 跑得也算极快, 转瞬便逃离了中心区域, 凌峰想要追赶, 但不巧被一个正在偷偷捡蓝色装备的刀战士给挡住了去路, 他将这个战士砍成重伤之后, 那偷到绚浪花环底的陈炎和他的护卫, 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时候, 严君来走上前来, 敬畏地说道, 我已经让我的护卫去跟踪他们了, 跑不掉, 这是严君来在对自己散发善意, 临峰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将这个恩情给记下了, 剩下的时间, 他决定料理身后的转职者, 我, 最后再警告一次, 让他们的时间滚, 不然都得死, 这一次, 心里还抱有侥幸的人, 也再不敢有任何动作了, 已经死了一半的人了, 血淋淋的教训就在眼前, 而临峰的战力依旧没有衰竭的现象, 很显然, 他们逃不掉, 再动, 真的会死, 那些已经逃跑的人在暗中观察, 同时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跑得快, 不然就算不死, 怕是裤衩都得赔美了, 没见到场中的人, 不仅仅捡到的装备要扔到地上, 就连自己原本的装备也要丢了吗, 王晨正在清扫战场, 但凡有人不配合的, 最后的结果都很惨, 被他一枪捅穿身体, 看来是真的开了杀戒, 不留余地, 被收掉装备的人黯然离开, 这次真的是亏大了, 这能怪谁, 只能怪他们自己不自量力, 连洛城的陈家都若荒而逃, 那二十多级的护卫, 也只能丢掉一条手臂, 连正面争锋都不敢, 他们拿什么跟这两个杀神打, 外加上还有严家的少爷, 好像也是他们这一边的人, 他们更觉得没有底气了, 很快, 所有人都离开了BOSS区域, 地面上无数个装备, 这骑马得拿车来拉, 太多了, 连死去的人身上的装备都扒拉了出来, 凌峰感觉自己发财了, 眼花缭乱, 都说战争发财, 现在他算是亲自体验到了, 这时代怪不得有人愿意做强盗, 要还是以前的普通厨师职业, 根本不能有这样的收获, 王晨将所有战利品都堆积在了一起, 像是一个管家班, 帮助凌峰守着, 同时, 打电话给自家在满兽森林外围的人, 让他们派人进来将这些东西都给拿走, 王晨乐不开之, 不住的拍照, 将战利品上传到了班级里的群聊, 让以前的同学皆是大开眼界, 震撼不已, 平常人进入副本, 能够爆出一件武器就已经不错了, 王晨这家伙竟然坐在武器堆积的小山之上, 让他们有点不敢相信, 而凌峰则是扔掉了阔刀, 选择了一件紫装匕首, 轻装上阵, 他不理会周边的杂鱼, 而是跟严峻来说道, 带我去找陈家, 凌峰估摸着还有时间, 拿两人不可能那么快就走出满兽森林, 如果让他们出了外围, 与自家人会合, 后面想要拿回金色装备就困难了, 绚烂花环对于他来说无比的重要, 就算自己不用, 拿出去卖, 也能值大钱啊, 更可以让自己直接在系统商城兑换渴望的神圣分离技能了, 所以, 动他财路者, 如杀他父母, 在他眼里, 陈妍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严峻来为了讨好凌峰, 当下也不多说什么, 直接拿出手机, 交给了他, 恭敬道, 里面有我家护卫的定位, 凌峰接过了手机, 看着手机屏幕的红点, 点点头, 道, 谢了, 他欠了严峻来一个人情, 以后必定报答, 就像在学校里一样, 有时候他真不想欠, 但确实是没办法, 他速度全开, 体力源源不绝, 很快就离开了中心区域, 如一道魅影般冲进了森林之内, 不久后, 他看着手机, 距离如雷达般的定位中心点已经不远了, 但他没有去与哪位护卫会合, 而是悄然地越过了护卫, 朝着前方冲去, 正在跟踪的护卫值感觉到旁边的草丛, 有人形的影子一闪, 等在细看时, 却什么都看不到, 还以为是自己出现错觉了, 很快, 凌峰就看到了前面有两个正在急速奔跑的影子, 但他们的速度在凌峰面前却显得很缓慢, 正是陈妍主仆二人的身影, 此时的陈妍手里正拿着绚烂花环的手环, 表情喜悦非常畅快, 这次你立了大功, 回去家里不会亏待你的, 你至少有一千万元能低的奖励, 陈妍拍了拍护卫的肩膀, 笑道, 这种神物本就应该为我所用, 日后我能依靠着他让陈家更上一层楼, 这家主之位没人能与我争, 而你将成为我的心腹, 护卫一条手臂被砍断烧焦, 上面缠满了止血绷带, 血液仍旧在流淌, 他脸上有落寞之色, 一条手臂没了, 是前所换不来的, 不过能得到的也已经足够他好好过完下辈子了, 在大家族里做事, 他早已经有了觉悟, 少爷, 咱们还是要多小心那个叫林战的人, 他不简单, 将来可能成为大敌, 护卫小声地说道, 陈妍神色也凝重了起来, 道, 回去后我就动用家里的势力, 只要他还在落城, 过不了几日他就变成一具尸体, 两人不停地交谈着, 就在此时, 护卫始终观察着四周的眼睛一瞥, 见到了头顶上, 一处茂密的树丛当中, 好像出现了一道人影, 少爷, 小心, 护卫惊叫一声, 赶忙护在了陈妍的身前, 拿出了自己的一把十五级的剑, 眼底有掩饰不住的惊恐之色, 陈妍也目光凝重, 紧紧地将绚烂花环给捏在了手里, 大声喝道, 藏在上面的人是谁, 我是落成陈家陈妍, 他首先爆出自己的身份, 希望能够吓唬到上面那人, 现在什么风吹草动, 都能让他们心惊胆战, 一阵风吹过, 哗啦啦, 茂密的树叶被排开, 露出了里面正靠在树背上, 好整以侠的凌风身影, 他目光冰冷, 看着下方的二人的眼神, 仿佛在看着死人, 没有任何情感可言, 护卫瞳孔矩阵, 直呼道, 不可能, 你速度怎么那么快, 他们两个用了吃奶的力气逃跑了, 本以为离得足够远了, 但结果还是被追上, 林战不仅仅力量凶猛, 还会兵技法术, 火系法术, 速度还那么快, 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还有什么是这家伙不会的, 凌风没有多说什么, 身影一闪, 跳下了树根, 手中匕首如毒蛇般, 直取护卫的脖子, 自己的双手与脚已经结上了冰霜, 覆满了冷意, 冰夕的控制, 什么时候释放的? 护卫大脑失去了指挥能力, 要是他知道, 凌风的技能并不是法术, 而是法则, 恐怕更后悔为什么要动手抢, 法则包容所有真理, 幻化所有技能, 一切法术的根本, 皆是由法则接引而出, 而这种能力, 在高级别层次的转职者们称之为义, 神能真理, 他脖子被抹了, 血液喷泊而出, 距离实在太近, 如果他能早点发现, 肯定能躲开, 护卫的血液见了陈炎满脸都是, 其表情逐渐争鸣, 该死的灵战, 你这是在与我陈家为敌? 你想清楚后果, 现在离开, 我不追究你, 算你一份功劳, 将来我成为家主, 必定, 陈炎话还没说完, 脖子之处刀光一闪, 瞬间就说不出话来了, 他捂着不断躺血的脖子, 甚至没见到凌风是怎么出手的,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他不住地退后, 眼神底部满是怨恨, 倒下的最后一刻, 他的视线是蔚蓝的天空, 一切都没变, 只是少了他这么一个人, 凌风眼神始终冰冷, 将他们身上的装备全都给摸了下来后, 就给王臣打电话, 老王, 我先离开蛮兽森林, 你弄好之后, 来我家找我, 挂断了电话, 凌风没有任何留恋, 从蛮兽森林内离开, 要加快速度, 远离这里, 他想得很通透, 这森林现在是不能呆了, 陈妍肯定在刚刚, 就跟一直守在外围的陈家人联络过, 而且, 必定告诉了他的家里人, 拿到了绚烂花环, 不久之后, 陈家的怒火, 将会从落成燃烧到整片蛮兽森林, 这里将成为是非之地, 会极其热闹, 有暴露的风险, 他现在的属性, 最多能力拼三十级的转职者, 而陈家的三十级, 顶多只是护卫头子, 他们的当代家主, 才是真正的强者, 不低于五十级, 如果那些人出手, 现在的凌峰肯定挡不住, 危险, 极其的危险, 所以, 他必须要快些远离此地, 为了隐瞒身份, 他还将自己幻灵果的效果给取消, 换成了自己本身的模样, 直到差不多离开蛮兽森林的时候, 他才慢了下来, 透了口气, 看着手里的花环, 戴在了手腕上, 不一会儿后, 他的属性面板便开始增加了, 上面多了十点属性, 还有天赋蓝处, 多了自愈的能力, 装备兰也显示了, 他拥有了绚烂花环, 同时染上了金色, 显示的是十五级的装备, 自愈能力还是不错的, 虽然只能处理外伤, 但疗胜于无, 凌峰用笔手轻轻地划了一下自己的手指, 没过多久, 手指就自动愈合了, 没有留下一点伤疤, 这让他神情威震, 这个世界果然神奇, 学校当中也有牧师直接的转职者, 落城内也有, 不过他从小就没有受过伤, 也不会染上感冒风寒, 主要是穷, 根本不敢生病, 所以没有亲眼见过那些转职者发动能力, 现在, 却亲眼见到了自愈的效果, 等于是给自身加了一个永久的, buff, 这可比那些用一次技能, 只能作用几分钟的医生, 牧师, 巫师, 祭祀, 萨满等类辅助转职者强多了, 不浩兰, 永久, 真是一个意外的大收获, 露出了真容的凌峰, 脸上露出了笑意, 怪不得这东西, 能让这么多人屈之若无, 怪不得这东西的价值高到离谱, 这自愈的功能确实好用, 与此同时, 欣喜的他没有注意到, 在他看不见的两千米开外一处山丘上的密林当中, 一群穿着奇怪紫色纹饰黑袍的黑衣人, 正缓缓地行走在密林当中, 他们行动得很慢, 始终在树荫下行走, 不让身体接触到这个世界的阳光, 那会令他们不好受, 或者说不习惯, 他们的斗篷很大, 折蔽住了身躯, 就算站在他们的面前也难以看到他们的面容, 只能见到一片黑暗与混沌, 周围的猛兽怪物, 根本不敢接近他们百米之内都远远地逃离, 显得很是恐惧, 显然这些人来头不小, 实力强劲, 已经高出了这片区域的层次太多太多, 其中, 一个领头的黑衣人停下了脚步, 他的身材高大无比, 充满了压迫感, 隐藏在黑袍当中的脸略微有些诧异, 不知为何, 明明当中有一种感应,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吸引自己, 他转过头去, 看向了令自己心里产生触动的地方, 眼神当中涌现出了一阵黄色的光芒, 他的双脚与大地接触, 顿时周围的一草一幕都出现在他的视觉当中, 很快, 他便看到了不远处的凌峰的身影, 顿时, 他明白了令自己心里不停触动的源头, 原来是这小子, 已经长这么大了, 我看过新闻, 他不是已经觉醒了厨师之间吗? 他应该安安稳稳地过完今生, 为什么要进蛮兽森林? 黑袍头领的脸上逐渐挂起了笑意, 这个笑容与他之前面对别人的虚假不一样, 而是发自内心的笑, 他在心里暗自嘀咕着, 同时观察了凌峰不短的时间, 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他身后的属下还以为组长感知到了危险, 忍不住问道, 林严组长是发现了什么不对吗? 有昆仑的人在靠近? 昆仑, 神下国对内管理转制者的机构, 维护华夏内部稳定安荣, 同时, 肩负着铲除各种高职接罪犯与异端邪教组织的责任, 鸣叫林严的组长回过神来, 笑道, 没事,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了一些开心的事情, 继续走吧, 我们这次的任务, 是为了找到制作殊属性鸡蛋的奇人, 拉拢到组织内, 九州与昆仑一定会派人来, 所以, 诸位行事都小心点, 话说在前头, 准备进入洛城, 我被安排为这次任务的组长, 不希望有人违抗我的命令, 否则别怪我举行仪式, 林严的话音落下, 他身后的黑袍人听到仪式两个字之时, 浑身都冒起了冷意, 皆是匆忙点点头, 而后, 他们不再多说什么, 默默地继续往洛城走去, 隐藏在黑暗中像是幽灵, 此时的林丰, 还不知道有一个男人, 正在远处注视着自己, 他将刚刚的升级获得的点数, 全都均衡地加完, 不留一点破绽, 顿时感觉到了一种提升的快感, 每一次加点都仿佛有一种温热的能量, 注入了他的身体内部, 改善体质, 让他变得更强, 他甚至在想象, 如果达到极限, 能不能够一拳下去, 便能堪比尽重, 真是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不过, 他忽然神色间又有点黯然, 他想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算了, 反正大家伙从来都是这样不负责任, 大大咧咧, 母亲才与他离婚, 林丰在暗想着, 自己竟然已经与母亲断绝了关系, 而这行踪不明的父亲, 他也懒得去找了, 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如果父亲知道, 现在的自己有这样的成就, 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记忆已经很久远了, 在印象中, 父亲从来都是不爱打理自己的仪容, 外表粗犷, 行为邋遢, 不爱干净的男人, 而母亲与其正正相反, 是一个吹毛求疵, 眼里容不下一点灰尘, 性格严厉, 啰嗦, 控制欲极强的女人, 他们两个结婚, 是在爷爷与其朋友的撮合下才成的, 婚后生活显然并不美好, 在林丰的印象当中, 父亲每次回家, 母亲都要因为各种小问题大吵一顿, 直到后来, 两人终于离婚, 他选择了跟父亲, 谁知道, 这家伙没过几天, 拿完了离婚证后, 就丢下自己跑了, 紧接着, 爷爷从别的城市来到洛城, 与自己生活在了一起, 事后, 林丰曾经去父亲所在的城坊部门寻找, 但却是一无所获, 父亲好似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连生活费也没有给自己留下, 蛮兽森林不大, 以他的速度不到半日, 便远离了森林, 这个时候, 还没有人找到以惨死的主仆二人, 蛮兽森林此时看起来很平静, 但平静当中却暗藏汹涌, 来接应陈家的人, 沿着前往虎口花的区域, 派出大量的人寻找, 花费不少时间, 才发现了两人死在了某处小道当中, 少爷, 当上百位陈家的家仆见到陈妍的死状之时, 都忍不住背乎, 他们开始戒备, 谨慎地看着周围, 有陈家高手让人不要破坏现场痕迹, 仔细地观察, 越查看, 他们心里越是惊讶, 逐渐骇人, 杀他们的人手段干脆利落, 一刀划过脖子, 仆人与少爷甚至没有反抗之力, 已经超过了他们能够抵挡的范围, 是一位高手, 难道, 这是一场针对我陈家的阴谋, 有老家伙要对年轻一代出手, 那位高手越看眉头皱的越紧, 他看到伤口的缝隙, 应该是用匕首攻击, 猜测对方应该是一个刺客高手, 同时, 又有一个疑惑让他很是费解, 这两人身上湿答答的, 在这干燥的晚秋, 很不同寻常, 而这两个尸体上面的水滴, 皆是冰冷彻骨, 像是疾冰刚刚融化, 这让侦察高手脑袋当中全是问号, 难道说, 是两个人出手, 一个兵系法施主控制, 一个刺客负责刺杀, 什么人, 竟敢如此欺我陈家, 陈家高手李顺罗继便勃然大怒了起来, 感觉受到了欺辱, 他是陈家的分支, 负责蛮售森林的贸易生意, 同时负责管理陈家在这片的威信的, 如今家族里下一任继承者, 死在了自己的管辖区域, 这些人无疑将自己的脸, 按在地面上使劲地摩擦, 他们陈家什么时候, 吃过那么大的亏, 陈妍获得了十五级史诗金色装备绚烂花环, 怕有人赶起歹心, 而陈妍身上根本没有花环, 显然已经被对方给取走, 简直罪不可恕, 这家伙杀人夺宝, 夺到他们陈家头上了, 他带来的人不弱, 每一个都有十五级以上的实力, 足以纵横这片蚌兽森林, 无人能挡, 当下, 他沉着脸, 吩咐道, 去五十个人, 将附近的人抓来, 我要得到少主进入蚌兽森林当中, 很快, 陈家的高手便纷纷散开来, 以陈妍尸体位置为中心点, 不断地向周围辐射, 他们倒是抓住了一些, 从虎口花区域落荒而逃的转职者, 这些人满脸的惊恐, 一听说他们要打探林峰的消息, 皆是话都不敢说, 闭口不谈, 显然, 林峰一刀斩一个转职者的画面, 还在在他们的眼前时而浮现, 那个画面将会伴随他们一生, 但在陈家人用了几次行后, 就不堪痛苦, 全都说了出来, 而哪位陈家高手听着得到的消息, 瞳孔也是渐渐瞪大, 一个刚成年的少年将便衣虎口花给杀了, 死? 你们确定不是自己在胡说? 陈家高手很不相信这样的消息, 觉得不可能是事实, 绝对是这家伙在乱编, 他一个个慢慢地折磨, 直到将几人折磨至死, 得到的答案却依旧如此, 这让他确信了下来, 可能是某个天生觉醒的天才, 苦练多年, 最近刚出世, 不然不觉不可能没听说过, 落成的天生觉醒者就一位与绝尘, 不过已经加入了奥氏工会, 与我们的关系不错, 而且奥氏工会不过杜拔苗助长, 一直压着与绝尘的等级, 磨练基础, 凭借其现在的实力, 不可能杀得了虎口花, 显然另有其人, 我需要得到更多的消息, 陈家高手想到这里, 立即带人往虎口花区域赶去, 哪里肯定还留有人, 不久后, 他再次遇到了从那个区域回来的转职者, 他发现, 这些人与之前那几个不一样, 显得非常的寒酸, 身上连一件甲卫, 一个武器都没有, 两手空空荡荡, 只剩一件白衣, 要多残有多残, 他都抓了过来, 问了下最新的情况, 当他听到消息果然全是真的, 那天生觉醒者, 一个人杀了变异虎口花之时, 心神都被震撼到, 心中也涌起了一样的疑问, 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是和王家的老三在一起的, 两人相识, 难道是王家事役的动手, 陈家高手越想越是心惊, 他现在不敢再往中心而去了, 因为那真正的凶手, 很可能就是哪位不仅仅近战能力无敌, 法系攻击同样强盗不可思议的少年天才, 而其已经离开了, 不在虎口花区域, 至于王家,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一样是落成的庞然大物, 在不确定之前, 不是自己能掺和的, 必须先将这件事情上报给家主, 也就是陈妍的父亲, 想到这里, 他便给城里的大管事打去了电话, 将自己得到的消息全都告知, 那边的人很震惊, 表示知道了, 便挂断了消息, 而就在这时, 有手下报告消息, 说道, 我发现了离外围不远处, 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 全身穿着黑袍, 像是怕被人发现, 陈家高手眼睛一亮, 嘴角逐渐的上扬, 笑道, 在蛮兽森林里, 这种模样行走的, 必然做了什么亏心事, 很可能是那个少年语气同党, 所有人, 全都给我赶往那片区域, 我要抓住那少年, 让他生不如死, 他已经能够看到, 功劳正在向自己招手了, 陈家在蛮兽森林驻扎的人, 很快便全体前往外围的区域, 而他们找的黑袍人, 也停下了脚步, 一共五人, 当中的组长身材高大, 全身遮蔽在有紫色材质纹饰的黑袍当中, 显得神秘与强大, 正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凌峰的灵眼五人, 我好像替某人背锅了, 黑袍中的灵眼笑了笑, 显得并不在意, 就这么站着, 等着自己被陈家人包围, 他身后的手下上前来小声询问道, 灵眼组长, 我们被发现了, 怎么办, 全杀了吧, 灵眼淡然地说道, 陈家上百人将这个山头围的水泄不通, 这里有一条小路, 长满了灌木, 显得很杂乱, 很多年没有走过了, 在这座山头上依稀看到落成的影子, 这五人一直保持沉默, 像是五座雕像, 一动不动, 陈家管理这个地方的高手赶到了, 他有三十四级的实力, 极其强横, 是这个地方少数的高手之一, 他面无表情, 朝着最前方的黑袍人说道, 灵占, 你是自己跪下, 还是让我杀了你, 等了许久, 这些黑袍人始终都没有说话, 直到前面的灵眼用低沉的嗓音说道, 你的人都来骑了吗, 陈家高手冷淡道, 杀你足够了, 呵呵, 灵眼笑了笑, 又摇摇头叹息一声道, 这世界上, 为什么总是有这么蠢的人, 话音刚落, 他便伸出了自己的手掌, 当中出现了玄黄色的光辉, 当中夹杂着一缕紫黑色的雾气, 而后, 手掌一翻朝下, 光辉没入了大地, 陈家高手心里顿时隐隐感觉到了不妙, 他不知为何, 感觉到这片大地在震动, 元素之力当中夹杂着黑色, 不对, 你不是灵战, 你是一端, 你们是一端, 妈的, 跑, 都踏马给老子跑, 当他看到灵眼手上的土系元素中的那一缕紫黑物的时候, 顿时如临大敌, 神色惊恐无比, 像是看到了什么绝世凶魔, 在他的眼中, 这五个人就像是死亡的代名词, 比他还要凶, 还要狠, 凡是加入一端, 都不是人善之辈, 远的不说, 就十年前, 就曾经出现了一个轰动整个世界的大事, 一端组织将一座城, 上千万人都用来献祭, 召唤出了至今还没杀掉的血魔, 成就了他们不择手段的威名, 能让小孩液体只哭的组织, 此时的陈家高手, 懊悔极了, 黑衣人, 紫色纹饰, 元素之气中带着紫黑色, 这不就是罪恶母版吗, 这也不怪他们, 主要是从没有亲眼见过这个组织, 洛成也从来没有异端存在, 安逸了太久, 所以认不出也不奇怪, 明白过来的他, 只想逃跑, 跑得越远越好, 在他吼出那一句之后, 便直接转身, 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往森林之外逃去, 刚刚气势汹汹来的上百号人, 听到异端两字之后, 顿时头皮发麻, 一股凉气从脚底直窜向了天灵盖, 有一些因为反转太大, 根本动不了, 双腿还在打颤, 发抖, 更多的就像是苍蝇一样, 四散奔跑, 只想远离这群不知面容的黑袍人, 但已经晚了, 大地的震动越来越大, 开始天旋地转, 他们站都站不稳, 更别说跑了, 紧接着, 这个山体开裂, 无数道裂缝如蜘蛛网般开始散播, 而后凝聚成深不见底的深渊, 所有的陈家人都掉入了深渊当中, 无疑幸免, 而后, 山体与大地缓缓的合拢, 恢复成原样, 片刻后, 仿佛从来没发生过地震一样, 一切都没变, 鸟语花香, 白日清天, 黑袍人在埋葬完陈家的人后, 依旧默默地走在阴影当中, 刚刚那是如过眼云烟般, 不配放在他们的眼里, 虽然走在阴影中, 但是真有不开眼地挡了他们的路, 他们也不介意灭掉, 随着这座山下的上百个陈家人一起埋葬, 他们只是低调, 并不是怕事, 刚刚的震动声, 被附近正在猎杀怪物的转职者听到了, 有些人壮着胆子上来查看, 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但他们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原先正在扫荡整座满兽森林的陈家人,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当有人返回到了那座小村的时候, 更是觉得奇怪, 接上一个陈家的转职者都没有, 与此同时, 另一个消息在营地当中开始传播, 一个名叫林湛的少年, 单杀了便衣虎口花, 根据王家的王臣所说, 当时那少年只有十二级, 看起来像是刚刚毕业, 这个消息着实令他们震撼无比, 觉得很不真实, 有点恍惚, 这怎么可能是真实的消息, 直到他们亲身经历过一切的转职者, 回到聚集体, 喝着酒术说之时, 所有人才经到无以复加, 真的吓人, 虎口花中心的事情, 直接掩盖住了陈家人不见了的消息, 很多人当天便组队前往中心区域去观摩, 想要看看是不是真的, 当便衣虎口花粉碎的身体, 散落在四周的场面, 映入他们的眼帘之时, 他们仿佛推理, 看到了那一场战斗, 究竟是有多么的惊艳, 没能亲眼见到的人后悔万分, 这是要流传很久的新闻, 竟然没亲眼看到, 但同时也有人暗暗庆幸, 好在当时没去, 不然自己要是起了歹心, 想要抢别人的战利品, 说不定现在的自己已经死了, 他们不敢保证自己能在绚烂花环的金色光芒之下, 保持理智, 另一边, 驻守在满兽森林的王家人, 帮自家三少爷将那满满当当的战利品运送回村落之时, 王家的声势顿时在这片区域之中上涨了, 所有看到的人都直呼看得过瘾, 他们从没有见过, 有人是用车拉装备的, 一车一车往回赶, 跟运送军火库一样, 简直牛逼, 王臣笑了笑, 他也不想这么惹眼, 主要是王家在这片区域的负责人也只有三十六级, 虽然开辟了那空间, 但那空间小得可怜, 只有一个厕所那么大的空间, 而且里面还放着的私人物品, 所以也不好借用, 只能让人拿车拉回来了, 这些都是我老大的, 不是我们王家的, 你们别误会, 我可不敢贪功, 王臣老实地说道, 陪同一起回来的严君来点点头, 赞同王臣的话, 那人太不凡了, 只要当好小弟就行, 换做是他也那么做, 他们两个家族继承人, 也得到了沉烟深死的消息, 不用猜, 都知道是凌峰做的, 不过, 他们可不想明说出来, 与此同时, 落成, 位于北区最繁华的中心处, 有一块占着寸土寸金的白亩地, 却只见了一座小别墅的三进三处的大院, 大院的牌匾上, 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个陈字, 礼院, 门梁下挂着靖心院的阔房内, 一个中年人正在打坐练气, 他虎目暴脸, 身材健硕, 极具威严, 不久后, 外面进来一个江头低到了地面上的老者, 手里托着一个金盆, 用昂贵的丝绸覆盖, 丝绸上有一台老式按键手机, 中年人睁开了眼, 双眸中有火焰在燃烧, 而后逐渐熄灭, 他拿起了手机放在耳边, 轻轻地道, 喂, 那边的人焦急地述说着什么, 中年人的脸色一直保持着淡然, 始终未变, 直到挂断电话, 将手机放回到老者托盆上后, 他眼底已经微弱的火苗, 就虚余间转变成漫天火焰, 要燃烧出来, 而后, 他莫名其妙地笑了, 笑得很开心, 沙尾尔, 他竟敢沙尾尔, 王家, 还有王家掺和, 陈家疯了, 大批高手出了落成, 将整座蚌兽森林都给封闭了, 其他三大家就这么看着, 也不出手阻拦, 像蚌兽森林这样的一到十五级的炼技区域, 还有很多, 这里被疯了也不碍事, 没必要引起大规模冲突, 不过, 有小道消息传进了三大家, 倒是让他们笑歪了嘴, 听说驻守在满兽森林的陈家上百人,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人影都不见一个, 很可能被高手杀了, 这让严家, 高家, 王家暗爽不已, 陈家大批人进山, 就是为了找到线索的, 结果足足找了两天, 采用高真秘仪器, 发现了那上百人被活生生地埋在了山底部, 这个消息一出, 整座落成顿时沸腾了起来, 一时间成为了最热门话题, 根据陈家给出的消息上来看, 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战斗, 而是一个照面, 就被人活埋了, 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显然对方的等级高出他们太多, 有高手来到了洛城, 发生了这样的血案, 令所有人诧异的是, 陈天豪家主依旧如往日一样, 笑容满面, 丝毫没有被这件事所愤怒或者干扰到情绪, 他在媒体上发布, 陈家必将亲尽全力寻找凶手, 这种没有缘故就滥杀无辜的杀人狂魔, 应当要受到惩罚, 同时, 媒体上, 洛城城主转载了这出声明, 并表示会让城防队鼎力支持, 寻找凶手, 陈家的血案消息还没完, 第二个消息, 更是让整座城市的人, 陷入了更加震撼的心情当中, 陈天豪的儿子, 那个被誉为继承人的陈炎, 一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二世祖, 也同样死在了满兽森林, 洛城人都知道, 陈炎有多得到其父亲的宠爱, 被灌入众多资源培养, 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已经通过了凤凰学府的孝招, 究其原因, 是因为陈炎继承了陈天豪的转职职业, 觉醒了火焰战士的主输出职业, 属于T1级别的存在, 而现在, 这个未来的种子被人杀了, 就在洛城附近, 满兽森林内, 他的眼皮子底下, 陈天豪依旧没有愤怒的神色, 虽然笑容骤俭, 但看起来还算是温和, 根据调查, 杀我儿的凶手手段残忍, 心思歹毒, 自私自利, 已经是堕入异端的恶魔, 人神共愤, 两百多名转职者, 共同进入蛮兽森林, 击杀便衣虎口花boss, 众多勇士浴血奋战, 用生命重创怪物, 荣耀加身, 最后却被这名叫林战的凶手, 出手偷袭, 剥夺了所有勇士的成果, 齐心当诛, 两百多名勇士, 被他与王家的小子, 杀得只剩五十多位, 堪称洛城史上第一大血案, 并且还杀了我儿, 抢了本应该属于我儿的装备, 可见其人究竟有多凶残, 我在此公布, 所有提供林战消息的人, 得到证实后, 将会得到我们的重金报酬, 根据情报大小, 下线十万元能避起奖赏, 我们陈氏集团, 当为所有逝去的转职者, 讨回一个公道, 我们陈氏集团, 在此通告王氏集团, 请他们交出杀害陈嫣的凶手, 并且让王晨接受洛城的审判, 交出所有在满兽森林的战利品, 我们便与王家既往不救, 如若王家执迷不悟, 我将与他们死磕到底, 陈天豪虽然依旧有笑容, 但说出的话却无比的强硬, 让普通民众都能感受到, 洛城将要变天了, 他们等着看, 王家要怎么回应, 同时, 还有那些因为贪欲, 而被林峰给斩杀的转职者的朋友, 也纷纷跳出来支持陈家, 显然陈家已经在背地里操控了这群人, 先是舆论压制, 让他们陈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一般来说, 转职者死在城市外, 基本上没什么人会管, 因为被怪物魔兽杀死的人太多了, 那些地方也危险, 围城部队, 帝国的机构手也伸不到郊外去, 需要消耗很多资金资源, 不值得, 所以他们只能管城市里, 城市也被称为安全区, 哪怕是昆仑这样的队内组织, 也根本不理会死在城市外面的人, 除非有大规模的转职者死亡, 才会引起注意, 所以, 一般在野外被杀人夺宝的, 只能自认倒霉了, 谁让你没失去什么野外, 还被人开了PVP, 但现在死的是洛城大家族的孩子, 连城主都要给个面子, 下令严查杀手, 在此期间, 不断的有陈家高手, 会和围城部队前往蛮兽森林, 而被陈家叫到名字的王家, 当然也不甘示弱, 王家哪位长得像农民一样的王勉, 双手背在身后, 但笑得对外说道, 陈家不要扭曲事实, 根据我而王晨现场的情报, 事实是一群光有野心, 没有实力的小狼, 想要在虎口下夺食, 我这里有视频的全过程, 只要脑子没有被驴踢过的人, 应该都能看出来, 王勉将王晨给的录像, 公布在了王氏集团的社交媒体账号上, 很快便引来了一大波点击与播放转载, 王晨当时为了纪念自己与林峰的BOSS首杀, 同时, 为了能在同学们面前装装逼, 他全程都录向了下来, 视频中, 一开始所有转职者都杀上了虎口花区域, 结果虎口花突然变异, 事件反转, 转职者们被杀得片甲不留, 无数人丢下了性命, 这两百多位转职者, 甚至连对虎口花造成有效攻击都办不到, 就落荒而逃了, 这叫浴血奋战, 明明是自讨苦吃, 视频的中断, 没有人在赶上前之后, 林战才一个人面对变异虎口花的, 越看到后面, 原本还不明真相的观众, 才越是恍然大悟, 原来事情的真相是如此, 特别是看到林峰大发神威, 一人独占便一壶口花, 将其打得粉碎之时, 就更是惊叹, 绝世天才, 这个词在所有看过视频的人心中生起, 哪怕是陈天豪看到视频, 都有点心神恍惚, 显然也遭受到了这种画面的冲击, 对方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啊, 这样一个人, 如果不出意外, 将来至少是一位霸主, 很有潜力, 随着视频进度条拉到最后, 洛成人也全都明白了, 林峰根本不是陈天豪口中所说的恶徒, 只是一个捍卫自己权利的转职者, 那些想要夺取绚烂花环的人, 才是真正的可恶, 于是, 在王家的视频下方, 评论也是开始如海一般袭来, 短短不到片刻, 就达到了十万条, 这哪里是凶徒, 明明是那些转职者不开眼, 硬要去抢人家的装备, 人家至少警告了三次, 已经算仁辞了, 换作我是他, 肯定早杀疯了, 海勇士, 被杀成狗了, 一个照面就全军覆没了, 明明是自不量力, 真要笑死, 陈家可真能颠倒黑白, 对啊, 最后躲在外面, 虎狗花一根毛都没掉, 也好意思说, 人家抢了最后一击, 一个个在哪里畏畏缩缩, 能不能要点面皮, 没那实力, 还要去硬碰booth, 死了活该, 这位叫林湛的, 已经算是帮他们报仇了, 他们还恩将仇报, 抢人装备, 我要有灵战的实力, 早就开砍了, 看看, 是他们自己, 把人头送上去让灵战砍的, 这能怪谁, 都该死, 看得我好解气啊, 原来最后是陈妍娜二世祖, 抢了人金色装备, 哈哈, 陈家真的好厚的脸皮, 在野外夺宝不成反被杀, 怪不了谁, 完全是陈妍旧由自取, 让我狠狠地吐了一口恶解, 虽然没拍到陈妍娜, 小子死的样子, 但知道结果, 也已经能让我胸中玉器得以舒缓, 杀得好, 强得离谱, 这样的少年高手, 才真不应该被杀, 那些人都该死, 社会的蛆虫, 灵战是在清理罢了, 杀人夺宝的都去死吧, 如果没有灵战出手, 蛮兽森林又要有一年时间, 没人能攻略得的boss, 谁会去替我们刷新普通的虎口花, 舆论如潮, 诸多媒体争相报道, 前后不过半日的时间, 陈家的声望就开始落入了低点, 之前所说的话全都无用, 被一个视频给推翻, 陈家是旧游自取, 本就该死, 就连城主看了这个视频, 都开始犹豫, 要不要继续支持陈家, 或许应该让围城部队回来, 陈天豪依旧笑容满面地反击道, 众多转职者一起参加了战斗式铁打的事实, 本就应该平均分配, 玩被杀也是事实, 凶手必须要抓住, 甚至, 就连我们陈氏集团, 在满受森林办事处的人的死, 我都严重怀疑, 必定是你们王家派人做的, 多说无意, 这名叫林战的人, 必须得死, 王家再敢窝藏, 就是与我们洛城所有人为敌, 他的话斩钉截铁, 并且也开始付诸了行动, 陈家不断地在各种生意上阻挠王家, 特别是王家的一些运输通道, 生意上的伙伴等等, 都被陈家派人狙击干扰, 甚至不惜亏本, 也要让王家所有的渠道消失, 为此, 王勉站出来义正言辞地呵斥道, 王家是吃素的, 你们陈家要泼脏水, 要站, 我王家奉陪到底, 在王家表示之后, 另一个大家族的严家, 也在紧密地开启了会议, 而这次会议的主题, 便是决定要站在哪一边, 家族会议当中, 严君来江大日的所见所闻, 还有自己亲自感受到的林峰的压力, 全都说了出来, 严家当即拍板了, 站在王家这边, 不, 更准确地说, 他们要站在林峰这边, 这是一个未来的高手, 成就将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甚至可能背景也不简单, 很可能是某个大财阀出来的子弟, 或者是某个大组织里的传人, 总之不会亏, 他们相信, 如果两家真的撑不住, 无所谓, 严峰背后的组织会出手, 据王家之后, 严家的人也站出来了, 表示支持王家, 那些人是咎由自取, 率先向林战挥动屠刀的人, 死有余辜, 同时, 事件的参与者严君来目睹了全城, 亲自下场兑现, 将另一段录像放出, 录像中, 严君来给予了虎口花一剑, 那陈炎阴险的脸很快浮现, 想要抢夺最后一击, 然后虎口花变异, 虽然最后有了转折, 但陈炎抢手杀是事实, 直接将陈家给钉死, 紧接着, 严家与王家展开秘密会谈, 将之前握在手里的陈家一些资料, 向大众公开, 陈家这些年在洛城做的龌龊事, 一桩接一桩, 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 严家与王家的曾经做的资料不断地爆发而出, 都是大家族, 在这城市里讨生活, 哪个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洛城人吃瓜吃到饱了, 每天醒来都是不一样的新闻, 劲爆无比, 就连洛城的城主都看待了, 到底是帮哪边好, 城主还在斟酌要保证自己最大的利益, 不过, 在陈家将一件珍贵的物品送给他之后, 他有了决断, 城主开始正式下场, 从白天到黑夜, 洛城的城防部队不断地游走在街道上, 林湛的脸张贴的到处都是不断地与民众比对着, 就这一件事便让陈家挺直了腰杆, 他林湛做的事, 关我林峰什么事? 林峰很是悠闲, 在家里锻炼着自己的身体, 他在房梁上安装了几个单杆, 不断地坐着引体向上, 普通的仰卧起坐, 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训练的要求了, 普通的训练也能够增加属性点, 只是比较困难, 要练很久的程度才可以办到, 林峰这样做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熟悉属性暴涨的身体, 要做到每一寸肌肉属性都能够精准地应用, 这是长久以来的习惯, 他也不愿意改, 门口被敲响了, 他依旧没有停下来, 门没锁, 自己进来, 门开, 王晨那越来越健硕的身影出现, 恭敬且带着些笑容, 一进门就看到大汗淋漓的林峰又在运动, 他没什么稀奇,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道, 老大, 那批装备已经卖出去了, 得了两千多万元能币, 我转进了你的户口里, 这个世界的能源币银行, 比前世的还要严格的多, 非国家重要大员, 根本无权查探, 哪怕四大家也没有办法, 所以转钱还算是安全的, 林峰有点惊讶, 道, 这么多, 真是大丰收, 原来做土匪那么赚钱, 早知道当时哪里一个人都不要放走了, 这些还不是大头, 自己手腕上带着的绚烂花环, 金色装备估值最少两亿起步, 但林峰还在由于卖不卖, 权衡利弊, 王辰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赶忙来到窗户外看了看, 剑没有什么异常, 这才放下心, 我刚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有人跟踪我, 将他们甩掉后我才过来的, 想来应该是陈家的人, 我让家里的人去与他们周旋了, 应该没人发现你这个地方, 就算发现了也没事, 我们是老同学, 很要好, 来见一剑而已, 他们查不出来, 王辰这样想着, 但麻烦少一点也是好的, 现在洛成除了自己, 没人知道林湛已经消失了, 真正的杀手,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厨师, 这些天, 林峰如普通人一样, 只是宅在家里, 偶尔去外面买菜, 回来水煮, 至于龙鸡蛋, 现在外面市场已经没有卖了, 都被垄断, 他打算寻找新的食材, 虽然鸡蛋能通过王家的手段得到, 但价格上涨到了五千一枚, 有点小贵, 外面情况确实复杂, 林峰做完了最后一个单杆动作, 跳了下来, 伸手一挥, 水元素自动将他身上的汗液给清洗干净, 再忍一阵, 我的实力就不用惧怕陈家, 到时候, 翻手便可灭之, 林峰淡定地说道, 他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三十多级的转职者, 都不一定能打得过, 寻常四五个人围住他多无惧, 林峰现在属性已经很强了, 但技能上却弱了不少, 一般的转职者, 到三十五级时, 就拥有六个技能, 并且觉醒了职业奥义, 简称大招, 这些都是属性之外的增强, 也同样是无比重要的, 运气好的, 甚至能翻倍增加战力, 而林峰现在的天赋与技能, 还是单一了一些, 如果能够兑换神圣分离技能, 那他的战斗力能再上一个台阶, 到时候对付陈家, 就更有把握了, 我昨天出去买菜的时候, 看见了几个披着紫纹黑袍的强者, 每一个实力都有五十级网上, 至少四大家主的强度, 林峰进卫生间换了身衣服, 出来准备料理食材, 随口说道, 王臣盲点头说道, 是的风哥, 最近落成多了不少外城过来的强者, 有工会的, 也有其他城市的豪强家族, 我家里人都感受到了, 而且, 昆仑组织也派人来落成了, 都是名阵一方的人物,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这个地方将不再平静, 四大家族当然也敏锐地察觉, 落成与往日的不同之处, 所以, 这也是陈天豪久久没有大动作的原因, 林峰低着头处理着油菜, 想了想说道, 王臣附和道, 是的, 他家也不敢在这种时候动手, 不然早打起来了, 我们几家肯定得见血, 谁先动手谁就是煞笔, 要是误伤某个外城的大佬, 多不值得呀, 哈哈, 老大,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落成吗? 林峰弄完了油菜花, 开始料理十几只名虾, 挑虾馅, 笑了笑道, 还能喂啥? 他话没说完, 王臣自己想了想, 看着林峰那料理名虾干脆利落的手法, 不到三十秒就弄完了一大盆, 瞬间恍然大悟, 是为了老大? 对, 老大前段时间烹饪出的属性鸡蛋, 可是堪称旷是奇物, 谁得到了你, 就等于得到了一只会下缘能弹的攻击, 王臣滔滔不绝地说道, 林峰眉毛一横, 他顿时扇了自己一嘴巴, 纠正道, 是得到了一座宝藏, 老大, 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我感觉那些人都不怀好意, 王臣认真地说道, 乾隆在冤, 林峰已经水煮上菜了, 不到一会儿, 香味就飘满了屋子, 王臣觉得林峰的回答有点高深莫测, 他仔细琢磨, 一会儿后便明白意思是, 现在什么都不用做, 该干啥干啥, 等乾隆出冤, 龙飞九天的那一日就行, 慢慢增加实力, 王臣又问道, 老大, 那你要购买龙鸡蛋材料吗? 我父亲说, 如果我想要鸡蛋给朋友, 可以两千元能币低价出, 我可以帮你弄来, 林峰将一个火锅盆端在了桌子上, 擦了擦手, 笑道, 鸡蛋当然要, 不过, 我有另一个产品要推出, 这还需要你王家的帮忙, 有新的食物要出现了, 王臣眼神血亮, 欣喜万分, 林峰觉得, 现在增加属性这条路, 还是要继续的, 龙鸡蛋在黑市里卖一万, 王臣只需要两千就能弄到, 可以考虑, 钱, 什么都需要钱, 但奇珍鸡蛋, 现在已经不适合在大规模出售了, 容易暴露, 所以, 林峰从蛮兽森林回来的时候, 便开始想烹饪其他食材赚钱的方法了, 还真让他找到了, 在路过一条河流时, 他看到了一条变异小鱼, 名为狮鲍鱼, 不过巴掌大小, 但其内蕴含的精华, 让林峰很是惊讶, 在神厨之眼当中, 烹饪极品狮鲍鱼的效果, 能让转职者必定觉醒一个天赋, 这个世界转职者的天赋, 除了刚开始五级的时候, 必定开启的一个外, 想要再开启另一个, 无比的困难, 除非运气极好, 在战斗升级后开启, 否则根本不可能再拥有, 普通人穷极一生, 也不过只有一个天赋罢了, 这是大部分人的写照, 哪怕是落成四大家的家主, 最强的, 也不过就只有两个天赋, 开启一个天赋, 战斗力增强不止一倍, 和之前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烹饪施尾鱼, 直接就能开启一个额外天赋, 其效果, 不言而喻, 堪称逆天, 虽然每个人只有第一次服用有效果, 但已经足够了, 烹饪施尾鱼, 足以让整个神下帝国的转职者, 都陷入痴迷的追逐当中, 更是能直接迈出天价来, 当凌峰将自己心料理的作用说出来后, 王臣被惊得, 差点给凌峰跪下, 直直接觉醒一个天赋, 卧槽, 我勒了个大槽, 妈妈, 老大你, 简直是神养的存在啊, 这都能强行开启, 绝了, 以后谁敢再看不起厨师, 老子撕烂他的嘴, 我靠, 生活直接都能这么掉吗, 我感觉我的主战直接弱爆了呀, 到底什么才是第一支箭, 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 牛, 牛逼啊, 王臣不住的惊叹, 世界观受到了颠覆, 直接觉醒第二个天赋, 这要是真的, 神下帝国都得将凌峰供起来, 天赋这东西, 比技能还难得, 属于盖帅性事件, 升级之后, 才有机会觉醒, 这个世界就从未出现过, 能增加觉醒天赋的物品, 完全靠运气, 王臣现在十四级, 比林峰低一级, 如果真的能觉醒第二个天赋, 他感觉自己真的无敌了, 此时他看着林峰的眼神, 已经不是崇拜那么简单了, 而是一种狂热信徒般的模样, 林峰浅笑道,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还需要你们王家的帮忙, 我家能帮什么忙, 老大你尽管说, 上刀山下火海, 让我干啥都行, 王臣激动的道, 林峰吃了一口不附加任何属性的水煮虾, 道, 普通的狮鮪鱼, 是烹饪不出增加天赋的特性来的, 我所需要的食材, 必须是野生, 他回到洛城的时候, 就去菜市场, 看过家养的狮鮪鱼, 神厨之眼下, 没有任何烹饪特性的可能, 最好的一条也不过高品, 所以, 他猜测, 只有野生的狮鱼, 才符合要求, 而野生的鱼, 在这个世界中, 非常难得, 非转职者难以得到, 会被时不时出现的怪物袭击, 所以无人居住了, 于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安全, 帝国便放弃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构, 将所有人口都迁途进了城市当中, 对于普通人来说, 城市之外, 皆是禁区, 只有战斗职业与辅助职业等, 这些有自保能力的转职者外, 一般人可不敢随意出城, 也因此造成了普通人不敢出城, 开展狩猎, 渔猎, 种植等旧社会的劳作, 野生的食物很难见到, 价格高自然一些, 往日的农田被荒废, 只有大家族才有资金能力, 将那些荒废后的农田等集中起来, 实行集团制种植, 把持着一成的粮食, 当然, 他们也是要上攻击帝国的, 帝国也有专门种植区, 怕有大量高手在镇守, 至于河流, 那是最恐怖的地方, 与融合之前的世界可不同, 里面深藏着各种危险, 在转职者们的信条中, 开阔无垠的荒野、森林等, 这些危险性都算不上什么, 只要那如龙斑盘横在大地上的大江大河, 才是最恐怖之地, 曾经有转职者刚刚靠近河流, 一头如熊斑大小的食人鱼, 便跃出水面, 将其给吞没, 还有含有剧毒的水蛇, 两只钳子堪比一百力量, 属性点的螃蟹等等, 这些往日无害的生物都变异了, 也因此, 河流成为了禁区, 所以, 想要大量获得野生的狮尾鱼, 只有高手前往才行, 我想你动用家里的力量, 帮我捕捞狮尾鱼, 凌峰说着, 指了指厨房那边的桶, 王晨喝了一口汤后, 看了看桶里一条活蹦乱跳的狮尾鱼, 拍了拍胸脯, 打包票道, 老大你放心吧, 我肯定能给你弄来, 不过野生的狮尾鱼可不多, 因为河流变得危险后, 这种相对温和的鱼种, 被其他侵略性强的水生物给吞噬, 所以, 数量再逐渐稀少, 数量上, 王晨说着, 又觉得有点难办, 凌峰点头道, 能拿多少拿多少吧, 至于报酬, 就是你的第二个天赋, 我给你开了, 王晨很忠心, 这些日子都能看出来, 所以他也不吝啬, 打算给他开第二个天赋, 他也懂野生狮尾鱼的珍贵, 不然他自己就亲自下河抓了, 哪里劳烦到王家, 外加上现在的自己, 不适合引人注意, 所以没办法, 只能让王晨弄来了, 一听说给自己开第二天赋, 王晨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在吃完凌峰做的美味之后, 他便马不停蹄地离开了老旧城区, 返回王家, 而凌峰则是开始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他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凌峰, 职业, 厨师, 等级, 15%, 65.4%, 力量, 172%, 敏捷, 172%, 精神, 172%, 体质, 172%, 为加点属性, 零, 装备, 翠金匕首, 紫色, 绚烂花环, 金色, 天赋, 红厨玉手, SSS, 致高刀弓, SSS, 技能, 水煮法则, SSS, 神厨之眼, S, 再将升级的属性点, 与吃鸡蛋的属性点均衡加完之后, 凌峰的属性来到了172点, 已经堪比40级转职者的属性了, 而且还是各项均衡, 如果让别人看到他现在的属性, 怕是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 这哪里是15级, 说是40级别人都信, 凌峰叹了叹道, 可惜, 增加天赋的施尾鱼对我没有用, 我的天赋只能通过系统购买, 不过, 将这玩意卖出去, 然后购买天赋, 也算是另一种获得, 钱啊, 缺钱, 凌峰打开了手机试看新闻, 刚刚打开, 他便有些愣神, 因为现在最热门的前十条热搜, 有八条是关于落成的, 看来这个地方, 真的已经成为风暴中心了, 凌峰有点感慨, 落成之外的势力嗅觉太灵敏了, 从各地赶来落成, 想要率先找到自己, 如今不过是属性鸡蛋而已, 就引来了这么多人的关注, 如果施尾鱼上架拍卖, 不知道又会引起怎样的大风波, 更何况, 还有后续的食物上市呢, 比如兑换的神圣分离技能后, 就能将怪物肉分离成能烹饪的食材, 化不可能为可能, 在普通人眼里废物一样的肉, 在他手里, 却能化为珍宝, 凌峰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 属性肯定是要一直增加的, 或许将来能够找到代替龙鸡蛋的食物, 他看着手机里的第一个新闻, 便是整个神下帝国所关注的春雷女武神的信息, 根据最新报道, 春雷女武神结束了北大陆的精灵副本会谈, 正在返回神下帝国途中, 看起来他心情很愉快, 而他的目的地不是京都, 而是直奔东部的落成, 那里究竟有什么在吸引着他, 凌峰忽然感觉到很压抑, 仿佛整个落成的天空都陷入了雷暴当中, 所有隐藏在暗处的人在雷霆之下都无所遁形, 他也要来, 属性鸡蛋应该惊动不了他吧, 或许是因为其他什么目点, 凌峰想不明白, 高高在上的春雷女武神为什么突然来到落成, 自己的事情只不过是出现端倪, 怎能引动这样的大人物, 他猜测也许是与世界Boss暗黑巨龙出巢有关, 紧接着看第二个新闻报道, 根据可靠消息, 在西大陆埋葬了神智者的死灵法师, 已经进入神下帝国境内, 望全国人民注意, 对方来意不明, 切莫与其接触, 一旦发现, 尽快报道给昆仑或九州, 热线XXXXX, 这个消息倒是让凌峰有些淡定, 神下帝国处于地图板块的东大陆, 而落成更是在最东边, 那死灵法师应该来不到落成就被灭了, 帝国昆仑组织可不是赤素的, 盘踞于神下帝国内的异端组织, 最近蠢蠢欲动, 有消息称, 他们开始进入落成, 甚至在蛮兽森林处, 杀害了数百位转职者, 请洛成有关部门注意, 这个新闻伴随着挖掘处的那块山的照片, 一整座山都被陈家挖了出来, 找到了里面的尸体, 凌峰这才开始认真了一些, 根据上面显示的陈家人遇害的时间, 就在自己离开蛮兽森林不久, 如果那时候我走得慢一些, 说不定也会遭遇一端的毒手, 他们果然很强, 来人至少五世纪以上, 不知道有多少位, 他想起自己在楼下见到的两个身体, 包裹在紫纹黑袍当中的人, 顿时遍体生寒, 异端应该也是爱找自己的, 联想到十年前, 他们那陷阱一成的做法, 凌峰便感觉到了危机, 现在的自己实力还不够强, 勉强能硬刚四世纪的转职者, 但在面对五世纪的时候, 就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而他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两人, 每一个都是五世纪以上, 已经是能创建一方势力的人物了, 却心甘情愿为异端卖命, 那当中更强者还有多少, 来洛城的头领又将是什么级别, 这让凌峰越发谨慎了起来, 昆仑组织大批人马赶到洛城, 这里成为了风云际会之地, 传言是因为某个人而来, 同时也准备给予一端组织迎头一击, 一两之中, 随着消息越传越广, 进水楼台先得月, 国内的有关部门肯定会先来找自己, 不仅仅是昆仑, 连八大财阀也派人来了, 消息也是上了热搜, 当中不少年轻一辈, 皆是有名的强者, 每一个都在顶尖学府深造过, 洛城四大家的实力与财阀相比, 不值一提, 洛城家族顶多是在一个城市, 作威作福, 而神下帝国顶尖的财阀, 影响力却是辐射国内所有地区, 就连海外都有他们的势力, 蚂蚁与大象的区别, 这些财阀动手, 随便派来的一个人, 都能镇压一个家族, 很热闹啊, 凌峰把手机关闭了, 闭起眼睛开始思考, 不久后, 暗黑龙王的风波肯定会刮到洛城, 异端与昆仑必将有一场大战, 那七大财阀巨头, 李家, 赢家, 朱家, 满家, 刘家, 曹家, 姬家, 也不会善罢甘休, 真是热闹啊, 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 刚刚关闭的手机响了起来, 来电是自己在洛峰学府的老师, 陈兴, 喂, 陈兴老师, 凌峰接起来尊敬地说道, 电话那边的陈兴问道, 凌峰啊,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想好以后的路, 听着老师的询问, 凌峰心里一暖, 都已经毕业了, 老师还特意打电话来问自己, 父母也不过如此, 凌峰回道, 我打算以后在街头卖点小吃, 然后自己开一家美食店, 老师回道, 这样便好, 前几天厨师协会的人打电话过来, 问你怎么还不去登记, 我就在想你往后的工作怎么办, 所以特地打来给你, 凌峰笑道, 谢谢老师, 我也差点忘记了这件事, 等等我就去协会登记, 两人在寒暄了几句后, 便挂断了电话, 凌峰收拾了一下, 就出了老旧城区, 打车来到了厨师协会大门前, 今天的厨师协会有点不太平, 门口停了十几辆好车, 一看来头就不小, 凌峰看到了门口旁边有两个西装笔挺, 带着墨镜的镖形大汉, 神厨之眼一看下, 这两人竟然有三十多几, 而且都是战斗类直接, 凌峰刚刚靠近, 就被当中一人拦了下来, 西装大汉说道, 高家小姐正在里面用膳, 无关人员请改日再来, 凌峰神色如常, 原来是高家的小姐, 怪不得出行阵仗那么大, 她在心中做对比, 其他世家的新一代, 虽然没有高小姐那么高调, 但也没那么招有, 远的不说, 王臣, 严君来, 还有被自己杀掉的陈炎, 平日间也不会直接让人包围一个协会的分部, 我是来厨师协会登记的, 凌峰老实地说道, 说完, 亮了自己的直接面板, 姓名, 凌峰, 职业, 厨师, 等级, 15级, 65.4%他亮出的, 是自己正常转制后的属性面板, 所以没有引起两个大汉的特别注意, 只是看到, 凌峰如此年纪轻轻, 就已经有了15级, 而略微惊讶罢了, 其中一个人说道, 既然是厨师, 你进去吧, 说完, 他们让开了路, 凌峰迈不进入, 刚刚进门, 一阵娇和, 就充斥在厨师协会的大堂当中, 整个洛城所有厨师都归你们管, 几十万个厨师, 做出的食物还能那么难吃, 气死我了, 啊, 在凌峰的面前, 满地都是被前面哪位穿着昂贵服饰的少女, 所丢掉的食物, 砸烂的餐碟, 落大一个厨师协会, 上百位洛城顶级厨师, 此时全都低着头, 不言不语, 高家小姐, 应该是那个买了我属性鸡蛋的人, 凌峰在心里暗想着, 这是因为, 家里的厨师已经满足不了胃口了呀, 所以来协会换厨师呢, 高美琪没有注意到凌峰, 他只是想吃一顿好的, 天可怜见, 自从吃了凌峰的食物之后, 自己的胃口越来越好, 但口味也越来越雕, 找不到适合的食物填饱肚子了, 其父亲还为此, 花了大价钱在各地招揽大厨, 但没一个人能做出凌峰那样的味道, 高美琪已经连续好多天吃水果了, 实在饿得慌的时候, 就让人煮龙鸡蛋吃, 虽然没有属性, 没有那么美味, 但在吃的时候, 他还能幻想这是属性鸡蛋, 也算是解了馋, 他今天亲自过来厨师协会, 就是为了找到能做出符合自己胃口食物的大厨, 结果厨师协会顶尖的一百多大厨都来了, 甚至洛城的老名家也都来了, 结果没有一个能办到的, 他甚至花了两千万元能币悬赏, 只要做出让他吃了连连较好的食物, 就能获得钱财, 依旧没有任何作用, 你们这厨师协会, 趁早关闭吧, 那年年厨神之争比赛, 落成总是垫底, 高美琪再撒了一波气候, 就带人离开了, 走过凌峰身边之时, 原本正怒气冲冲的他, 忽然一愣, 愕然道, 你是凌峰, 我记得你, 你好像转职成厨师了, 凌峰也有点猛逼, 自己这三年已经知名到这种程度了吗? 是我, 他神色如常地回道, 高美琪没有停下脚步, 赞赏道, 厨师不错, 很有前途, 期待你未来成为大师, 说完, 他便带着人离开了厨师协会, 坐上了豪车, 扬长而去, 高美琪如果知道自己刚刚错过了什么, 一定会后悔万分的, 这时, 协会的厨师们才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不少人额头上都有冷汗, 显然是被刚刚高美琪给吓的, 生怕对方让仆人将整个厨师协会的人给揍了, 还好, 高美琪虽然蛮横, 但还不至于不讲理, 临走时给了一百万元能币厨师协会, 当做他们的精神损失费, 与料理食材费, 有人来将散乱的场面给收拾好, 一切慢慢恢复好顺序, 凌峰去到了前台, 给那个劫后余生的前台小姐说道, 你好, 我是来登记的, 还在害怕中的前台看了看这个帅帅的小哥, 点点头, 交给了他一张表, 凌峰填好表格, 出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美女前台看着表格中的信息, 有点惊讶, 竟然是15级的厨师, 看起来刚毕业吧, 不过他没有多想, 将填好的表格上传到电脑中, 然后凌峰下载了一个APP, 注册登录账号, 这个APP里面有厨师论坛, 还有任务发布, 招聘, 教学等等, 你可以研究一下, 我就不细说了, 前台小姐甜甜的笑道, 凌峰点点头, 在招待的位置坐了下来, 查阅上面的信息, 五花八门, 但又井然有序, 上面还有最近比赛的报名通道, 通过比赛不仅仅获得金钱奖励, 更能提升地位与身价, 在他坐了一会儿后, 一个老者坐在了他的对面, 看起来有八十多了, 面皮苍狼, 我听说过你, 老者率先开口道, 凌峰将手机关掉, 神色发猛地看着老者道, 老爷爷, 你是? 老者笑道, 我是洛城厨师协会会长, 名叫古陈天, 之前听到过你的事例, 孩子, 厨师也挺好的, 比在外面打打杀杀, 提心吊胆的人强多了, 凌峰点头, 道, 我都明白, 谢谢古会长开导, 请问您亲自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没, 只是想来见见洛峰学府中的传奇人物, 听说, 你到了十五级, 后生可畏啊, 虽然经历过挫折, 但依旧能保持初心, 磨砺自己, 古陈天摸了摸自己的胡须赞赏道, 他还以为凌峰的等级, 是自己偷偷在家练习练出来的呢, 联想到其在学校三年的刻苦, 这并不奇怪, 凌峰没有说话, 只是略做腼腆的笑了笑, 古陈天继续说道, 最近洛城不太平, 出了个能将普通龙鸡蛋烹饪成属性鸡蛋的天才, 招来了各方强者, 往日里, 我们安静的厨师协会, 也陷入了风波中, 不少人进来打探, 前几天来了几个黑袍人, 古陈天继续说着, 凌峰不知道, 其葫芦里, 卖着什么药药, 但一听到黑袍人, 他眼底还是有光芒闪烁了一下, 看来是异端, 连厨师协会都不安全了, 就在凌峰安静地听着的时候, 协会进来了一个青年, 是严家的严君来, 他看起来面容苦涩, 显然有什么难处, 刚一进门, 他就见到了坐在招待处的凌峰, 眼神顿时一亮, 凌峰, 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 严君来自来熟地坐在了凌峰的旁边, 同时认出了老会长, 老会长点点头, 笑道, 你们先聊, 我其实有点事情想麻烦你, 但过一阵再说吧, 严峰无奈,问道, 严君来, 有什么事吗? 严君来道, 没事没事, 只是有个问题想问一问你, 那个凌峰, 是不是你? 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眼睛一直看着凌峰, 希望能找到端倪, 凌峰神色如常地笑了笑, 道, 你觉得可能吗? 我长得像他, 严君来赶忙充满歉意的道, 对不起, 我没有恶意, 只是好奇问一问, 当时那凌峰面貌虽然没有你帅, 但我发现, 他和你的气质如出一辙, 如果不看脸, 他一样, 我对那个人很崇拜, 就像面对前三年的你一样, 你不知道, 当时, 严君来平日里话很少, 今天面对凌峰的时候, 却特别的多, 絮絮叨叨的, 说了一个多小时, 凌峰听着别人不住地夸自己, 总感觉有点别扭, 聊完之后, 严君来差点忘记了正事, 我来这里是找特聘厨师的, 最近口味变得有点雕, 家里的厨师做的都不合口味, 严君来站起身, 凌峰不如你去我家吧, 我带你一个, 肯定比在王家待遇好, 严峰摇头道, 算了, 我现在没有去工作的想法, 这严君来看来是真的喜欢交朋友, 点点头, 严君来不再多说什么, 而是走向了前台跟小姐询问, 不久后就进了内部, 去试菜去了, 严峰刚刚站起身来, 门外又进来两人, 直直地朝着他这边走来, 目的明确, 你就是严峰, 当中一人穿着轻甲, 脸上有一道刀疤, 看起来略显猙獰, 但面容却是有些秀气, 你是, 严峰眉头凝成了花, 暗想自己以后真的不适合出来了, 怎么到哪都有人认识自己, 这名声不太好啊, 出风头不是他的作风, 我名叫赵青山, 是洛城城主的儿子, 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吧, 赵青山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严峰摇头道, 没, 我要回去了, 不好意思, 说完, 他收拾好东西, 朝外走去, 赵青山抓住了他的肩膀, 让他停了下来, 你三年期间很出风头, 我也很佩服, 赵青山与另外一人转过身来, 但你现在是一个厨师, 就要有做厨师的觉悟, 我这次从京都回来, 听说过了你与赵门儿的事迹, 我不希望今后有人拿赵门儿与你说事, 更不希望你今后在媒体上侃侃儿谈, 你能识趣一点吗, 赵青山脸上依旧是皮笑若不笑的模样, 充满了压迫感, 临峰轻轻一抖, 赵青山的手便从肩膀上滑落, 说完了吗, 临峰依旧镇定地回道, 赵青山不在意地道, 我只想你管住自己的嘴, 毕竟, 你的职业只是一个厨师, 你自己要明白, 当他这句话刚刚说完, 临峰已经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厨师协会, 打了个车走了, 他身边的艺人皱眉道, 青山, 要不要给这小子一个教训, 赵青山摇头道, 我还是很佩服他的毅力, 话说道, 这份上就行, 他应该不会不逝去, 赵门儿如今与京城召发哪位关系匪浅, 又是我的堂妹, 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哪位也要来洛城一趟了, 赵门儿也会回来, 听说是因为咱洛城出了的奇人, 制作出的食物, 能增加属性, 而且无比的美味, 如果我们能率先找到那人, 说不定能得到京城赵阀的另眼观看, 到时候说完, 赵青山笑了笑, 殊不知, 他想要找的人刚刚就在眼前, 当临峰回到老旧城区的时候, 王臣也到了, 手里提着一个大水袋子, 里面有三条散发出金色光辉的小鱼, 将尸尾鱼放进了桶里, 王臣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凌峰左看右看, 老大, 你没事吧, 凌峰哭笑不得的道, 我能有什么事, 我听说城主的儿子, 那个赵青山找你麻烦了, 那家伙可不好惹, 比我们大七八岁呢, 实力很强的, 王臣见凌峰没事, 这才放下心来道, 你对他了解多少, 凌峰看着桶里带来的三条狮尾鱼, 还有自己从河里抓来的一条狮尾鱼, 现在手上一共有四条, 每一条碰饪后都有极高几率, 附加觉醒天赋的效果, 王臣想了想到, 洛城城主是神下国八大财阀赵家的分支, 虽然是很远的分支, 但势力也不容小觑, 赵青山是城主的独生子, 与赵妈是堂兄妹的关系, 当时赵妈来洛城读书, 也是因为这里有个叔父赵映, 听说最近赵妈搭上了赵家一个嫡系血脉的线, 对方很喜欢赵妈, 打算收他, 所以, 赵青山才想将赵妈的人设打造得清纯一些, 最好出于你而不染的那种程度, 他来找你是希望你守口如瓶, 不要乱说赵妈的话题,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名气的人, 说不定现在已经被人弄死了, 那赵青山现在应该有三十五级左右的实力, 三十五级的青年一代, 在洛城算是拔尖层次了, 怪不得敢那么嚣张, 背后还有城主那样的大势力, 王臣憋屈道, 妈的, 明明是那赵妈自己做的孽, 老大从未表示过喜欢他, 结果赵青山就将所有的问题强加在了你的身上, 林峰摆摆手道, 这个话题结果, 他不想继续谈了, 影响烹饪的心情开始料理施尾鱼, 王臣只能接过, 林峰料理的时间, 他说了另外一件事, 这几天你那臭弟弟的很嚣张, 在虚拟机中霸占了中等学府排行榜第一几日, 不少人称他是第二个你, 但他不屑一顾, 说你与他根本不能比,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 你就像是落后的远古时代的野人, 这臭弟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长文字, 可以想象他打完这些字后得意的表情, 真想顺着网线过去打他, 王臣坐在沙发上, 说着自己的感慨, 同时握紧了双拳, 想着等有时间上虚拟机一趟, 帮林峰教训一下与绝尘, 他还说你, 只在中等学府第一, 他将要冲击高等学府的排名, 而且他只有十岁, 作为哥哥的你凭什么比, 网友口嗨, 完全是看不起你的态度, 王臣有点替林峰生气, 觉得如果是自己的话, 根本忍不了, 怎么样都去教训他, 哪怕暴露实力与身份, 林峰终于在心里有了波动, 停下了手里的料理动作, 他仰起头来, 看着窗外的天空, 道, 看来他父母太惯他了, 还有傲视工会的人也没有教诲他, 什么叫谦卑, 放心吧, 等我将施尾鱼迈出去后再说, 我亲自教他, 当物知即是兑换神圣分离的技能, 让自己实力变强, 才能在各方强者云集的落成之中, 有足够的安全感, 弟弟想爬到哥哥头上, 林峰觉得有必要捍卫一下自己的威严, 王臣有点兴奋, 林峰终于要出手教训弟弟, 真想亲眼见到那一战, 与绝尘被碾压的畅快感, 现在他没有继续打扰林峰, 而是打开手机观看最近落成的新闻, 不一会儿后, 唇厚的鱼香味便弥漫在老旧房间之内, 王臣不知不觉口水就流了下来, 当两条狮尾鱼端到了餐桌上后, 王臣的口水快要流成瀑布了, 林峰擦了擦手, 看王臣这猴急的样子, 笑着点头道, 吃吧, 等你吃完后, 另一条就立马拿到最近的交易机上卖, 这东西保质期只有一天, 第二天就没有效果了, 王臣点头, 话都说不出来了, 拿起筷子速度, 吃了一口鱼肉, 放进嘴里之时, 纯正的鱼香味充斥在他的口腔当中, 他整个人都要化开了, 鱼肉顺滑进了腹部当中, 化成了精纯的能量, 在激活他的潜能, 绝世佳肴, 太美妙了, 我感觉自己遨游在河流当中, 化身成为了一条神鱼, 周围鱼虾相伴, 偶尔窜入草中, 自由又轻松, 王臣一脸诸葛模样的闭起了眼睛, 感受着味蕾的冲击, 当味道消失后, 他继续将狮尾鱼的肉给吃完, 连骨头都没剩下, 不住地舔着手指, 而后他整个人都在美味当中瘫化了, 直直地躺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凌峰还以为他上了天堂, 两久之后, 王臣的身上开始泛滥起金色的光韵, 像是云雾般, 栩栩流淌, 他睁开了眼, 男男道, 老大, 你闻到了吗? 我被施尾鱼的鱼香味包裹了, 凌峰白了他一眼, 道, 快看看觉醒了什么天赋, 王臣连忙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就见在天赋列表当中, 在骑士精通天赋旁边正有一个格子缭绕着金色的器物, 这些器物慢慢地开凿出第二个天赋, 不久后, 金色雾气散去第二个天赋出现, 如金石般镶嵌在王臣的天赋列表上, 是, 征伐, A级, 王臣满脸大喜, 这个天赋是无数骑士梦寐以求的, 有了这个天赋, 他甚至能越级而战, 征伐的作用是下一次攻击, 会获得基于他的移动距离的攻击力加成, 就是说, 他的移动越快, 越远, 积攒的能量越强, 他下一次的攻击就越强大, 比如说, 如果他在千米开外就开始积攒移速, 当冲到敌人面前时, 他的下一击攻击力将成倍增加, 骑士的进阶天赋之一, 而他现在只是十四级而已, 就已经获得了, 换在平常, 他在外面, 别人都得称他一句天骄, 凭借此天赋, 禁凤皇学府绰绰有余, 根本不用参加考核, 爹, 王辰差点又想给凌峰跪下, 紧紧住大腿, 觉得老大这简直是造物主一样的存在啊, 直接平摆给了自己一个A级天赋, 凌峰一脚将他踢开, 笑道, 别那么恶心, 你应得的, 吃完了, 就将这条施�尾鱼放进交易平台拍卖吧, 两千万元能比起拍, 王辰被踢也无怨, 满脸的幸福, 不过他听到凌峰的报价, 疑惑道, 老大, 你不吃吗? 两千万低价也太少了吧? 凌峰摇头道, 这玩意对我没有用, 两千万是顶了, 再多那些人都不敢尝试, 再者说, 这是拍卖, 底价无所谓了, 王辰认同道, 老大说的是, 说完, 就将施尾鱼草草的打包, 走出门口, 凌峰补充道, 对了, 你应该知道, 陈家和赵承主的交易账号吧, 王辰停下了脚步道, 记得呀, 他们两家都很高调, 有钱的账户就那几个, 其他的账户都是小户, 凌峰淡然道, 设置拍卖时, 禁止他们两家参与竞拍, 王辰听到后, 脸上笑容逐渐灿烂, 有点幸灾乐祸, 这两家估计要郁闷的凸显了, 他感觉人生失去了光彩, 失去了兴趣, 失去了动力, 纵然自己家有诺大的财产, 但想要吃到喜欢的食物, 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烹饪出食物的是年轻人, 哪怕丑一点, 我嫁给他都行, 高美琪想美食想哭了, 他想到一句话, 想要让一个女人死心他, 首先抓住他的胃, 他现在被抓得死死的, 就在他苦恼的时候, 仆人端着一个平板, 满脸惊喜地从外面的花园跑了进来, 小姐, 小姐, 太好了, 那个商家又上架食物了, 仆人的话让高美琪僵住了, 手中的水果掉在了地上, 他一时之间没有缓过神来, 期待了一个多星期的美食, 再次上架, 对他的冲击很大, 胜, 上架了, 美味的龙鸡蛋, 高美琪呆呆地说道, 那仆人摇头道, 小姐, 是新的食物, 狮鮪鱼, 狮鮪鱼, 高美琪迅速抓过了充满科技感的平板电脑, 看着系统上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水煮狮鮪鱼, 可惜不是龙鸡蛋, 他有点怀疑这道新菜的味道, 是不是也和龙鸡蛋一样好吃, 毕竟鸡蛋的味道实在让他太深刻了, 等等, 狮鮪鱼竟能直接开启一个天赋? 真的假的, 我有点不太相信, 高美琪眼睛看向了狮鮪鱼的介绍, 当即美眸就更大了, 心脏在砰砰乱跳, 味道绝佳, 蕴含精纯能量, 保质7亿天, 根据检测信息, 该食物完全服用后, 可激活转职者体内大部分潜力, 必定觉醒一个天赋, 祝, 每位转职者只能依靠此食物, 开启一个天赋, 再食用将无任何效果, 直接硬生生开启一个天赋, 高美琪觉得这有点吹牛逼了呀, 他又不傻, 可是知道天赋究竟有多难得, 并不是像技能一样, 依靠怪物掉落的卷轴就能开启, 而是完全凭运气, 现在交易平台却告诉他, 只要吃下狮鲍鱼就能直接觉醒, 他怎么能不震撼, 他深知交易平台不会骗人, 而且上一个属性鸡蛋也出现了奇迹, 他决定必须买下来, 拍卖时间一个小时后, 同样是一个小时的竞拍时间, 起拍价2000万元能币, 如果真的能直接开启一个天赋, 2000万少了, 两亿还差不多, 嗯, 陈家与赵承主不能参与竞拍,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我估计他们看到, 都要气疯了, 正好少了他们与我争, 高美琪开心地想着, 他的粉色手机响了, 是父亲打来的, 父亲告诉他, 家里会全力支持他购买狮鱼, 让他尽情尽拍, 严家, 在落成一处偏僻的地方, 不起眼的一片竹林当中, 有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庄园, 这里的房子全是由竹条做的, 没有一点现代气息与科技, 严君来来这里很多次了, 走过了一条小溪流, 溪流上的石桥攀爬着灰色的水盐草, 绿藤缠绕而过, 进入到了庄园内, 就见一个老者正在拿着竹把扫地, 严君来不敢怠慢, 恭敬有礼地道, 爷爷, 老者见识他来了, 将扫把递给他, 笑道道, 君, 已经十五级了, 不错, 有我们严家的风范, 严君来拿着扫把扫除地面上的落叶, 道, 爷爷最近落成来了很多势力, 父亲来让我问你, 严家该如何站位, 老者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没有形象, 与大自然融合, 像是一个老农, 他拿出汗烟, 扒击了两口后才说道, 你们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了吗, 随行走吧, 那人不错, 我有预感将是我们严家崛起的希望, 可以下种, 严君来点点头, 他来这里, 只是受父亲所托, 想要得到爷爷的肯定罢了, 同时来加深爷爷对自己的印象, 为日后的家主之位做铺垫, 扫了两下地后, 他的手机响了, 那人又上架新东西了, 什么, 能直接觉醒天赋的施尾鱼, 卧槽, 严君来在身居检出的爷爷面前失态了, 但也顾不上那么多, 他将扫把放在了一边, 连忙打开交易平台, 看着上面关注的信息, 卧槽, 这是真的, 天哪, 那位可真是神人, 怪不得那么多势力为他而来,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好恐怖的手段, 他大呼小叫, 声音惊动了竹林的风, 吹动竹子, 哗啦啦作响, 又有不少落叶落下, 老者连连巴结了几口汗烟, 不悦得道, 君来, 要保持心态平和, 镇静, 镇静, 什么事情值得你如此势态, 忘记了爷爷怎么教你的, 君子如竹, 迎狂风而不倒, 迎暴雨而不弯, 你觉醒的是, 我们严家传统的疾风剑士职业, 当已如风般, 飘渺自然, 淡然从容, 老者的话字字朱迹, 如一股河水般, 让严君来冷静不少, 严君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不失态, 爷爷教训的是, 只是这上面的消息, 实在太过吓人, 我一时间没控制住, 他恢复冷静的神情, 温和地说道, 老者伸出干巴的手, 呃, 什么消息, 让我看看, 严君来连忙将手机送到老者的手里, 老者眯缝着眼, 冷淡地扫了一眼, 而后, 竹林里只有风声与溪水声流响, 足足过了三分钟, 严君来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他偷偷地瞄了自家老爷子一眼, 就见其此时像是石化了一样, 仿佛变成为某旧时代的雕塑图画, 一动不动的, 他也敏锐地发觉到了, 僵化的老爷子眼底正有微弱的光芒逐渐绽放, 变量像极了星辰, 终于, 老爷子开口了, 卧槽, 什么时候, 烹饪好的食尾鱼食物, 也能放到交易平台了, 老爷子忽然坚守都在颤抖, 感觉下一刻就握不住手机了, 他淡定的面容全部消失, 脸上满是惊讶与不解, 严君来还是绷不住自己心里的修养,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心里吐槽道, 还说要淡定一些, 您老人家还不是这香了, 老爷子没有理他, 换做平常, 肯定拿烟杆子揍他一顿, 老爷子眼睛都瞪直了, 看着上面的信息满是不可思议, 前阵子我听说了那属性鸡蛋的事, 妈的, 怎么现在这个更离谱, 直接开启一个天赋, 这人是怪物吗, 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这种奇珍呢, 画符朽为神奇, 老爷子再也坐不住了, 站起身来, 不住的在庄园里来回走动, 那多年的修身养性, 全都这个信息被摧毁, 怪不得, 那么多势力为他而来, 单凭借这一奇珍, 就足以让所有人疯狂了, 老爷子吐了一口唾液, 完全失态, 激动得道, 要是我有这一手能力, 别说东部的家族, 哪怕是成为第九财法, 也能争一争, 拍下, 要尽全力拍下, 情绪澎湃了两久, 老爷子才慢慢安静了下来, 看着严君来, 感慨得道, 你运气真好, 生在有这样一个神人的时代, 这施鲁鱼就给你用了, 你将来的路, 能走得比我更远, 严君来难以按耐住激动道, 谢谢爷爷, 自己不仅仅是得以开启第二个天赋, 实力变得更强, 说不定能追上那灵战的脚步, 而且也得到了老爷子间接的肯定, 将来这家主之位, 就没人再敢与自己相争, 老爷子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再次看向交易平台上的信息, 眉毛一挑, 老脸忍不住笑得和菊花一样灿烂, 道, 看来陈家与赵承主, 与这位的关系不太好啊, 他们竟然连近拍的资格都没有, 真想看到那两老小子的脸色, 一定很精彩, 看到这个信息, 老爷子开怀大笑, 仿佛年轻了好几岁, 王臣的匿名账号, 此刻的关注数量来到了十几万, 大部分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当然, 也有许多的媒体, 还有凑热闹的人, 他们知道这个商家总是会发布一些奇珍, 每个东西都价值不菲, 哪怕自己买不到, 也能围观看一看近拍, 也是因此, 消息传播得很快, 整个落成都在关注着即将到来的失伪于拍卖, 网上也逐渐火热了起来, 林峰只给了所有想要近拍的人, 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有点仓促, 除了落成的人以外, 别的地方视力都没反应过来, 但与家人却是关注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 与绝尘父母之前没买到鸡蛋, 一气之下, 将那一百万元能币, 全都花在了买普通龙鸡蛋上面, 结果买来的龙鸡蛋数量非常多, 摆满了屋子, 甚至租下的仓库都放满了, 与绝尘就倒霉了, 吃了快两个星期的龙鸡蛋, 不仅仅没增加属性点, 他自己都快要吃吐了, 差点进了医院, 现在一看到鸡蛋就反胃, 工会副会长还骂了这傻貌夫妻一顿, 乱花钱, 其父母最后只能作罢, 将这些鸡蛋低价处理掉, 再也不敢作妖了, 当施尾鱼上架在交易平台上时, 一直守着平台的郭美芬顿时大呼小叫的道, 儿子, 快来看, 那商家又有新的东西上架了, 是直接能开启一个天赋的奇珍, 天哪, 这人也太神奇了, 怎么什么都弄得出来, 正在上网看着高等级兵系法师战斗资料的羽绝尘, 也连忙打开了交易平台, 当见到平台介绍的施尾鱼时, 他的心脏就不住地跳动, 眼底闪现出渴望无比的光芒, 他在心里暗想, 如果自己能再开启一个天赋, 那高等学府的排名, 他绝对能稳稳地争第一, 实力将大幅度跃进, 我一定要得到, 羽绝尘呼吸急促地说着, 而后, 他打通了副会长的电话, 告知了这一突发情况, 电话那头的副会长, 听到新事物的功能时,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甚至在想, 这施尾鱼如果能拿下来, 自己也可以自己用啊, 直接开启一个天赋, 不管多少级的人都是渴望的, 打完电话后的羽绝尘, 神色冰冷地说道, 得到野生施尾鱼后, 我要向所有人证明, 那个哥哥在我面前, 真的只是一个蝼蚁, 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与此同时, 陈家, 陈天好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仿佛没有什么能打动他的事情, 不过, 在他看着交易平台上的信息之时, 笑容突然消失, 无穷的怒火在他眼睛当中窜起, 该死的, 上架其真的究竟是谁, 竟将我陈家列入了不准参与拍卖的范围中, 我们什么时候和这样的人结仇的, 该死, 该死啊, 他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猙獰, 看起来很恐怖, 怒到了极致, 他也很渴望得到施尾鱼, 开启第二个天赋, 让自己实力更上一层楼, 说不定能碾压其他家, 但现在这个商家竟然连让他们买的资格都没有, 差点将他给活活的气死过去, 无尽的火焰在他的四周燃烧了起来, 一条条火焰纹路从胸口爬上了他的脖子, 火焰将整座房子都给燃烧了起来, 家里的仆人还没来得及躲避, 就被极高的温度烧成了火炭, 城主豪宅内, 赵城主看着自己儿子赵青山打开的交易平台信息, 他的眉头如染上了白霜般, 散发出淡淡的冷意, 这人找死, 等将他找出来, 我会让他尝尝什么叫痛不欲生, 竟敢将我们所有的账号都屏蔽了, 好, 好的很, 赵城主咬着牙齿说道, 赵青山也面若寒霜的道, 父亲, 现在还没有这人的线索吗? 没有, 一点线索都没有, 赵城主摇头道, 一个刻意隐藏起来的高手, 又岂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随着他发布的奇珍价值越高, 他自己的价值也越高, 当他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时, 等待他的, 除了死, 就是被囚禁, 赵城主恶狠狠地说着, 赵青山叹了一声道, 可惜, 如果这奇珍能被我们所得, 让我开启第二个天赋, 我们应该就能进入京城嫡系赵家了, 那些老家伙也会高看我们一眼的, 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这个卖家, 想不通啊, 赵城主也叹息了一声, 这次的拍卖,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同时, 也让许多人调侃, 陈家和赵城主这次面子可丢大了, 连参与拍卖的资格都没有, 名声会直接降到最低, 同时沦落为各大势力的笑话, 施尾鱼无疑是牵动各大势力的心的, 毕竟他们都是为了奇珍而来, 堪称一场大盛会, 还有一个人, 不, 更准确地说, 最接近神的人也正在赶来, 在距离落成不远处的东部区域, 本是晴朗的天空, 竟有一块风雷交加的乌云, 正以极快的速度冲来, 暗色的云层当中, 一道道蓝色的闪电, 在闪烁着赤裂光芒, 如龙般粗壮的闪电, 划过虚空, 一个俏丽的人影立于云朵中, 随着乌云移动, 他身穿一身淡蓝色的旗袍, 旗袍上纹着神秘的雷纹, 露出一双洁白如玉的笔枝长腿, 身材曲线诱人, 凹凸有致, 令人遐想万千, 他的五官很精致, 如春风拂面, 惊艳无比, 但神情却很冷, 更似到春寒, 充满了威严, 令人不知不觉间, 就矮了一分, 他, 正是神下帝国的武神之一, 春雷女武神, 又同样是八大财阀的赢家后代, 名叫银领鸟, 米奥, 春雷, 这不是他的自封, 而是在突破九世纪后, 成为世间的顶尖强者之一, 由世界认可而赤风的绝世称号, 此时的银领鸟拿着手机, 看着交易平台上的讯息, 同时, 他如玉枝般的耳朵上, 带着一个耳机, 与那边的人通话, 这家伙真的给我很大的惊讶, 嗯, 你那边向上拿权限查到信息了吗? 好, 将这名叫王晨的定位发给我, 还有他的所有信息, 我猜测, 应该不是他所能办到的, 王晨背后还有其他人, 一定要快, 我要在昆仑的人反应过来之前, 将人给带走, 银领鸟说完后, 便挂断了电话, 俏丽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这施尾鱼, 我就不拍了, 等我找到他, 自然还能获得其他的施尾鱼, 就能再开启第九个天赋, 说到这里, 他展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在天赋那一栏上, 足足有八个缭绕着雷电的天赋格子, 每一个天赋都有极高的品质, 与技能产生了共鸣, 宛若一体, 浑然天成, 凌峰随意烹饪的一个食物, 就引起不少人的震动, 就连海外的转职者, 也将目光投向了神下东部的, 这一座极具历史底蕴的城市, 而他依旧如往常一样, 该吃吃, 该喝喝, 外面的事都不往心里割, 等这次拍卖结束, 我兑换完技能之后, 是时候买一套新的, 大一点的房子了, 凌峰看着这个充满回忆的两室一厅的老房, 有点感慨, 他想要换大点的房子, 不是为了享受, 而是想要建造一个能用来锻炼的压力厂, 再买几台虚拟计放家里, 再建造一些能储存食物的仓库等等, 同时将厨房给弄大一些, 他以后不仅仅只有水煮食物, 还有煎炸蒸烤等等, 需要用的工具极多, 这小房子都没地方放, 就在他遐想之时, 手机忽然响了, 凌峰拿出一看, 是王晨的, 感觉有点不对劲, 按道理说, 王晨将施尾鱼放到交易机上后, 应该回来了, 现在却迟迟不见人影, 有点奇怪, 他接通电话后, 默不作声, 也不说话, 两久, 电话那边才传来喘息的声音, 喂, 呼呼, 丰哥, 我刚刚将施尾鱼上船到交易机, 就发现, 有两个穿着紫纹黑袍的人, 在后面一直跟着我, 丰哥, 我现在很危险, 不敢回去, 怎么办, 电话那边王晨的气息很不稳定, 显然刚刚经过一场长距离的奔跑, 凌峰眸光凝聚, 一股危机赶在心中蔓延, 他小声地说道, 你现在在哪, 王晨回道, 我带着这些人, 在附近的公园绕圈圈, 不管怎么跑, 他们都像影子一样, 始终甩不掉, 废话, 人家每个都是五十级以上的人, 你才几级, 怎么可能甩得拖, 凌峰这样想着, 但又不敢耽搁, 每耽误一分钟, 王晨就有暴露的危险, 对方现在还不对王晨动手, 显然是想钓出自己这条大鱼, 虽然不知道这些异端, 是怎么发现王晨的, 又是怎么知道王晨不是真正的商家的, 但现在没时间想那么多了, 凌峰脑海中快速地想到了一个方法, 问了一下王晨的位置, 交代了一些细节后, 就挂断了电话, 他拿出背包, 将在阳台上撒干的几条蓝色的草放进背包里, 然后拿了几身衣服, 戴着个鸭舌帽, 就离开了老旧城区, 往王晨那边赶去, 华山公园, 两个紫纹黑袍的黑衣人, 目光紧紧地看着百米外那个身体强壮的少年, 其中一个黑衣人说道, 为什么组长不让我们立即将这小子给抓来, 只要稍微用点手段审问一下, 他肯定就供出其背后的人了, 那用这么麻烦, 另一个黑人摇头道, 组长自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从他能得到这小子的上传地点, 还有分析出其不是真正的商家, 就能看出组长的手段了, 我们做小的, 不要揣测那么多, 好好听话就行, 黑衣人又说道, 那现在怎么办, 这小子好像已经发现我们了, 像是在跟我们绕圈圈, 另一个黑衣人自信地笑道, 发现了又怎么样, 这小子等级那么低, 他逃不掉, 他们两个依旧紧紧地跟在王晨的身后, 绕来绕去的, 就是没有见到郑主, 不久后, 王晨带着他们去到了一个拐角, 这里有一个著名的风景点, 名叫汪月桥, 坐落在两个山体中间, 下面行人热热闹闹地在拍照, 王晨从左边一拐, 没入了人群中, 也就是那么一闪眼的功夫, 两个黑衣人发现, 自己竟然跟丢了, 人呢? 黑衣人左看右看, 如影一样的眼睛, 锐利地扫向了四周的行人, 他们直接一跃而起, 跳上了望月桥的上方, 仔细地观察, 一个个检测, 结果, 完全没有王晨的影子, 直接消失了, 这让黑衣人脸色白了下来, 妈的, 这小子难道会隐身不成? 一个黑衣人神色难看得到, 他们有些不信邪, 甚至动用了技能, 化为了一头黑色的老鹰, 飞向了高空, 搜索整座公园, 他的职业是兽灵者, 能幻化动物以及魔兽, 拥有一部分幻化的动物的能力, 找了半天, 依旧没有找到, 这下他们慌了, 但没办法, 他们总得要报告给组长听, 否则迎接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喂, 组长, 我们, 跟丢了, 一个黑衣人颤抖的对手机说道, 我知道了, 声音并不是从手机上传来, 而是从他的身后, 黑衣人感觉背后发凉, 缓缓地转过头去, 便见到组长那魁梧的身体, 作为组长的林妍并没有对这两个手下过多指责, 因为, 他自己偷偷地跟在身后, 也跟丢了, 根本没有发现王臣是怎么消失不见的, 不过, 林妍已经知道了王臣的身份, 去王家等他, 说完, 便隐没在黑暗当中, 呼, 当改变了样貌的王臣坐上了继承车后, 终于松了口气, 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实在不好受, 同样变了样子的林峰就坐在他旁边, 眼睛看着窗外,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王臣依旧在旁边喋喋不休, 老大, 还是你厉害, 想出这个办法, 要不是有那幻灵草, 今天我们肯定暴露了, 还好当时望月桥哪里人多, 要不然真不好甩掉他们, 免得跟猴子似的, 林峰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摇头道, 这次算走运, 还好对方没有完全查到我们的底细, 王臣肯定地点点头道, 是的, 老大, 我看那老旧城区真的待不下去了, 连异端都惹来了,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林峰点头, 然后打开手机, 来接引王臣花去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此时的交易平台上, 施尾鱼的拍卖价格, 已经来到一亿五千多万了, 这样看来, 系统的技能价格也不算高, 烹饪一个施尾鱼, 就能得那么多钱, 林峰笑了,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王臣也看得瞠目结舌, 他作为富二代, 从小到大也没见过那么多钱, 真设的呀, 洛城四大家族, 财产也不过几十亿, 现在就拿出十几分之一, 来抢施尾鱼, 很多家都在竞争, 洛城大家都看不见尾巴了, 都是一些不知道势力的账号, 是更有钱的人在竞争, 等等, 我父亲在干什么, 他竟然在出价, 天哪, 王臣无脸, 真是没眼看, 最终, 施尾鱼的价格定格在了两亿两千多万, 被一个不知名的势力买到, 平台扣出了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还有将近两亿的元能币, 进入到了王臣的账户, 王臣看着自己账户里, 安静躺着的那么多个数字, 身体还有点僵, 他好像吃了, 一直盯着屏幕不放, 他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他眼花缭乱地说道, 随即, 毫不犹豫将这笔巨款, 给划到了林峰的账号上, 林峰的手机响了, 上面显示他的余额, 有两亿两千万, 这个存款, 是加上他原先卖装备的钱的, 这段时间他花的钱也不少, 林峰很开心, 兑换完神圣分离技能后, 自己还能剩两千万元能币, 足够买一个大房子, 外加购买设备了, 计程车停在了距离老旧城区不远的商业街, 他们没有急着回去, 而是打算先缓一下, 至少确定后面没有跟踪的人, 于是, 两人找到了一个虚拟机把, 开始训练自己的战斗技能, 点了上网全套, 他们这一玩, 就是一天一夜, 要不是肚子饿了, 估计还能继续玩下去, 虚拟机的账号, 是实名认证的, 每个人只能创建一个账号, 林峰刚上线的时候, 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此时, 他在中等学府的排名, 已经跌落到了一百多名, 被不少后来者追了上去, 虚拟机上的排名作用, 不仅仅获得名气, 还能够得到官方的能源币的奖励, 林峰之前就因此得了不少的生活费, 有认识他的人, 给他发信息, 也有不少在虚拟机网上认识的朋友, 打算和他再切磋一场, 林峰都一一应允了, 连战了一天, 让往日的朋友震惊的是, 不知道林峰究竟选的是什么职业, 攻击方式诡异莫测, 让人防不胜防, 甚至还有恐怖的穿甲效果, 不少人都败了, 他们用自己最精通的能力, 却在林峰面前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有朋友点评道, 还得是你林峰, 虽然不知道你模拟的是什么职业, 但能将我打败, 证明你这些日子也不曾偷懒, 转职成厨师之后还那么强, 也有人说道, 你的技巧依旧无敌, 说句不好听的话, 虚拟世界毕竟是虚拟的, 林峰, 我希望你能明白, 那个如今占据着第一的与绝尘, 比你之前厉害多了, 终究是造化弄人, 我听说与绝尘扬言要超越你, 他说, 你连面前提鞋都不配, 不是一个层次的, 如果换作以前, 我会对他说的话不屑一顾, 但在我与他对战过一次后, 我的信心已经崩塌了, 那家伙的战斗技巧太高了, 被人细心培养, 兵器法术用的出神入化, 不捧少友聚集在一起, 都是网上认识的, 他们三言两语地说着, 互相交谈意见, 林峰默默地听着, 王晨也在旁边, 两人都不说话, 直到这些人说完之后, 林峰丢下最后一句话, 过几天, 我亲自镇压他, 而后, 便带着王晨下了机, 返回老旧房子后, 谁煮了一碗面条吃, 王晨刚刚一直不说话, 就是怕自己说错了, 导致林峰的身份暴露, 现在四下里没别人, 他兴奋的道, 风哥, 你什么时候去镇压宇绝尘, 我已经等不及要看了, 宇绝尘因为有 傲视工会副会长的培养, 从小就骄傲得很, 那天还给你白脸色, 林峰吃针面条, 想了想到, 明天就去镇压, 他听到网上朋友说的话, 心里也有点不愿, 一个弟弟, 还要骑在自己头上了, 必须得磨一下锐气, 王晨兴奋, 感觉自己今晚又睡不着了, 心中充满了期待, 林峰审判, 王晨觉得自己很幸福, 抱好了林峰的大腿, 不仅仅属性领先同龄人无数倍, 还开启了天赋, 而且每天都有美食吃, 他听说过高美琪还有严峻来的遭遇, 吃着不合口味的食物, 就忍不住窃喜, 吃完后, 王晨告辞, 返回王家, 而林峰也躺在床上, 打开手机, 观察着洛成最近的房屋买卖信息, 就在这时, 洛成的夜空黑幕, 好似矮了一层下来, 让人心情压抑, 轰隆隆, 悍然的雷声, 响彻整个落成的夜空, 不断的有蓝色光芒透过玻璃, 闪烁在林峰的脸上, 林峰关掉了手机, 望着外面只打雷不下雨的夜空, 心里有一股很不好的预感, 不过他还是在这种浑身危机当中, 强制让自己进入睡眠状态, 暗想应该不过是自然现象吧, 两个小时的深层次睡眠, 让林峰恢复到了巅峰的状态, 当他醒过来后, 外面的雷鸣声已经消失, 依旧还是夜晚, 他打开灯, 进入了卫生间洗漱, 当洗漱完时, 走到客厅, 就见不知何时, 竟有一个穿着蓝色旗袍的女人, 翘着二郎腿, 坐在自家的木椅子上, 椅子随着他如玉枝般白皙的腿在摇晃, 竟然没有发出哪怕一点声响, 他长相绝美, 超越顶级明白的翘脸, 笑意盈盈, 就这么看着林峰目不转睛, 林峰差点看得沦陷了, 学生时代的班里面, 不少人都将这张脸当成了偶像信仰, 大胆一些的, 更是将其奉为梦中情人, 大多数学生的宿舍里, 家里都有这张脸的主人的海报, 铺满了整座墙, 林峰感受到, 只是看着他的心脏就忍不住跳动, 仿佛被某种磁场迁移, 不过, 他的心里也暗暗升起危机感, 这女人竟然找到了自己, 那不就是说, 身份已经彻底暴露了, 他也忽然明白了, 睡觉前的夜空, 为什么光打雷不下雨, 原来是这个神下第一女武神, 来到了洛城, 他让自己镇定下来, 平静地问道, 请问, 尊贵的女武神, 突然来到我这老房子, 有什么事吗? 林林渺伸了的懒腰, 将那动人的弧线, 张开到了极致, 而后打了的哈欠, 笑颜如花地道, 林峰同学, 我还以为要等你到早上呢, 没想到和传闻中的一样, 你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就醒了, 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而是像唠家常一样说道, 这话里的信息, 就是从他睡着的时候开始, 银林渺就已经来到了他的房间, 而他却没有任何察觉, 而且, 自己刚刚起床洗漱, 也没有注意到, 什么时候房子里多了一个女人, 还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林峰在饮水机旁接了个热水, 也不慌, 继续等银林渺把话说完, 银林渺拍了拍手掌, 赞叹道, 果然不愧是压了, 落成高校十几万学生三年的人, 平常的人见到我, 或是激动, 或是狂热, 或是畏惧, 表现不一, 但很少有人能像你这么淡定, 如同早知道我会来一样, 一点也不惊讶, 你的心性超出了我的预料, 银林渺不住的惊叹道, 天倒是公平的, 也只有像你这样的人, 才能将普通的食物, 以神秘的手法, 变成增加转职者特性的奇珍, 妙啊, 看到你后, 我是一次意外的惊喜, 银林渺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说出的话, 却让林峰心脏凶猛的抽动, 像是大骨般, 同时, 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窜向天灵盖, 自己果然暴露了, 春雷女武神刚刚来到洛城, 就直奔自己的房子, 没有任何偏差,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林峰喝了口温开水, 一脸疑问的道, 什么奇珍, 不好意思, 武神你找错人了, 女武神一点也不意外, 她轻敲着自己的膝盖, 但笑道, 谨慎一点是好的, 但过度谨慎, 往往会错过机会, 也幸好是我先找到你, 如果让别的组织率先发现, 或许你现在就不这么轻松了, 林峰叹了口气道, 女武神, 你真的找错人了, 首先, 我表示很幸运, 能守护神下国的女武神, 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厨师, 怕是帮不了你的忙, 请你离开吧, 我还有事要忙, 林峰很客气, 表明女武神找错人了, 希望她离开自己的房子, 女武神却动也不动, 她很笃定, 属性鸡蛋, 施尾鱼的真正商家, 就是林峰, 她俏脸笑容消失不见, 平淡道, 你这普普通通的厨师可不简单, 虽然做事情足够缜密, 但在真正的国家机构面前, 还是很容易就将你找出来的, 你让王臣代替你拍卖奇珍, 将其作为第一道防线, 而后在蛮兽森林中, 又用不知名的东西, 改变了容貌, 化为林湛, 让人看不出端倪, 别急着否认, 你藏在袖子中的炫烂花环, 我也有一个, 春雷女武神伸出了自己洁白如玉的手腕, 亮出了点缀着花草的花环, 你做的这一切都很符合情理, 我想你应该也知道一个漏洞, 那就是圆能银行的交易信息, 确实, 级别不够的人根本没全线查看交易记录, 但我能, 我赢家有人是圆能银行的高层, 而我的名字, 也挂靠在圆能银行上任执行理事一职, 虽然只是挂名, 但想查查你, 还是很简单的, 那么大一笔钱, 现在应该还在你的卡上吧, 两亿元能币, 你能用到哪去? 零零秒信心在握, 完全把握住了林峰的命脉, 让其原形毕露, 林峰将水喝完, 女武神真的太聪明了, 所有细节都瞒不住他, 确实, 他之前就知道自己必定会暴露, 只要有人查圆能银行的交易记录, 顺着找到持卡人, 他就躲不掉了, 但他没想到这么快, 就引起了女武神的注意, 动用了人脉, 将自己揪出来, 他原本想着, 至少也得等到有实力自保, 或者有能力与武神们谈条件的时候, 才暴露啊, 现在太早了, 他完全陷入了被动中, 你错了, 林峰笑了笑, 道, 我原能卡里, 没有两亿, 只有两千万, 说完, 林峰将自己的卡, 亮给了盈灵秒看, 原能卡上, 闪烁着两千万的数字, 让盈灵秒原本自信的神色, 陷入了僵硬当中, 盈灵秒脑袋发猛, 为什么林峰的银行卡上, 才只有两千多万, 他记得刚刚打电话, 给原能银行里的人, 确实林峰的银行卡里, 有两亿两千万, 那施尾鱼得到的收入, 就在里面啊, 这么短的时间, 林峰的行动轨迹, 除了去了一趟公园, 然后上了个虚拟机外, 就没再去那了, 总不能把那虚拟机店给买下了吧, 但那家店, 也不止两亿啊, 这凭空消失的两亿, 去哪里了, 该不会自己真的找错人了吧, 盈灵秒向来很自信, 但此时也被林峰的操作给捣猛了,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林峰收回了原能卡, 然后淡定地坐到盈灵秒的对面, 欣赏着他亲历容貌, 从容道, 不过, 我也不瞒你, 确实就是那个商家, 他打算告诉盈灵秒了, 他知道, 就算瞒得了这一次, 也瞒不了下一次, 总会找上门来的, 还不如现在直接摊牌, 或许还能得到不少的好处, 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将两亿元能币, 兑换了神圣分离技能, 而不了解情况的盈灵秒, 看着面容清俊的林峰的脸,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转折有点大呀, 这小子, 怎么忽然一下就承认了, 不过,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这小子能承认最好, 省得自己又要去找证据了, 他脸上重新恢复了笑容, 你很识趣, 我还以为要再费一番功夫呢, 不过, 我向来讲理, 从不会仗势欺人, 只要你还是神下帝国人的一天, 我都不会对你采取暴力手段, 盈灵秒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同时让自己在林峰面前的印象好一点, 不至于那么强势, 外面都传我做一个雷属性的零件事直接者, 但其实不是的, 我这人还算是很好说话的, 盈灵秒有着玉姐的身材, 也有玉姐的容貌, 清新脱俗当中又带着一点成熟的韵味, 他人畜无害的甜甜一笑道, 我, 神下帝国女武神, 正式邀请你进入帝国对外组织, 九州, 希望你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林峰听着他诚恳的声音, 一秒都不带想地说道, 我拒绝, 盈灵秒这下更猛逼了, 这家伙怎么说得那么果断, 和以前自己邀请的人完全不一样啊, 自己是什么身份, 整个蓝星的顶尖强者之一, 华夏之高神, 连帝国国主对自己都不敢懈怠, 平常被自己亲自邀请的人, 基本上都非常热情, 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根本不用费那么多口舌, 有自己罩着, 九州组织在国内外, 可以称得上是前几势力之一, 别人巴不得要进来呢, 他们九州选人, 是要经过很严格的考核的, 比凤凰学府还要难考, 不仅仅是武力考核, 还有各个方面条件过贯才行, 只有他这样的高层, 才有让人破格进入的权力, 迎铃苗想着之前, 自己邀请过的最难的人, 顶多也就是多问一下组织里的情况, 但从没有直接拒绝的, 凌峰算是破天荒了, 搞得他都不知怎么进行下去了, 有点手忙脚乱, 怎么说, 也得让自己将待遇说完啊, 你这, 再考虑考虑, 迎铃苗此时有点呆萌, 都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凌峰了, 谈判不是他的特长, 他的特长是武力震慑, 凌峰这样的奇才, 他不想动用武力, 这样的少年, 性格中肯定有自己的倔强与尊严, 搞不好弄到最后适得其反, 把凌峰弄死了, 那简直就是整个神下帝国的损失, 那你得先将九州的优势说出来啊, 凌峰也有点梦了, 他直接拒绝, 就是想谈条件的, 哪里有上来就直接同意的道理, 菜市场买菜还得砍砍价呢, 这女武神怎么与课本上说的不一样啊, 有点呆萌呆萌的, 哦, 对, 加而我们九州有很大的福利, 给你交纳所有保险, 包括意外伤残险, 养老保险, 医疗险, 武器磨损险, 这样, 你就不用害怕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现意外, 而没有自理收入的能力了, 营林渺不熟练地掰着手指说道, 打住, 凌峰制止了他, 头疼道, 这么说, 你们这组织很危险, 容易暴毙啊, 你这样介绍九州, 真的好吗, 哪有人上来, 先说给买的保险的, 而且, 上面那么多种保险, 随之听了凌峰的话, 营林渺的郁姐脸, 忽然严肃了起来, 我不想骗你, 九州是对外转职者的武力机构, 常常需要去参与极度危险的任务, 能活下来都很幸运, 很危险, 比如说, 参与他国政治变革, 帮助他国扫除降临在城市的深渊副本, 铲除海外一端, 找出他国渗入我国的强力转职者并击杀, 追击逃往国外的罪犯等等, 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程度, 与队内组织昆仑相比, 还要凶险,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昆仑抓不到的逃犯逃出海外, 我们抓, 昆仑对国际犯罪组织无能为力的事情, 我们来做, 他们, 面对的不过是国内的小贩人, 而我们, 常常要直接面对一整个国家的力量, 营林渺表情认真且严肃, 郑重的告知, 没有任何隐瞒, 因为他希望, 每个加入九州的组织, 都提前有心理准备与觉悟, 不要到了关键时候, 忽然临阵脱逃, 到时候可能因为一个环节的溃败, 造成权限崩塌, 九州要的是精英中的精英, 我这没有贬低昆仑的意思, 是真的很危险, 营林渺补充道, 看起来他心地还是很好的, 没想过踩别人捧高自己, 林峰暂时不说话了, 他陷入了沉思当中, 九州的凶险程度, 他在课本和网上相关的新闻当中了解过, 经常能见到报道, 九州战士在某某国族党突然出现的副本裂缝, 浴血奋战, 养我国威, 虽死犹蓉, 让他国见到了我泱泱神下的力量, 也有报道, 为了缉拿外国侵犯神下边境的恶徒, 追杀了半个大陆, 叠血了无数人手, 最终将其捉拿归案, 一刀斩杀的画面, 也有为了保护出外的高层药员, 九州组织出动大量人手, 与想要刺杀的杀手在整座城市当中搏杀, 血流如注, 也有迎接遇难的人民, 保护华侨的安全, 在他国的疆域, 与所有人为敌, 无一例外, 每件报道, 这些九州组织人员的身上, 都披着神下旗帜, 面容坚毅, 尽管身上万千伤痕, 也没有叫疼过, 看得临风受血沸腾, 九州的人生下来, 就是荣耀的代名词, 他们所谓的, 不是钱, 不是权, 只为了身后的神下, 为的是异国的威严荣耀, 让所有神下帝国, 如庞然大物般, 永久屹立在大陆版图之上, 九州在海外, 自从有了春雷女武神之后, 声势达到了顶峰, 让所有势力, 都是文之色变的存在, 而与队内的昆仑组织相比, 就安全许多, 没有那么凶险, 呼, 还有其他福利吗? 林峰深深吸了, 一口气问道, 盈林苗不知道林峰的心里, 已经有了答案, 他想了想说道, 我们组织全年无休, 随叫随到, 但没事的时候, 也很闲, 福利, 我说的是福利, 林峰一脑门的黑线, 盈林苗打着哈哈道, 习惯了, 我很少跟人说过福利, 嗯, 除了买保险, 没有后顾之优外, 还能得到国家市级的待遇, 还有根据转职者等级, 每个月最少五千元能币的工资, 同时, 能够低价购买九州组织内的物资, 如武器装备, 珍稀魔兽材料, 枪械式的弹药补充, 各种高科技辅助装置等等, 起码是市面上七折价格的, 更多的是半价, 比外面市会多了, 我们九州因为经常在他国战斗, 所以获得的资源, 无论稀有度还是品质, 都比昆仑要多得多, 盈林苗继续掰着手指, 细数着福利, 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请求组织内的帮助, 我们会派人去协助你, 你如果在外国, 可以在我们每一个据点休息, 你想有免签的权利, 盈林苗换了一只玉腿, 继续翘着, 不断摇晃, 听得林峰经过深度睡眠之后, 都不由得有些犯困了, 除了那个能低价购买海外物资之外, 其他很难吸引到他, 如果有了这个渠道, 那么就不需要再依靠王家的力量, 购买自己弄不到的食材了, 比如施尾鱼, 龙鸡蛋, 火兰草, 便易换灵草等, 九州内部的交易平台, 很有吸引力, 打住, 我发现真的福利不大, 林峰摇头说道, 盈林苗停住了话, 神色冷了下来, 眼睛里开始有雷电在闪耀, 老旧城区之上也同样开始乌云盖顶, 他有点生气了, 自己费了那么多口舌, 你这小子就一具福利不大, 就给打发了, 看起来像是不想进九州的意思, 他来到若成, 要办两件重要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林峰给招入九州, 不能让其他势力得到, 可以说, 信心满满的, 为此动用了不少人脉, 他都想动手了, 直接打晕这小子, 带回去慢慢调教, 林峰顿时感觉极其危险, 九十多级的女武神威亚, 可不是开玩笑的, 哪怕仅仅露出了一丝, 都让真实实力才四十级的林峰, 感觉天都塌了下来, 不过短短几秒钟, 林峰后背就被汗水浸透了, 要是能一直有这样的压力, 帮助我锻炼就好了, 林峰不禁反喜, 默默地感受, 沉重的压力与运动, 能够加快胃部的消失速度, 能让他吃得更多, 不说别的, 现在的他一天吃四顿, 一百个属性鸡蛋, 就已经肚子饱了, 如果能加快吃东西的速度频率, 他一天能吃个十顿八顿的, 吃两百个鸡蛋, 速度快了一倍, 他是至高神厨, 烹饪的食物能附加属性, 只要能吃就变强, 但唯一限制他的, 就是每日的食量, 如果能一直不停地吃, 那他的提升速度, 无疑会加得非常更快, 他沉默了, 感受着压力在自己身上不断地变强, 再来一点, 林峰舒服地说道, 感觉自己争了个汗, 哄, 天雷滚滚, 窗外的天穹再次屏蔽起惊雷, 一条条雷蛇不断地交织在老旧城区的上空, 不少已经熟睡的人被惊醒, 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感觉末日都要到来了, 银铃苗感觉自己被小瞧了, 你不要逼我, 我承认你很坚韧, 也很有性格, 但我的怒火你是承受不住的, 我告诉你, 今天, 你不加入九州, 我就只能将你囚禁起来, 绝不能让你落入别的势力手中, 你应该明白, 你的能力能造成的影响太大了, 说句不夸张的话, 如果你愿意, 你甚至能批量制造强者, 我不希望你将来落入黑暗中, 银铃苗已经站了起来, 眼睛已经变成了一片湛蓝, 宛若雷海在翻腾, 同时柔顺的发丝纷纷飞舞, 凌峰听着, 仿佛就在自己身边乍响的轰雷声, 双手抓着桌面, 努力不让自己被压得趴下, 他依旧从容不迫, 缓声说道, 要我加入九州也可以, 但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这句话刚说完, 窗外的雷霆骤然间消失, 轰雷声戛然而止, 那种危机感不在, 银铃苗瞳孔中的雷霆也消失了, 脸上也换上了新的笑容, 重新坐回了木椅上, 翘着玉腿, 心里暗暗感慨, 果然还是暴力比较好解决问题, 你说吧, 条件只要不是太苛刻, 我都答应你, 他点头说道, 凌峰压力骤渐, 差点被压弯的腰又重新了, 发出黄豆爆炒的声音, 第一, 我希望在我未成长起来前, 尽量让我不被别人知道, 特别是异端, 或者身份被大众所知道后, 我还没有能力保全自己, 我需要九州的帮忙, 凌峰提出了第一个条件, 银铃苗肯定得到, 当然, 你的真正身份将被列为九州最高机密, 我还会给你第二个身份卡, 让你能毫无顾忌做一些不能暴露的事情, 这一个条件也太容易了, 银铃苗在本来就想着将凌峰隐藏起来, 凌峰作为一个辅助类的九州成员, 只要能制作出增加属性的奇珍就行, 还是不要让他上战场, 以免折损了, 凌峰点点头, 道, 第二个条件, 我有权拒绝九州给我的各种任务, 这个条件, 银铃苗就没有答应的那么爽快了, 他沉下了头来, 在不停的思考着, 一个不接受任务的人员, 还白领工资, 这样是不是会对其他人不公平, 见银铃苗犹豫, 凌峰补充道, 我希望我还是以提升实力为主, 并不想过多的被其他事情所影响, 提升实力? 不会吧, 你想战斗, 银铃苗瞪大了眼睛, 厨师职业也要战斗, 乖乖的制作奇珍不好吗? 不, 不对, 根据情报, 凌峰之前就有在蛮兽森林, 以十二级的等级, 击杀了变异虎口花的记录, 更是杀了无数眼红的转职者, 你真是个怪物啊, 这个条件我同意了, 你有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 可以, 银铃鸟发出了和别人一样的感叹, 第三个条件, 我希望我能一直联系到你, 而不是我加入了组织之后, 你直接消失不见, 我想找都找不到, 凌峰再次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深知前世上班中的困扰, 一些人刚入职场, 就被领导化的大饼给圈住了, 等真的去上班的时候, 才发现和谈好的不一样, 想再找到老板, 谈谈条件都困难, 一个月都不见一次人, 在面试的时候, 双方谈条件, 看起来还是平等的, 等到真正工作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与老板间出现的隔阂, 不是他的手下, 他能和你谈天论地, 等到一起共事了, 那种差距感就出现了, 所以, 他不想女武神将自己招入组织后, 自己想再找他, 却发现根本人都见不到, 那就搞笑了, 那样会让他很不爽, 银铃鸟又犹豫了, 他很忙, 非常的忙, 常年奔走于各国之间, 很少有停下来休息的时间, 不管是代表神下去参加别国的典礼, 还是去镇压世界booth, 都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 他作为九州绝对高层, 除了重大的事情需要决策之外, 一般都不需要他管理, 自然有下面的人组织安排, 现在铃鸟想直接越过所有高层与自己说话, 有点不符合规矩, 不过, 这部妨碍, 如果不重视, 岂不是就将刚刚自己对铃鸟的重视给推翻了, 还说他是能改变异国器运的人呢, 这个, 我也同意了, 他点头道, 铃鸟这才放下心来, 会心一笑, 第四个条件, 他话还没说完, 被铃铃鸟瞪着美眸给打断, 你这条件也太多了吧, 凌峰笑道, 不多, 这是为自己安全着想吗, 毕竟九州很危险不是吗, 你是怕危险的人吗, 铃铃鸟有点狐疑, 这家伙连变异糊口花毒百煞, 还有什么是他不敢的, 现在竟然跟自己说怕死, 我继续说了, 第四个条件, 我希望组织内部的物资, 能给我直接打五折, 凌峰淡笑道, 五折? 我自己想买, 也才打五折, 你在铃铃鸟很想说, 你在想屁吃, 但最后还是忍了下来, 他自己其实可以白拿组织里的东西的, 也没人会说什么, 但他怕下面的人心里不舒服, 所以一直都是五折购买, 五折, 这已经是和自己相同的待遇了, 凌峰一进来, 就像与自己平起平坐, 这让别的九州人知道, 估计会有很多意见, 特别是在凌峰自己身份不曝光的情况下, 凌峰想了想, 也觉得有点狮子开口了, 于是主动道, 我烹饪出的奇珍, 也会定期出售一批在九州内部交易平台, 成交, 银铃鸟喜笑颜开, 有凌峰的奇珍在内部销售, 那对九州的人来说, 简直是史诗级的加强, 加属性, 强行开启一个天赋, 直接就能让九州内部的转职者整体实力, 在短时间内上升好几个等级, 可遇不可求, 事实上, 在来之前就有不少的成员, 渴望凌峰的属性鸡蛋, 还有施尾鱼了, 这交换, 可以, 凌峰点点头, 继续说第五个条件, 第五, 我希望, 如果将来我发现九州组织不符合我心中的预想时, 我能随意离开, 你们不得阻拦, 也就是说, 自己想辞职的时候必须得辞职, 不要离开的时候, 还要向上层层审批交文件, 毕竟, 我从未经过九州, 不知道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而我很不想为一个我不喜欢的组织服务, 凌峰补充道, 银铃鸟想了想后, 也同意了下来, 并且说道, 能理解, 你果然足够谨慎, 不过我相信九州不会让你失望的, 到时候, 你想走, 我不阻拦, 凌峰很惊讶, 他原本觉得这个条件女武神应该是要经过一番拉扯, 女武神才同意的, 没想到他这么爽快, 而且那么的自信, 第六个条件, 听到他再次开口踢条件, 银铃鸟真想封住他的嘴, 还有完没完了, 小子, 你不要太过分啊, 他脸色开始变得不好看了, 逐渐阴沉, 前几个条件都已经够离谱了, 结果凌峰竟然还有更离谱的, 凌峰淡笑道, 第六个条件暂时保留, 以后想到再说, 银铃鸟深深地吸了口气, 压下心里的不满, 对待特殊的人才, 要用特殊的方法, 要忍得展现自己武神的风范, 那就等你想到再说, 我们的条件谈完了, 欢迎加入九州, 虽然很不爽凌峰的各种苛刻的条件, 但能将这样的奇才弄进九州, 他还是很开心的, 可以想象, 当凌峰真正成长起来, 之后的九州该有多么恐怖与强大, 估计凌峰就是下一个自己, 代表神下震慑四方大陆, 还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家, 我很期待将来与你并肩作战的日子, 加油, 银铃鸟满意地说道, 他今年实际年龄二十六岁, 是天生觉醒的转职者, 课本上说他刚刚出生时就觉醒转职了, 雷电相伴左右, 天才中的绝世天才, 万古罕见的资质, 而后, 依靠神下赢家财阀的资源全力相助, 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女武神, 仅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破了世界最快成武神的记录, 真就如神话一样, 超凡的天赋, 顶尖的背景, 铸造了他的传奇, 你的另一个身份需要怎么样呢? 银铃鸟拿出小巧精致的高科技手机, 问凌峰, 凌峰想了想说道, 就用灵战这个名字吧, 可以, 等等会有九州的人将你新的身份卡送上来, 哪怕人脸识别也看不出, 你也可以互换两个身份, 银铃鸟笑道, 这么方便, 凌峰惊讶地说道, 你进入了九州, 我也不妨告诉你, 许多卧底不仅仅只有两个身份, 有的更是有十几个身份, 这并不稀奇, 银铃鸟理所当然地说道, 嗯, 凌峰心里恍然, 觉得加入九州还是不错的, 至少不用担心突然暴毙, 被人暗杀, 而且, 他加入跟没有加入, 没有任何区别, 这些条件提出来, 就不用受到任何管束, 他的真实身份, 也就只有女武神一个人知道, 同时, 还拥有诸多福利, 百利而无一害啊, 他依旧能够勾起来, 慢慢积攒实力, 银铃鸟还算很照顾自己, 而且他实力强大, 有人想动自己, 也得看看能不能承受住女武神的怒火, 他可能比任何人都, 希望见到自己成长起来后的景象, 同样的条件, 凌峰感觉别的势力, 是绝不会给自己的, 不将自己当成一个工具人, 都不错了, 接下来, 银铃鸟和凌峰互换了联系方式, 你的真实信息暂时只有我知道, 如果我打算告知别人, 我会事先通知你的, 银铃鸟人信话地说道, 谢谢, 凌峰笑容满面, 看着手机里的身份卡, 算是解决了一桩大事, 这么多个要求都答应下来, 九州对于他来说根本没有束缚, 他想走就走, 想接任务就接, 完全靠心情, 同时, 还能够得到那么多福利, 百利而无一害啊, 你都提了那么多个要求了, 换我提一个了吧, 将最主要的事情弄完后, 银铃鸟也是完全放松了下来, 不断地摇晃着诱人的玉腿说道, 你说, 不过我有权利拒绝, 凌峰轻松地点头说道, 银铃鸟笑道, 我希望能吃一次你烹饪的狮尾鱼, 我看到你的铜脸, 好像还养着俩, 我吃一条不过分吧, 他诱人一笑道, 他不知道, 因为自己突然地嘴馋, 将来不是凌峰频繁联系他, 而是他不断地联系凌峰, 不武神也不行, 让凌峰都感觉到直接找到女武神的条件, 是不是多鱼了, 我可以拒绝吗, 凌峰想了想到, 毕竟这可是两亿一条的狮尾鱼啊, 我都答应你那么多条件了, 你给我做一条鱼咋了, 你等着, 不就野生狮尾鱼吗, 我给你弄来, 银铃鸟站起身来, 诱人的曲线离凌峰非常的近, 这时候他才发现, 原来女武神块和自己一样高了, 不见银铃鸟有何动作, 他往前踏几步便消失在了房间当中, 十, 九, 三, 二, 一, 银铃鸟再次回到了房间里, 然后随手一招, 他的内空间打开, 哗啦啦, 一大波河水, 伴随着二十几条狮尾鱼从空间里涌出, 并且将凌峰家的厨房给填满, 水流直接冲出了厨房, 覆盖了客厅, 顿时湿答答一片, 够了吧, 不够我再去抓一点, 银铃鸟认真地说道, 够了够了, 用水煮法则将房间多余的水化成水元素, 房间才开始变得干燥, 银铃鸟很惊奇, 果然如传言中差不多, 虎口花一战, 铃鸟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水系元素能力, 只是没人猜到他的直接是什么, 看来不是冰屑, 难道是水屑, 还有, 哪有人能将技能用得这么自如的, 已经接近神能了, 不过再联想到铃鸟的传说, 一个拼命练习的人, 也就不奇怪了, 也许是其独特的天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银铃鸟暂时不想问凌峰太多, 也许以后他会自动告诉自己, 而凌峰也没打算隐瞒, 毕竟将来可能有机会一起合作, 提前熟悉能力也好, 你要快点哦, 凌同学, 天快亮了, 我还要赶着去处理其他事情呢, 银铃鸟美美一笑道, 他重新坐回了木椅上, 慢慢等待着, 凌峰则是撸开了袖子, 开始水煮施尾鱼, 他煮了两条, 一条是打算自己也尝尝味道, 反正银铃鸟拿回来的多的是, 厨房中的他忙碌着, 双手变成了晶莹的玉色, 同时操控水元素沸腾锅里的水, 不停调食着食物的熟度, 他很认真, 每次烹饪都是如此对待, 才能制作出顶尖的食品, 银铃鸟并没有看到这些, 他闭起了眼睛养神, 不久后, 一阵沁人心脾的鱼肉清香, 就蔓延至他的鼻尖, 让他高挺的鼻尖, 忍不住动了动, 深深地吸着这股清香之气, 直通他的肺部, 让他忍不住清温了起来, 好香的味道啊, 果然不会是能制作出食物特性的厨师, 绝了, 银铃鸟双拳握紧, 放在桌子上, 不停地拍打着, 眼睛中有光芒闪烁, 西大陆有一种转职职业, 名叫炼金术师, 他们也能制作临时性的辅助药水, 不过副作用很大, 还很难吃, 而且有一些更是会留下暗急, 他们没有你强, 你直接无副作用增加属性点, 炼金术师可办不到, 顶多能临时增加点力量, 魔力而已, 太垃圾了, 都是尽副本才用到的, 银铃鸟等待的时候, 不忘记拿凌峰与炼金术师做对比, 发现根本没有可比性, 被凌峰降维度地碾压, 水煮施尾鱼端上了餐桌, 看着精致的佳肴, 还用不断窜入鼻尖的香味, 银铃鸟感觉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哪怕是顶级大厨, 也无法让他这么馋的, 他迫不及待地就加了一块鱼肉, 放进嘴里, 清香又浓郁的味道, 在口腔间徐徐弥漫, 他闭起了双眼, 享受着味蕾被不断地挑逗的感觉, 而后, 这一小块鱼肉化成暖流, 温暖了他的全身, 美味, 太美味了, 既保存了野生鱼肉, 那独特的新鲜味道, 熟度也刚刚好, 外加上其他香料调味的刺激, 我感觉自己沐浴在清澈的河流当中, 周边是干净可口的河水, 阳光微微地吹拂在我身上, 一片温暖, 银铃鸟不住地赞叹出声, 鼻尖竟然冒出了淡淡的闪电, 胶织着一片白雾, 他在快速消耗着里面的能量, 与你的手艺相比, 银家的大厨真的不值一提, 看来以后选厨师, 也不能只看等级, 银铃鸟感慨着说道, 这句话说完, 他就不再说了, 埋头细细品尝着难得的美味, 他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凌峰也开始吃, 第一次吃自己水煮的狮尾鱼, 味道还不错, 当鱼才吃到一半的时候, 一双筷子伸进了自己的餐碟里, 凌峰抬头一看, 银铃鸟盘子里的水煮鱼, 已经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他眼睛当中的光芒, 已经掩盖住了一切, 失去理智了, 凌峰无奈地贪手, 将狮尾鱼让给他, 银铃鸟虽然穿着旗袍, 但却完全失去了淑女的形象, 像难民一样, 饿得慌, 你也不嫌我的口水, 凌峰笑着摇摇头, 在美食面前, 口水又算得了什么, 看来是真失去理智了, 顶尖财阀出身的他, 竟然这么不讲卫生, 很快, 又一条狮尾鱼被一扫而光, 银铃鸟小腹依旧平摊, 显然并没吃够, 他刚想说让凌峰再煮几条, 忽然, 他的身体开始控制不住地冒出了蓝色的雷电, 逐渐变大, 凌峰的房间都快要承受不住裂开, 桌子椅子在雷电下被打得粉碎, 凌峰也感觉到皮肤一阵被电疗般的疼, 看来施铃鱼对顶级的转职者也有用, 他在烹饪之前, 其实也有要看看女武神是否也能觉醒天赋的想法, 果不其然, 真觉醒了, 真的是神技, 小小的施铃鱼经过你的手, 变成了神物, 迎铃鸟很是惊喜, 因为到他这样的等级, 实力已经很难再有提升了, 但现在, 他却直接觉醒了一个天赋, 说出去, 怕要吓死他的那些对手, 我要出去, 不然洛成要毁掉一大半, 迎铃鸟控制不住体内要爆开的力量了, 他携带着闪电, 冲出了凌峰的房子, 如蓝色彗星般冲进了夜幕中, 一片片乌云快速地从远方掠来, 月光被遮挡, 整座洛成附近的区域, 除了下方的霓虹灯光外, 就再见不到任何光亮了, 这一片区域都感觉到了那股难言的压迫感, 死了,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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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一道如天柱般的雷霆, 划破夜空, 撕开了如黑布般的空间, 照亮所有人的眼, 所有还在熟睡的人都被吓醒了, 呆呆地看着窗外, 那久久消失不去的雷柱, 还有穹顶之上, 那一整片不断闪烁的雷海, 仿佛狂暴的轰击交织在他们心脏上, 当中, 一道欠力的身影, 随着雷霆舞动着神秘的舞姿, 这时候, 凌峰才知道, 为什么迎零秒得到春雷女武神, 这简单又朴实的称号, 是什么意思, 春天的雷霆如春雨般连绵不绝, 是最浩瀚, 最震撼人心的强大雷豹, 四季当中, 当为春雷最恐怖, 最蛮横, 也意味着, 在这个比前世还要庞大百倍的蓝星, 所有与雷系有关的人都比不上他, 他就是雷霆中的王, 别的不说, 如果迎零秒让他周边的雷霆随意落下, 整座落成都不用再要了, 直接被摧毁破烂, 破损, 武神已经超脱非凡, 有了一人灭一遇的战斗力, 雷霆响了十几分钟后, 便缓缓消散, 笼罩了十几分钟恐惧的落成, 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很多人都睡不着了, 不少人家里的灯亮了起来, 网上也同样热闹一片, 凌峰房间里, 迎零秒回来了, 深周闪电已经隐没, 肌肤晶莹, 浑身的气质更上一层楼, 他看着凌峰的目光满是赞赏, 深深地刻下了他的样子, 你很不错, 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你, 成长起来后的世界了, 说完后, 迎零秒走上前, 与凌峰面对面站着, 双方的距离无限接近, 动一下就能碰到对方的脸, 迎零秒很认真地和凌峰对视, 仿佛要透过眼睛看穿心灵, 老实说, 我真想将你囚禁起来, 不让你的东西流落到外, 特别是神下帝国的敌人手里, 但我不想局限你的自由, 现在, 我想你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你将来千万不要与神下国为敌, 迎零秒说得很认真, 在亲自感受过凌峰带来的奇迹之后, 他觉得, 这人是比自己还要逆天的存在, 凌峰闻着迎零秒吐出的分香, 点头道, 我答应你, 呼, 迎零秒退后了几步, 继续道, 那我就放心了, 天快亮了, 我走了, 还有别的是要忙, 过几天, 我给你一场造化, 他输了一口气, 这个晚上, 自己的心理波动太大, 得需要时间去缓一缓, 他要离开这里了, 临走之前继续补充道, 记得, 没事的时候, 多用用组织中的内部平台软件, 上面有你很多所不知道的信息与真相, 比学校的课本还要有用, 对了, 说一个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的事, 对于你很重要, 你那突然消失的父亲, 也是九州中的一员, 迎零秒神秘一笑, 像是奸计得逞的样子, 他原本不想将这件事说出来的, 怕影响到凌峰, 同时影响到凌岩, 凌岩在九州当中的档案, 属于最高级别的机密文件, 只有寥寥几人知道, 他之所以准备离开之前说, 就是想让一直在自己面前, 保持着淡定, 始终让自己情绪不断波动的凌峰急眼的样子, 他真的很想看看, 心性出尘的凌峰, 突然急躁, 迫切, 渴求, 焦虑不安的样子, 实在太期待了, 但他没有现在就急着看到, 而是保留着这备选项目, 打算以后再看, 没等凌峰回答, 他就已经离开了房子, 飞到了夜空之上, 嘿嘿, 你就自己抓狂吧, 我就不告诉你你父亲的情况, 等下次再来找你时, 拿来要挟, 你给我做好吃的, 迎铃鸟对自己的这个小心思很满意, 望着苍茫的夜空, 他认准了一个方向, 化成闪电, 离开了罗城, 房间中, 凌峰看着撂下一句话, 突然就离开的迎铃鸟, 有点哭笑不得, 原来如此, 他其实心里没有迎铃鸟期待的那么有波动, 父亲的消息显然引不起他的情绪期待, 他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该知道的, 将来会知道的, 也不急在这时, 天快亮了, 他草草收拾了一下, 有点脏乱的客厅, 桌子椅子全被迎铃鸟的雷电给震碎了, 得买一套新的才行, 不过, 转念一想, 自己都快买大别墅了, 就不买新的了, 到时候一起购买, 王晨也到了, 一进门, 他就一脸兴奋的说道, 老大, 你知道吗, 春雷女武神已经来到我们洛城了, 凌峰点点头, 何止知道, 面都见了, 还顺带加入了九州组织, 昨晚上你肯定也没睡好对不对, 那惊天动地的雷鸣声, 就是他的神威, 哇, 我昨晚本来快睡着了, 结果被那雷柱给惊醒了, 导致整整一晚上没睡好, 那股压力, 隔着老远, 就让我心惊胆战的, 王晨唾夜飞剑的说道, 凌峰默不作声, 心里却在暗叹, 确实很强啊, 我可是面对面感受到过, 不知道女武神现在在哪里, 真想亲眼见见她, 也算是了结了我的一个愿望, 王晨看了看房间, 发现木沙发和椅子桌子都不见了, 一时间不知道坐在哪里, 白带地说道, 凌峰你不想见吗, 凌峰收拾完后回道, 不太想, 已经见过了, 当然不想再见了, 又没有必要麻烦女武神, 他这样想, 王晨打着哈欠道, 你真是个奇人, 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不过, 你的家里怎么变成这样了, 准备买新房子, 所以将老家具给换了, 凌峰道, 王晨点头附和, 是该换个房子了, 随便就能赚两个亿的大楼, 怎么还能住在这个房间里, 如今的洛城城区内, 空余的地基本上都被开发完成, 城外魔兽遍地, 不适合人居住, 所以能买到的房子都是二手的, 凌峰吃下了便易换灵果, 变成灵战的模样, 和王晨出了门, 边走便让他介绍着, 落成哪里的房子比较好, 等来到虚拟机市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新身份, 开了个账户, 名字就叫灵战, 与武神没有骗自己, 九州的效率奇高, 他这个身份已经生效了, 现在就变成了灵战, 看得一旁的王晨暗暗称奇, 而后, 两人开了个套房, 把虚拟机头套一袋, 进入了虚拟世界, 他们不知道, 在刚刚进入虚拟机市的时候, 就已经被心怀妥策的人发现了, 经过一对比, 灵战的身份瞬间曝光, 传递到了某些大佬的手中, 落成内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围城部队的人开始大规模出洞, 往老城区附近的虚拟机市聚集, 还有陈家的人也忙不迭地派遣人手, 从四面八方赶来, 各个杀气盈盈, 虚拟世界中, 林峰用灵战的脸出现, 是一个没有任何段位的普通人, 干干净净, 像是从未使用过虚拟机, 值得一提的是, 虚拟机中要求的是实名认证, 因为信息全真实, 所以在虚拟世界当中, 倒是少了许多的网络喷子, 他之前的本命账号, 经过几年的打拼, 已经被不少人认识了, 一上线就会引起注意, 而这个号, 除了王晨之外, 没有别的好友, 王晨依旧是那个战马铠甲的装束, 眼神在搜索排行榜, 却并没有发现与绝尘的上线信息, 他买了大喇叭, 马上开始在世界频道叫嚣, 希望能将与绝尘给击出来, 号称洛成小天才的羽绝尘, 快出来, 爷爷我来拜你, 今天就让这个小天才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根本比不上他哥哥, 小小的猴子, 也敢在虚拟世界称大王,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王晨的大喇叭疯狂的刷新, 在洛成的频道上不断的闪烁着, 吸引无数人为观, 与此同时, 龙圣小区, 羽绝尘正在家里愤怒的发泄着, 没有买到狮尾鱼的情绪, 该死, 真后悔当初进了这个工会, 草, 十岁的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与平日里乖乖镇定的模样完全不同, 像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小狮子, 父母看着他这个模样, 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就在此时, 与绝尘的手机响了, 他怒气冲冲的接了起来, 大声道, 喂, 什么事, 当听到电话里的内容后, 与绝尘更是怒火中烧, 头角睁容的道, 哪里来的蠢货也敢这样对我叫嚣, 我马上上线, 希望他不是嘴硬而已, 正好我心中的愤怒没出发现, 就当给我做出气筒, 与绝尘挂断电话后, 立马跑到了房间里的虚拟机上, 虚拟事件, 没等多久, 排行榜上显示出, 与绝尘灿金色的名字表示上线, 所有不服的来我房间, 我打你们全部, 世界喇叭上, 与绝尘自信又嚣张的说道, 很快, 他开启的房间就挤入了一大拨人, 不过, 不少都是来观战, 看热闹的, 并不是真要来与绝尘PK, 王尘与林峰也进去了, 在观战席上看着, 与绝尘在决斗场中央站着, 冷眼扫视着观战席上的所有人, 他头发雪白, 目光中如有冰刺射出, 射人无比, 浑身蔓延着极致的冰之气息, 王尘出来, 我知道你在观众席里, 敢叫不敢站, 与绝尘神情冷漠地说道, 下边的王尘刚想上去教训这小子, 但却被另一人抢了先, 那人是王尘家里的庞芝, 一个远房表弟, 过年的时候, 王尘见过他, 这表弟是一个大件事, 与王尘一样的四肢粗壮的身材, 进入了决斗场之中, 笑道, 不需要我表哥出手, 我就能拜你, 王尘眉头一皱, 小声嘀咕道, 王自如这小子, 想抢我风头, 算了, 先让他威风威风, 他没有上, 而是观察着场中的雨绝尘, 林峰也没打算战斗先打的意思, 抱着胳膊, 小声地笑道, 场中与绝尘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来, 挑衅自己, 冷笑道, 你这样的废物, 也来出风头, 话音刚落, 他的手中便凝聚出了浓郁冰原素粒子, 双手合十, 举上高空, 在他的头顶, 一把散发着急冰之气的五米高的冰色大剑出现, 像一座高塔, 王自如眼神凝重, 他在中等学府排行榜上排第21, 有着足够的实战经验, 但此时却从那巨大冰箭上感受到了令人颤抖的气息, 大振箭, 王自如挥出大剑, 轻精直冒, 手中的大剑不断地震战, 发出剧烈的嗡鸣声, 有一股水波纹在剑中流淌, 这是他达到15级时, 开启的终极技能, 有能够泄力与破甲的效果, 杀伤力巨大, 很多人都败在他这一剑下, 嗡, 随着与绝尘合十的手向下一挥, 头顶上的巨大冰箭, 带着破空之声朝着王自如斩下, 王自如举起大剑, 与兵剑硬抗, 周身波纹涌动, 大剑不断地震战, 两把剑相撞的一瞬间, 光芒夺目璀璨, 王自如的大剑直接破碎, 身体被斩, 浑身蔓延出冰霜, 脸都僵硬了, 浑身雪白, 兵系大剑幻化成冰元素消失, 系统的判定出现, 王自如败了, 与绝尘只用了一招, 而后, 王自如身体开始恢复, 手上的武器也重新出现, 他神色灰败地退回了观战席, 懒懒地道, 我记得他应该也是十五级吧, 为什么差距那么大, 这就是第一的实力吗? 与绝尘的灵力一击, 看花了不少人的眼, 都忍不住赞叹出声, 还只是十岁, 如果给他点时间, 神下里的排名, 说不定他都要在前列, 与绝尘郁闷气出了不手, 他再次神色弹幕地扫射全场, 冷冷地说道, 还有谁? 一起上来吧, 我一个人打你们一群, 再不上来, 你们就没机会了, 我即将到高等学府的赛区战斗, 你们将不再与我是同一个战区, 这是给你们最后的机会, 王晨呢, 刷了那么多大喇叭, 就为了当一个缩头乌龟, 与绝尘自信地将自己的属性面板亮了出来, 十五级开启了两个天赋, 拥有两个低级技能, 两个中级技能, 同时, 属性点之中, 精神力已经达到了一百点, 看得所有人倒吸了口凉气, 十五级的精神力就这么高, 实在吓人了, 在场的法师没有一个能办到, 他穿戴了永霜的叹息, 临风猜测, 这件装备能将使用者的精神力提高二十点, 并且将冰属性特性加强百分之五, 是一件传说级别的装备, 也就傲视工会舍得拿出来给他用了, 一旁的人也点头道, 不愧是自然觉醒的天才, 十五级就开启了第二个天赋, 王晨也慎重地点点头道, 我很确定他并没有吃到施尾鱼, 是自己开启的, 他还只是十岁, 嗯? 老大? 王晨刚想说什么, 就见临风已经出了观众席, 晃悠悠地上了擂台, 王晨本想自己会先上去错一错语绝尘的威风, 再让老大去虐他, 没想到老大已经上了, 他激动了, 兴奋地大叫道, 这臭弟弟完了, 今天他的不败神话将破灭, 想去高等学府战区, 临、战, 将成为他迈不过去的高山, 虚拟世界的房间里, 王晨的大嗓门很快便让观战的数百人听到, 很多人嗤之以鼻, 在亲眼见到过与绝尘的实力之后, 都觉得没有人能阻拦得起这孩子的崛起, 但少部分人听到临战的名字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心里打了一个机灵, 觉得很是耳熟, 细想之后突然记起, 面露骇然之色, 临战, 这名字太耳熟了, 这不就是最近闹得落成满城风雨的那个人的名字吗? 刚刚大喊大叫的那人是王家的王晨, 与蛮兽森林里消灭BOSS的那个临战有关系, 看来就是他没错了, 没想到他竟然就在这个房间当中, 今天有好戏看了, 与绝尘真的要摆, 王晨说的不是假话, 临战有那实力, 我听说临战的直接也与兵戏有关, 在大战虎口花的时候, 用过漫天兵剑, 兵戏对兵戏, 有的看了, 众多观众兴奋, 都觉得这绝对是这段时间最有看点的一战, 天才对天才, 不少人说话的声音传入了决斗场中, 与绝尘神色从弹幕转变成恶然, 他觉得临战算是有点实力了的, 但不多, 自认为就算自己面对变异虎口花, 也能将其轻松击败, 所以临战其实没什么厉害的, 你就是临战, 好啊, 我就说王晨怎敢那么嚣张, 原来是将你给请来了, 好好, 我早就想有个像样的对手, 终于等到了, 与绝尘很兴奋的说道, 临风嘴角一勾, 道, 年纪不大, 口气不小, 观众席的王晨也大声嚷嚷道, 按照年纪, 你得叫临战哥哥, 这么没家教, 也难怪你老是在外面贬低临风, 老实说, 你真不如他, 知道你面前站着的这位是谁吗, 当初连他都败在了你哥哥的手里, 王晨来之前就得到过临风的授意, 他要混扰身份, 要让与绝尘被打败的同时, 除了畏惧临战之外, 还要畏惧真实的哥哥, 与绝尘听到王晨说的话后, 连连皱眉道, 原来是临风的手下败将啊, 那我没兴趣了, 你滚吧, 摆在他手里, 没资格让我出手, 他的口气之大, 令所有围观者折舌, 一个能击杀便衣虎口花的人, 竟然不被他放在眼里, 果然, 这家伙一直都对临风有芥笛, 现在也不是什么秘密, 有心人早就去调查过他们一家, 其实与绝尘也很恼怒, 原本以为临风已经与自己再无关系了, 不在同一个世界, 但不知为何, 临风两个字却像是鬼影子一样, 好似无时无刻都在身边, 不是在别人嘴里说出来的, 就是在网络上看见, 他最烦的就是别人提起那个已经隐没的哥哥, 恨不得他在这世界上早点消失, 口气真大, 等等别跑回去抱着妈妈痛哭, 王晨嬉皮笑脸的说道, 孩子, 今天我替你哥哥教你第一课, 什么叫小学生良好的品德, 临风也惬意的说道, 你一个最低阶梯的好, 口气倒是够硬, 好, 我就让你明白, 我为什么被别人称为洛城第一天才, 和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人, 有什么不一样, 与绝尘清津直冒, 已经被激怒了, 幼稚的脸上是与同龄人不同的狠辣, 显然见过不少血, 被傲视工会的人培养成了一个冷酷之辈, 他周边冰元素如潮汐般不断的涌现, 转瞬将他拖地而起, 他的雪白色头发飞舞, 身体如水晶般透明, 这是与绝尘的第二天赋, 冰灵之铁, 在使用冰系法术之时, 能最大程度的共感冰元素, 深化冰晶, 到达极致, 自身便是冰的一部分, 这天赋堪称逆天, 怪不得他面对灵战感这么嚣张, 确实有嚣张的资本, 十五级就这么强, 以后还得了, 下一个春雷女武神, 众多人惊呼与绝尘强的离谱, 不少人光是看到这个场面, 便知道自己如何也胜不了, 与绝尘身体已经一半都化为了冰晶, 此时冰系特效攻击增强, 伤害力暴涨, 去吧, 高山冰元, 与绝尘与小神灵般伸手一挥, 周边的冰元素变凝聚成一头兵器的猿猴, 房子大小, 周身由白雪覆盖, 仰天拍胸大吼, 这还是十五级之间的战斗吗? 有人眼睛瞪大了惊叫道, 那头巨猿让所有人都梦了, 这么大的怪物, 一巴掌能将他们拍成重伤, 不少人都开始为凌峰担心了起来, 而凌峰神色也是略略诧异, 点头道, 不错, 你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 没辱没你哥哥凌峰的名头, 他算个什么? 与绝尘发丝飞舞的冷冷道, 我现在就告诉你, 他算什么? 凌峰淡淡开口, 而后伸出一个手指指向了冰元, 水煮法则在他的手中幻化, 宛若一根丝线般缠绕而去, 水煮法则, 世界上所有与水有关的都归他管, 水的真理射能之际, 与绝尘兵元素不过是技能, 与凌峰的法则又怎能相比? 紧接着就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当中,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那只冰元身体颤抖, 竟控制不住地转逆向了宇绝尘, 眼神空灵呆滞, 他不朝着凌峰冲杀, 反而是冲向了宇绝尘, 粗壮的身体一跃而起, 咆哮着与半空中小神灵般的宇绝尘撞了个满怀, 砰, 宇绝尘周边冰元素瞬间溃散, 冰灵肢体直接解体, 重归肉色, 被巨大的冰元给撞倒在了地面上, 为什么会这样? 啊, 倒在碎裂地面上的宇绝尘小脸上满是惊恐, 疑惑, 骇然, 不解, 他浑身颤抖, 看着高大的冰元, 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投冰元的掌控, 好似被人抢走了, 观众席的众人也猛了, 全都僵化了, 难以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他们都不说话, 就连王臣也看待了, 这是什么的情况? 许久后才有人恍惚地嘀咕着, 这冰元发疯了吗? 卧槽, 为什么打向主人? 不可能发疯的, 冰元只是冰元素幻化出来的傀儡, 哪有灵质? 但你解释给我听, 难道与绝尘煞比了, 自己打自己? 太特么假了吧, 林战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而已, 那冰元就失控了, 好可怕的能力, 难道林战是能控制魔偶? 是一个控制系的职业, 王臣有点怀疑自己的认知了, 老大本来是厨师直接, 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展现出来的能力却非常多种, 又是战士, 又是法系, 又能烹饪其真, 又能控制, 还有什么是他办不到的? 场中, 那冰元举起粗壮的拳头, 在林峰的控制下, 要直接给予与绝尘最后一击, 与绝尘跌落在地面上, 虽然难以置信, 但还是迅速反应了过来, 他疯狂怒吼, 冰元素再次凝聚, 身体近乎惊化, 属性面板中的一个技能图标亮起, 一面魔法阵纹, 在他的手肘间绽放荡漾, 急速变大, 一块结实的冰盾出现, 起码三米宽, 将他整个人都给挡了起来, 冰盾上有强悍的冰之符纹, 精灵在其中跳舞, 由水雾征腾而起, 临风健壮, 再次伸出第二根手指, 在冰元的拳头即将砸下之前, 与绝尘刚刚凝聚出的冰盾, 就顷刻消散, 宛若兵遇到了火, 瞬间融化, 他神色骇然万分, 瞳孔中只留下那比自己身体还大的拳头, 碰, 与绝尘的身体被冰元打得倒飞而出, 摔在了擂台边缘的墙壁上, 发出重重的响声, 众多围观者都看呆了, 这特蒙又是个什么情况? 我脑子不够用啊, 谁能告诉我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猜测, 临战特蒙的不是控制魔物魔偶, 而是控制冰系元素, 我的天啊! 没错, 与绝尘的冰盾刚用出来, 周边的冰元素就散了, 不是冰系控制是什么? 难道是禁魔秘术? 真的恐怖, 任何冰元素在他面前都不起作用, 这是什么吊炸天的技能? 对付与绝尘, 他只有了两根手指, 手都没出, 我记得, 他的近身战斗能力好像也很强嘛, 他甚至没真正出手, 与绝尘就已经败成这样, 牛了, 与绝尘遇见天敌了, 完全被克死, 从进入虚拟机来, 他一路无敌, 今天终于要落败, 这个房间内的围观者越来越多, 都是听到消息赶来观战的人, 足有上千, 皆是瞳孔矩阵, 见到这种神奇的能力, 有人惊叹不已, 怪不得灵战可以击杀虎口花, 果然非凡, 已经不是普通人能揣测的了, 也有人猜测, 灵战究竟是属于什么强大的组织, 不然难以解释他年纪轻轻就强的过分的能力, 各方面都无敌, 完全没有缺点, 技能还这么匪夷所思, 恐怕以后兵夕法师见到他, 都得绕着走, 我大哥, 看见了吧, 我老大, 王晨笑呵呵地挨个向人介绍, 在观众席当中到处奔走, 同时在系统聊天界面, 不断地生成文字, 观众羡慕了, 有这样一个大腿罩着, 以后真的能横着走了, 王晨洋洋得意地说道, 我就说了, 与绝尘就是土鸡娃狗, 在我大哥面前不堪一击, 嗯, 我大哥这辈子谁都不服, 就服林峰一个人, 自然看不惯这样的一个臭弟弟, 没大没小, 所以想要出手教训他, 林峰大哥大没转之前, 谁敢出声, 压得三界谁都低头, 他转直成厨师后, 什么小小都跳出来了, 开始叫嚣, 大哥大不行, 都不要脸皮了, 我王晨就看不惯这种, 林峻之前西败林峰一招, 如果林峰转直成输出直接, 肯定更恐怖, 假如你们觉得, 谁能碾压巅峰期的林峰, 那就跟林峻去打, 谁能打得过林峻, 谁才有资格说林峰大哥大的不是, 懂了吗, 王晨的大嗓门如雷鸣般, 不住的大吼, 震得人心弦俱震, 这些话不是说给旁观者听的, 也是说给与绝尘听的, 想侮辱林峰, 就要先打赢林峻, 不然根本没资格, 既然林峰真是实力不能见光, 那就用林峻代替, 当与绝尘听到王晨说的话之时, 虽然是虚拟体, 但也差点气的凸显, 他的虚拟体伤势已经很重了, 但还有一战之力, 他脑袋里如江湖般, 用力地摇了摇头, 才略微情形了过来, 想到了副会长告诫他的, 无论何时, 都要保持一颗冰冷的内心, 这样才能再不混乱, 才能在关键时刻找到敌人的破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站起身来, 尽量冷静地朝着林峰说道, 林峰, 这不是你的实力, 有种你不控制兵元素, 和我堂堂正正打一场, 这话一出, 林峰笑着摇了摇头, 王晨也笑了, 嚷嚷道, 你这是什么话, 输了就是输了, 林峰怎么不是堂堂正正了, 是偷袭你了, 还是怎么爹, 在外面像你这样的人早死了, 林峰杀的不止你一个, 你应该庆幸, 现在是虚拟事件, 王晨说的话让很多旁观者认同, 野外副本秘境中, 只要能杀敌, 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 那些真正有经验的人, 才没有与绝尘那么天真, 败了就是败了, 没什么好说的, 但林峰却答应了下来, 笑道, 那就让你输个彻底, 让你明白, 你和我的差距有多大, 和你个差距有多大, 与绝尘自信慢慢恢复, 他相信, 只要林峰不控制自己的技能, 他就能赢, 只要你不依靠那诡异的控制技能赢了我, 我便承认, 我不如林峰, 与绝尘一步步地朝着林峰走去, 眼神坚定, 林峰点点头淡笑道, 等你出手, 他伸手一挥, 冰原消失, 周边的冰元素重新恢复平静, 众多围观者心都开始揪了起来, 林峰不打控制, 怎么赢, 与绝尘看到这情况也笑了, 身体重新冰惊化, 元素在他身边狂暴, 这一招, 你如果能接下, 我便认输, 他重新飞上了高空中, 冰元素缭绕在身边, 竟然形成了短暂的风暴, 他再次双手合十, 眼神露出了疯狂的意味, 与方才一样, 在他的头顶, 出现了一把绚烂的扩大兵剑, 有将近十米的长度, 如一座宝塔般, 沉浮不定, 那是一招秒杀王自如的兵剑, 如今更是扩大了两倍, 与绝尘将技能催动到了极致, 与绝尘是要一击必杀了, 这一剑下去, 哪怕是变一虎口花, 都得被劈成两半吧, 临战要怎么打, 要发挥出近身的战斗能力吗? 观众们纷纷瞪大了眼睛, 不想错过一丝一毫的细节, 然而,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临风竟然也学着兵精化的与绝尘, 双手合十, 举过头顶, 如变成了一把剑一样, 笑道, 是这样吗? 你的技能, 我也会, 一把更说大数倍的兵剑 忽然间出现在他头顶, 高足有三十米, 剑间闪烁着璀璨的星光, 气息浩浩荡荡荡, 很是吓人, 在临风凝聚出, 这把大兵剑面前, 与绝尘的十米兵剑, 就像是一个弟弟一样, 王臣看到这情况, 又忍不住大声嚷嚷道, 哈哈哈哈, 哥哥就是哥哥, 凝聚出的剑都比弟弟的大, 不管怎么样, 与绝尘都是打不过哥哥的, 看着对面学自己的临风, 与绝尘原本自信的脸, 再一次陷入了僵硬当中, 卧槽, 临风头顶上那将近三十米高的冰霜大剑, 恢弘浩荡荡, 无穷的冰元素缭绕其上, 看得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上千位围观者做梦都想不到, 临风竟是这样面对与绝尘最凶猛的攻击, 干脆凌厉, 强大神秘, 不会吧, 他竟然也有同样的技能, 而且更强, 这一下与绝尘真的要哭了, 难以置信, 冰霜大剑对抗冰霜大剑, 这种场面, 只有在某些高手的极井视频中才能看到, 三十米长的冰霜大剑, 我感觉整个擂台都在颤抖, 临战太变态了, 我感觉他好像什么都会一点, 没有什么是他办不到的, 哈哈, 与绝尘真的都要傻掉了, 看看他那表情都被临战给震的呆滞了, 迟迟不敢将自己的冰剑斩下来, 不愧是在蛮兽森林里, 杀了一百多位转制者的狠人, 做事风格果然独特, 深合我胃口, 原本还能保持平静的观众, 也在此时失去了陷入了疯狂的不敢相信当中, 情况逆转得太突然了, 看这情况, 与绝尘真的完全是被吊着打的, 王晨更是兴奋到了极点, 不停吹着响亮的口哨给林峰喝彩, 你的技能, 我也会,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与绝尘的心脏仿佛是被大锤给重重一击了般, 怦然作响, 剧痛无比, 他以往的骄傲, 一直以来的自负都在林峰此时那耀眼的三十米大剑下被击垮了, 冰霜大剑是他最强的一招, 之前无论面对任何人都能无往不利, 假的, 你的冰霜大剑是假的, 一切都是幻想, 不可能这妖巧, 你的冰剑质量只是看着大而言, 攻击力根本没有我强, 我不相信, 与绝尘歇斯底里的吼叫着, 像是一只没有退路的小猴子, 他核实的双手剧烈的颤抖着, 举过头顶, 往下一滑, 头顶上的十米大剑, 抵挡着冰霜的气息, 斩落而下, 与此同时, 凌峰也学着他的动作, 有模有样的画下, 隆隆隆, 两把大剑几乎同时被驱动, 也是同时触碰在了一起, 爆发出夺目赤圣的光芒, 与传出空间震动声, 一触之下, 与绝尘的冰霜大剑直接被砍得破碎, 幻化成雾气, 散落在擂台所有区域, 凌峰的三十米大剑似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一样, 完全没伤痕, 准确无误地站在了与绝尘的身上, 与绝尘这次连倒飞的机会都没有了, 虚拟机幻化出的躯体, 直接被劈成了血物, 消失得无影无踪, 干脆, 直接, 狠辣, 虚拟机系统直接判定, 这次决斗, 胜利者是凌峰, 不久后, 与绝尘重新凝聚的身体, 才又出现在了擂台的边缘, 此时的他依旧心神恍惚, 神色雪白, 连话都说不出来, 显然还没有从刚刚那恐怖的攻击当中回过神, 像他这种人, 不能败的, 要一直无敌走下去, 一旦败了, 坚定的心就破了, 像一个漏洞的气球, 无论你怎么充气, 都难以阻挡衰退的命运, 这场战斗简单又精彩, 数年来都难以见到的一战, 很有意义, 围观者们眼睛都不敢眨, 在他们心里, 一直闪烁着一个疑问, 这凌峰, 真是十五极剑的吗? 说是三十极, 他们都信啊, 不是假的, 也不是环境, 临战真的会与绝尘的技能, 而且更强大, 真特么牛逼, 他绝对是第一, 与绝尘遇到了生平大敌, 他的信心被摧毁, 哪怕将来成为法神, 都难以忘记这一幕, 鸣刻一生, 一直以来的骄傲被打碎, 对于他这样的少年天才来说, 是福还是祸, 得看他自己了, 如果能明误过来, 将来必定更上一层楼, 如果固执的钻牛脚尖, 谁也就不了他, 古人所称的入魔, 恐怕他之前都想不到, 会遇到这样一个神一样的对手, 败得如此干脆, 众多人感慨, 临战实在离谱, 全程压得宇天才喘不过气, 催一枯拉小的获胜, 与绝尘一直以来保持得完胜, 没有任何败的绚烂战绩, 今日终于被打破, 一生都难以抚平, 而凌峰面对这样的战果, 却没有任何的骄傲之色, 只是淡淡地扫了与绝尘一眼, 道, 记得你自己说的话, 希望你能在这一战中有所领悟, 而不是固步自封, 与绝尘被雷击了一样, 他呆呆地发出了疑问, 你真是用十五级跟我打的吗? 临峰点点头, 而后展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给与绝尘看, 当与绝尘看到等级哪里, 赫然写着十五两个字的时候, 浑身像是失去了力气一样, 双腿一软, 颓败地坐在了地面上, 怎么会这样? 副会长也曾经在虚拟世界, 模拟十五级和我打, 都被我击败了, 你也同样是十五级, 为何差距那么大? 他看着虚拟世界的地面陷入了迷惘当中, 而临峰则是退出了擂台, 自己该做的已经做了, 想来以后与绝尘也能收敛一点, 他想了想, 凡事还是低调比较好, 当回到观战席上的时候, 上千多名转职者看着他的目光, 皆是充满了敬畏佩服之意, 太爽了, 真不愧是老大, 王臣激动得道, 这臭弟弟总该收敛了哈, 临峰摇摇头道, 走吧, 今天到此为止了, 外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王臣点点头, 跟着临峰一起切断了虚拟机的联系, 回到了现实, 现实中, 陈家仁与围城部队的人, 已经将虚拟机室给包围的水泄不通, 但却迟迟没有动手, 而是就这么僵直地站立着, 忌惮无比, 因为, 此时的虚拟机室的门口前, 站着一位像是老农般的中年人, 戴着一副没有度数的金矿眼镜, 平淡地看着周围的人, 不久后, 一辆家常版豪车来到了这个老旧城区的街道, 王臣, 你想死, 陈天豪笑着对王家王臣说道, 王臣提了提黑矿眼镜, 嘴角一勾说道, 难得呀, 你这样的大老板会来这破城区, 不过我还是劝你走吧, 今天这人, 你杀不了, 陈天豪站在了前面, 披着宽大的黑色披风, 皮笑若不笑地道, 这可由不得你, 你不让开, 就跟他们一起死吧, 你想多了, 我可从没拦你, 想尽随便尽, 王臣让开了一条路, 而陈天豪却犹豫了, 王臣这是什么意思, 忽然间, 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目光朝着背后的一栋老旧小区的楼顶望去, 就见在楼顶之上, 有五个身穿着紫纹黑袍的人, 冷冷地注视着这边, 一动不动, 像是五个雕塑, 这让陈天豪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不见, 转而变成了浓浓的忌惮, 一端, 陈天豪心中一灵, 收起了先前的嚣张, 变得谨慎了起来, 这个地方有一端组织在关注着, 他不敢贸然动手, 会出大事情的, 他们怎么敢这么光明正大的出现, 难道不怕昆仑组织吗, 陈天豪只看了一眼, 便假装掠过, 他在为首的那位魁梧的一端身上, 感觉到了庞大的压力, 而站在虚拟机势的王敏, 则是笑道, 怎么, 你们还不进去抓灵战, 怕是不敢了吧, 这句话让陈天豪差点怒气上冲, 要不是不知道一端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 他已经将这个地方给踏平了, 他冷哼了一声, 没有多说什么, 就这么站在门前, 他相信过不了多久, 昆仑组织一定也会关注此地, 到时候一端退去, 他就能方便动手了, 并且他也在等城主的到来, 到时候把握更大, 王家只让王敏一个人到来, 我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他们的人藏在哪里, 陈天豪继续环顾四周, 顿时又发现了不对劲, 已经被包围住的这条小道当中, 不只是他们这群人, 还有不少不明身份, 但却都穿着高档服装的人群, 人群中有老有少, 见到自己却没有丝毫害怕的意思, 反而很放松, 像是在逛街, 都是外城来的人, 没有一个弱的, 他们也在, 陈天豪脸上挂起虚伪的笑意, 朝着那群人微微一笑, 而那些人却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百无聊赖的样子, 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嘲弄道, 还打不打, 真无聊, 陈天豪听得神色僵硬, 八大财阀的人都来了不少, 期间他还见到了熟悉的人, 是与洛城城主有关系的赵家, 那个名叫赵妈的女人, 身边跟着一位风神俊朗的年轻人, 想来, 这个年轻人应该就是京城那位太子了, 这些财阀的人都来了, 陈天豪感觉自己有点骑虎难下, 好似被人丢出来当领投兵前卒子一样, 说不定因为自己的贸然动手, 而引起恐怖的灾难, 在他思考的时候, 城主的人来了, 洛城城主赵无极, 带着自己的儿子与家奴来到了, 与围城部队会合, 什么情况? 赵无极敏锐地观察到了, 场中的气氛有点不对, 又看到了不少强者, 还有一端的人, 真热闹啊, 为了小小一个灵战, 都来凑热闹了, 赵无极带人走到了陈天豪旁边, 淡淡地看着王勉道, 王老二, 今天我们不动你儿子, 你让开, 王勉露出老农一般的憨厚笑容道, 我从没有阻拦, 只是来看看, 你们想干嘛随便, 帮我教训一下我那臭小子也行, 你识相就好, 接下来, 赵无极便无视了王勉, 直接带人走了进去, 陈天豪在旁边小声地问道, 城主, 那一端无妨, 他们只是来看戏的, 再者说, 昆仑组织的人准备到了, 赵无极自信地说道, 王勉果然没有拦, 就在他们即将进去的时候, 王晨和凌峰竟自己出来了, 对, 是凌峰, 不是凌战, 赵无极与陈天豪, 齐齐停下了脚步, 满脸诧异地看着王晨与凌峰, 王家小子, 我问你, 凌战呢? 陈天豪问道, 王晨一样满脸愕然与疑惑, 道, 凌战? 什么凌战? 我只是带我朋友凌峰来虚拟计玩一下, 他一脸的无辜, 细经上身, 演了起来, 凌峰也憨厚老实地说道, 是啊, 两位老板, 你们不是认错人了吧? 认错人? 陈天霸顿时神色铁青, 笑不起来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他就真丢人了, 凌峰他们是认识的, 闻名侠儿, 所以断然不会认错, 你站在一边, 等我让人将里面搜查一番再说, 赵无极也有点无语, 当即让围城部队的人搜查, 很快, 虚拟机市所有通道都被搜了个底朝天, 却依旧没有见到临站半个人影, 他们将这照片不断地与里面的人比对, 甚至在无辜群众的脸上摸了摸, 确定没有人戴着人皮面具, 或者鬼面暴君的面具等道具, 甚至还去查了监控, 却发现监控早就被破坏掉了, 数据无法恢复, 陈天豪气坏了, 本来以为这次必定问中捉鳖, 结果连临站的人都看不到, 他越气越是笑得厉害, 我怀疑, 你们两个当中必定有一个是临站, 让我撕下你们的脸, 就能看个明白, 陈天豪眼中火焰不断地蒸腾燃烧, 踏步上前, 五十几级的直接光芒开始闪烁, 王勉立即上前来阻挡, 同样是五十几级的光芒, 拦在了王辰二人面前, 你想动手, 还要不要脸了, 王勉脸色沉下来道, 我自己的儿子我最清楚, 他就是他, 没人敢假冒, 陈天豪怒火滔天, 说到儿子, 自己的儿子陈炎就被临站杀了, 现在凶手还安然无恙, 他怎么可能罢手, 他就要动手的时候, 赵承主阻拦住了他, 并对王勉说道, 我来检查, 他们是否戴着人披面具可以吧, 如果他们二人真的没问题, 我与陈家人离去, 怎么样, 王勉看了看王辰, 想了想后说道, 既然是赵承主要执法, 那我也不多说什么, 我儿子你随便摸, 但这凌峰不是我王家人, 我做不了主, 还得看他的意见, 赵承主随即将目光看向了凌峰, 非常狠利, 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凌峰, 本承主正在捉拿罪犯, 你是知道的, 希望你给予配合, 凌峰坦然面对, 在见识过女武神的压力之后, 这点根本影响不到他,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良好市民, 当然愿意配合, 凌峰从容道, 而后走上前, 仔仔细细地检查凌峰的脸, 手上出现了转直的力量, 没有触碰到凌峰, 在感受观察, 凌峰感觉脸上的毛孔都张开了, 含毛竖了起来, 不一会儿后, 城主收起了力量, 摇头道, 不是他, 他没带有任何人皮, 也没有鬼脸暴君的面具, 陈天豪, 想来林战已经离开, 让人散, 照成主话还没说完, 陈天豪就已经趁所有人不注意之下, 冲到了凌峰面前, 大手上缭绕着炙热的火焰, 瞳孔仿佛化为了岩浆, 攻向凌峰, 一定是他, 他就是林战, 这么多人围着虚拟机势, 林战根本跑不掉, 一定是混成了某个人, 虽然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方法, 但宁可杀错不放过, 我要他给我尔祭天, 我得到消息, 王城刚刚还和林战在虚拟机中见面, 还打败了洛城小天才与绝尘, 显然是一起的, 给我死了, 陈天豪身上瞬间爆发出的火焰, 将整座虚拟机室都燃烧了起来, 一道火光冲销而上, 五十级的强者一击之间可开山烈石, 陈天豪骤然间发动攻击, 太突然了, 没有人反应过来, 他身上的火焰已经窜上了半空, 陈天豪的直接是火焰剑士, 属于中上稀有的直接, 最出名的是输出破坏力惊人, 陈老狗, 你敢, 王冕原本还满脸笑意, 此时, 刹那变了怒容, 一口琉璃般的盾牌出现在他的手中, 就要上前去阻挡, 但却已经来不及了, 王辰也是眼睛瞪大了, 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四周就被火焰给吞没, 而距离陈天豪最近的赵承主, 却只是冷眼旁观, 没有要阻拦的意思, 死一个普通人对他没什么影响, 凌风神色一沉, 压力铺天盖地而来, 皮肤有灼烧了的疼痛感, 视线中一只完全由火焰凝聚的大手拍来, 他机体仿佛要裂开, 虽然属性点达到了四世级强者的程度, 但在五世级面前, 还是不够看, 毕竟, 升级之后并不是属性点强就行了的, 还有多方面的加持, 果然是有名的笑面虎, 再怎么笑, 也掩饰不了他火焰特性中带来的暴躁, 情况万分危急之时, 没有人见到, 凌风的属性面板中, 第三个技能图标亮起, 这个图标界面, 仿佛是将天地混沌, 都给完全切割开来般恢弘, 日月分割, 各转一方, 黑暗与光明精卫分明, 一条发着光的银河, 从创世之初滑破而来, 未来与现在极尽分离, 将世间物质整理的井然有序般, 神秘与强大, 光是看着这个图标一眼, 就让人感觉灵魂都被分离了, 这正是凌风兑换的第三个技能, 神圣分离, 当分离技能开始起作用的时候, 一股无形而又恐怖的力量, 自四方不知名的地方涌出, 凌风周围的物质与元素, 都开始被分割, 亮化, 附近围观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吸引住了, 他们看着弥漫的火焰, 目不转睛, 能当上一城豪强的人, 哪有心地善良之辈, 名叫凌风的少年死定了, 可惜了, 凌风如此英俊, 一表人才, 就这么当了替死鬼, 突然发生的场景, 让外城看热闹的人纷纷摇头, 叹了句, 在陈家的包围圈之外, 还有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 跟在一个神色冷漠如冰般的男人身后, 这女人如果王晨见到, 一定会认出, 正是那位将关于凌风所有信息, 全都删除了的赵妈, 没想到在相见之日, 竟是你死去之时, 赵妈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前方的男人微微转过头来, 看着赵妈道, 妈, 你认识那人, 赵妈笑着摇摇头道, 以前在洛城读书的时候, 听说过名字, 不过没有接触, 凌风在中等学府三年期间, 很优秀, 可惜后来转职成了厨师, 冷峻的男人点点头道, 转职仪式便是普通人的龙门, 前妻再怎么优秀都无用, 没有转成输出直接, 终究是泯然于众人中, 如蝼蚁, 死去也无人在意, 赵妈张了张嘴, 还是没有再多说什么, 点头附和道, 他自然不能跟太子宁相比, 宁是被誉为, 继春雷女武神之后的, 最有希望晋升武神的人, 凌风这种人物, 都是过眼云烟罢了, 冷峻的男人, 便是神下国八大财阀中的赵家嫡子, 名叫赵献宗, 用古代太子名号为字, 外人更喜欢称他为太子, 他的天赋, 倒也是当得起这个称号, 赵献宗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眼神当中多了些无趣, 与此同时, 远处一栋老旧楼房的天台之上, 五个紫纹黑袍人迎风而立, 当中那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忽然周身一颤, 双拳不由地紧握, 但他还是没有动, 身后的四个黑袍人, 也察觉到了四周的有点不对劲, 明明下方陈天豪的火焰漫天飞舞, 他们的周围却如坠入冰窟般寒冷, 好似去到了北极, 彻骨深寒, 有黑袍人小声地问道, 林延组长, 这, 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组长会突然间散发出那凝石般的杀气, 不应该啊, 组长在满兽森林杀了几百人, 眉头也不见皱一下, 为何忽然间充满了杀气, 他们没看到, 宽大的黑袍当中, 林延刚毅的面容逐渐地扭曲, 他再忍, 用命再忍, 忍得很辛苦, 汗都流下来了, 身体不住地颤抖着, 他的眼眶饮满泪水, 滚滚而动, 在这一瞬间, 他的思绪百转千回, 起码产生了上万次动手的念头, 但最终, 他还是忍了下来, 身材魁梧的他, 转过身去, 忍着不让自己看向火焰的最中心, 你们献救就去, 将陈家所有人都杀了, 如果可以, 将陈天豪也杀了, 我不想看见他, 他的声音也如他身上的气息一样冰冷, 一个黑袍人皱眉道, 组长, 昆仑的人很快就来到了, 这时候出手, 不符合组织的做事风格在这里, 我的命令就是组织的命令, 林妍的声音越来越冷, 沉重的声音让这黑袍人心里生起一种, 如果敢再多说一句废话, 就被会死去的感觉, 是, 似的黑袍人齐齐低下了头, 林妍向外走的步伐很沉闷, 背影有一种孤独感, 好似全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人了般, 为某件事情舍弃了太多, 昆仑这边, 我会想办法阻拦, 什么时候结束战斗, 等我的通知, 说完这句话, 林妍便猛地从十层楼高的天台一跃而下, 转瞬消失不见, 而四个黑袍人则是再次看向了下方熙熙攘攘的人群, 大多数都是陈家人与围城部队的人, 足有上千, 还有一些各成来的家族子弟, 豪强霸主的家奴, 黑袍人的脸上露出了血腥的笑容, 舔了舔嘴唇, 既能图标猛地亮起, 绽放出耀眼的紫色光滑, 杀其漫天, 为了永恒禁忌, 为了永恒禁忌, 下方, 被烧烂的虚拟机室门前, 陈天豪的逐渐烈焰散去, 当所有人都认为, 林峰已经被火焰烧成灰烬, 或者成为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之时, 林峰却安然无恙再次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顿时, 现场上千人, 顷刻间瞪大了双眼, 就连满脸怒容的陈天豪也瞳孔收缩, 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峰, 在我的火焰之下, 你竟然没死, 你只是一个厨师而已, 一个厨师罢了, 怎么可能接得下我的一击, 王晨离林峰最近, 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 那火焰凝聚成的手掌, 将他也覆盖其中, 老大, 王勉回过神来的第一个反应, 便是朝着林峰望去, 非常恐慌, 当见到林峰安全的时候, 他在这一瞬间, 就好似抽空了所有力气般虚弱, 冷汗从身上不停地冒出来, 还好, 还好, 没事, 王晨轻轻地吐出一句话, 当当他真的差点吓尿了, 妈的, 陈家老狗, 你特么好狠, 大庭广众之下杀人, 这洛城还有没有王法, 还有没有天理了, 你他妈等着, 我一定要上报给京城的部门, 你们陈家真的该死啊, 王晨回过神来后, 就是对着陈天豪破口大骂, 惊吓全都化为了愤怒, 嘴巴仿佛化成了机关枪, 他骂了一阵后, 觉得累了, 才停下来观看四周, 这才发现, 除了他的声音之外, 所有人仿佛都静置了一样, 一动不动的, 而他这也才发现自己, 差点忽略了一个问题, 老大, 你是怎么扛住陈天豪的攻击的, 王晨目光转向了凌峰, 与他有同样疑惑的, 还有他的父亲, 王勉, 王勉此刻手持着45级的流离水晶盾牌, 难以置信地看着儿子的好朋友, 惊叹得道, 你竟然没死, 这怎么可能, 陈天豪的攻击, 连他都忌惮万分, 凌峰却一点事都没有, 实在太为被常理了, 就连旁边的赵承主, 也一样难以淡定, 露出金融道, 还能活下来, 毫发未伤, 真是奇迹, 陈天豪, 你刚刚是不是留守了, 他愣愣地问陈家家主, 陈天豪现在哪有心情理赵承主, 他怀疑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再看了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差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被毁坏的虚拟机事前, 外边同样有上千个瞠目结舌的脸, 都停止了思考, 说不出话来, 后边更是有不少外城来的, 等极高的强者露出了金融, 看着长相清俊的凌峰, 总觉得这家伙有点吓人, 谁能告诉我,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不是必死吗? 我查了查他的资料, 一个刚毕业的少年, 转职成为厨师, 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人, 怎么在陈天豪的手下活下来的? 卧槽, 太假了吧, 难道他身上有什么宝物, 能抵挡住必死一击, 不可能他哪来的钱买替死的奇物, 就是我也要花费大价钱才买得起, 再者说, 就算是替死护福那种神物, 也只能吊住一条命而已, 不能完全免疫伤害, 他现在是真的一点事都没有啊, 难道说, 刚刚有更高等级的人出手了? 有可能, 毕竟今天闲得无聊, 来看戏的豪族很多, 难免有其他城市来的高手, 刚刚忍不住出手保下了这少年, 围观的人中, 不少强者在难保持先前的平静, 眼眸底部不停地涌现出一层层波澜, 他们不住地左看右看, 想知道刚刚究竟是谁救下了林峰, 也有人拿出手机, 在相关的软件上搜索林峰的信息, 当得知林峰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毕业生之时, 更是惊叹连连, 同时也更加断定, 必定是有高手在帮他, 与他们有同样想法的, 也包括赵妈与赵太子在内, 赵太子瞳孔当中, 逐渐出现了一团发光的银月, 月盲投射出瞳孔, 在四周搜寻, 他惊叹道, 奇怪, 连我都看不到, 是何人出手救下他, 真不简单啊, 刚刚的那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一种令我心计的波动, 赵太子在火焰升起时, 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剧烈震动, 让他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但也只是一瞬间, 他在想感受的时候, 就捕捉不到了, 那是从林峰站立的地方传来的波动, 他知道, 那绝不是陈天豪所散发出的波动, 因为他知道四大家, 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让自己有这种感觉, 他运气这么好, 还能活着, 赵马尔也是眼眸逐渐亮起光芒, 嘴巴张微张, 显然有点不敢相信, 他原以为林峰这个青春时的过客, 在今天将烟消云散, 没想到是自己想多了, 他承认, 在中等学府学习的三年时间里, 确实喜欢过林峰, 那时的林峰浑身都散发着, 令人难以阻挡的魅力, 但那只是青春时的无知, 错把水沟荡成大海, 见识短浅的认知罢了, 在林峰转职成厨师, 神话破灭, 而他又遇见了赵太子之后, 才真正觉悟了过来, 你就这样死去该多好, 以最完美的形象, 成为我懵懂青春时的陪葬品, 不好吗? 为什么? 你就不能成为死去的回忆吗? 该死的, 是谁救了他? 赵马尔咬紧银牙, 在心里狠狠地暗想着, 在赵太子疑惑地转头看向他的时候, 脸色又重归为平淡, 超越了大部分人站在顶尖行列, 能令您心计的一定是个不凡的存在, 也不知是什么人出手, 赵太子冷峻的脸上有着不置可否信心, 道, 自然, 我必当手握武神权柄, 我知上是虚空, 我知下是众生, 这人敢于我为敌, 只能化为我脚下的踏脚石, 说完这句话后, 他神色又是一动, 冷冷道, 又有人出手了, 也就在此时, 所有人猜测究竟是谁出手救灵风的时候, 亦便虚于间发生, 这一条街道, 地面上不知何时, 竟长满了黑色的藤蔓, 铺就在了老旧楼房的楼顶, 藤蔓上长着一根根锋利的道刺, 同时闪烁着剧毒的光芒, 很快就蔓延到了陈家人与围城部队的人的脚底, 而后, 一只飞机大小的黑色老鹰, 道沟四的嘴巴就有扩溅般大小, 每一根羽翼都如铁水胶筑般坚硬, 从一处高楼之上俯冲而下, 发出嘹亮的鸣叫, 震人耳膜, 还有一只墨色的剑瘦白虎, 如一座小山般大小, 自一处楼顶之上跳下, 将地面都砸出了大坑, 望着前方的陈家人眼眸中净是杀意, 另一处, 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影子当中, 一个全身裹在黑袍当中, 近乎虚幻的影子, 完全与空间融为了一体, 没有任何人发现, 他正在逐渐靠近陈天豪, 一端, 有人忍不住惊叫出声, 四个一端强者, 两位受刑者, 一位植物系法师, 一位潜行者, 同时出手, 将陈家宇围城部队吓得恐惧尖叫, 一变突然发生, 就在所有人愣神的时候, 四个紫袍黑衣人进场, 杀伤力是极其庞大的, 几乎是一面倒的碾压, 那头黑虎太强壮了, 仿佛世上最坚硬的岩石铸成的身体, 一虎长下去, 陈家人就被拍得血肉模糊, 倒飞一片, 黑虎在陈家人当中横冲直撞, 所过之处皆是屠杀, 转瞬间上百人就惨死在他的手下, 凶威滔天, 天上飞的黑色巨鹰更是凶悍, 俯冲而下, 刮起一阵血物, 分割围城部队的人, 一条条断肢飞向高空, 落在四周, 黑鹰身上出现了一团团黑色器物, 凡是接触到的转职者, 皆是身体转瞬裂开, 四肢都溃烂, 黑色藤蔓在地面如海藻般起舞, 扫落而下, 便将陈家人拦腰斩断, 另外, 还有陈家带来的高手, 莫名其妙地就被抹杀, 失手分离, 众人只能看到一个扭曲的身影, 前行在黑暗当中, 他们都打寒了, 老城区已经成为了修罗地狱, 短短的时间中, 围城部队和陈家人就损失惨重, 血流成河, 兴气弥漫, 赵成主愣神之后, 也是感觉到怒气滔天, 率先出手, 他现在哪还有时间去管林峰, 为什么还能活着, 看着外面的惨状, 眼睛都红了, 布满血丝, 他拿出了一把精致的深蓝色鼓弩, 上面散发着紫色的光芒, 朝着天上的黑鹰, 不断地射出湛蓝色的弩箭, 箭矢在触碰到黑鹰之时, 立即将黑鹰的一只翅膀冻结, 但转瞬又被震裂了, 你们找死, 赶在洛城出手, 赵成主连连大吼, 背后净声出了一对透明的羽翼, 拖着他冲上了半空中, 这对于一世45级的装备, 在一个高级副本当中的BOSS身上掉落而出, 最适合远程攻击的转职者佩戴, 身如红艳, 能躲避不少攻击, 赵成主在怒吼之时, 还不忘记第一时间飞向了赵太子的旁边, 太子, 这地方不安全, 我带你离开吧, 在洛城拥有极大权势的他, 此时在赵太子面前, 却卑微地攻下了腰, 赵太子神色如常, 并没有因为异端的出现, 而产生惧怕, 无妨, 他们伤不了我, 他自信地说道, 赵妈也没有离开, 远远地看着混乱的场景, 眼眸闪烁金光, 不知在想什么, 我会尽全力保护您的, 赵成主就这么站在太子的旁边, 哪也不去, 对于他来说, 太子的安全比任何人都重要, 只要讨好赵太子, 他们这一支就能与京城那边攀上关系, 造福后代, 他的儿子赵青山也赶来, 守卫在赵太子旁边, 甘愿当一个狗腿, 两人都是远程输出的直接, 一把弓, 一把弩, 不断地幻化出发光的元素弓弩箭, 如雨点般落在异端身上, 老城区的这几条街道全乱了, 无数道转直者的光芒亮起, 璀璨万千, 但转瞬又被异端身上的黑暗给吞没, 自此消失, 而陈天豪这时也顾不上林峰了, 眼看着自己的家底被异端给屠露一空, 他立即转身, 火焰再次燃烧而起, 我知道林湛一定是你, 杀娃不共戴天, 你庆幸自己能再多活几天吧, 他扭头深深地看了被王勉举着盾牌保护的林峰一眼, 而后转身冲了出去, 浑身缭绕着火焰的他, 拿出了一把珠红色的长剑, 与黑虎站在了一起, 打得四周的房子纷纷倒塌, 地板开裂, 火焰肆虐, 怒吼连连, 紧接着陈家当中, 也有几个高手加入了战场, 这才让陈家的人伤亡开始减少, 林峰神色依旧冷静, 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异端出手了, 吸引住陈天豪的火力, 要不然自己一番苦战是少不了, 不过, 这样正好, 他还有时间慢慢对付陈家, 而王辰则是警惕地站到了林峰的身边, 紧张地说道, 异端出手了, 陈家无暇顾及我们, 先走吧, 王勉也说道, 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难免受到波及, 林峰点头, 也不打算多逗留, 当下, 王勉举着盾牌, 眼神凌厉, 本户两人撤退, 还是有不少鱼波攻击到了他们三人, 都被水晶琉璃盾挡了下来, 盾战士有着强大的防御天赋, 独特的绝对防御, 哪怕是高出他们十几级的转职者, 都难以攻破, 不久后, 他们终于退出了战场中心, 与王家的人会合, 在远处凝望观看着, 王勉松下了一口气, 观看着战斗的同时, 又好奇地问王辰啊, 你那个林湛好友吗? 老实说, 他也很疑惑, 原以为有意端在, 陈家的人不敢出手, 大不了到时候与严家一起保住二人, 没想到后来事情发生的这么曲折, 王辰故作神秘地道, 这是天机, 天机不可泄露, 好小子, 连你父亲都隐瞒, 王勉一巴掌拍在王辰的后脑勺上, 没好气地说道, 王辰痴疼, 无语地道, 父亲, 不是故意瞒着你, 这件事很重要, 等到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说, 王勉也没勉强他, 叹息道, 算了, 儿子养大不中用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引荐灵湛小友, 他很想见见这个小天才, 王家攀上了这样的关系, 将来说不定能起飞, 林峰这时候说道, 我和王辰, 灵湛, 都是好朋友, 到时候我们帮你约约他, 他不得不出声了, 生怕王勉再问下去会露出破绽, 还没真正暴露, 就引得陈天豪对自己下死手, 如果让所有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样, 恐怕整个世界的势力都将目光投过来, 到时候, 哪怕是大势力中的一粒沙子, 飘到他身上, 都是一座大山, 王勉点头, 他是知道自己儿子与林峰是好朋友的, 但估计他死都想不到, 林峰这个厨师, 就是战力无双的灵战, 这时候, 严家的人也搭着一辆辆越野车, 从远处而来, 像是一条长龙般, 他们家的人穿着青色的服饰, 胸口前纹着一个炎字, 当严家人看到那几条热火如荼的街道之时, 皆是骑刷刷地停下了脚步, 愣在当场, 这是修罗场吧, 我们感觉来的不是时候, 严峻来看着那一条条被打烂的街道, 还有不断回响在耳边连天的怒吼咆哮, 神情发症, 他在打听到事情发生的过程之后, 和他们家的人一起瞠目结舌地道, 真特么奇幻啊, 不过耽搁了一阵而已, 就发生了那么多事, 高阶转职者的怒吼, 传遍了整座落城, 人心惶惶, 很多人都不安, 各环城高速路都堵车了, 但没任何人敢不满, 不少司机都伸出脑袋, 恐惧地望着老旧城区燃烧半空的火焰, 另一边, 神色沉重的灵妍在地底穿梭, 没人能看到他的样子是有多么的悲伤, 我的儿他轻轻地呢喃了一句, 任由眼眶中的泪水流下, 悲痛在胸腔中蔓延, 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葬身火海, 却无能为力, 这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所付出的代价, 黑暗的地底没有光线, 在悲伤之余, 他突然感受到了什么, 出现在了外面, 身影没有停留, 直直地冲上了一栋高楼之上, 观察着空中几辆正在狂奔的黑色原能车, 让我任性一次, 你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灵言轻叹了一声, 话音刚落, 一阵阵强悍的能量自他的身体之中涌出, 下方的土地开始不住地震动, 水泥路分崩离解, 一条条蛛丝网般的裂痕遍布, 一辆辆路行小汽车冲出了道路, 喇叭声此起彼伏, 而后, 地底骤然间冒出了一条土柱子, 柱子如春笋般生长到了半空中, 停在了那几辆黑色的原能车之下, 而后, 土柱化为一个巨大的土球, 内部真空将几辆黑色原能车给封在了里面, 原能车内的人顿时感觉到了无穷的危机, 全是转职高手, 纷纷跳出了车开始查看, 转他们们开始动用技能轰击土墙, 但都没有任何效果, 组长, 你看, 这土墙上面有一端的纹路, 是高阶一端, 出手拦截了我们, 一共十五个人, 其中一个人是这群人的组长, 组长一只眼睛瞎了, 戴着眼罩, 另一只眼睛全是眼白, 没有瞳孔, 这个组长名叫红国忠, 是昆仑组织中的小队长, 兼筑若成半世人之一, 他站在车顶上扫视着四周, 他那没有眼白的瞳孔, 仿佛穿透了土墙, 看到了外面站在高楼上的魁梧大汗, 别费力气了, 他要是不想打开, 我们出不去, 红国忠瞳孔收缩地说道, 紧接着, 他又朝着林妍方向大声地叫道, 阿妍, 我知道是你, 这么久不见, 你就是这样对待老朋友的, 声音没有得到林妍的任何回应, 四周静悄悄一片, 连声音都隔绝了, 当年, 你突然离开围城部队, 没想到竟是进了异端组织, 我想不出理由, 曾经我们一起喝酒, 一起战斗, 我足够了解你的, 你为何会变成这样, 如果你还会被诡异完全洗脑, 现在就放我们离开, 证明你的良心还未坏透, 将来有希望回归, 红国忠再次大吼, 这次的声音用上了十足的力量, 震得周围的同事耳朵都快要聋了, 但依旧没有得到林妍的任何回应, 看来,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现在是一只只服从命令的哈巴狗, 一个窝囊废, 比你以前被你妻子数落的时候还要窝囊, 有本事就放开土照, 我和你杀过一场, 红国忠打算用激将法, 如果林妍真的放开土照, 他就让手下赶往老城区, 自己拦住林妍, 这一次他等了许久, 依旧没有等到回应, 他有点确定, 林妍的心已经被诡异给玷污了, 成为了人形傀儡, 他曾经跟林妍一起合作过, 见识过这个土照的强悍, 更何况是吸收了诡异力量的土照, 他知道, 自己是没有任何能力打开的, 对此, 他很无奈, 只能让昆仑的同事谨慎戒备, 随时注意林妍的攻击, 半个小时之后, 时刻关注着土照之外的红国中, 看见了楼顶之上, 已经没有了林妍的身影, 才轻叹一声道, 可以出去了, 没有他源源不断的元素智力加持, 土墙转变回了普通的土胚, 说完后, 他的手臂突然变成大树般粗壮, 上面遍布老旧的树皮与树枝树叶, 而后疯狂的生长, 轰击向某处土照的壁垒, 猛然间击碎, 光亮再次照进了他们的瞳孔中, 这半小时, 对于土墙内的昆仑的人来说, 简直比一个世界还长, 他们急忙上车, 想要继续赶往老旧城区, 结果被红国中阻止了下来, 不用去了, 既然林妍离开, 那说明老旧城区那边的异端, 也已经消失, 现在再去无用, 回去吧, 红国中该无可奈何地说道, 有人不解, 好奇地问道, 老大, 刚刚那是什么人, 你好像认识他, 红国总眼中露出了回忆之色, 道, 林峰你们认识吧, 车里的人点头道, 当然认识, 整个洛城学生中的风云人物, 之前老大, 你还想等他毕业后, 直接招他进昆仑来着, 结果后来他转职成厨师, 你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红国中苦笑道, 刚刚那人, 就是林峰他爹, 卧槽, 车内的所有人, 奇奇猛逼脸, 老旧城区, 此时已经平静了下来, 好几条街道的房子区域, 都被打烂了, 不少房子倒塌, 碎石遍地, 到处都是战斗过的痕迹, 地面上到处躺着陈家与围城部队的人, 皆是受到了重伤, 要么是已经死了, 有的被分解, 有的被拍成了糊糊, 有的一张脸都烂了, 没有一个是不带伤的, 就连陈天豪也受到了重伤, 腹部有一到三十多厘米的大口子, 直指心脏, 血肉模糊, 这是那位前行者下的杀手, 差点让他陨落, 他虽然没有死, 但除了重伤之外, 一条手臂也被斩掉, 被那黑虎吞了, 眼见没有接上的希望, 现在的他奄奄一息, 被陈家后续赶来的人团团围住, 当中有牧师直接的人在施法, 还有医生转职者, 准备运送网络成最顶级的医院, 进行治疗, 远处的林峰有好几次想要下杀手, 但都忍住了, 陈家不止陈天豪一个高手在, 还有几个五十多级的叔叔伯, 还有一些老不死, 现在都来了, 很危险, 他没有自信能不惹人怀疑, 而杀了陈天豪, 并且还有那么多人在看着呢, 赵承主倒是安然无恙, 只是他那把四十五级紫色弩剑被打碎了, 那个光翼也被撕烂了一边的翅膀, 这有点让他恼火, 两件装备价值都不菲, 他觉得等于自己断了一臂, 这下落成的陈家和赵承主, 真的元气大伤了, 一旁的赵妈儿漠然地说道, 同时, 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就飘向了被王家和陈家人围住的林峰身上, 而林峰也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看着那清澈干净的眼眸, 赵妈儿好似感受到了一种无形而又高贵的气质, 仿佛是一位神灵在俯视自己, 这是在赵太子身上从未感受到的无双气质, 赵妈儿很惊讶, 这不是他第一次与林峰对视, 虽然那时只不过是匆匆一瞥, 但远没有这样的感觉, 林峰为什么还能这么地有自信, 从容, 他不应该是颓废吗? 赵妈儿心里不住地惊讶, 但他发觉林峰看向自己的眼神很是淡漠, 但然, 只是匆匆一瞥并没有过多的在意, 一如当年一样, 他该不会没认出我吧? 林峰真的不知道赵妈儿是谁, 就算见过, 也从未深刻地记住这个女人, 他的目光只是掠过赵妈儿, 看向了旁边的赵太子, 赵太子是个高手, 林峰脸上微微诧异, 看着年纪不大, 但浑身散发出的气息却超过在场大部分人, 他记得刚刚赵城主对男人很恭敬, 他展开了神厨之眼, 将赵太子的信息全部看透, 不由得目光一宁, 暗道一声, 金城来的妖孽, 严君来和王晨顺着林峰的目光看去, 先是见到了赵妈儿, 这个唯利是图的女人也在, 真是晦气, 王晨皱眉说道, 严君来也说道, 这个时代这种女人很多, 林峰你不用在意, 她不值得你留恋, 她还以为林峰是看向赵妈儿的呢, 林峰哭笑不得地说道, 你们把我说猛了, 那女人是谁我都不知道, 王晨文言哈哈大笑道, 妈的, 老大你真不记得, 她就是群里说的, 在学校的时候, 疯狂在聊天软件上给你告白的那女人, 后来毕业后, 她将你全部信息都删了, 老大真牛批, 要是赵妈儿知道, 你连她是谁都不知道, 估计要气到吐血了, 而严君来也是忍俊不禁地扑斥笑了出来, 笑的时候, 便看向了旁边的冷峻的男人, 他的笑容顿时凝固在了脸上, 然后缓缓地收起, 变得很是忌惮, 那男的是赵伐的赵宪赵太子, 严君来不敢直视, 低下了头, 低声说道, 王臣也注意到了赵太子, 只是看了一眼, 便转过头去, 心脏肉眼可见的, 在剧烈震动, 没错, 是他, 不要直视, 避免让对方误会, 以为我们有敌意, 王臣忌惮地说道, 临峰神色灿然, 没有二人那么忌惮, 只是脸上饶有兴致, 多观察了一番赵太子, 赵太子也感受到了临峰的目光, 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电光火花在绽放, 有趣, 赵太子冷峻严肃的脸上出现了淡淡的笑意, 只是这笑容中, 不知不觉弥漫上了淡淡的杀意, 一个小厨师也敢与我对视, 是大男不死后给你的勇气吗? 赵太子依旧在低声轻语, 旁边的赵妈被他的声音将思绪拉了回来, 不懈地说道, 一只蚂蚱罢了, 太子不用在意, 说不定过几天就死了, 在洛城惹恼了陈家, 没人保得住他, 赵太子将目光转移开, 但笑道, 你觉得我会在意? 淡淡的压力传到了赵妈身上, 让他不觉心里一沉, 太, 太子, 我没有别的意思, 赵太子伸出一只手掌, 抚摸在他白皙的脸上, 道, 做好你分内的事情就好, 嗯, 赵妈脸颊飞红, 凌峰也只是随意看了一眼, 便不放在心上, 两人现在没有交集, 就算以后有交集, 他也有信心, 只手镇压便是, 战斗结束, 众人便散了, 陈家现在也没功夫来找凌峰的麻烦, 各自轻点战损,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战斗, 那四个异端都没死, 受了点伤便离开了, 可见他们的强大, 让人恐惧, 而陈家与城主则是折损了一半的人马, 元气大伤, 王家和陈家来的人, 也是悄悄地离开了, 只留下了一片狼藉的老旧城区, 一个幽暗的别墅当中, 书房内, 灵言懒散地坐在皮翼上, 摇晃着自己的身体, 书桌前有一个老师翻盖手机, 开着免提, 话筒中传来一个底层, 听不懂是男还是女人的声音, 灵言, 你这次做出的事, 很不符合组织内的规定, 有点过火了, 手机里的人说, 灵言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无所谓, 到时候你会出手的不是吗, 话筒那边沉默了一会, 又继续传出那人的声音, 给我一个你出手闹事的理由, 灵言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回答道, 我看着不爽, 就杀了, 还要什么理由, 话筒那边的人又沉默了下去, 好像被灵言霸气的话给震撼到,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灵言继续淡淡的说道, 红一, 我投身进了禁忌之神的怀抱, 在我心中出现这个冲动的时候, 我知道这是禁忌之神在向我提示, 他在扯虎皮做大旗, 用禁忌之神来当幌子, 掩饰自己出手的目的, 偏偏电话那头的人, 还反驳不了他, 在禁忌组织内, 禁忌之神就是高于一切, 这是灵言在刚刚加入的时候就发现的规律, 凡是忠诚的信徒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时候, 一扯出禁忌之神的名号, 基本上都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罢了, 手机那头的声音依旧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道, 奇珍这方面的进展怎么样, 找到人了吗? 灵言干脆利落地回道, 没有, 手机那边又沉默了, 透露出来的信息好像是在说, 感情你这家伙去到洛城, 就是为了打架而去的, 正是一件不办, 在他沉默的时候, 那四个黑炮人回来了, 别墅内顿时充斥着浓郁的血腥气息, 杀得真爽, 我感觉到体内禁忌的力量又变强了不少, 只是可惜, 那陈天豪没死, 话说尹龙, 你的实力也太差了吧, 一个小城的直接者, 你都杀不掉, 别提了, 那家伙身上有替死护服, 不过, 还有一件事真是奇怪, 你们注意到没有, 那个少年竟然没死, 又一个强者出手救下了他, 但在我们战斗的时候, 那人却不插手, 四个黑炮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声音传进了书房内, 书房的门开了, 他们的说话声也戛然而止, 他们虽然身上带伤, 子文黑炮也烂了不手, 却依旧在书桌前站得笔直, 他们没发现, 林妍在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之时, 原本懒散的身体逐渐坐直了, 黑炮内原本悲伤僵硬的脸, 在此刻逐渐升起了笑容, 笑意, 如万年寒冰化开了般, 做得不错, 林妍笑道, 不知道是在夸奖谁, 而此时, 手机里那边的人终于再次说话了, 你们回来吧, 女武神已经去到了洛城, 也许那人已经被招进了九州, 我会另派人去杀了他,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 便是去隔壁的梁城, 等待着暗黑巨龙的出现, 林妍皱眉道, 为什么要等, 手机回话道, 根据禁忌之神的指引, 暗黑巨龙到了产卵的时间, 而你们的目标, 便是将这枚珍贵的龙弹接引进教会, 梁城是暗黑巨龙的必经之路, 历史悠久, 地脉升级磅礴, 很可能他要在此地买卵, 这一座城市将遭到灭绝式的破坏, 你们也可以借机吸收高阶转职者进入教会, 当然, 这是支线任务, 最主要的是找到暗黑龙弹, 王家与严家的人各自散去后, 林峰兜兜转转, 在确定没有人跟踪自己后, 便往老城区走去, 今天他本来想说, 下了虚拟机之后, 便去看房子, 并且交好定金, 马上入住的, 结果发生了这场乱战, 耽误了不少时间, 还得再住一晚, 不过, 他通过全景图已经浏览了不少别墅, 选定了一套还算不错的, 他刚刚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这房子还是不买了, 直接租吧, 估计不久后, 自己待在洛城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 买来也是浪费, 在这样想之余, 他忽然发现自家单元楼下, 一个长到了自己胸口高的小男孩, 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这人正是宇绝尘, 只见此时的弟弟, 衣服和头发凌乱, 像是很久没有打理一样, 低垂着个脑袋, 神色颓废, 颓败, 像是失去了灵魂, 直到凌峰走近, 他的眼神中才恢复了一点光亮, 他扬起脑袋, 视觉中只看到了凌峰的下巴, 还有那万古如一的平静眼神, 一股从灵魂最深处传出的无形压迫感, 自他的心底生起, 那是一种好似面对着天敌般的感觉, 完全生不起一点对抗的心思, 这让原本就经历过挫败的宇绝尘, 更是面如死灰, 不可能的, 在以前, 他从未在凌峰的身上感受到过这种无形而又莫名的气质, 为何现在看着凌峰, 却感觉到这个哥哥是那么的高大, 好像将天穷都给遮蔽了, 宇绝尘在那么一瞬间, 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幻觉, 自己仿佛置身于黑暗当中, 四下里一片混沌, 没有声音, 没有视觉, 没有知觉, 而这时候,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抹微光, 他拼命地往光亮的地方跑去,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光亮越来越浩瀚, 逐渐将黑暗给吞噬, 而这个充满光明的世界当中, 凌峰的身影高坐云端之上, 如太阳般巨大耀眼, 遍布整个世界, 而他, 只是在光明当中奔跑的一粒尘埃, 无论到哪里, 都离不开凌峰的照耀, 这种感觉让他差点窒息, 在宇绝尘愣神的时候, 凌峰一句话将他给叫醒了, 你找我什么事? 宇绝尘回过神来, 愣愣地道, 我问你, 那林湛说你曾经打败过他, 是不是真的? 凌峰摸了摸下巴, 单元楼梯暗黄的灯将他如刀削般的脸照得充满了神秘感, 是, 他平静地说道, 宇绝尘不知为何变得更紧张了,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感, 哪怕在傲视工会副会长身上也从未感受到, 假如你转职的是输出职业, 而不是厨师, 那林湛和你相比, 实力如何? 宇绝尘吞咽了口唾咽, 凌峰略作认真地想了想后说道, 嗯, 五五开吧, 呼, 宇绝尘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 让开了楼梯的路, 道, 我明白了, 他在下了虚拟机的时候, 不住地呕吐, 差点晕了过去, 缓和过来之后, 第一件事便是跑到了林峰的住处, 他想要亲自得到确认, 林湛在虚拟世界当中, 所说的一切是不是真的, 这已经成为了他心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堵在他的喉咙中, 除非自己打败了林湛, 才能真正将这一个梦魇除掉, 可是这怎么可能啊, 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对手, 根本打不了啊, 一想到那几乎轻松式的碾压, 与绝尘就满脸绝望, 他竟是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整场战斗下来, 他就像是一只猫般, 任由灵战拿捏, 以往都是他带给别人那种感觉的, 现在却轮到了自己, 与绝尘底下的头, 呼吸越来越重, 双拳钻紧了, 眼泪竟然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低声的乌液抽气着道, 根本办不到啊, 林峰刚刚踏上了台阶两步, 听到了这声音, 回过了头, 看着他冷淡地说道, 你魔障了, 魔障? 我是落成第一的天才, 我怎么可能魔障? 不, 我是无敌的, 将来要比剑女武神的存在, 为什么? 一个灵战, 就让我产生了难以对抗的念头, 可是, 可是, 他真的好强, 与绝尘有点神经质的胡言乱语, 一会儿很自信, 一会儿又变得很是颓废, 神情又哭又笑, 临风无言, 转过身, 上了楼, 他不想帮, 这种时候, 只有让与绝尘自己走出来, 才是最正确的, 一念成魔, 一念成佛, 就算自己不出手, 将来也会有人击败他, 比如, 京城来的哪位赵太子, 临风走后, 与绝尘独自在楼梯口待了一会儿, 便摇摇晃晃地走开, 像是喝醉了酒一样, 夜幕降临, 他迷茫地坐上了一辆原能低势, 那司机没问他家在哪里, 就这么行驶在大路上, 而与绝尘也没有抱自己家的位置, 此时他的状态很不稳定, 哪里想得到这些, 你想杀了他吗? 忽然, 驾驶位上的司机平淡地说道, 与绝尘听到这话, 想都没想, 直接脱口出, 想, 等等, 你是谁? 与绝尘瞪大了眼睛, 看着后视镜当中的司机, 这是一个很苍老的老人, 脸上的皮肤呈现紫灰色, 像是老树皮般的褶皱, 又好像是入土很久的干湿一样, 老人的眼睛已经被搭拉的眼皮 覆盖住了大部分, 只留下一丝缝隙, 缝隙当中透露出的眼神, 却又好似年轻人般锐利, 我是来引你路的人, 老人皮笑肉不笑的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想来引我路? 与绝尘直接站起身来, 不客气地说道, 他这时候才发现, 自己一直没跟司机说目的地, 而司机已经将车开到了龙盛小区的门口, 这家伙对自己很了解, 还是个毛孩子, 老人将车子停稳, 伸手打了个响指, 原本正怒气冲冲地与绝尘, 顿时感觉到天旋地转, 眼前不住地摇晃, 四周的空间都坍塌了, 而后他便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一片藏地, 四周都是一个个凸起的坟墓, 墓碑前缭绕着青蓝色的鬼火, 连一些灌木都是黑色的, 显得阴森而又恐怖, 这些坟墓何止万个, 入木所及, 漫山遍野, 穿透天际, 紧接着在他骇然的目光当中, 密密麻麻的坟墓开始震动, 裂开, 一只只鬼手从坟墓里生了出来, 像一片会舞动的海草, 凌峰回到了房子里, 看着空空荡荡的客厅, 肚子不自觉地响了起来, 客厅的东西都被打烂了, 还好女武神有空着, 不然今晚连床都没得睡, 他苦笑地摇摇头, 忙了一天, 饭都没来得及吃, 他看着桶里女武神留下来的狮尾鱼, 打算再尝几只润润口, 野生的确实好吃, 现在太晚了, 懒得出去买菜了, 而叫的外卖又不符合自己的胃口, 所以还是得自己煮, 谁知道他刚刚架好锅炉, 外面的夜空也变得越发的黑暗了, 银银当中还有雷色在闪耀, 凌峰透过窗看到外面的场景之时, 心中一领, 这熟悉的感觉, 这熟悉的场面, 除了那位女武神, 别的人还真弄不出来这种动静来, 果不其然, 随着一阵体香缭绕在凌峰的鼻尖, 银铃鸟不知不觉间就出现在了房间内, 他那傲人的身材, 勾勒出的山栏的影子倒映在厨房当中, 我回来的刚好是时候, 银铃鸟好听的声音传荡在房间中, 凌峰无奈地转过身来, 身上系着围巾, 手里拿着锅, 见到了穿着蓝色旗袍的银铃某, 你的事情办完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凌峰疑惑地问道, 银铃某见周边没有沙发给他做了, 只能醋眉地靠在了墙上, 笑道, 还没, 我主要是缠你了, 不对, 是缠你的美味佳肴了, 他吐了吐舌头, 那看来, 你去的地方不远啊, 凌峰单手拿着锅, 不断地摇晃着锅内的美食, 虽然没有火, 但里面的水温度很快就沸腾了, 水雾在不断地旋转, 失位于一种奇妙的规律, 随着凌峰的手而晃动翻转, 银铃某没有惊讶, 每一个厨师的技能都很特殊, 和普通人烹饪不一样, 转职成厨师, 和普通的厨师本质上的区别, 就是多了快捷烹饪的技能, 比如自动领悟颠勺能力, 能够让煮出来的食物不放盐, 不放油, 也能有盐味和油味, 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发酵食物等等, 所以, 他猜测, 凌峰的这个技能应该是自动烹饪食物, 不需要用的火, 不过, 他哪里能猜到, 这是连他自己都渴望的神能, 或者说是法则, 法则这东西, 只有五神以上的级别, 才能有机会接触, 或者说, 九十五级以上才有机会开启, 并且使用, 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对强者的称呼, 九十级以上的人, 被称之为五神, 八十级以上的人称为天王, 七十级以上的人称为霸主, 六十级左右的, 被称之为豪雄, 五十级虽然也不多, 但还算是常见, 因此并没有得到公认的称呼, 迎令谋不在意地说道, 去了唐海城, 海城? 凌峰惊了, 洛城虽然也在沿海地区附近, 但距离真正的海边还比较远, 从地图上看, 可能只差那么一指头的距离, 但实际的距离, 却是将近两千里, 在这个相比前世的蓝星, 还要大上数百倍的蓝星上, 很正常, 而女武神早上跨越两千里, 跑到海城去办事, 下午又特地跑回来, 只为了吃自己的一顿饭, 她都有点无语了, 换做是自己, 绝不会这么做, 想吃可以, 你得给钱, 凌峰晃了晃手里的锅, 眉眼都不抬得说道, 没看出来你那么小钱, 要知道, 别人想请我吃顿饭, 得花多大的功夫, 我还不一定去呢, 我主动来你这里吃饭, 要是传出去, 王军你知道该有多少人羡慕吗, 盈灵鸟为了白嫖凌峰一顿饭, 也是豁出去了, 换做平常, 她才不会跟别人说这些事情呢, 又不是什么特别骄傲的事情, 事实也是如此, 很多国王, 大势力, 花了数亿元能币, 都未必能得到他赏脸, 这待遇, 凌峰估计与前世的某谷王差不多了, 请到女武神吃饭, 不仅仅是面子上有光那么简单, 同时, 也代表着得到了女武神的善意, 让很多人都忌惮自己, 得到他的指点, 好处非常的多, 但, 自己可不需要得到女武神的指点啊, 而且, 自己又不是古名, 请巴菲特吃饭, 有啥用, 凌峰直接斩钉截铁地拒绝道, 这可是我千辛万苦烹饪出的美食, 言外之意就是, 得给好处, 盈灵鸟脸都要黑下来了, 这小子, 真是一头未开化的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自己可是他的老板, 吃一顿饭怎么了, 怎么了, 新一代的年轻人, 都像你这么有个性吗, 盈灵鸟无奈, 只能用出自己的杀招, 他神秘地说道, 这餐给我白, 请我吃, 我告诉你你父亲的消息, 怎么样, 这个消息的价值, 只有寥寥几人知道, 他信心在握, 之前离开的时候抛下的钩子, 等的就是这个时候拉钩, 他早想到会有那么一天, 只是没想到用这么快, 还不是没办法了, 他实在太馋了, 去到海城的时候, 他也尝试过海城的当地特色美食, 但都没有临风烹饪出的食物那么好吃, 食尾鱼那上头的味道, 一直缭绕在他的脑海里,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口水也都差点流出来, 原本他还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吃货的, 但现在他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吃货属性了, 他以前吃东西从来都不挑食的, 所以在确认海城没有什么事后, 他便马不停蹄地跑回了洛城, 掐指一算正是干饭的时间, 他饿了一天了, 实在没办法, 只能提前先把这张底牌暴露出来, 迎灵鸟此时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下巴抬得很高, 斜腻着看向凌峰, 怎么样, 你应该很关心你父亲的事情吧, 毕竟这么多年没见到他了, 我有点想改主意了, 要不然这个消息, 换三餐, 不, 五餐, 他觉得有点吃亏, 于是想换更多的好处, 谁知道, 凌峰眼神微抬, 但默地说道, 没兴趣, 不换, 这话一出, 银铃鸟顿时就手足无措了, 这怎么和预想的不一样啊, 凌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不是应该瞠目结舌, 迫切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吗, 为啥凌峰脸上会是这种事不关己的事情, 凌严可是你的父亲啊, 凌峰的这一句话, 将银铃鸟描打得措手不及, 让他难以保持淡定, 他此时反而像是一个拙劣的商人般, 推销着自己的产品, 不断地劝说道, 那可是你的父亲啊, 他生你养你, 含辛如苦, 血脉相连, 你怎么能一点都不关心呢, 他没养, 凌峰看着快熟了的施铃鱼说道, 嗯, 这, 他那是为了某些特殊原因才离开的, 虽然我不知道他走后有没有交代好你, 但他现在的处境可是极其危险的, 你作为他的儿子, 难道不想知道他在那吗, 迎铃鸟急道, 凌峰依旧没有情绪地说道, 不想, 迎铃鸟急了, 啊, 你这个逆子, 迎铃鸟看着眼前的逆子, 差点被气晕过去, 他万万没想到, 凌峰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他还从未见到过那个孩子这样的呢, 新生代都是这摇牛的吗, 对待老板没有一点尊敬也就罢了, 连爹都不管了, 迎铃鸟真的坐不住了, 眼见着第一锅是铃鱼煮熟了, 诱人的香味飘荡在鼻尖, 他的胃不争气地在哀嚎, 既然这个交易不成, 那换一个, 之前我走的时候就曾经跟你说, 过两天给你一个巨大的好处, 就用这个好处交换怎么样, 迎铃鸟眼神发着光芒, 紧紧地盯着凌峰锅里的食物, 正中也有点好奇了, 问道什么好处, 一颗蛋, 很多大势力都渴求的蛋, 你们洛城最近来了很多人, 你应该感受到吧, 他们这次来, 第一是为了找到隐藏着的你, 第二则是找到这颗蛋, 迎铃鸟为了美食也是活出去了, 凌峰着实被镇住了, 原来那些人来到洛城, 还有另外更深层次的原因, 怪不得的乱战当中, 没见到几位六十级以上的强者呢, 都是五十几级地在战斗, 而且, 他虽然感觉到了洛城各处中传出来的压力, 但却没有那么沉重, 很多人在找自己, 但并没有出全力, 毕竟, 想找到一个隐藏在暗处的人, 花去的时间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 还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已经加入了别的势力, 失利不讨好, 找得到最好, 找不到就算了, 更重要的目标, 他们放在了那颗蛋上, 原来如此, 凌峰一瞬间想到了很多, 恍然大悟, 他联想到了最近看到的新闻, 看起来还真是那颗蛋, 那这就有意思了, 他还是很有兴趣的, 他的神厨之眼技能, 能够看到万物的信息, 如果能够得到那颗蛋的话, 烹饪之后, 是否能给自己带来恐怖的实力, 而且, 他现在拥有神圣分离技能, 魔兽的肉质, 他可以分离出杂质, 有害物质, 变成能食用的肉, 万物皆能主, 好处实在太大, 凌峰怦然心动了起来, 你确定, 你能搞到那颗蛋? 凌峰认真的问道, 银领秒这就不乐意了, 不客气的道,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难道这附近还有比我还强的人存在? 就算别人得到了, 也得上交, 最后, 银领秒霸气的说道, 凌峰想了想也是, 女武神出马, 这神下帝国还真没有他弄不到的东西, 就连哪位国主都得客客气气的, 既然这样, 成交? 凌峰欣然同意了, 将第一锅直接递给了银领秒, 里面有三条狮尾鱼, 都是他弄到的食材, 所以凌峰一点都不心疼, 反正狮尾鱼都是白给的, 银领秒笑了, 如春满花开, 踩着小高跟, 兴奋地接过了大锅, 看着锅里流转着的精美鱼肉, 闻着那香喷喷的味道, 顿觉心神气爽, 整个人通透万分, 浑身都放轻松了下来, 好似去到了人间仙境, 他的世界都被这一锅狮尾鱼给覆盖, 沐浴在美食的海洋中, 目光指中只有鱼, 这时候, 哪怕外界天都塌了下来,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分心, 浅尝几口汤水, 那味道让他都忍不住舒服出生, 嗯, 这一次, 银领秒不像之前那么狼吞虎咽, 而是细细地品尝起来生怕浪费, 就像是那些绅士在品尝世间最高贵醇厚的红酒, 很难想象, 一条狮尾鱼就让他变成这样, 面容逐渐神圣了起来, 凌峰看得有点苦笑不得, 暗想银领秒应该是饿坏了, 他静静地等待着银领秒将锅里的鱼吃完, 露出意犹未尽的表情, 好吃, 太好吃了, 银领秒摸着肚子, 发出由衷的感叹, 最后一个吃溜将锅里的烫全都喝了下去, 鲜甜的味道让他穷逼当中都出现了憨声, 我感觉我以后离不开你了, 哥, 银领秒打了个宝格, 心满意足地说道, 凌峰听到这句话, 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窜上添灵带, 女武神不会打算长期白嫖自己吧, 如果他要用墙, 那自己如今有反抗的余地和实力吗, 只能独自抗下所有啊, 吃饱饭, 该做事去了, 女武神将锅地到了凌峰的手里, 一眨眼就消失在了房间当中, 就这么走了, 走了, 凌峰望着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房间, 轮到他有点看不懂了, 所以, 他这次其实是匆匆忙忙赶回落城, 就为了吃个饭, 吃完又跑到别的城市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被宰了一顿的感觉, 凌峰在内心当中暗想着说道, 施尾鱼没有能帮女武神开出第二个天赋, 让他小小的遗憾了一把, 要不然还能卖更高的价钱, 鱼不能再吃了, 还得卖出去, 有足够的资金, 才能在内部平台上看看能买到什么好东西, 还有, 以后要多储备一些食物, 龙鸡蛋这类能增强自身实力的东西等等, 凌峰想了想, 打算明天搬去别墅的时候, 再去菜市场逛一逛, 看看有什么好食材, 他的开销也挺大的, 想着他又烹饪了两条施尾鱼, 打算放到九州内部的交易平台上, 嗯, 内部的交易平台并不是用的原能币交易, 而是功勋点, 凌峰打开手机, 第一次看到交易平台上的东西, 他有点皱眉, 感觉自己是不是被银铃鸟给坑了, 说好的一半价格购买, 结果你这内部平台用的是功勋点, 自己上那赚却, 不过很快他便打消了一律, 功勋点也能用钱了换, 手机里就有转账按钮, 名其名曰赞助九州组织的赞助通道, 一千万元能币, 能换一百点功勋, 每点相当于十万, 凌峰点头弄明白了规则, 至于将食物放到内部交易平台上的方式, 和大众的交易平台差不多, 去街上找到一处交易机, 刷上自己的九州身份证, 界面上会自动跳出两种平台的选择, 只要选择九州的平台就能够观看, 普通人的身份, 只能看到大众平台并不会跳出第二种选择, 弄明白了这一点, 凌峰就打算等等洗漱完, 深层次睡眠醒来后再去弄了, 粗略浏览了一遍九州交易平台中的东西, 让凌峰大吃一惊, 里面的物品珍惜程度, 罕见程度都比大众交易平台还要高出数倍, 许多在大众平台有价无市的传奇物品, 在这里都能够见到, 甚至还有好几份, 比如凌峰手上的绚烂花环, 就有三个, 每一个需要三千功勋点, 还有几年都没有出现在外界的鬼面暴君的面具, 这件拥有不错的防御力, 并且能够改装换面的道具, 竟然也在售卖, 还有各类珍惜的魔兽王材料, 金色传奇装备武器, 深渊之主的血液, 光明叫停的特制圣枪, 白黄金装甲等等物品, 都有售卖, 嘶, 不愧是内部组织的交易平台, 连这些玩意儿都能弄到, 凌峰感觉自己赚大了, 这些稀有的东西, 对自己来说都是半价, 节省了一大波钱, 而自己付出的, 不过是挂名在九州, 同时受到春雷女武神的监管, 她都有种想要倒买倒卖的想法了, 先从九州内部购买半价的好东西, 然后再试价卖到外界, 那就赚大了呀, 如果让女武神知道, 她竟然有这么恐怖的想法, 怕会从遥远的地方扔下一道雷霆劈死她, 不过, 这个想法只在她的脑海当中出现一刹那, 便被否定了, 她知道九州不会这么蠢, 果不其然, 她很快在其中一个感叹号当中, 见到了说明, 上面写着, 在内部购买的东西, 只能自己使用, 禁止他人使用与交易, 一经发现有私自交易, 倒卖货物, 滥用资源的用户, 将会受到九州所有成员的追杀, 看到这条警示, 林峰打消了这个想法, 整个九州组织的追杀, 谁能承受得起, 就连那位逍遥西大陆的死灵法师, 都没有这待遇, 基本上是必死的, 九州在整个蓝星各国安插了多少人, 简直不计其数, 不说明面上的, 那些暗地里的存在, 就够林峰喝一壶的了, 外加上, 还有世界顶级战斗力, 女武神呢, 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林峰又看到了一个按钮, 点开进去一看, 是一个求购信息, 上面有各个九州人员发的求购帖子, 都是一些内部交易平台上卖完了, 缺货的帖子, 还能发布求购信息, 林峰心中了然, 以后自己用得到, 倒算是很方便, 他看了看帖子的信息, 竟然发现, 不少帖子都是求购施尾鱼的信息, 血书贵求施尾鱼, 哪位买到的大佬, 能否割爱, 听说春雷女武神去到洛城了, 现在应该已经拿下了神秘商家, 求商家上架施尾鱼吧, 我, 豪雄吉, 月用三年时间雇佣为代价, 求购施尾鱼一条, 林峰粗略地看了遍, 便切换了, 他加入九州的时候, 就想过每隔一段时间, 便上架一点食物到内部交易平台, 让这些为国家而征战的人多点保命能力的, 原本的计划, 就是这个月先上架两条施尾鱼, 应该算履行自己的诺言了吧, 他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 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 他都会百分之一百的圆满完成, 不过, 如果不关他的事, 他更乐意当一个坎坷, 两条施尾鱼而已, 不算什么, 与自己获得的资源相比, 只是冰山一脚罢了, 他看完交易平台后, 林峰趁着现在是休息时间, 便打开了九州的情报共享信息, 一打开, 便见到了有关暗黑龙王的事情, 很多神夏东部地区的九州人员, 都在大规模的往梁城方向集结, 他们都收到了组织内的通知, 梁城将有大乱发生, 临风恍然, 他忙打开了手机后台, 便看见短信上有新的信息, 把内容是一串神秘网址, 点开网址, 是一个九州的图腾图标, 各种华夏古器设计集中在了一起, 古顶, 古塔, 古琴, 古炉, 古罐, 古钟, 古镜, 彫刻交织成一幅绝美的图案, 然后下方便是一个填写身份信息的格子, 写完之后, 自动将最真实的信息打开, 上面赫然正式召集他前往梁城的通知, 还有这个任务的奖励, 而在通知下方, 他可以点击接受或者不接受, 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个选项, 凌风犹豫了一会儿, 没有立即确认, 而是放置在了一边, 昆仑的人也开始前往了, 那边真是热闹, 不过, 暗黑巨龙那种级别的战斗, 他们却能有什么用 林峰皱眉再次看了看上面的情报信息 这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暗黑巨龙出巢 所经过之地会引起魔兽聚集地中的魔兽暴乱 跑出了固定领地 攻击人类城市 还会造成一些原本盘横在虚空中 还未与蓝星世界融合的副本秘境崩溃 里面的怪物大规模出现 甚至有豪雄或者霸主级别的BOSS霍乱一方 最顶端的世界BOSS出行 就是这么的可怕 是一场大灭绝般的灾难 所以 九州不仅女武神亲自到来 连很多人都放下了手里的事情 前来防守了 只是 现在还不知道暗黑龙王什么时候到达 还有具体的行径路线是哪里 神下帝国的高层猜测 良成的几率占据了90% 林峰在心里盘算去 还是不去 毕竟自己只有15级 还没真正强大起来 还是得苟一阵子 先看看吧 他轻叹了一声 随即打开了自己的隐藏的 真实的属性面板 姓名 林峰 职业 厨师 等级 15 65.4% 力量 172 敏捷 172 精神 172 体质 172 为加点属性 零 装备 翠金匕首 紫色 绚烂花环 金色 天赋 红厨玉手 SSS 智高刀弓 SSS 技能 水煮法则 SSS 神厨之眼 S 神圣分离 SF 从蛮兽森林回来这几天 都忙其他事情了 现在属性依旧没有变强多少 龙鸡蛋也被四大家族垄断了 林峰暂时没有其他的增强实力来源 而他向王家购买的龙鸡蛋 也要等到明天才到货 到时候一起放到新的住处去 他打算 接下来的时间 好好提升实力 好好干犯变强 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 自己现在实在是太弱了 而属性面板 唯一的改变 就是多了个SS 级的神圣分离技能 如果别人知道 林峰十五级 就有着这么变态的面板 还一点都不满足 还说自己弱 怕是一口老血都要吐出来 这人还要不要脸了 看完了新闻信息 休息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洗漱了之后 他到头便睡 进入了深层次睡眠当中 等到醒来的时候 天才都还没亮 也就过去了两个小时 但林峰依旧精神饱满 他便开始自我锻炼 他将一个陶瓷碗 放在手掌当中 发动神圣分离的技能 瞬间 碗内的上百种物质分离的选择 出现在了他的视觉当中 仿佛是发着光的选择一样 林峰好奇的一个个分离开来 很快 原本完整的碗 被他分离成了各种物质 徐徐的飘荡在空中 碗也消失了 伸手一拍 这些物质变化为细胞般大小 消失在了空气当中 一只瓷碗 莫名其妙的消失 碗若进入了一空间 有了神圣分离技能后 我用神厨之眼观看万物 甚至都能找到有用的食材 林峰惊奇无比 这技能实在太好用了 自从有了这技能 他的神厨之眼 在看以前觉得不能烹饪的物品之时 都会多加几个标注说明 比如 他那张床上得来的数据 就额外标注了 注 可用神圣分离技能 分离出纤维素食用 增加食物嚼劲口感 天刚蒙蒙亮 林峰就去逛菜市场了 整个洛城所有的菜市场 他都要完整地逛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说不定能找出新的代替物品 早上的空气很清新 有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 路上上班族 卖早餐的小商贩等 人渐渐多了起来 林峰逛到了上午 才终于让他在粮食铺那里 见到有用的好东西 他之前并没有进入过粮食铺 一直都在菜市上 看新鲜的蔬菜肉菜 转悠了 却没曾想到 这里面的东西竟有惊喜 神厨之眼一直都在开启状态 名字 良品大米 种类 浓作物 状态 无毒 可食用部分 整体可食用 利用神圣分离技能 分离旗内杂志之后 再用水煮法则烹饪 可让人恢复精力与元气 同时拥有阵痛与短暂疗伤效果 看到上面的介绍 林峰眼睛一亮 真是个好东西啊 吃下大米之后 能让精疲力尽的人恢复精力 重新变得精神异议起来 而且 还能够止痛和疗伤 最恐怖的是 这只是普通的大米 数量非常之多啊 全国各处都有卖 是华夏国人民的日常粮食 基本不可能被人垄断 虽然没有家属心那么变态 但拿来当作日常食物 还是不错的 最主要的是数量 非常便宜 非常的多 也怪自己 自从觉醒了至高神厨后 就没有再煮过米粥 不然说不定早就发现了 这大米以后 说不定有用 林峰将零米记在了心上 然后再逛了一圈菜市场 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之后 便向粮食铺的老板 购买了大量的零米后 就离开了 他坐地铁 回到租下的别墅当中 这个地方 地处一处公园外的半山腰上 防卫森严 门卫都是退伍的军人 直接都在二十级左右 而住在别墅区里的 更是非富即贵 不是商人 就是正鸟 林峰出示了证明 门卫倒是很好说话 让开了路 顺着路面表示的门派 七拐八拐后 终于来到了别墅外 门口大开着 有工人正在搬家具 不一会儿 王晨那高大的身影便出现了 王晨提前来到了别墅 帮林峰找人整理别墅内的家具 还有清洁等 都是从王家带来的人 手脚干净 老大 你来得太早了吧 先在外面等一会儿啊 我还没弄完 王晨在里面吆喝着 脸上洋溢着笑容 能为老大办事 哪怕只是一件小事 他都觉得开心 林峰点点头 不一会儿 又有几辆大货车 进了别墅区 停在了门口 货车上 全是各种密密麻麻的精密仪器 他好奇地上去看了看 便见到着 里面全是顶级的重力装置设备 他曾经在学府里面用过 这一套设备价值不菲啊 至少四百万元能币起步 他记得自己 好像没有订购重力装置 带着这个疑惑 他却问了出来卸货的王晨 王晨左看右看 小声地说道 我骗我爸说林湛需要重力装置 他二话不说 就直接大手一挥 送给我们了 林峰点头 送给林湛 不就是送给自己吗 能让王勉那老扣货花 土花那么多钱 也算是生平来头一遭了 不过 这又莫名其妙地 欠了别人一个人情 让林峰连连摇头 他打算以后找个机会 给王勉送点奇珍佳去 帮助他增强实力 昨天王勉就在虚拟机市前 保护着他离开 这也是一个人情 别墅内外很多人忙前忙后 直到中午的时候 才终于将别墅整顿好 林峰走进去一看 顿时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 与在照片上所看到的很不一样 里面的旧家具 基本上全弄走了 没弄走的 也被王家人擦得干干净净的 庭院外的植物都被修剪过了 并且有一座假山 也喷出了水流 看起来有点清净优雅的味道 进了屋子内 一切焕然一新 同时重力设备也放在了地下室 一因工具 应有尽有 林峰稍微的体验了一下 不一会儿就感觉自己 背上好像背负着大山 汗液很快便出来了 他体内的吃下的食物的能量 也在被加倍吸收 不一会儿便感觉到饿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吃得越多 实力就越强 草草结束第一次体验修行 那老板也将米给送过来了 林峰将米粥给煮好之后 便脱下了绚烂花环 同时 在手指尖上 割了一个小伤口 看得王辰暗暗咫舌 又不敢多嘴说什么 林峰喝下了一口热乎乎的米粥 手指上的伤口 便开始缓慢的结扎 血也不流了 但并没有完全愈合 很慢 很慢 虽然没有绚烂花环那么快 但也算是个意外惊喜 说不定以后能用上 王辰也美滋滋的喝了一碗小米粥 对他来说 辛苦了大半天 喂的不就是老大的美食吗 哪怕只是一碗平平无奇的粥 就在两人吃饭的时候 忽然 大地开始不断的震动 摇晃 整个别墅区的房子 仿佛倒转了过来一般 大山也开始速速而动 一块块落石不断的砸下 而后 落成之外的天际上 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雷鸣爆响 林峰和王辰赶忙上到别墅的楼顶 摇望着惊雷声传来的方向 不见雷光雷电 只听到雷鸣 还是如此恐怖可怕的声势 王辰亥然的说道 是春雷女武神在出手 我靠 这隔着有多远啊 都能听到爆炸般的声响 太恐怖了 轰隆隆 可怕的雷电 在外面的天穹闪耀 林峰出道屋外 看着黑云滚滚 雷电密布天际的穹顶 心情格外的压抑 远方时不时乍 显出雷光 雷光似要四开虚空般 看得人心惊肉跳 惊惧万分 就连空间都在不住的颤抖 林峰感觉皮肤再不住的收紧 一种属于天花板强者的可怕神威 哪怕相隔很远 照样感应得到 海城的方向 应该是暗黑巨龙出海了 与女武神在激战 这种动静实在吓人 顶级强者竟强到这种地步 王辰也出到了别墅外 惊骇神色异于眼表 两人就这么看着 笼罩整个天际 如天崩般的威势 两久 乌云散去 压制整个城市心头上的感觉 慢慢消失 林峰深吸了口气 这时候 他清晰地感觉到 实在太弱 必须尽快变强才行 只有达到世间无敌 他才能有点安全感 在这个怪物融合现实的世界生存 做好随时都要暴毙的准备 别的不说 就神机强者的余波 估计就能轻易绞杀了自己 努力提升实力 迟早有一天 我们两个也能变成这种强者 林峰拍了拍王辰的肩膀 王辰笑道 那是当然 跟着老大你 那是大大的有前途 两人回到了别墅里 林峰打开了手机 查看关于女武神的信息 女武神每一步动作 都有无数人在关注 自然很快就媒体发关于 女武神战斗结果出来 今 女武神在海城对暗黑巨龙出手 阻止其禁神下国境内 卫国 如今沿海地区的城市 已经大部分被海水淹没 难民无数 暗黑巨 逃顿黑暗中 朝着神下国内陆飞行 女武神紧追不舍 果然是赢零秒 林峰还在九州内部平台 看到了九州人员前往海城救灾 同时镇压暴乱的野外魔兽 因为黑暗巨龙肆无忌惮的原因 许多在野外生存的魔兽 感觉到了致命的威胁 于是全都疯癫了 到处乱跑 甚至冲进了城市当中 现在野外已经不安全了 各个城市紧闭大门 并让群众减少外出 就连落城也受到了牵连 赵无极城主紧急通知 整个城市停止了运转 所有人都开始筹备 长时间居家的物资 现在估计街上已经乱了 很多人在经历过 刚刚雷云滚动的场面之后 都感觉仿佛末日将要来临班 林峰也不闲着 开始订购生活用品 打算这段时间 好好待在家里狗着 提升实力 同时 也在九州内部平台上 购买各种能烹饪出奇真的食物 比如龙鸡蛋 虽然现在被各大家族垄断 但他们的手 可伸不到九州内部和别的城市 而且内部平台还能五折交易 平台上虽然没有龙鸡蛋卖 但林峰可以求购 毕竟龙鸡蛋只是普通的鸡蛋 对实力增强没有太大的用处 只有在他的手上 才能发挥出作用来 他很快发布了求购信息 并且 将这个帖子顶到了列表前方 求购的数量大概在一千枚 很快 这个帖子瞬间就有人评论 因为 许多九州组织的人员 还是第一次见在内部交易平台中 有人求购龙鸡蛋这种平常物品 他们感觉 不会是有人故意扰乱交易信息的吧 不过 很快有人解释 因为海城附近的城市 基本上都关闭了进城通道 人人惶恐 所以开始大肆采买食物 而这个发帖的人 显然是一个新人 以前从未见他露面过 估计是在帮城市采购 所以 听到这个解释 许多九州组织的人员 也自发地开始帮忙 林峰的龙鸡蛋求购信息 很容易就完成了 在得到了龙鸡蛋的资源后 林峰拜托王臣 让仆人帮买一些食物来 囤积在别墅的地下室 整个靠一台手机就解决了 在做完一切后 林峰便开始尝试使用重力设备 开启高强度的练习 体内的能量也在被疯狂压榨 一边锻炼一边吃 龙鸡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疯狂消耗 他的肚子吃饱了 又迅速便便 在高强度的压力下 周辰不只是吃鸡蛋提升属性 就连锻炼也给他增加了几点属性 锻炼得到的属性虽然不多 辽胜于无 很多时候高手之间对决胜负 差的就是这一点点 就这样疯狂压榨了三天 王臣每天都会过来 陪着他一起锻炼 顺便混吃混喝 王臣看到林峰折磨一样的锻炼 心底冒起一股凉气 林峰都已经觉醒特殊的神厨能力了 只要一直吃就变强 无敌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竟然还这么努力 果然天才就是天才 要不是亲眼看见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们在背后有多倦 风哥 你也休息一下吧 你这样让我们这些战斗职业 情何以堪 王臣给林峰递过去 一条毛巾擦汗 林峰笑道 这几天 洛城情况怎么样 王臣说道 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 街上行人狠手 四大家的大部分产业 也都停业了 许多转职者都在观望 城门最近受到了两波魔兽的攻击 洛城的城防部在艰难抵挡 附近几座野外魔兽聚集点 乱魔山 蛮兽森林 青丘山脉等 所有的魔兽都狂暴了 可以很确定 黑暗巨龙来的方向 就是我们落成这条线 九州与昆仑联合 开始发布征兆宣条 希望附近城市的各大资本家族强者 出手共渡难关 城防部也在要人 王臣作为家族里的孩子 消息最是灵通 得到林峰的同意后 美滋滋地拨开一颗龙鸡蛋 便吃边说道 听说春雷女武神受伤了 他也能受伤 一想到迎领渺那周身强大的 仿佛要镇压天地的气势 竟然会受伤 是那么不真实 王臣哈哈说道 黑暗巨龙急着产乱 不顾一切的冲击海岸 一出手就用了全力 女武神猝不及防之下就受伤了 好在不怎么严重 她现在正追击黑暗巨龙 有几个城市因此引发大灾难 宛若末日出现了灾民 他们都在往落城这边赶 城防部也在紧急调动人员 下一波受潮 如果晚些到来 他们可能会开城门去接引难民 听完这些信息 林峰在心里暗想 希望引领渺没事 毕竟女武神是自己唯一的靠山 如果女武神没了 那自己的档案 就会被送到别的巨头桌子上 他们会不会像女武神这样好说话 那就不一定了 林峰不敢去读 他知道在这超科技的时代 官府想查一个人 只要舍得下本钱 自己根本藏不住 只有上面有人罩着 他才能够安然无恙 至少在实力无敌之前 他的真实能力绝不能暴露在公众视野 别说下国 就算是米国 樱花国 大不列颠 都会派顶尖杀手来杀自己 而如果有银零秒在前面帮自己顶着 自己压力会小很多 这样一想 林峰决定下次再见到银零秒的时候 对他好一点 打开手机 上面又是一条九州官方的信息 看来情况非常危急 九州已经连发了三次消息 让附近所有九州空闲人员前去救灾 同时防卫不停暴乱的魔兽 林峰打算出去看看 情况危急到什么程度了 跟王晨说了一下 两人收拾了一下东西 坐上王晨的GLV往内城飞去 林峰一边看着外面的风景 一边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这几天吃了不少的龙鸡蛋 属性再次提升了一大截 足足多出了四百多属性点 可以这么说 这几天疯狂压榨自己锻炼的时间里 他除了深层次睡眠两个小时之外 其他时间就是在吃鸡蛋 要么就是喝水 这才三天时间 他硬生生吃了四百克龙鸡蛋 饶式鸡蛋美味胜过佳肴 他现在看到蛋类的东西 也开始有点头晕 甚至微微反胃 四百多的属性点 他再次均衡加点 每个类别都加了一百以上的属性 现在的他 如果展开真实面板 公之于众 估计整个世界都要疯掉 如果有同级别的属性排行榜的话 那他将实现降维度的碾压 第二名估计差他十万八千里 他预计自己的实力 估计大概跟四十级差不多了吧 毕竟 能增加属性点的 除了升级和某些珍贵的装备和购装外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每十五级 都会开启一个分水岭般的新能力 比如 五级 会获得一个专属的职业天赋 还有开启两个技能槽 十五级 能够获得第二个天赋 同时开启两个技能槽 二十五级 能够开启六个技能槽 同时有几率开启大招 三十五级 就可以弄硬刻在皮肤上的魔纹构装了 每开启一个技能槽 使用技能卷轴后 就会获得新技能 有被动技能 也有主动技能 被动技能里 有些是可以直接百分比的增加属性的 所以 不是说每一级就只有固定的那些属性点 而魔纹构装 更是三十五级才能拥有的能力 在皮肤上雕刻上奇异魔纹 魔纹会与肉身结合 宛若天空作画般奇异无比 魔纹能提升身体的质量与属性 极其强悍 凌峰现在的状态是 没有任何增幅 技能曹天赋的 大概四十级转职者的属性 如果加上天赋的话 他估计 自己应该最多只能对比三十五级左右 是对比满配魔纹构装的三十五级转职者 要知道 他现在才十五级 才在高考毕业 转之为除十几天 就已经拥有这样的战斗力 输出去能吓死人 望着车窗外 行人稀少 高楼安静的落成 凌峰仍旧不敢放轻松 因为 在面对着黑暗巨龙的威胁 面对九十级强者的神威 他依旧渺小的 如同蝼蚁一样 GLV原能车行事过整个城市 两人去了很多地方 比如被魔兽状的崩烂的城墙 不少转职者拿着武器严阵以待 去到了百货市场 寥寥无几的人数 只有苦逼服务员在坚持岗位 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 有钱的人早已离开落成逃难 只有医院仍旧热闹 只是医院里的病患 他们不是普通人 全都是在暴乱的魔兽之潮中 受伤的转职者 GLV去到学校 学生们更苦逼 灾难都即将来临了 整个城市都静默了 他们 竟然还要上课 除了不能出校门之外 与平常没什么两样 呼 王晨带着林峰转了一圈落成 平日里繁华的街道上 只有各大家族的转职者 在有目的的行否 王晨笑着说道 四大家族也苟不住了 赵成主下了死命令 这次那个势力不出力的话 等事情结束后 就专门对付他 没办法 我们这些资本家族的产业 大部分都在落成 所以 只能出人出钱 风哥 你看看下面那些 就是陈家的人 这一路上的聊天 林峰从中得知 因为黑暗巨龙 往这条线飞的原因 陈家与赵成主 已经没有时间 来找自己麻烦了 度不过这次危机 整座城市都将沦陷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转移到了黑暗巨龙 和春雷女武神身上 风哥 接下来去哪 王晨问道 林峰双手枕在脑后 眼睛微眯 说道 你随便带我去逛逛吧 疯狂锻炼了三天 他现在偶尔也打算放松一下 讲究一张一池 王晨黑黑笑道 要不 咱们去一个有趣的地方 哪里相比之前 更热闹了 林峰点头道 行 GLV在空中 行驶一段时间后 来到了一处密集的商业楼区域 缓缓停在一处潮湿的地面 这里是一处充满街头艺术的空旷地面 四周的楼梯的墙壁上 被各种潮流涂鸦 喷满了整座墙壁 周围被看起来 原本是一个篮球场 附近的铁丝网破破烂烂 地面脏腕 与之对比的是 球场上 静停着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空中跑车等 简直就是一场豪车展览会 林峰有了点兴趣 王晨找到空位 将车停好之后 带着他走出了停车场 来到了一处隐蔽的角落 这里有一个商标 被霓虹灯围绕的店铺名字 清晴时代 门口站着四个穿着黑衣服 戴着墨镜 嘴里叼着烟的壮汉 看到王晨的时候 全都笑了起来 其中一个守门黑衣壮汉说道 王少爷来了 请 今天还有最后几个空位 您和您的朋友 就安排在A区C座吧 A区 是只有贵宾能做的专属区域 此时林峰再笨 也看出来这是什么地方了 酒吧 一个隐秘且很有风格的酒吧 类似于赛博那种 林峰以前从未来过这里 主要是没钱消费 不敢来 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 平日里看你挺老实的 林峰笑道 王晨黑黑道 家族子弟嘛 有时候要和其他人打交道 自然要选点特别的地方 林峰揶揄的说道 人家守门的都认识你 看来你是老熟客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推开门 走进清秦时代内 扑面来一股特殊的香味 还有烟酒味夹杂在其中 巨大的低音炮 响动着节奏明快的电子音 震动不休 皮肤都在不断的颤动 心脏也随着声音跳动 视线全是色彩斑斓的灯光 光污染很是严重 酒吧内穿着潮流衣服 染着各色头发的人 才簇拥在一起 扭动着身体 甚至都没有站立的地方 中央舞台有只包三点的舞女 在跳动着艳丽的舞姿 看了让人气血沸腾 要不是有服务员带领走快速通道 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挤进去 去到了A区C座 这是一个完全用流离水晶制作的座位 高调华丽 一看就很有逼格 坐下后 水晶桌面上镶嵌有电子屏幕 在屏幕中可以滑动点酒时 王晨登陆了自己的账号 林峰敏锐的发现 上面竟然存有不少好酒 后面几万 几十万亿平原能币的各种序列号的 黑桃 红桃 K等名酒 显示出尊贵的气息 你小子是真不老实 林峰甚至看到了 陪酒类型的消费 而且还不低 他刚刚想到 就见王晨熟练的点击陪酒 在上面的众多妖娆亮丽的面孔中 想都没想 直接点了还剩得最贵的那几个 我觉得 我得重新考虑一下 林峰声音低沉 酒吧那声音太大 导致王晨有点听不清 耳朵凑近林峰 大声说道 峰哥你说什么 我说 你别想再白嫖 我的龙鸡蛋了 啊 峰哥你不要误会 我真的没钱啊 这些都是寄在我爹的账上的 不是我的钱 王晨赶紧连忙摆手 要是真的谈钱 就那个施尾鱼 卖了他都吃不起 林峰看王晨笑道 开玩笑的 你别想多了 难得的 他的心情很放松 他倒不在意 王晨有钱没钱 作为在自己低谷的时候 始终陪着自己 帮助自己的人 他从不吝啬 很快有三四个美女手里 拿着托盘 托盘里是装饰豪华的美酒 慢慢喝酒 别有一番风味 王晨在旁边 跟黑套A们玩得火热 林峰的身边 也坐着一位陪酒的 只是他看都没看一眼 这些胭脂素粉 在普通人中算漂亮了 但与银铃鸟一比 就像是夜明珠 与石头一样的对比 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 他喝着酒 看着整个舞台 感受着喧闹的氛围 就在这时 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人 来到了C座 其中一个穿着鳄鱼皮鞋 竖着大背头 手臂上满是摩文构装的年轻人 一脚踩到了水晶坝台上 另一个人 则是去打开了C座附近的隔音条 隔绝了舞池里的声音 隔音条是酒吧豪华座台必配的 有一些要谈生意的人 喜欢安静一点的氛围 就会打开 王晨转头看去 眼底瞬间冒起寒光 道 陈金龙 别来打扰老子的兴致 来人正是被林峰杀死的 陈炎堂哥 陈金龙 手臂上遍布的摩文构装 说明他已经到了三十五级 在洛城年轻一代中 实力绝对数一数二的 林峰也将目光转移了过来 眼神微眯 陈金龙乖张地笑道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王晨左右搂着女人 默然道 那你想干嘛 陈金龙松开了脚 看了眼林峰后 便不在意 对王晨说道 你应该认识林湛吧 帮我约他出来 听到这句话 王晨悄悄地看了旁边的林峰一眼 淡定道 你找他什么事 难道想找他报仇 不应该啊 他死了 你不就稳作家主之位了吗 没了陈炎和你争 陈家除了你 还有谁更适合当下一代家主 我觉得 你应该得感谢伟大的林湛 嗯 伟大的 陈金龙笑道 我确实应该感谢他 我想当面向他道谢 见一面 以后说不定有合作的机会 他带来的人堵住了门口 看起来就不像是很真诚的样子 说这句话 王晨和林峰傻了才相信 林峰还在喝酒 静静的看着王晨表演 同时也准备出手 王晨表面没任何异常 说道 想感谢就现在 在这里感谢吧 林湛啊 他听得到 赶紧的 别打扰小爷我的心情 要找的正主就在这里 当然能听得到 但陈金龙却并不知道 他还认为 王晨并不想带自己去找林湛 既然如此 陈金龙冷笑了两声 便带着人离开了 去往另一个卡座消费 离王晨这边不远 他们的目光 时不时透过缝隙穿透过来 目光中充满了冰冷的清面 喝了一会儿酒 王晨感觉浑身都不对劲 林峰也同样如此 总是被这群人看着 忍不住浑身发毛 寒气从心头生气 王晨跟林峰说道 这酒喝得不够痛快 要不风哥 我们先走吧 我现在先通知家里人过来 我总感觉 陈金龙后面还有什么手段 现在黑暗巨龙之潮的灾难 抽空了城防部很多力量 城内的治安巡查力量 严重不足 外加上街上行人变少了 因此非常问 在这种情况下 他很可能要对我出手 王晨并不是傻大哥 综合各种情况 一下便洞穿了陈金龙的想法 林峰一口闷了一杯烈酒 眼睛出现了火光 剧烈燃烧 他醉了 胸口在发烫 伴随着庞大音响的震动 他身体开始躁动起来 不用管他 我不介意连他一起杀了 哥 他们陈家哥在虚拟击把补 我们的路 差点要杀了我 这笔账哥 我还没跟他们算完 这是什么酒 哥 好烈 下次不喝了 哥 走 回去休息 林峰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 跟王晨一起 离开了A区豪华卡座 往门外走去 果不其然 陈金龙的人见到后 也全都起身 默默的跟了过来 这酒吧的背后老板 是不是很有实力啊 哥 林峰脸色微红的笑道 他都不敢在这里直接动我们 嗯 酒吧老板算是落成有名的强者 这里除了喝酒之外 还能接暗杀偷盗等等地下任务 我们四大家非必要 也不会轻易树立这样一个敌人 王晨点头说道 然后又有点紧张地问道 风哥 这样真的不要紧吗 我觉得 还是等我家的人来再说 别看刚刚王晨在里面很嚣张 那是因为他知道 陈金龙不敢在里面动自己 自己却可以叫家里人过来接 但现在只有他们两个 危险指数大大提升 毕竟陈金龙可是三十五级的战斗力转职者 他身边的人也不是擅长 看起来最少三十级 林峰哈哈笑道 不用 都是一群土鸡娃狗 哥 等我把绚烂花环带上 还有 哥 脆筋匕首呢 我倒要看看 我这几天的锻炼 对比三十五级满刻上 模纹构装的转职者 哥 有多大多强 两人很快出了 清秦时代酒吧门口 在那四个黑衣壮汉瞩目下 晃晃悠悠的来到了 停放圆灯车的破烂篮球场 而陈金龙等人 不知何时竟超过了他们 正抽着烟 站在几辆灿金色线条 硬朗的跑车前 见两人出来 陈金龙将烟蒂扔到脚下 狠狠踩了两脚 露出一口镶嵌着钻石的牙齿 如狼般的眼神 盯着王晨笑道 我倒是小看你了 你既然有胆子 不叫家里人来护住你 是因为认识哪位 打败与绝尘的灵战 所以 你膨胀了呀 虽然我不会杀你 但 动用手段比你说出灵战在哪 还是能做的 陈金龙身边有四个强者 一起往王晨这边压下 王晨哪怕对凌峰再有自信 此时也有点紧张 毕竟是三十五级的转职者 进阶差距太大了 换做别人 怕是忍不住就要跑了 说吧 你为什么非要找灵战 王晨疑惑的问道 什么感谢灵战这种鬼话 陈金龙说 我本来也不想动他 谁让陈天豪发话了 陈家里 谁能找出杀他儿子的凶手 他就支持谁 坐上家主之位 我也想坐上家主的位置 只要办成了 有了他的支持 这件事就是板上钉钉 所以 你还是识相点快点告诉我 灵战在哪 省得我还要费力气 你也不想遭受皮肉之苦吧 我有很多种办法 能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比如 这种药丸 陈金龙拿出一枚 漆黑的药丸 抛了抛 只要吃下 在身体不受伤害的情况下 精神感受万刀割裂皮肤的痛苦 这种享受 会持续一天 最久的陈峰看了看四周 说道 哥 这里的摄像头 陈金龙言语的道 别想了 所有的摄像头 早被我们打烂 哪怕王家想查 也查不出来 这个地方本就是不管之地 照城主才不会费钱 在这里弄设备 所以 你明白了吗 就是我把你杀死 在这里 也不会有人知道 陈金龙的这句话一出 凌峰顿时笑了 酒气冲天地说道 你们 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好坟墨 他一只手撑在 GLV圆灯上的引擎盖上 一边斜眼瞥着陈家的所有人 笑容无仇 像是看到了猎物般的眼神 陈金龙眉头微皱 问道 你是谁 你大哥王晨都没说话 你做小的也插嘴 我先替王晨教训教训你 身后四个流里流气的人 也打算准备动手 王晨飞快地拿出了枪盾骑士的准备 并且召唤出那头精壮的马匹 准备开战 听到陈金龙最后一句话 面对他们没有任何畏惧的王晨 此时却有点惶恐 对 惶恐不安 他赶忙解释 你们别瞎几把乱说 我才是小弟 林峰才是我大哥 超级大哥 这辈子 下辈子 永远的大哥 我只配给他跑跑腿 提提鞋 他尽力地解释 生怕林峰误会 觉得自己压了一头 会心里不舒服 王晨的样子 不像是作假 看得陈金龙等人 一愣一愣的 堂堂王家的公子 竟然对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人 这么敬畏 让几人都有点恶然 陈金龙眉头一皱 不久舒展开来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林峰 这名字很耳熟啊 你就是林峰 这一届的天才 最后转成了厨师 哈哈 原来是你啊 怎么 厨师还想战斗 还以为现在是高中 没有觉醒转职者的时期 厨师就好好学做菜 将心比心 我要是你 肯定不参合这种事 是酒精给你的勇气吗 陈金龙哈哈大笑 觉得搞笑 一个厨师 也敢当自己的面 大放厥词 林峰认真地点头道 炒菜 哥 我现在就是在炒菜啊 说着 他将绚烂花环拿出 带着手上 脆筋匕手轻轻地握着 当花环出现的那一刻 陈金龙瞳孔请客间 收缩成针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峰 确切地说是手上的那个花环 这是只有杀掉便一壶口花 才有可能出现的装备 而且几率低到离谱 是所有低阶转职者 梦寐以求的传奇饰品 最近 只出过一次 那就是林湛 那个以低阶转职者的实力 挑翻了壶口花的人 也是杀了自己的堂弟陈炎的人 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厨师身上 一个陨落的天才手上 莫非 他就是林湛 不可能 你究竟是谁 陈金龙惊呼出声 神色错愕 身体一僵 林峰摇摇晃晃地地说道 去问 格 陈炎吧 这句话一出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 速度快到肉眼 都难以捕捉得到 陈金龙不愧是35级的转职者 虽然在错愕当中 但心脏处传来的刺痛预感 还是让他反应了过来 他手上出现了双环 环上遍布道刺 瞬间卡在刺笔手上 虎口传来的阵痛 在警示他面前的家伙 是一个完全不弱于自己的人 当 陈金龙双臂一麻 双手撑开 紧扣住手的双环 差点被击飞 他倒退了几步 露出金龙 眼神中全是不理解 疑惑 怀疑 纳闷 心神震动 厨师 谁说他是厨师的吗 陈金龙双脚刹车 差点一个 猎切倒在地上 破口大骂 脸色铁青 我从没见过 有厨师能和我对骗 妈的 究竟是谁传出的消息 现在的网络世界也太离谱了 那个天才陨落 转职厨师的文案是谁写的 我是35级的火属性战士 还刻满了魔纹构装 寻常主战职业 都不能让我退后一步 而他 一个厨师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你究竟是谁 究竟是什么职阶 究竟有多少级 陈金龙大声喝问 眼睛邓大如同龄 根本不愿意相信 他从出生开始 就得到家族资源的亲力培养 不管在那个年龄段 同代当中 无论是装备 还是补血丹药 还是名师指导等 都远超普通人 林峰 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人 一个刚毕业几天的高中生 竟然敢主动向自己发起攻击 而且还将自己击退 这说明 对方的力量绝对不比自己弱 甚至可能超过自己 这怎么可能 他才转职几天啊 就算是真的是战斗直接 也不可能升级这么快啊 只有京城的财阀天才 才有可能做到 但他绝不会是财阀之子 因为他们还不配接触到那个阶级 王辰更不可能了 林峰仰天长笑 走几路来摇摇晃晃 完全无视 还在旁边的四个高手 我呀 就是你想坐上家族之位的 可 踏脚石啊 就算陈金龙再傻 也听出来了 林峰就是灵战 这个制霸高效排行榜的天才 并没有陨落 依旧强得离谱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导致所有人都误会他 成为过去式了 而林峰的实力 却在暗中突飞猛进 甚至能和三十五级的 家族内清净资源的自己相抗衡的地步 怪不得陈天豪家主 一口咬定林峰就是灵战 前几天还拉下脸来 要将林峰当场杀死 当场家族内的老人 都认为陈天豪糊涂了 原来他才是最清醒的人 陈金龙今年已经有十九岁了 早已经毕业了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 虽然他并没有这么刻苦地 去下副本秘境 但在家族的栽培下 依旧比大多数普通人 升级得够快 林峰才毕业几天 才十八岁 就能和自己抗衡 这说明 对方有可能是早就 觉醒转职的天才 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去 刷经验 就和与绝尘一样 而外界媒体所报道的厨师信息 全是假的 厨师根本不可能这么强 所以 他真正的直接到底是什么 陈金龙可以确定的是 这家伙绝不可能是厨师 如果是 那陈金龙的世界观 将被彻底颠覆 不过 在刚刚试探的攻击下 陈金龙认为 林峰虽然很强 但现在的自己 还能压着打 而且 自己这边可是还有四个三十级的转职者 全都是战斗职业的高手 是家族 安排在自己身边的精锐 他父亲 也就是陈天豪的弟弟 特地派来跟在他身边的团队 四人配合默契 连自己都不能说 完全由胜算打败 林峰再强又如何 拿什么打 你就是林湛 好啊 隐藏的够深 恐怕整个落成 除了王臣之外 就没人知道你的真实情况了 我见过你的弟弟宇绝尘 他已经算是 让人产生心理压力的天才了 没想到 作为他哥哥的你 更胜一筹 不知道 当被你化名的林湛击败的宇绝尘 知道真正的对手就是你的时候 他的脸上表情该有多丰富 将你杀死后 我会亲自去告诉他的 陈金龙浑身气质一变 不再流里流气 而是全神贯注 身上燃烧起淡淡的火光 宛若不断喷发的气物 将他提标给笼罩 同时 手臂上繁复图案的摩文垢 装滑过一抹荧光 他身上气息大涨 战斗力顷刻飙升 而旁边的四人 下一秒同时 将林峰给包围 拿出了各自的长剑 满脸凝笑 这群精英配合默契 相识一眼就知道对方的想法 打算用合击之术 将林峰给杀死 至于王臣 他们早就将气给忘了 这群人 绝不能活着离开 不过 在此之前 先试一试我加点提升的实力 有多强 最近四维每个都加了一百多点的属性 这样 和他们的差距 应该不大 林峰饶有兴致地左右看了看 下一刻 围住他东西南北角的人 开始疯狂地连续攻击 四把长剑 捂出一朵朵剑花 如潮汐般连绵不绝 这是他们一起学会的剑道技能 名为官巢 官巢 单独用的时候 威力不大 但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配合 威力将大增 一人攻击完之后 接着下一个 一剑胜过一剑 根本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他们的剑虽然攻击力不大 但胜在速度足够快 被围在中间的林峰 仿佛置身于绞肉机当中一样 要保持万分的警惕 这是一个很好的试炼机会 他也没打算直接破阵离开 就这么被四人围攻 在测试身体反应 测试敏捷 测试身体承受能力 刚开始他还很狼狈 被剑给割裂了不少皮肤 还好他均衡加点 体质耐力高的离谱 这四人的刀剑 短时间内 还无法对他造成重伤 正常的转职者 通常只会把威家的属性点 加在最能发挥 直接特性的属性上 比如法师直接的 通常会加在精神上 但也有怕死的法师 加在体质与敏捷上 独使用卷轴开启技能的时候 能刷出护盾类法术 做一个肉法 像四人这种剑事 一般加在力量与敏捷中 绝没有人可能均衡加点 变得四不像 凌峰就是一个另类 他身上不少地方开始染血了 却依旧还在坚持 绚烂花环的自愈能力 也跟不上受伤的速度 看得王臣焦急万分 已经打算不顾一切的要冲过去 哪怕被砍死 也要救下凌峰 别过来 难得有一次这样磨练自己的机会 你太菜了 在旁边看着就行 风哥 你真是个疯子 王臣举枪的手微微一顿 听到凌峰这话 神色复杂 拼命风哥 一直没变啊 依旧不走寻常路 但是 你当着别人的面说 好兄弟太菜了 这样真的好吗 不过 一想到这些天 凌峰在家努力 赤龙鸡蛋锻炼的画面 他的嘴角忍不住一扯 紧张的心态又放松了不少 陈金龙跳上了车顶 蹲坐在上 眼神始终聚焦在凌峰身上 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冷笑一句 自大 他现在插不了手 那四人的合击之术 不能被别人打乱了节奏 就这样静静等待着 十分钟后 凌峰还没死 那四人保持着这样高频率的攻击 早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 凌峰仍旧生龙活虎 他们的表情 在这短短十分钟时间内 极其丰富多彩 从一开始的自信 到三分钟后的诧异 到七分钟后的迷茫 到现在的亥然 他们脸色都变了 这还是人 我心态有点炸了呀 他说拿我们当磨练 完真的 凭什么 呼呼呼 四人眼睛 看着眼前这个衣服 都快被砍烂了 依旧在抵挡 而且愈发熟练的高中生 心底开始慌了 他们越来越累 攻击速度慢了下来 不再像之前那么快 而站在一旁车顶上的陈金龙 也是浑身冒出了一股冷汗 由心而论 自己在这四人组成合击之术的攻击下 绝对不可能撑过三分钟 哪怕满配模纹构装 只能找办法先杀死一个 然后离开合击范围 而凌峰呢 硬生生支持了十分钟 根本没打算反击 这真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 陈金龙妈了 这岂不是说 自己还不如一个厨师 你绝不可能是厨师 陈金龙有脸色这样的通红 星辰的像灌满了签一样 但凌峰真的是一个厨师 还是一个会水的厨师 只是 他的料理技术 很不同反响罢了 比如现在 当四个人攻击慢下来 他不再获得高强度压力 并且能轻松应付 合击之术的时候 你们就这种程度 这就是三十级的转职者 既然如此 你们还是去死吧 凌峰这不是第一次杀人 之前早已经适应过了 在下一瞬 他手上的匕首 顷刻间快如奔雷 猛地刺入了其中一人的心脏 令指手轻轻一握 空气中的水源速杀那暴动 将其余三人的长剑 连同手臂直接冰封 而后匕首化为一抹金色流光 划过其余三人的脖子 缓缓收回 三人倒地 捂着脖子万分痛苦 到现在 凌峰已经完全适应了超高敏捷点 带来的极致速度和身体各方面的融合 真是个怪物 在三人死后 陈金龙身体一紧 眼神中满是警惕 他刚想出手 忽然感觉身体一阵虚弱 体内的水分在流逝 化为雾气冲出了体外 雾气在体表周围竟然开始冰简 这是什么个情况 林战还是个法师 对了 这家伙能力诡异多端 之前陈金龙在看虎口花视频的时候 就见过化身为林战的他 用过水系魔法 视频里看不清 陈金龙当时还认为 林峰是用了技能卷轴 现在看来完全错了 他来不及多想 身上燃烧起了火焰 对抗着冰雾 同时冲向了林峰 两人碰撞在一起 竟然短时间内难分胜负 宛若两头猎豹般 在废弃篮球场 开起激烈的攻击 许多高档汽车都被打烂了 甚至冲进了废弃大楼中 撞破了一层又一层墙壁 王晨实力还不够 哪怕陈金龙的一击他都挡不下 只能在旁边干看着着急 最后 陈金龙哪怕满配魔纹构装 依旧掠一筹 林峰的穿甲太厉害 他又不以防御舰掌 几乎刀刀 真伤砍在身上 最可怕的是 林峰竟然能随意找到他的破绽弱点 每一次刺激都很玄妙 防不胜防 这是什么可怕的战斗直觉 陈金龙感觉自己要疯掉了 好像再和一个研究过 自己无数时间的人在战斗 什么都被看穿 陈金龙根本防不住 被翠金匕首刺破了魔纹构装 战斗力大跌 而后被冻穿了心脏 再被林峰猛的一拧 心脏直接搅碎 呼 这一场战斗 让林峰也有点累到了 双眸中的神光慢慢暗淡 身体上的伤口 在绚烂花环自愈能力下 缓慢的愈合 这时候 他的酒也醒了 看了看倒在血泊中的这些人一眼 眼里没有丝毫的波动 对于想伤害自己的人 他向来不会手软 既然赶来找自己的麻烦 就要做好被杀的觉悟 怨不得谁 这次过后 他已经有了离开落成的想法 不过 那是在将麻烦解决之后 返回到了篮球场中 王辰对着倒在地上的几人 吐了几口唾液 说道 风哥 接下来怎么办 当然是出城一段时间 寻找山珍美味 林峰淡笑了一声 坐上了GLV 王辰也灿灿的笑了下 跟着一起上了车 城市之外开去 寂静的篮球场不久后 出现了一对对陈家精锐 看着被冻穿心脏 睁着眼睛死不瞑目的陈金龙 众多精锐 只感觉浑身发了 有人敢在落成杀陈家的人 天要变了 当消息传回陈家之后 陈家彻底疯掉 连失去两个得意后代 不仅面子上过不去 心生血液也没了 在一番追查下 他们知道了 王辰曾在同一时间 去过清秦时代酒吧 所以洞察到了 肯定跟这位王家后人 脱离不了关系 陈家召集众多高手 这次不再是说说而已 而是真刀真枪的动了真格 两个家族开战 沉寂的落成莫名热闹了起来 普通人基本上都能听到 街上每天都有两家的喊杀声 许多城市设施都被破坏 最后 只能赵城主出来调停讲和 陈天豪才又只能忍气吞声 但在暗地里 林峰所在的别墅 却被追查到了 外面天天有人蹲守 同时 整个落成遍布陈家的眼线 时刻都在关注着林峰的动向 但这两人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知去向 最后 陈天豪才从城防部哪里得知 早在陈金龙被杀的下一刻 王臣与林峰已经出城了 所以 两人现在在城外不知哪里 肯定是躲了起来 他虽然猜测到林峰就是灵战 但绝不会想到 林峰 就是那个能制作奇珍的神秘厨师 不然他会更加疯狂 原本还不乐意参与城防部 保卫落成的他 此时为了追杀两人 同时借助城主的力量前往野外 也开始出钱出力了 很快 陈家的转职者几乎全都出了城市 借口参与击杀野外魔兽 纵横荒野 寻找两人的下落 而此时此刻的林峰 却带着王臣 来到了一处怪物融合世界后 被荒废的村庄里 这里早已经人际绝灭 按理说 应该会有魔兽盘踞 但附近方圆十公里内 却看不到一只魔兽 因为这个村庄 就是九州组织的临时据点 也是一个难民中转战 九州的转职者 早已经肃清了附近的魔兽 这里住着 从不少从别的海边城市 聚集过来的难民 在九州有纪律的安排下 倒也算是井然有序 会分批送进落城中 两人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注意 事实上也有许多转职者 自发地来过这里帮忙 只要不是魔兽和异端 九州一般不会管 老王你先在这里等着 等会我再来找你 林峰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接下了九州的多人任务 被派来这里帮忙 王臣左看右看的点头 说 风哥你先去忙你的 不用管我 林峰来到了一处 被整理得干净整洁的瓦房内 看到了这个九州据点的负责人 是一位很年轻的转职者 看起来二十五岁左右 穿着一身黑色 身材匀称 请问你是 负责人看着林峰年轻的面容 好奇地问道 你好 我是组织派来帮忙的林峰 我是一名厨师 林峰说明来意 负责人眼神出现了疑惑 呆知道 厨师 来这里帮忙 啊 负责人在九州平台上 查询到了关于林峰的信息 刚刚毕业的高中生 转职为厨师 十八岁 目前等级十五 他实在搞不懂 为什么组织上面会派一位厨师来 这里可是在野外 一个厨师能有什么用 有个城市军队护送来的干粮 基本上不会出现食物短缺的问题 而且来的只有一位 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怎么能应付这么大规模的难民 难道是打算给自己做菜 提升伙食的 负责人有点不理解 但还是绝对服从组织里的命令 你等一下啊 我想想 我安排你去 你就去帮忙安排难民的住宿调配吧 负责人在平板电脑上笔一滑 将林峰的名字放在了住宿调节上 林峰看到了那张单里 有运送队 后勤队 战斗队等等 他被分配在了后勤队 对于林峰来说倒是无所谓 只要能在这时候帮上忙就行 在他离开前 负责人补上一句道 对了我叫周帆 出了民房 林峰就找到了后勤队的负责人 安排好之后 就带着王晨开始兢兢业业的工作 王晨在一旁帮忙 帮林峰打下手 倒是不亦乐乎 我就当做在打手架工了 能帮上一点算一点 就这样 过了两天 这次灾难依旧没有结束 甚至人越来越多了 到最后 两人皆是忙得不可开交 中午吃完自己煮的米粥之后 两人就靠在屋檐下 屁股坐在地面上休息 这次从公子哥下到底层工作 体验最底层的难民事件 感觉怎么样 林峰闲来无事 笑问王晨 王晨全身大汗 手里拿着扇子不住的山峰 悲痛得道 这灾难比课本上来的真实 对我的触动很大 我看到有小孩 到现在还昏迷未醒 父母都死了 孤苦伶仃 就有点受不了 王晨以前锦衣玉食 什么是家里都提前打点好了 根本不用愁 这几天简单的当志愿者 让他感觉到了生活的可贵 两人闲聊其间 忽然看见营地的负责人周帆 急匆匆地从办事处跑出来 嘴里嚷嚷着什么 为什么会被魔兽毁掉 运送队和战斗队的人 是干什么吃的 不过的万幸是没有人受伤 希望情况不要太危急 撑不了几日了 洛城的赵城主也真是的 这几天送来的食物越来越少 还敢给我推脱 王晨这几天和周帆也认识了 好奇地扯着嗓子问道 周队 发生什么了 周帆苦着脸说道 从洛城运送食物来的车队 被魔兽攻击了 食物全都被一头火系魔兽烧毁 你们洛城的赵城主 百般推脱食物不够 最近送来的物资越来越少 我们的粮食已经不多了 怕是撑不过今天 灾难至少还要持续一个星期 后面还会有难民陆续送来 这可怎么办哦 在怪物融合世界后 以前的许多田地 都被魔兽或秘境霸占摧毁 除城市外 基本没有地方安全 只有官府规划的几个 专门生产粮食的大省 还有财阀掌管的区域 专门清理过魔兽外 其他地方都是一片荒芜 因此食物变得非常珍贵 九州营地的粮食如果断了 那可就真是大事情了 很多逃过来的灾民 生病的生病 虚弱的虚弱 没有能量的补充 肯定的死不少人 周藩说完后 便没工夫理会两人了 忙去找补救的方法 看着他走远 王晨说道 我们四大家族赈灾的食物 都是上交给城主 然后由城主分配 发给各个灾民据点 以往都是这样的模式 林峰恍然大悟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我看这几天营地里的食物 分发越来越少 一个馒头 恨不得掰成两份分两顿吃 王晨因沉着脸说道 赵城主在这种时候 还想着中饱私囊 真是够狠 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 四大家族送的食物 肯定已经够进入若城的难民吃了 而且大大有余 林峰看着营地里蹲在地上 满脸苦涩的灾民 那难道 或许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王晨道 峰哥 你别发疯了 这可是几百人的食物啊 凭你一个人怎么可能 林峰叹笑道 这不还有你吗 我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我连煮饭放多少水都不知道 把我打下手 切菜 洗碗 刷锅 那行 只是 食物我们去哪里找 这荒野不就遍地都是 下午的时候 林峰跟后勤队长请了个假 离开了营地 跟王晨在营地附近晃悠 他开启了神厨之眼 一遍遍过滤能食用的野生植物 要求量大馆宝的 足足逛了一下午 就在快要天黑的时候 他才在数百种植物里 找到合适的食材 食材名叫麻线糕 生长在沼泽地里 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遮挡住了潮湿的湿地 沼泽地里 还有许多低等级的魔兽 不过伤害力都不大 九州组织的人 足以对这里进行清理 麻线糕有轻微毒素 这些林峰都可以用神圣分离清除 倒不是太麻烦 而且数量足够多 这片沼泽地的麻线糕数量 看起来都足够几千人 吃上一个月了 烹饪后的麻线糕 并没有增加属性的特性 但却能恢复人的精力精神 作为难民食物 还是不错的 确定好食材后 两人便回到了营地 找到周帆队长 夜已经深了 周帆还在办公 烟一根连着一根抽 整个办事处内乌烟瘴气 林峰打开门后 近来便看到他面露苦涩地抽着烟 打着电话 还要一个星期 葛村这里 连明天都要冲不下去了 就不能快点吗 我不管你用什么 周帆话还会说完 电话那头便传出了嘟嘟嘟的声音 周帆低声暗骂了一句 而后深吸了口气 平复心情 这才看向了房门的林峰 温和地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林峰手里拽着一把麻线糕 道 我有办法解决食物问题 解决 啊 难道你能从别的地方 运送食物过来 周帆还以为林峰有关系 能得到一些家族的食物支援 顿时仿佛溺水的人 抓住了救命稻草般 满脸惊喜地站了起来 林峰之所以愿意帮忙 除了出于心底的不忍外 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因为如果能帮营地解决这个大难题 九州组织肯定会给予他大额的九州积分 积分用处很多 能在平台上换取食物 也能发帖求助组织内的转职者 帮忙处理事情 比如请高手来当自己的护卫 找老师指点等等 他看着激动的周帆 摇头道 周队长 你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 我找到了能食用的野外植物 而且这些食物数量还不少 并不是找到实力支援 野外食物 周翻狐疑地看了看林峰手里的麻线糕 顿时满脸沮丧地坐了下来 两手揉着太阳穴 闭着眼睛 深吸一口气 尽量平静到 林峰同学 在学校里老是没告诉过你 麻线糕被一解毒素污染 吃了会拉肚子的事情吗 我知道 也是为了灾民着想 但你说的这是 太愚蠢 太荒谬了 野外的食物 除了一些特定且抵抗性很强的野兽的 没有被污染的生物外 大部分都不能吃 麻线糕就在此类 要是我批准了 你这么做 让灾民吃了 先不说他们会不会相信 就算相信 全吃了后 估计大半的人都得大病一场 营地里可没有提供那么多人治疗的药物 你懂我意思吧 林峰 这件事我来想办法 你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 周翻有些后悔 今天中午的时候 为什么要跟林峰两人聊营地里的情况 林峰没有被他的话引起波动 淡定道 那要是 我有办法将麻线糕里的辐射毒素清除呢 这绝不可能 神下国曾经倾注大量资金 许多专家都曾经深入研究过 就连米国的农学家 科研家 也一直在治理研究清除野外植物污染源 但都没有取得有效的办法 他们早已断定 除非一届融合现实被彻底分离 或者彻底融合的那时 野外植物才有恢复正常的可能 你一个才当毕业的厨师 难道比专家还厉害 周翻摇摇头 觉得林峰是在说大话 妄想 刚出入社会的少年 有锐气和想象力 喜欢异想天开 这没事多被社会毒打就好了 林峰笑了笑道 周翻队长 你看不起厨师 不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还是很尊重 让食物焕发更美味味道的厨师的 周翻盲说道 林峰继续说道 对食材的类型的熟悉 与掌控选择分析 没有任何职业 比我们厨师更了解 周翻队长 你对厨师的技能了解多少 周翻被问得有点愣神道 老实说 我只知道战斗职业的技能 林峰笑道 那不就是了 你怎么知道 我食物级后得到的技能 没有剥离食物毒性的能力 啊 这 周翻一时之间被问得语色 但他的观念一直在反复地提醒 这种技能不可能有 但看林峰笃定的样子 又不像是在弄虚作假 林峰善笑道 据我所知 蓝星所有国家确定 没有完全找到整合过所有直接的技能类型 直接技能就像是远古时代的恐龙一样 一切都是谜 很多新技能都未曾发现 我作为一个厨师 觉醒能清除植物毒素的技能 使烹饪出的食物更美味 应该也合理吧 听到这些话 周翻低头沉思 被林峰带了节奏 他皱紧了眉头 就这么沉默着不说话 两久后才说道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办到了 我会向上面说明 奖励你大量积分 但前提是 你要先证明 在此之前 我还是保持怀疑 请原谅我的不信任 因为这件事 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林峰理解得到 应该的 如果我是你 我也会先观察观察 这样 你跟我来厨房 我亲自煮一碗麻线糕 离开了办事处后 两人和王晨一起来到了厨房 说是厨房 也只是一个废弃的村房 里面被塞满了各种厨具 林峰进门后就开始工作 先偷偷用神圣分离 将麻线糕中的有毒物质分出来 然后清晰干净 找到油盐辣椒等佐料 洗好煮菜盆 双手绽放浴光 滑过盆里 里面就充满了最干净的水 他无比认真的样子 让极不可耐的周藩 心情平静了下来 周藩看着林峰水煮麻线糕 认真的神色 半信半疑地说道 水煮能好吃吗 王晨抹了抹哈喇子 说道 当然 只要经过我风哥的手 皆是美味 周藩看王晨 那满脸猪鸽的表情 信了几分 只是 他却不敢吃 你风哥为什么不用炒的 有没有可能 他还不会 当水煮麻线糕的锅盖 被掀开的时候 一种植物特有的青色香味 慢慢飘散在附近的空气 让人胃口大开 特别是在晚上 缠冰的时候 伴随着圆能灯的光韵 这香味很是让人沉醉 周藩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看着林峰面容神圣地 收拾好厨具 弄得干干净净 能吃了 可以吃了 你们 先试一试 吃麻线糕不会死人 但会腹泻 周藩是一位三十多级的战士 虽然比普通人强多了 但也同样扛不住 王晨却有些迫不及待的 拿好筷子和碗 加了一点麻线糕到碗里 一边吃 一边嘟囔地说道 周队长你太谨慎了 我风哥的食物 可是有钱都买不到 嗯嗯嗯 你不吃 这些都留给我 林峰也加起了一点麻线糕 尝了一点之后 就放下了筷子 细细的品味 不到几分钟 王晨就自己干掉了一大半了 那吃相 看得周藩都有点嘴馋 最后 林峰打掉了王晨的筷子 不理会其忧怨的眼神 对周藩道 周队长 来吃点 再等等 再等等 周藩闻着菜香 明明已经拿好了碗 却又强行忍了下来 林峰也不催促 而是打量起厨房 在心中思索 如何给几百人每天做食物 厨具锅炉怎么摆放 最为顺手 半个小时后 见两人没什么异常 周藩就抱着一副 誓死如归的心情 开始吃起麻线糕 锅盆里只剩最后两条 大部分都被王晨吃下肚子了 当煮好的麻线糕 进入嘴中的时候 周藩骤然间瞪大了眼睛 眼神涣散 难以凝聚 脑子全被口中 那又脆又甜的味道 与清香占据 他速度极快的 又加起第二根 表情从苦涩到满足 在想家的时候 锅里已经没有了 他瞬间看向王晨 一声哀怨的大叫 响彻整个营地 该死的王晨 你吃的也太多了 麻线糕也太美味了 有青菜独有的清香 还伴随一点 沼泽地特有的甜味 不知为何会想到沼泽地 但这味道 好像就是在那里才有 口感嚼劲都刚刚好 周藩吃下后 心情格外爽朗 此时此刻 他哪里还顾得上腹腺 拉肚子 哪怕把肚子拉烂 他也想吃 这是来自于顶尖美食的诱惑 是食材的问题吗 不 周藩相信 换做另一个人来 也绝不可能做得这么美味 或许这就是顶级大厨 独有的秘诀与味道 哪怕是无毒的 种植的青菜 也无法煮出这种味道 林峰对做饭很神圣 周藩是看在眼里的 也许只有认真的人 才能煮出这么美味的食物 周藩双眼灼灼的看向林峰 声音颤抖的说道 还能煮吗 林峰双手一摊 道 我只拿了这点回来 现在大晚上的 怕是不好去 告诉我在哪里 周藩两眼发红 王辰眼睛转了转 告诉了周藩具体的位置 只见周藩身影一闪 就离开了厨房 带起一阵驯风 吹得两人头发散乱 速度太快了 两人都没反应过来 周藩显然是风暑性的战士 用了急速 不到二十分钟又回来了 手里抱着一大堆麻线糕 迫不及待地交给了林峰 林峰无奈 又重新做了一遍 直到让周藩心满意足 这一次周队长吃了个痛快 而且确定了 完全没有副作用 也没有毒 是真的能吃的 他甚至觉得 这几天操劳事物 亏空的精力都恢复了 整个人精神气爽 林峰没有骗人 他真的将麻线糕 弄成能吃的食物 周队长的眼睛越来越亮 整个人变得很是振奋 看着林峰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着宝物一样 林同学对不起 是我以前小看厨师了 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九州要派你来营店 凭你这一手 在关键时候 就比一整个战斗小队 有用得多 好好好 林同学真是好样的 哈哈哈哈 周藩非常兴奋 这次营地有救 不用再求附近城市的城主 送物资过来了 他刚刚去看过 那边的麻线糕非常之多 绝对够这个营地接纳的灾民 迟到灾难结束了 林峰点头道 但是我自己可搞不回 这么多麻线糕 周藩大气地摆手说道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好好地烹饪就行 剩下的交给我 你需要什么 也可以说 我尽全力满足你 明天我就让战斗小队 和运送队 全体给我去割糕子 吩咐厨房的人 无条件配合你 洗碗 刷锅啥的 在商量好细节后 几人便回去休息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周藩便向九州组织 驻葛村的人员 公布了这个消息 战斗小队不理解 竟然让他们去割糕草 这不是疯了吗 大财小用 他们是战士 是应该去打仗的 带领战斗小队的李队长 顿时就不同意了 不管周藩怎么说 李队长就是死都不相信 一个厨师 能将野生植物烹饪出美味 而且无毒 最后 周藩下了死命令 李队长才无奈地不得不服从 还有运送部的队长 也是觉得这个决定很无语 但九州组织有自己的纪律 上面的决定 不是能够违抗的 最后 两个队长一起来到了厨房 被厨具的林峰 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怎么就爱说大话 周队长也真是的 这不是胡闹吗 周队长可能病急乱投医了 眼下是实在没有办法 这也怪我们 没有将送来的食物守护好 他们摇头叹息了一声 便带着小队的人离开了营地 去沼泽地割高草了 王晨走到了门口 看着远去的小队 还有涌入的越来越多的灾民 灾民是用车拉来的 其他地方的战斗小队随行 灾民们衣服破烂 脸上手上都是脏泥土 每个人都像是刚刚哭过一样 眼睛肿的泪痕还没干 大多数是老人与女人小孩 王晨在这阵子通过聊天得知 成年男人为了保护家人 都死在了救灾当中 今天的早餐更少了 这次是真吃完了 每个人半个硬馒头 但灾民们大多数都没有怨言 有的吃就不错了 他们靠墙坐着 与身边的人小声说话 幸好你们遇到了风哥 不然今晚就要挨饿了 我看有个妹妹 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感觉都成不过今天 王晨感叹他们的好运 到中午的时候 一车又一车的麻线糕 从沼泽地拉了回来 车上的小队队员们 都低着头 不敢看灾民 他们全都不说话 根本不敢告诉灾民 这就是他们接下来的食物 实在太害人心了 而灾民们看着这些麻线糕 纷纷疑惑不解 不懂战士们拉高草回来 做什么 是拿来铺床的 还是做抵御魔兽阻碍的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这些高草 就是他们接下来的食物 直到周大队长 向所有灾民宣告的时候 他们才恍然大悟 各位受难的群众们 我们原本的食物 因为被魔兽摧毁的原因 因此造成了食物短缺 幸运的是 我们营地有一位了不起的厨师 他能够将麻线糕里的毒素 分离出来 并且烹饪食用 大大的缓解了我们的食物危机 这位厨师虽然很年轻 刚刚毕业 但他的厨艺莲真的是赞不绝口 我相信很多人 都不太想吃麻线糕 并且对麻线糕里的毒素 是否清除干净 表示怀疑 但请相信我 你们吃到麻线糕后 绝对不会质疑和后悔 这很可能是 你们这段时间 吃过最好吃的食物 而且 管饱 灾民们全都围拢了过来 全都神情呆滞的 看着站在木箱上演讲的周翻 他们怀疑自己 是否听错了 麻线糕竟然是给自己吃的 这这这 他们以前养的鸡 都不为这玩意儿啊 麻线糕怎么能吃 领导你是不是糊涂了 食物短缺可以再想想办法 或许附近城市里 有大善人愿意捐助呢 我的弟弟 因为这段日子的漂泊 现在已经发烧 再吃麻线糕导致腹泻的话 我怕他会 真的没有食物了吗 不一定要这样做的 我们还可以再忍忍 算了 没有东西吃也会死 不如吃撑了的死 做一个饱死鬼 大家也别怪众领导和厨师了 我相信 他们要不是万不得已 也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应该都有难处 说真的 我饿了好几天了 哪怕是有毒我也要吃 他们 哇 九州的人也要吃的吗 在灾民们七嘴八舌 议论纷纷的时候 就见周藩端出了一碗 清水淡麻线糕 清新的香味 飘荡在最前排的人鼻尖 让他们喉结如冻 不住的咽口水 周藩津津有味的吃起来 没有一点犹豫 他以身作则 全场都安静了 眼巴巴的看着他 吃往日里 没人敢吃的麻线糕 而且 表情是那么的享受 好像里面不是毒菜 而是舌尖上的美味 不仅仅是周藩以身作则 其他住个村营地的九州人员 也每个人都吃上一碗 九州人员看着清水煮的麻线糕 虽然有香味 但是他们依旧紧皱眉头 显得很不情愿 在不断犹豫后 看着眼巴巴的灾民 最后还是捏着鼻子吃了下去 然后 真香 九州人员吃下前 和吃下后 简直判若两人 当美味不断地冲击味蕾 在口腔里肆意散发清香之时 直接将他们的理智击溃 吃高草不再那么痛苦 而是接连不断地夹起 都没时间说话 一直低着头 不停地狂啃 甚至吃完后 又再咬一碗 有些眼里甚至不满血丝 一边吃 一边看锅里还剩下的 九州人员全体不说话了 只有吃东西的声音响起 周藩也同样如此 灾民们看着狼吞虎咽的九州人员 终于有大胆的人走了出来 这些人多数都是饿了好几天的 前胸贴后背 实在忍不住 他们在心底 已经是暗下了决心 哪怕拉肚子拉死 也要提前先享受一番 很快 第一批是吃的灾民们 拿到了一碗麻线糕 闻着香味 暗想味道应该不会差 他们端着碗 返回到了灾民们聚集的地方 顿时香味再也掩藏不住 飘逸在整个营地当中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兄弟 你倒是说句话 别光顾着吃 吃下去后 感觉身体怎么样 哑巴了吗 究竟是什么味道的 看你们吃得这么有滋有味 先吃的灾民们 刹那进入了魔症般的状态 大块朵頤 根本不管旁边人的问话 只看着眼底的麻线糕 很难想象 一个素菜竟让他们这么狼吞虎咽 也许是饿了太久的影响 毕竟今天的早餐只是硬馒头 非常统一 有勇气感色 并且先吃到的灾民们 吃完一碗后 又再去勺了一碗 根本吃不够 直到肚子都快撑扎了为止 但这些灾民毕竟还是少数 大部分人还有理智 皆是在默默地观望着 很多人都知道 半小时后 如果身体没有异样的话 那就证明食物确实已经没毒了 并且可以吃 虽然香味不断地刺激 剩下灾民们的神经 但他们还在等 一边流口水 一边看着已经吃到饱 正在剃牙的灾民们的反应 真的美味 应该是我这一阵吃的最好吃的一餐 值了 哪怕拉到胃部脱落 都值了 据它麻好吃 我是滨海城的人 哪里有一个高规格的酒楼 听说里面最高规格的宴席 哪怕是素菜 都要一万元能币 那味道 不知道在什么层次 我觉得应该和麻线糕差不多 毕竟是野菜啊 是那些肥料种植的菜 没法比的野生的味道 真是让人沉醉留恋 先吃完的人 再向他人描述野菜的美味 这让其他灾民越发期待了 另一边 林峰也忙完了 刚刚和王晨将厨房整理干净 将围巾解开 放在一旁 两人出了厨房 看着外面吵闹的场景 林峰双手抱胸 神色平静 让人看不出他的想法 王晨好奇地问 风哥你就不好奇 他们喜不喜欢你的食物吗 林峰拍了拍手 开口 你觉得我会成为厨神吗 王晨崇拜道 那是必须的 你都不能成为厨神的话 世界上就没有厨神了 所以 作为一个未来厨神 要是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那还烹饪什么 风哥我记得 你之前的梦想是成为剑神 不会说话就少说点 已经吃饱了的战斗小队的李队长 与运输队的队长 来到了厨房门口 他们是来道歉的 虽然林峰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这两人先前怀疑过林峰 现在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所以特地来道歉一声 也许 还有怕林峰生气 以后不煮东西 给他们吃的原因 林峰看着两人 笑道 没事 我早就习惯了 王晨在一旁开口 你们的上司周翻也一样 这种事 以后 风哥会遇到更多 早就淡然出尘了 他不会和你们一般见识的 得到林峰的谅解 两个小队的人 这才放心下来 马上喜笑颜开 不住地夸赞着林峰 拍着彩虹屁 还拍着胸脯保证 今后林峰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去找他们 不需要任何报酬 当然 能吃上林峰亲手煮的一顿饭更好 就在和几个小队交谈的时候 意外突然发生了 刚刚吃过麻仙膏的灾民中 有人突然捂着肚子 表情非常痛苦 在地上疯狂打滚 周翻和九州的人 立即赶过去查看 就见这几人 痛到浑身大汗淋漓 肚子圆鼓鼓地 咬着牙齿 被灾民们围观着 旁边的灾民脸上充满了畏惧 纷纷说道 麻仙膏果然还是有问题的 还是有毒素的 毒素开始发作了 先是肚子疼 等等怕是肚子都要烂掉 还好我刚刚忍住了没有吃 看这样子 简直杀了 他还难受 要是受到这种折磨的话 我还是再忍一忍看吧 哎 谁让他们贪吃呢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再不吃就要死了 哪怕有毒 周帆队长 你看看 这不是有毒吗 你还说没事 人都这样了 灾民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脸上都是后怕 周帆也看向了林峰 面露疑惑和难色 这不应该啊 为什么自己吃了就没事 这几个灾民 却在满地打滚 难道是林峰疏忽大意 不小心漏掉了一点麻线膏 没有清理干净 王晨凑了过来 挤开人群 眼睛扫湿了一圈肚子痛的灾民 大声地说道 我说啊 有没有可能 我是说 他们原本肚子里就没东西 突然吃太饱了 胃被撑开 受不了才痛成这样的 可能过一阵就好了呢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 是吃太撑了 周帆立马醒悟过来 对着王晨 就是竖起大拇指 连忙叫营地的人 帮他们看看 果然如此 这几个人吃得太饱了 像是饿死鬼 肚皮圆滚成球 有经验的人帮他们按摩 缓解了一下后 他们就缓和了过来 并没有发现腹泻的情况 精神状态都很好 半个小时过去后 再结合其他人 身体没有特别的反应 最后才确定 确实是没毒 呼 灾民和九州的人 这一下才放下 悬着的一颗心 有人怪悦那几个吃太饱的道 你们可真是莫名其妙 吓人一跳 还好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原来是这几个家伙太贪吃了 差点误会了人家厨师 还好最后解释过来了 大家快冲啊 晚点就没了 我靠 那几个真机灵 刚刚说再等等的就是他们 现在跑得最快的 也是他们 刚看他们吃的时候 我就差点忍不住 现在谁也别跟我抢 给点孩子吧 孩子饿了两天了 快快快 先吃了再说 当确定麻线糕没毒之后 再怎么警惕的灾民们 此时此刻也化身成为了饿狼 全都冲向了放饭的地方 九州人员赶忙组织好秩序 排好队伍 老人与小孩优先 整个营地都吃上了美味的麻线糕 香味冲天 营地不再有先前的沉闷 每个人都因为吃了美食 而由衷的开心 笑声不断 喜气洋洋 充满了生气 看着灾民们 因为遭受苦难后 始终悲痛的脸 如今开始有了微笑 林峰心底也很欣慰 他突然明白了 厨师职业的真谛 就是给每一个吃到自己食物的人 带来笑容 解开他们的心扉心结 让这世界充满爱与光明 或许 不单单是提升实力那么简单 呼 我以前有点偏接了 或许今后 要改变一下做事风格 林峰开始在心里自我检讨 今后的目标 以及以后该走的路 他的另一种感悟 至高神处理的技能 看起来是能战斗用的 或许只是系统 为了让他把厨艺变得更好 相比于打打杀杀 烹饪美食 看着别人脸上露出笑容 这种感觉 好似比打架 更让他有成就感 他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 望着灾民们 恭敬地看向自己的眼神 坚定地说道 以后我应该好好地苟着 将实力提升 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树敌 不打架 不杀人 好好做美食 研究各种食材 将厨艺提升至巅峰 才是我最应该走的路 在心底下定了决心 林峰忽然放松了不手 看清楚该走的路 不过 在这之前 他打算先将最近 沾惹上的麻烦 全都消灭掉 才能好好地苟着 一想到这里 林峰的目光 就看向了落成的方向 他的羁绊 全在哪里 还有最近一直想找 自己麻烦的陈家 陈天豪是一位 五十多级的豪雄 凭借现在自己的实力 肯定搞不死 而且 这些世家都有底牌 陈天豪只是 明面上的家主强者 说不定还有老不死活着 所以 林峰慎重思考 综合自己所有的条件来看 最好以及最快的办法 就是请人 请的人必须实力足够强 能一举击溃陈家 而自己现有的筹码 能拿来请人的东西 就是能增加属性的烹饪 属性鸡蛋显然是不够的 至少要一条狮尾鱼 能强行开启一个天赋的狮尾鱼 哪怕是顶级大佬都眼馋 这个世界上别人都没有 就林峰自己能做出来 这也是他能请到强者的底气 至于请谁 他认识的最强的人 就只有春雷女武神了 但这位官方神级强者 显然是不可能明面上 帮他做这种无缘无故 灭掉一个家族的事情的 所以 只能从其他渠道寻找强者 他眼睛一闪 忽然想到了什么 忙拉着王臣躲到一处角落里 问道 老王啊 上次你说清秦时代酒吧里 有接地下任务 是不是真的 王臣瞪大了眼睛 开口 当然是真的 风哥 你想怎么做 林峰说道 我想请人灭了陈家 什么 那不行啊 风哥 清秦时代酒吧里接任务的 都是三十级左右的转职者 都是散兵 对陈家没什么卵用 林峰听到叹了口气 道 这样 王臣忽然黑黑笑道 风哥 你可以去黑网啊 里面高手如云 干啥的都有 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什么都有人接 黑网 你知道怎么操作 林峰惊诧地看着王臣 没想到这小子平日里看起来老老实实的 暗地里又是去酒吧 又是玩黑网 黑网是在境外的网络站 神下国检测不到 也管不了的网络站 里面有诸多黑暗地下交易 无论是军火还是犯人 都在里面有大量的信息 只要出得起代价 甚至八十级的强者都能请出动 之前林峰一直没有刻意去留意 也用不到 现在倒是可以看一看 王臣拿出手机 开始教林峰怎么进入黑网 还有怎么发布交易 林峰拿着王臣的手机 想了想说道 你帮我发帖 灭掉落成陈家 我会付一条施尾鱼的报酬 还有 将施尾鱼的作用多写一点 再贴上最近交易平台上出现的新闻 确保施尾鱼的真实性 这样 才能让强者接单 王臣心甘情愿当林峰的挡箭牌 用自己的账号 在黑网上发布了这一条信息 当帖子出现的时候 立即获得了大量的浏览量 显然每天泡在黑网里扫帖子的人不少 因为报酬 是关于强行开启一条天赋的施尾鱼 价值至少两亿 而且还只是第一次出现的价格 如果施尾鱼在真正的大城市 乃至于国际城市拍卖 估计价格推到二十亿以上 有钱人从不会少 落成只是一处小地方罢了 因为数量实在太少了 而且有价无市 所以 帖子的信息被有心人拿来研究 陈家此时此刻还不知道 自己正在被许多躲藏在暗中的人物 快要调查得底库都被看穿了 当他们的窃室资料 被摆在几个高等级舞者的面前之时 凌峰发在暗网上的那个帖子 就被人给接下了 中午的麻线糕吃完了 很多灾民都觉得还不够 还想再吃 但他们没有去催促凌峰 反而是担心 凌峰会不会因为照顾那么多人的伙食 而累着了 在这种时候 在这个营地 就算你实力强 也很难得到灾民们犹新的尊敬 更多的反而是畏惧 凌峰就获得了尊敬 他们自发的来到凌峰面前感谢 凌峰让他们能吃饱饭 吃得还这么好 拥有着苦难的日子里 难得的温暖 他们也相信 除了这个营地 别的地方肯定也同样面临食物的危机 但别的营地没有凌峰 没有这个神一样的厨师 能将麻线糕煮得这么好吃 因此 接下来的时间里 凌峰获得了很多灾民们给予的礼物 大多是小东西 也是灾民们的一点心意 凌峰不忍心推脱 看着堆满房间的礼物 心里也很温暖 周翻来了 笑着开口 灾民们都亲切地称呼 你为野外出神 现在报你的名字 比我们九州的有用 只要他们说是你让做的 立马就有几个人出来帮忙 运送队刚刚送麻线糕 从野外回来 灾民们就上前帮忙卸货 一派和睦 其乐融融 我将你的事项上报 上级决定给你一千积分 恭喜你啊 一千积分可不低 积分可以请强者 带你练集下副本 这也是九州人员的内部福利 他们当然不会把积分换成员 能比去花 那就是真正的大傻子了 得到了积分 林峰立即在里面兑换了施尾鱼 虽然他现在战力 已经达到了35级 但还是不敢去河流里冒险 里面的异化生物 魔兽等 危险级别都非常高 就连运动队运送物资和灾民 都是绕过河流走的 他自然不会去则讨不痛快 这些日子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好好苟着 能不去涉险 尽量不去 在煮完麻线高后的空闲时间里 他和王晨就去满兽森林外 已经废弃的交易机器上 拿到了施尾鱼 幸运的是 交易机器并没有损坏 只要通上带去的原能电瓶 输入原能就可以开启 这条施尾鱼 是他拿来付给黑网高手的报酬的 当即就在满兽森林外 组成了奇珍 又送进了黑网的交易平台里 只要对方任务完成了 就能拿走 搞定这个事情后 两人就返回了营地 给灾民们烹饪食物 几天后 随着灾民越来越少 一股无形的压抑之感 也在此刻充斥所有人的心头当中 天上阴云滚滚 阳光难以照射进大地 天地间一片灰茫茫 每时每刻都好似要下雨 但又始终没有雨滴落下 原本因为吃到美食而热闹的营地 也沉闷了下来 林峰走出厨房 看着暗沉的天穷 他总感觉灰云之上 有什么可怕的存在 正在冲过来 只是 稍微偏离了一点方向 并不是朝着落城而来 那是什么 九州的人也全都站了出来 谨慎地望着天际 漂浮而过的一团巨大的阴影 这个阴影被乌云挡住 看不清真切的样貌 但轮廓就有城市般大 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 皆是遍布黑色的雾气 大地寂静了 以往能听到的魔兽嘶吼声 此刻如死寂了一样 空间遍布着诡异的静谧 吼 紧接着 一声高亢的龙吼声 响彻附近方圆百里 所有人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通体感觉被大山压着 弯下了腰 不敢直视那边乌云 凌峰也同样受到了压迫感 他双手撑着一块石头 尽量让自己坚持住 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片黑云 游荡而过的地方 黑暗巨龙 他的双眼瞬间绽放剧烈的神光 如同两颗星辰 想要隔着遥远的距离 看透巨龙的属性 但终究距离还是太远了 没有能够勘测到 就在这时 一道划破天地的雷光 仿佛从宇宙之外披露而下 将世间都给分割成了两半 无比耀眼 紧接着轰隆隆的雷鸣之声 穿过了空间 响彻了无垠野外 神威惶惶落下 惊天动地 这道惊雷宛若 在无数人的心底响起 将乌云都给撕开 人们见到了那恐怖的一幕 一头浑身遍布漆黑 如生铁般鳞片的巨龙 在极高的天穷上翱翔 一个女人手持着一把 仿佛雷霆化成的长剑 一跃而起 随着一道惊雷落下 狠狠地插在了 黑暗巨龙的后背 再次传出一声愤怒的龙吼声 无边的黑云 从黑暗巨龙身上涌现 覆盖了整片乾坤 凌风光是强行站着 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最后 黑云里连绵不断地 响起雷声和嘶吼声 渐行渐远 压在心里的大石头 也悄然瓦解 在那一瞬间 九州的许多人都感受到 自己仿佛下一秒 就会死去一样 这就是顶级生物强者 给他们带来的压迫感 那头黑暗巨龙 甚至什么都不用做 身体往下一压 就能随意摧毁一座城市 他们真渺小如蝼蚁 凌风愈发谨慎了起来 心里刹那 给自己筑起一层又一层的堡垒 这世界真的太危险 我绝对不能再浪了 一定要稳住 刚刚黑暗巨龙的余波 我都差点受不了 更何况 还有许多神秘莫测的强大生物 凌风开启了神厨系统 前途一片光明 只要不死将来终会无敌 他决定 以后必要步步为营 绝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 随着黑暗巨龙离开 营地的灾民们也越来越少 九州的人也被抽掉走大半 去将魔兽赶回属于他们的地盘去了 凌风也准备离开了 城市里有食物支援里过来 他不需要再煮麻线高煤 他打算和王臣去猎杀魔兽 给自己升级升级 就在即将离开营地的时候 突然间 诡异的整个营地竟然被魔兽包围袭击 足有二十多头魔兽 大多在三十级左右 还有一些十几级的小魔兽 他们横冲直撞 好似狂暴了 将整个营地外围房屋 都给撞得纷纷倒塌 周翻还没走 营地还有最后一批难民没有送走 他当当打算 明天一大早就亲自送回落城的 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不对劲 这里不是魔兽盘踞的地盘 他们一般也不会来葛村 黑暗巨龙早就离开了 他们怎么还会因为狂暴而冲进村里 不对 很不对劲 周翻眼神慌乱 看着在营地里肆意破坏的魔兽 焦急万分 要是让这些魔兽闯进了中心地带 那灾民们可就麻烦了 没来得及多想 他和剩下的五六位转职者 拿起武器就去击杀魔兽 想要将他们引开 而凌峰和王晨则是保护灾民们 撤离葛村 找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就在凌峰离开葛村 带着灾民们走在荒野上之时 一辆辆野地战车的灯光 从远方照射而来 引擎声如野兽般咆哮 很快便将凌峰给围住了 凌峰 你真是让我沉家好找啊 大概有十几辆野地车 团团困住了凌峰等人 巨大的车灯照射 让人看不清上面坐着的人是谁 只能大概分辨出对方有几人 这种感觉让凌峰很不舒服 灯光让对方有一种居高临下 审问自己的感觉 他轻叹了一声 哦 我本来已经做好决定 不打算再出手的 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 前几日 他就不想再出风头了 在自己彻底成长起来前 自己的刀 只为料理食物而挥动 而现在 除了他和王臣有战斗力外 其他灾民却全是普通人 根本打不过战斗职业的转职者 他只能出手 剩下的灾民 还有五十多人 此刻被野的车围住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畏惧 但他们一看到挡在前面的凌峰 心底又燃起了勇气 凌峰给他们做美味麻线高吃 这样一个大恩人 却为了他们挡在前面 他只是一个厨师 都敢站出来保护自己 自己还有什么畏惧的 一想到这里 五十多位难民们 都纷纷朝着陈家的人怒吼 你们这些家伙 魔兽不杀 去来赌我们的去路 凌峰大厨是好人 他免费无偿的主东西给我们吃 所有与他为敌的 全是坏人 你们怎么忍心杀他 想要他死 得先躺过我的尸体 凌峰大厨不要怕 我们陪你一起 顿时 群情激愤 灾民们哪怕赤手空拳 也要撸起了袖子 和陈家人大干一场 陈家人中 一个老朽的声音响起 冰冷且没有任何感情地说道 无妨 今晚你们全都得死 这件事之后 会被归咎于魔兽暴乱中 和我们陈家没有一点关系 凌峰双眼一眯 冷冷开口 所以 葛村九州营地的魔兽 是你们引过来的 那个老朽的声音说道 没错 为了将你杀死 我们陈家不惜惹上九州 这个大麻烦 今天 你只有死 才能掩盖这个事实 凌峰继续问 我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让魔兽狂暴 而且按照你们给的路线 去到葛村驻地的 风哥 不要和他废话了 直接弄死他们吧 王辰在一旁狠狠地叫道 陈家的人为了杀凌峰 手段真是无所不用至极 太卑比喻很辣了 连难民都不放过 那老者只是淡淡地瞥了王辰一眼 就不再理会 在他眼中 这位王家少爷 已经是一位死人了 王家与陈家 因为凌峰杀了两个新生代的事 仇恨已经不可调和 所以 老者认为就算杀了王辰 也不碍事 只是以命抵命而已 老者开口 因为我是一位四十三级的御寿师 我研究出一种受药 能散发狂暴的气体 只要魔兽闻到 就会丧失理智与痛楚 他拿出了一枚刻满符文的徽章 伸手一摸 顿时光芒大胜 在凌峰的面前 前方石杖的地面 出现了古怪的发光阵纹 阵纹中央 一头地形龙缓缓凝聚成形 有防雾般的大小 争鸣可恶 在神厨之眼下 他看得出来 这位老者是御寿师 但却没想到 这老者竟然研究出了 这妖牛逼的狂暴药 还将其用在了对付自己的身上 地形龙同样是四十级 周身的肌肉如岩石般坚硬 仰天嘶吼一声 张开巨大的嘴巴 唾液不住地留下 等待着老者发命令 陈家的战士也纷纷下车 有拿着长剑的 有拿着斧头的 有拿着长枪 弓箭的 甚至当中 还有一个机械师 控制着炸弹机器人 朝着林峰晃晃悠悠地走来 没有一个低于三十级 为了杀他 真是有够隆重的 唉 你们陈家 真的该死啊 再去营地的时候 林峰就知道早晚暴露 只是 他没想到 有九州的人在 陈家也敢出手 看来两个继承人 接连死在自己手上的痛 确实让他们挺疯狂的 就在林峰想要出手时 突然间 一个娇俏的影子 出现在了场地的中央 影子身材恶挪 就这么突兀地出现 场上只有老者 还有林峰感应到了 两人齐刷刷地 看向漆黑的夜空 就见上方一位 穿着战斗服 长发齐腰 皮肤白皙的女人 正慢慢地落下 战力虚空 她是春雷女武神 当看清楚女人的样貌时 老者差点被吓出心脏病 捂着胸口 嘴巴张得很大 她呼吸变得很是急促 浑身都在颤抖 因为她想到了 自己刚刚做的事 春雷女武神 可是整个九州 最强的几人之一 而她刚刚却让魔兽 去攻击九州的人员 这无疑是在于九州开战 女武神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你你 不是去追击黑暗巨龙了吗 老者怎么都想不通 为什么女武神 会莫名其妙出现在荒野 而迎领秒 根本不理会老者 只是看着林峰 笑颜如花地道 听说你最近研发出新的食物 好像叫麻线膏 林峰身体骤然放松 战斗的紧绷感消失了 因为她知道 有女武神在 陈家的这些人死定了 女武神的出现 顿时让灾民们 诚惶诚恐地跪了下来 宛若在拜见真正的神明 王晨捂着自己的嘴巴 尽量不发出声音 打扰到女武神 她看了看女武神 再看看林峰 眼神发亮 充满惊奇 震撼 不可思议 她风哥 她从小认识的大哥 竟然认识女武神 而且关系看起来还不错 我翘 王晨的想象力 这一下是被彻底颠覆了 风哥你藏得好深啊 到底还有什么瞒着小老爹 这么突然且吓人 王晨心脏不住的 砰砰乱跳 想到林峰认识女武神 那不就等于自己认识 我老王 真的要崛起了 是给灾民吃的 葛村营地食物短缺 落成赵城主 始终供应不上干粮 所以我只能帮帮忙 林峰像是和一个 普通朋友闲聊的语气 不卑不亢 再次吓呆了众人 要知道 对面可是神下国女武神啊 引领秒含笑开口 那等等可以煮一碗 给我尝尝看吗 当然可以 只是现在这情况 好像有点麻烦 林峰点头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一道道电芒 瞬间覆盖周围 陈家的转职者们 他们的头顶之上 突然乍显出一缕缕雷电 覆盖住了他们的全身 雷电钻入了他们的身体 破坏生机 只是一刹那 陈家的高手就成为了焦叹 被电死 全程没有发出一声哀嚎 速度快到了极致 那位御守师老者 连跑都不能跑 他身上的召唤兽徽章 被劈成了鸡粉 地形龙也在恐惧当中 被雷电给覆盖 做完这一切的引领秒 甚至都没看他们一眼 像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 好了 现在麻烦解决了 引领秒人处无害的孝道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再进城 顿时 灾民们心底 瞬间充满了安全感 他们看了看林峰 再看了看女武神 脸上满是感激 灾民们并不傻 他们从刚刚的对话中得知 林峰大厨是和女武神认识的 而女武神最近追击黑暗巨龙 肯定很忙 这么忙的情况下 还从前面返回到葛村驻地 显然是为了林峰大厨煮的美食 然后偶遇了陈家人的围攻 他们心里明白 如果没有林峰大厨 自己想见一次 女武神都是梦中的事情 见过了女武神后 今后他们出去 甚至可以吹嘘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 又返回了葛村驻地 比起刚刚慌乱跑路的情形相比 现在返回却是轻松愉快了不少 王臣不停地小声问林峰 你是怎么认识女武神的 风哥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风哥 女武神和你是什么关系 看起来她对你很好啊 她应该知道 你煮的食物 拥有增加属性的能力了吧 风哥你真牛波 找了这么个大考山 以后我们可以在下国横着走了 哈哈 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负我俩 那陈家不过是土鸡娃狗 哇哈哈 风哥 我和你同穿一条裤子的 你不会不罩着我吧 王臣此时此刻很嚣张 腰杆挺直了不少 只要女武神眼神掠过她 她立即满脸严肃 装作成熟的模样 眼眸深邃了起来 迎零秒皱眉 小声地问林峰道 你这朋友 不会是一个傻子吧 有时候有点傻 大多时候还是挺靠谱的 林峰回答 迎零秒想了想开口说 要不要我帮你解决 落成陈家的问题 我最近也听说了你的不少事情 我觉得你当下应该隐藏起来 在实力没能完全保护自己之前 尽量不要暴露出去 你之前的做事风格有点危险啊 她为林峰担心 怕其树立敌人太多了 自己又顾不过来 要是有个意外 这么一个神奇种子陨落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林峰完全同意 但之前的她又没办法 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 没有钱 只能靠自己去挣 就说龙鸡蛋 一千元能币一枚 她要是不卖了 那有钱去买更多的龙鸡蛋 烹饪成能加属性的属性鸡蛋 买了一颗龙鸡蛋 换回几百颗属性鸡蛋 然后再烹饪 自己吃 剩下的再卖了 又换回更多的原材料 这样一直循环 她才能保证自己有钱花 才能一直提升 如果不卖 靠自己去打怪卖材料的钱 要多久才能提升 所以 她只能这么做 但坏处就是 容易暴露在人前 银铃苗也明白她的难处 开口道 等黑暗巨龙的事情结束 我会帮你处理掉之前的麻烦 让你彻底隐身 不会有人再追查到你 陈家的事情 林峰听到女武神说的话 心里也充满了暖意 有这样的大腿在前面挡着 这些善后的事情 都不用自己麻烦 这也许就是加入九州的好处了 不然 要是曝光 被异端抓去 等待自己的 就是无止境的压榨 而银铃苗 还算尊重自己的选择与自由 并没有刻意的要求什么 陈家 不用你出手 我在黑网找人去做了 林峰也知道 女武神不方便 直接灭掉一个家族 所以也坦白了 自己在黑网叫人的事情 意外的是 女武神并没有怪罪她 而是点头道 黑网 那些可不是什么好人 不碍事 后面我会帮你处理 灭掉一个人 总比没掉一个家族容易 你给他什么报酬 林峰坦言道 一条狮尾鱼 是我的了 女武神点点头 死 王晨在一旁听到 两人说的话 在心里不由自主的 为那个接单的人莫爱 被女武神盯上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风哥的天赋 被女武神发现 老实说 刚刚王晨还很担心 回被女武神 拉去当黑矿奴 疯狂压榨 现在看来 倒是担心多余了 林峰和银铃苗继续聊天 说一下善后的事情 银铃苗听到了林峰的难处 想了想说道 要不这样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 我去哪里 你就跟到哪里 你现在这么随处乱晃 我总有点不放心 撕 这句话一出 王晨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 夫妻俩在说家庭话呢 不过 丈夫的角色 变成了银铃苗 我还要升级 林峰黑着脸 把自己当成什么了 这没事 等我闲下来了 我亲自带你下副本升级 银铃苗打包票说道 这么一说 好像也不是不行 满级大佬带升级 以银铃苗的实力 低阶的秘境 还不是进场 就直接秒杀 林峰只要进去逛一圈 就升级了 岂不是美滋滋 而且 银铃苗本身是一个顶级的强者 钱自然是不缺的 背后还有神下国实力 最雄厚的财阀赢家 自己也不需要抛头露面 去卖其真了 危险性大大的减少 这真的不是不能谈 好处挺多的 但其中的细节 还要再商量商量 比如 自己跟了银铃苗后 用不用帮银家做事 是属于银家的 还是属于官方九州的 银家再怎么说 也是私人家族财阀 要是帮一个财阀 林峰心里还是不愿意的 但如果是帮九州 是帮国家 那他心里的抗拒情绪 便少许多 银铃苗看出了林峰心里的犹豫 笑道 这是后面慢慢在说 我这次来找你 不单单想吃饭 我还想带你去看看 有一颗龙蛋 你能不能煮成美食 什么龙蛋 林峰瞪大了眼睛 心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银铃苗看了看一旁 竖着耳朵的王晨 王晨立即拾去的 离得远了一些 不敢再偷听 银铃苗才说道 当然是黑暗巨龙的龙蛋 我一直都在追踪黑暗巨龙 知道了他产卵的地方 他为了吸引我离开 因此产卵之后 没有来得及守护龙蛋 就离开了蛋下龙蛋的地方 我追踪了一阵后 就折返了回来 想让你去将那颗蛋给煮了 我还没吃过龙蛋呢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银铃苗说到这里 眼睛当中绽放出渴望的光芒 舔了舔嘴唇 意犹未尽 似乎想象到了其中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来 你在洛城交易平台上 卖过属性鸡蛋 我只吃过你煮的狮鱼 还没吃过鸡蛋呢 银铃苗肆无忌惮地扫射着 凌峰的浑身上下 仿佛要将其给看透 要找出一枚鸡蛋来 凌峰双手一摊说道 早就吃完了 洛城的鸡蛋 还被四大家族垄断了 所以我也想要啊 算了 这是之后再说 等你跟我回了京都 想要什么食材 我给你什么食材 银铃苗叹气地说一声 继续道 我也不瞒你 这次追击黑暗巨龙 还真多亏了你的施尾鱼 强行给我开启的那个天赋 当自身完美贴近雷元素 身体元素化 我这才依靠着雷元素的身体 追上速度极快的黑暗巨龙 并且超越它 它还以为我没追上 偷偷将龙弹 藏在了青形山脉最底部 其实 我一直都在暗中观察 银铃苗眼中露出了一点得意 身体元素化非常之强 除非将雷霆全部剿灭 才能逼得出银铃苗的真身 元素化之后 自身的属性强化 对元素的亲和度将提升一大截 威力变得非常恐怖 相当于元素精灵本身在使用元素化 这个天赋对银铃苗来说 简直是史诗级的加强 凌峰还沉浸在黑暗巨龙的龙弹震惊中 没有回过神来 真正的龙弹啊 肯定是吸针材料无疑 必定能附加特性 只是 附加的特性该有多强 有多牛逼 凌峰想象不出来 只有亲眼看到龙弹 用神厨之眼看透 才能知道 想到这里 凌峰问道 银武神 你之前跟黑暗巨龙对战的时候 有砍掉过他的一点肉吗 银铃苗惊喜地说道 龙肉你也能煮来吃 黑暗巨龙身上带着的毒性 可不是野菜麻线高能比的 你确定你能煮成无毒 就连我也不敢生吃黑暗巨龙的肉 黑暗巨龙的血 也具有污染与腐蚀性 一滴血足以让方圆石里的地 都变得腥臭漆黑无比 寸草不生 凌峰也不确定 巨龙绝对是顶级食材了 自己才十五级 是否有能力去将其烹饪好 还真是个未知数 虽然他有神圣分离的技能 但黑暗巨龙里的毒素 可不是寻常的麻线高能比的 复杂程度估计高了千万倍 需要很细心 小心地分离 我想试试看 说不定呢 他还是想试一试 如果真的能烹饪 那该增强多少实力啊 银铃苗说道 但是很可惜 他的肉都被我打烂了 下次有机会看到再试一试 这一行人 很快便回到了葛村营地中 夜已经深了 周翻带着全体九州人员 身上染着受血 站得笔直 神情肃穆 迎接着女武神的到来 银铃苗点点头 不太在意 周翻走上前来 跟女武神汇报营地里 这些天作的信息 其中还提到了凌峰的麻线高 银铃苗夸奖了一句 周翻干得不错 顿时让葛村营地的九州人员 心里美滋滋的 能得到女武神的 一句赞同的话 周翻也有很多话想问凌峰 不断地对他挑眉弄眼 晚上 凌峰特意给银铃苗 煮了一大锅麻线高 当然 旁边没有人观看 其他人都去睡觉了 毕竟银铃苗的吃相 实在是有点跟其在 普通人心中想象的不太一样 狼吞虎咽的 根本顾不到形象 这些天 我追击黑暗巨龙 时时刻刻想的 就是你这一手厨艺 终于能吃上了 我现在非常满足 虽然没有施铃鱼的肉香 但却别有一番风味 开心 我非常的开心 我还要吃更多 可馋死银铃苗了 他头始终埋在碗里 不断地夹着麻线高往嘴里色 每一口都是满足 凌峰静静地看着他吃完 不够就往他碗里夹 直到银铃苗肚子鼓鼓的 一脸满足 才停了下来 我们先安排好事情 第一 等等我就带你 去找到那颗龙蛋 偷偷把他给煮了吃了 那头傻龙 估计还以为我还在追他呢 短时间内回不来 第二 等黑网的人将陈家灭了 我就去找到出手的人 拿回本应该属于我的施铃鱼 如果不是引领藐视官方的人 灭掉陈家 他觉得应该是自己去做的 所以施铃鱼应该属于自己的 没毛病 第三 将你在洛城 有可能暴露的一切信息都抹除 让你摘出来 别人怀疑不到你 我的想法是 你做出一点属性鸡蛋 然后拿去别的城市出售 我在散播消息 说你已经离开了洛城 但真实的你 必须还在洛城 而且要大摇大摆地出现 让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你 这就能初步打消别人对你的怀疑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这样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引领藐美滋滋地缩了一口清汤后 林峰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帮我做这么多 那我要为你做什么 引领藐的俏脸突然凑近林峰 都能看到他细密的眼睫毛 一阵香气萦绕鼻尖 当然 是为我煮更多好吃的呀 我看得出来 你的等级还很低 当开始觉醒的厨师技能 应该是水煮食物 这么多天了 全是水煮 我很期待 当你的级别更高 解锁更多的烹饪姿势后 会是什么样子的 烧烤 清蒸 煎炒 油炸 是不是也和水煮一样 这么不烦 一想到林峰将来的更多美食 引领藐就馋得不行 给你煮可以 但是你不能要求 我给别人也煮 比如让强行要求我成为 某个碗宴上的厨师 或者大年三十碗 让我去给你煮家常菜 林峰觉得自己愈发谨慎 先想好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然不会强求 如果有需要 我会遵循你的意见 引领藐摇头说道 林峰同意了 当晚 两人都没睡 敲定了细节后 就出发前往黑暗巨龙藏蛋的地方 事不宜迟 在黑暗巨龙察觉到女武神离开之前 在她返回龙蛋那里之前 将蛋给煮了 女武神拎着林峰的衣服 在夜幕中急速飞行 要不是估计林峰身体承受不住 她都想元素化 直接以雷电的速度赶向青形山脉 林峰长这么大 第一次上这么高的天空 竟然不是贡献给飞机 她望着下方经过的落成 里面闪烁着的万家灯火 看着一座座大山 一个个密铃 看着一条条河流缠绕大地 月亮垂落点点荧光 有一种不一样的美 她倒没有晕眩和不适感 身体属性强到了她这种地步 想生病都很难 只是被女武神一只手提着飞 总是有种怪异的感觉 感觉好像是一只小鸡仔啊 小鸡仔就被这样高速地提着 任由狂风吹过面颊 两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山脉之中 迎领秒带着凌风来到了一片漆黑的森林处 茂密的树丛之下 竟然隐藏着一口直径上千米的深渊 深不见底 迎领秒就这么直直地朝着下方坠落而出 同时 她的身上绽放出一缕铝电光 用来照明 凌风疑惑地开口 武神 我前几天看 那头黑暗巨龙有一座城市大小 虽然这深渊也算大了 但以它的躯体 怎么竟得到才一千米的地洞里 迎领秒解释道 黑暗巨龙当然不是一直保持这么庞大的形态 你那次看到的 是她为了赶路 变成超大龙体的形态 凌风表示听懂了 达到像黑暗巨龙那种级别的生物 能任意改变自己身体的大小 不知道能不能变成人形 她以前看小说 妖怪到达一定 修为境界后 就能够变成人 很快两人下到了深渊最底部 这里宛若一个空旷的地下世界 上下空间很大 大概有百米高 四周全是一条条天然的泥柱撑起整个地面 空间中散发着一种潮湿和腥臭的味道 借着女武神身上的电光 周全看到了地面上散落着粘稠的黑色液体 沿着坑坑洼洼的泥路 一直去到地洞的不知多远的方向 银铃秒带着她继续往里深入地走 没过多久 凌风就看到 在地洞的最中心处 有一个百米大小的地坑 在坑的中心泡着一洼液体 还有一枚等人高的蛋 蛋壳表面遍布奇异的纹理 散发着金属般的光芒 时不时有流光一闪而过 很势不凡 凌风甚至能感受到 蛋的不断震动 眼睛也能看到 这颗蛋在不停地收缩与膨胀 就好像是一颗会跳动的心脏 而也就在他们两个到来之时 这颗蛋好像感受到了敌意一样 竟然散发出一阵阵心灵冲击 像是一种更高食物链的生物 在威胁着低等生物般的感觉 凌风露齿一笑 在他这个厨师面前搞这套 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真正的食物链顶端的人是谁 等会这颗蛋就知道了 心灵冲击过来之时 凌风也在瞬间感应到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这颗蛋里的生物 哪怕还未出生 都让人感觉有一种恶毒 狠利 堕落 邪恶的气息 从脚尖充斥向天灵盖 寻常人来到这里 怕是会瞬间感觉到 浑身都在发冷 根本提不起一点 在其面前动手的心思 同时 心灵也会被这颗蛋给感染 变成一个只会杀戮 疯狂 疯癫的精神病 凌凌秒没有感受到一点 沉生道 黑暗巨龙便是罪恶的象征 他们一族与其他属性的龙不同 人类对于他们来说 或许只是血食而已 黑暗巨龙心底充满了劣根性 从生下来就会杀戮 毁灭 破坏 掠夺 他们存在于世界的宿命 就是如此 从世界各国下副本 从每一个遗迹当中 找到的记载汇总来看 黑暗巨龙的出现 一般都是灾难的象征 比如 黑暗巨龙选择产卵的方式 便是掠夺大地的生机 吸收方圆百里的生命气息 供养自己的本源 当他们出世之后 便会杀掉至少一成的人 用生命来让自己快速提升进阶 如果没有人类 他便会屠杀掉大量的普通生灵 他刚刚还想用黑暗侵蚀来杀了你 来让他快速暖化 因为他 整个神下的东南部 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海灾中死亡几十万的人民 多少父亲母亲死去 多少孩子成为孤儿 多少上在墙堡中的婴儿 被野兽吞噬 所以 你心里千万不要有负罪感 你不杀他 他也会杀了你 引领秒生 怕林峰是圣人一样的存在 对这颗黑暗龙弹 从心里产生怜悯 所以开口解释 希望林峰能成熟一点 在怪物面前 不要有一丝的仁慈 林峰淡然道 你多虑了 他在我面前 只是食材而已 话音刚落 像是在回应引领秒的话一样 黑暗龙弹四周 蔓延出一缕缕黑色的气体 逐渐向两人笼罩而来 毛都没长齐 也赶在攻击 引领秒冷冷地举起了一只手 四周刹那 乍显密密麻麻的雷电 像一张巨大的雷网 朝着龙弹收缩 黑色的其他 好似遇到了天敌一样 骤然间全都溃散于虚空中 而那颗龙弹 则是在瑟瑟发抖 急速地变小 甚至虚无中 好像还发出一声声求饶的意念一样 与此同时 林峰的双眼 绽放出神光 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 从他的身上迸发而出 这种感觉 普通人察觉不到 只会觉得林峰现在很神圣 但引领秒却是心里一惊 他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他自己身上也有 其他神级的强者也有 很不可思议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引领秒也不会多问 之前就承诺过给林峰绝对的自由 他当然不会食言 此时此刻 在林峰的眼中 这颗龙弹的信息 完完整整地出现在了眼前 名字 黑暗巨龙的弹 种类 弹类 状态 超级品 作用 烹饪后实用 百分百增加1000点属性点 自动刻画完美本源模纹构装 并且黑暗属性免疫 有概率获得其中一个技能 黑暗侵蚀 黑色死光 暗夜前行 这这也太强了 可以说 这是林峰见到过的最强的食材 加500属性点 是龙鸡蛋的500倍 这还不算什么 毕竟龙鸡蛋他买500个 现在还不算太困难 属性迟早能提升上去 这颗黑暗龙蛋 竟然还能加黑暗特性 自动刻画天然的模纹构装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 模纹构装 这是只有35级转值者 才能开启的强化方向 而且 必须是要模纹构装师 亲自上手 用各种珍稀材料 花费巨大的金额 才能刻画出来的 在刻画的过程中 只要稍有不慎 可能整套模纹构装 就直接报废掉 全都得重来 就算完整的 刻画完模纹构装 也不一定作用能到百分之百 大多数增强 只能达到百分之二十的实力 厉害一点的 能增强百分之四五十 这已经是极限了 如果林峰猜得不错 银铃鸟身上的模纹构装 绝对已经达到了百分四十五以上 这种很考验构装师的实力 还有被刻画者本身的运气 与财力的雄厚 根据林峰所知 刻画一个满配的模纹构装 大概要一亿的元能币 而就算成功刻画完 模纹构装在和身体结合的过程中 也会随机产生效用 就像是抽卡一样 效用越高 几率越低 大部分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才是最正常的 当然 也有些欧皇 第一次刻画模纹构装 就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而如果要达到百分之四十五 林峰估计 没有百亿元能币 失败得上百次 千万不要去想 至于眼前黑暗龙蛋的完美本源 黑暗模纹构装 能达到多少是佩度 林峰估计应该在四十五以上吧 毕竟是完美 而且谈到了本源两个字 这就是烹饪后的龙蛋最牛逼 也是让林峰最诧异的地方 而最后的三个技能 林峰也怦然心动 他最希望的是能得到暗夜前行这个技能 这样 以后自己做一些隐秘点的事 能不惹人注意 就好办多了 至于黑暗侵蚀 他估计是刚刚龙蛋是放出的那个黑物一样的技能 能腐蚀雾气所接触到的物体 还有黑色死光 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激光射线一样的攻击手段 林峰深吸了口气 掩饰了心里的蠢蠢欲动 道 这颗龙蛋 我能烹饪 但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在他的视线中 黑暗龙蛋里 藏有诸多有害身体的元素 是麻线高的万倍 哪怕是女武神吃下去 估计也要遭罪 根本抵御不了 几乎整颗蛋 大部分都是对人体有害的毒素 所以 处理起来需要不少的时间 主要也是他现在的等级和精神力太低了 就像是一个电脑的CPU 现成少 处理的也就慢了点 真的能吃 好样的林峰 其实我也只是想试试看而已 没成想你真行 盈灵秒兴奋不已 哪怕刚刚将麻线高给吃饱了 现在一想到龙蛋的味道 他感觉自己还能再吃 这么大的龙蛋 该有多香啊 盈灵秒已经想象不出 到底该有多美味了 你滴 快快滴干活 他搓了搓手 对林峰说道 林峰从营地哪里过来的时候 就预备了一点佐料 一起拿过来 只是 现在的他还没有动手 苦笑的说道 这颗龙蛋还活着 有自我意识 我处理起来有点麻烦 这简单 我压着他动不了 你出手 给他最后一击 顺便捞点惊艳 盈灵秒说完 身子一飘 就来到了龙蛋的上方 一股无形的神威沙纳 笼罩龙蛋 让其动弹不得 而林峰 则是开始沟通空气中的水元素 将龙蛋附近的百米大坑 当成了一口巨大且天然的大锅 让附近凝聚出了像小湖泊一样多的水 瞬间淹没了这颗龙蛋 也多亏之前林峰在别墅的时候 吃下了几百颗属性鸡蛋 将精神力平均提升到了 接近三十五级的地步 要不然 也凝聚不了众多的水元素 虽然他有水主法则 但催动法则也是需要精神力的 湖泊里的水温度在逐渐升高 一缕缕温热的雾气 从水面上飘出 水面滚动冒泡 开始沸腾了 林峰手掌紧握 控制这么庞大区域的水元素 让他微微有点吃力 最后 水竟然达到了近乎岩浆般的地步 与泥土融合 有一种粘稠滚动的感觉 不再清澈 与此同时 林峰开始使用神圣分离 将龙蛋里的有毒物质分离出来 毒物质化为一条细细的丝线 从龙蛋位置流出坑堤 慢慢地汇聚在外 而就在林峰全力以赴主蛋的时候 深渊之外 庆幸山脉之上 一声可怕的 想动天际的龙吼突然响起 传入上千米的深渊之下 整个地下世界都在龙吼的声音中动荡 一种难以言喻的愤怒 笼罩在林峰的心头 是黑暗巨龙回来了 竟然在这关键的时候 银铃秒顿时满脸严肃 他催促到 林峰再快一点 这个龙蛋还没死吗 林峰再次加大了一点力量 汗液从他的额头上流下 当他感受到自己的属性面板开始提升 马上到 已经死了 他没有来得及细看 只感觉到身体流过一阵阵暖流 经脉都在发光 他猜测最少也升到了二十级的程度 他刚说完 银铃秒身影一闪 化为一道雷光 刹那离开了地下世界 同时 他还留下了一具雷电分身 分身全由雷元素组成 并不像银铃秒身材那么好 反而显得很高大 我去挡住黑暗巨龙 你煮的之后 我的雷元素分身 会将你和蛋一起带走 林峰点头 神情专注且神圣 没有去回应银铃秒 而是将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水煮龙蛋上 此时的水元素 极高的温度 哪怕是普通野兽落到水里 也会在一秒钟内被烫熟 但他觉得 龙蛋还没到完美的可食用状态 依旧在细心的调理 与此同时 外界传来天塌地线般的声响 好像彗星从宇宙中掉落下一样 整个地底都在摇摇欲坠 随时都要坍塌 恐怖的霉边 银铃秒已经和暴怒的黑暗巨龙 站在了一起 此时肯定很胶着 雷霆与龙吼声从未停下来过 当确定龙蛋达到完美阶段之后 凌峰立即收手 然后对雷元素分身说道 已经弄好了 雷元素马上将还在冒着滚滚热气的龙蛋 从沸腾的水里捞起来 用雷网将其罩住 而后带着凌峰 以肉眼难辨的速度 离开深渊 凌峰只感觉身边的场景在快速的变化 快到近乎模糊的程度 四周的环境 好像都变成了流光 一阵扭曲 速度极快 凌峰根本看不清周边的环境 一个呼吸间 他就来到了深渊之外 顿时 超速的飞行 让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种割裂的痛感 但与天上纳恐怖的大战相比 这种痛感就被忽略掉了 天穷仿佛被撕裂了 黑夜与雷霆无限制的碰撞 脚跃都被分割成碎片 神威弥漫四方 虚空中有一阵阵神则在重现 大地都在地震与崩坏 置身于这样的战场之中 凌峰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死去 心脏好似被一只无形的手 给紧紧的抓住 他能够感受到 折服在这片山脉的魔兽 全都战战兢兢 大气不敢喘一声 没来得及反应 雷元素化身 就带着他在低空急速的飞行 要远离这片战场 以免余波震到自己而陨落 黑暗巨龙显然正在疯狂与英零秒战斗 根本没注意到他这只蝼蚁 正带着已经被煮熟 没有一点黑暗气息的龙弹 离开了山脉 直到走远 凌峰悬着的一颗星材放下来 不知不觉间 额头上出现了细密的冷汗 黑暗龙弹果然不是这么好拿的 要不是有女武神在外面挡着 一万个自己 估计都要死 他才想 黑暗巨龙应该有感应到龙弹状态的方法 不过 龙弹在被自己用神圣分离和煮熟之后 对方的这种感应就消失了 雷元素不能离开本体太远 将凌峰送到极限的距离之后 就缓缓消散于天地之间 而凌峰则是背着龙弹 朝着葛村营地跑去 这里距离葛村足有上千公里 靠着他背蛋跑 估计明天晚上才到 但也只能先这样了 能跑多远跑多远 他难以想象 当黑暗巨龙看到自己的蛋 被自己煮熟的样子 该有多可怕 黑夜中 一人背着一颗蛋在荒野上急行 他注意避开有领地意识的首领魔兽 不在魔兽区域行走 直到天亮 他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途中倒是偶遇到了几只魔兽 不过都还能应付 凭他自己就能斩杀 此时的他已经差点累到虚脱了 全身无力 一晚上的急行 他跑了将近五百公里 早已远离了青形山脉 山脉距离落成还算是近的 只有一千公里 毕竟游戏融合现实后 整个蓝星大陆就放大了许多倍 落成距离首都将近十万公里呢 林峰不敢走魔兽的领地 也不敢走人太多的地方 要是遇见一个高手 认出他背后的东西 要出手抢夺 多少会有点麻烦 他继续在荒野行走 直到快中午的时候 引领秒终于再次出现了 天空响过一阵雷鸣 穿着淡蓝色战斗服的引领秒 就来到了半空中 此时的他战斗服破损 树在脑后的袖发散乱 气息没有之前这么稳定了 暴怒之后 全力出手的黑暗巨龙果然恐怖 我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击杀他 只是将他打成重伤 引领秒落在林峰的左右 轻飘飘地说着自己的战绩 可能对于他来说 在生死搏斗中 没有将对手杀死 都算是失败吧 没什么脸面提 脸上可是95级的存在 还是来自深海之外的龙手 高等级间 想要真正击杀对方 没有低等级那么轻松 各自的保命手段都不少 你没事就好 林峰松了口气 女武神毕竟是自己的大靠山 他也不想见到对方出事 引领秒将头发绑在脑后 清爽干净 双眼灼灼地看着龙蛋 闻着清香 口水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看着这颗蛋 无论做什么都值了 林峰 快放下来 就地开吃 看看我的小肚子 都要饿扁了 他渺柔着自己的小肚子 无比的期待 有他在 暂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林峰放松不少 可龙蛋还没有能吃 虽然已经到了奇真的地步 但味道林峰觉得 应该还能再提升一步 于是 他再次挖了的大坑 在将龙蛋重新放进去熬煮之前 在坑里放下了许多香料 又在林间找到了不少代替品 当香料的味道 弥漫荒野的时候 林峰才将龙蛋放入坑中 精心再次熬煮了一个小时 隔夜龙蛋 完全入味 还有一点泥土的芬芳 全是野料 食材顶级 其实这还不是林峰认为的完美煮蛋方法 如果佐料还能再上一层楼 显然会更好 比如某些植物系魔兽的部位 加入到主龙蛋中 会让蛋的品质再次上升 但现在条件也就这样了 挖开泥土 将被佐料染色的蛋取出来 一种醉人的食物味道 刹那引包味蕾 整个胃部都因为蛋香味 而剧烈的颤动 渴望 渴求 银铃鸟取出长剑 朝着蛋轻易的一划拉 斩成了两半 林峰一半 自己一半 然后 就开启了大块朵银 疯狂吃蛋之路 在这期间 两人都没说话 将头埋在了蛋里 不住地吃 半颗蛋 都有林峰腰部这么高 有个一百多斤 低口下去 是与绒鸡蛋完全不同的味道 更加细腻清爽 口感顺滑 香味弥漫全身经络百孩 一股热滚滚的能量 将一身的疲惫都给清洗干净 通体暖洋洋的 味道绝了 银铃鸟仿佛置身于鸡蛋的海洋中 一种幸福感包围住了它 感觉有这种蛋就足以 黑暗龙蛋吃下去 还有一种上瘾一样的酥麻酥麻的感觉 更是奇妙 这颗蛋 饶饰两人的体质都点到了极高的地步 每次吃得撑了 再吃不下去了 就去运动消化 也要了半天的时间 直到脚跃再挂在头顶 黑暗龙蛋才完全消化完毕 吃完蛋后 无比满足的两人随意找了一处 巍峨的高山登到山顶 躺在上面 看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无比的惬意 银铃鸟惊喜地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看着安安静静躺着的五百点 未加属性 倒吸了一口凉气 整整五百点 你的能力真是太变态了 一颗黑暗龙蛋 不 半颗 就给本武神硬生生地加了五百点属性 要是先前我有这多余的五百点属性 那头黑暗巨龙 绝对跑不掉 要知道 级别越高 升级越困难 每加一点属性 所需要耗费的资源 那便是上百亿起步 而你足足给我升了五百点 呼 让我缓一下 施尾鱼能强行开启一个天赋 我以为已经到达了极限 而凌峰的未加点属性 也同样增加了五百点 同时 他还得到了黑暗龙蛋的本源 黑暗魔纹构装 此时他的身上 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构装图案 让他本身的实力 无论是攻击 速度 防御 都得到了至一样的鹅飞月 这可是黑暗巨龙的本源 整个蓝星无数转值者身上 就只有他一个人有 效用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是因凌鸟的将近两倍强化 凌峰没有说给凌鸟鸟听 生怕这位大小姐受到打击 而且 他还得到了暗夜前行的技能 暗夜前行 能够自身化为黑暗 黑影 气息完美隐秘 增加爆发速度 前行于黑暗之中 凌峰才是吃蛋最大的受益者 至于银鸟鸟得到属性变得强大 对于他来说倒是无所谓 靠山越强 自己就越安全 有了这五百的属性点 怕是整个神下国的权力阶层 都要改变了 我很好奇 黑暗巨龙难道不和你死战吗 竟然就这么跑了 凌峰问 黑暗巨龙比人类薄青寡义多了 他们或许会愤怒 但并不会真正的生死薄杀 后代 对于他们来说 不过是工具而已 银鸟鸟灿然开口 凌峰点点头 算是明白了 另一边 落成 夜晚 陈家 陈天豪听着手下报告的消息 身上的火焰仿佛被水给剿灭了一样 通体都陷入了冰库当中 浑身冰了 他最得力的干部 一个四十多级的御寿师 带着人围堵凌峰 结果被全灭 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还不算震撼 或许心里再低血 而从灾民的口中 打探而出的消息里得知 凌峰认识女武神这件事情 却直接让他五雷轰顶 待在原地 他怎么会认识女武神 他怎么会认识这样的顶尖大佬 而且 还愿意为了林峰出头 林峰被自己调查过 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老城区 出身的孩子 连生活费都得靠他妈妈给 为什么会认识女武神 要是女武神秋后算账的话 陈天豪想都不敢想 这也是让他头皮发麻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 那个愚蠢的 该千刀万剐的御寿师 竟然带人去围攻九州营地 还被人发现了 这不是把自己架在火上讨吗 不被人发现还好 找个理由就推脱过去了 哪怕自己与林峰有仇 女武神爱于官方的身份 顶多让自己大出血 不会灭了陈家 但现在 就等于是将灭自己的理由 交给了九州啊 现在的他心里七上八下的 无比的忐忑 随时都要担心 什么时候九州就来报复 并且杀了自己 他们陈家 根本抵挡不住 他现在真的很后悔 当初就不应该去动林峰 或许装傻 装作不知道林峰就是林湛 也不去随意猜测 随便找一个人顶替 杀了就说 其实林湛该多好 也怪自己那个蠢货儿子 惹谁不好 去惹林峰 现在的陈家 已经将所有在野外的人员 全部调了回来 并且 紧急联系了官方部门 想要尽力缓解这件事 不到万不得已 不全面开战 哪怕将所有底蕴 全送上都可以 为了表面上过得去 他甚至大出血 让给最近来到洛城的灾民 安置了房屋 提供就业机会 基本算是散财来形容 比任何人都积极 他这时候 心里只有最后一点希望 官方不会对自己动手 看在灭了陈家 洛城就有好几万人 处于失业的状态中 毕竟 惹出这件事的预售师 已经死了 而九州没有损失 顶多几个人受伤罢了 身后挂着的 大大龙飞凤舞的镜子 这时候 倒是有点相得一张 陈家此时上上下下 都非常安静 安静得很诡异 甚至连虫名声都没有 陷入了一种寂静的状态中 陈天豪甚至只能听到 自己的呼吸声 来人 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轻声呼喊了一声 而一直守在门外的老奴 却恍若未闻一样 许久没有动静 这不应该啊 太反常了 那老奴以前就跟个机器人一样 随叫随到 现在竟然敢慢了一步 他站起身来 推开静视的房门 只见长长的走廊 什么都没有 他走出了房间 看着陈家五进五出的大院 整个陈府上下 现在却连一点声音都未曾发出 鼻尖也没闻到血腥味 好像整个世界 就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不对 陈家的空间不对劲 是什么东西 陈天豪浑身燃烧起火焰 整个陈家都 因为他身上剧烈的火属性 而燃烧了起来 在燃烧当中 他看到那些精锐 全都莫名七孔流血 皮肤灰败 没有一点生气 无缘无故就这么死了 还有自己的那老奴 拿着一把长剑 自己冻穿了自己的身体 插在墙壁上 为什么自己 却没有任何察觉 下一秒 他眼前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片湿山血海 一座座白骨山 山中 一句句骷髅手持骨刀 发出磨牙般的声音 慢慢地爬了起来 还有一头天空古龙 扑扔着骨翅 朝着陈天豪飞扑过来 古剑 是亡灵法师 不是官方的人 他们可不会招受 这种邪恶的转职者 难道是哪位 从西欧大陆跑过来的 被神圣教会通缉的 那位亡灵法师 不对 我什么时候跟他有仇的 陈天豪满目亥然当中 刚想反击 忽然感觉到脑袋一阵生疼 精神攻击 紧接着 他的内心遍布各种恐惧 怯战 懦弱 不安 胆小 等等情绪 精神攻击 将他内心当中最脆弱的一面 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 他的战斗力瞬间大减 火焰熄灭 甚至生不起一点还手的力量 而后 被骨骸给淹没 躯体被撕裂 被喂养进古兵古龙中 最后只剩下一具骨头 被拖进了骨戒 彻底生死 自始至终 他都没看到杀死自己的人 究竟是谁 但他知道 这一切肯定都与林峰有关 不然 为什么无缘无故 亡灵法师 宁愿抱着被暴露的风险 对他们陈家出手 陈家彻底的完了 陈天豪临时前最后一个念头 就是悔恨 无比的悔恨 当初就不应该去招惹林峰 但是 一切为时已晚 陈家翘无声息之间就被灭了 不仅仅是陈家府邸 就连在外的产业都遭受到了牵连 所有与陈家有关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死去 当赵城主得知之后 当即便大惊失色 连忙让城防部的人去查 最后 得到一个骇人听闻的结果 那位名镇国际的亡灵法师 竟然来到了洛城 并且还对陈家下手 亡灵法师隐匿在洛城当中 没有人查得出来 在知道是亡灵法师之后 赵无极城主便将这件事情 报告给了九州与昆仑组织 让他们派人来捉拿 凭借他这城主的实力 还奈何不了亡灵法师 有人忧便有人欢喜 陈家倒下后 其他三大家 王家 严家 高家 立即瓜分了他们的地盘 在他们的猜测中 这件事情 隐隐与林峰有关 毕竟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女武神和林峰有关系 因此 王家也依靠王城的关系 水涨船高 其他两家喝汤 王家吃肉 吞了一大块地盘 而在另一边 龙胜小区 一个老人将出租车 开进了小区的停车位 走进了其中一栋单元楼 门口打开 与绝尘出现 老者笑了笑道 孩子 这是我给你弄来的施尾鱼 能强行开启一个天赋 我都舍不得吃 与绝尘惊喜的拿过施尾鱼 没想到这老头这么有本事 竟然搞到了市面上 都没有的东西 老头刚想说什么 忽然脸色一变 他急忙转过身去 就见银绵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笑意盈盈 这条鱼是我的 银绵渺轻松惬意的 从与绝尘惊恐的目光中 将施尾鱼给拿到了手里 女 女武神 与绝尘浑身都在冒汗 同时也非常着急 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施尾鱼被拿走 屁都不敢出一声 因为对面是一个眼神 就能弄死自己的人物 而亡灵法师更是汗毛倒数 在下一秒就要破开空间 想要逃走 结果直接被女武神双拳轻飘飘的 直接将空间给打碎 将其从里面揪了出来 同时拎着这老头的手上 竟是密密麻麻的雷电 变得亡灵法师浑身冒烟 一动都不能动 你是凌峰的弟弟吧 女武神笑着对于绝尘说道 啊 凌峰 我是 与绝尘话都要说不清楚了 怎么又和凌峰扯上关系了 为什么这个异母的哥哥 总是阴魂不散 为什么总是能在自己 意想不到的地方 听到他的名字 你哥哥让我转告你 做人做事要成绩 友善 爱国 和谐 富强不要去搞一些有的没的 你这次差点误入歧途 要是亡灵法师彻底掌控你之后 我将对你进行清楚处理 你明白了吗 你以为他为什么会给你施尾鱼 因为亡灵法师 有一个灵魂转生的技能 能磨灭你的灵魂 然后他的灵魂入住你的身体 掌控你的身体 你 只是他其中培养的一句屈窍而已 零零秒在这一瞬间 展现出恐怖的神威 压得与绝尘跪倒在地 仿佛在面对神灵的冲击 在这一瞬间 他好像明雾了过来 同时后爬万分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而就在几日后 神下国的其他城市 陆续有属性鸡蛋和施尾鱼上架 新闻上都在报道 神秘人已经离开了洛城 聚到了别的城市售卖 而就在此时 凌风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洛城 并且参加了洛城的厨师大赛 以25级的直接赢得了冠军 关键是哪一手水煮 直接让所有大厨都汗颜 甘拜下风 经过了厨师大赛 赢得区域厨神之后 所有一些原本持有怀疑态度的人 也全都打消了怀疑 凌风并不是灵战 也不是哪位能制作属性珍品的大厨 而灵战也莫名消失了 满兽森林虎狗花一战成为了传说 十年后 世界格局变化了许多 女武神以92级的实力 在深海单杀了黑暗巨龙 震惊了全世界 那是连95级掌握神责的人都办不到的事情了 那一战过后 女武神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迅速升级到了95级 并且实力惊人 她先后击败了米国 打不列爹 樱花国等等 全世界各地的神级强者都输给了她 直接成为了世界第一神级强者 而在这期间 她的背后仿佛都有一个男人的影子 就在众人猜测 为什么春雷女武神实力这么强的时候 女武神向世界公布了 他们神下国有一位无敌神厨 而这位神厨 就是十年前 制作出属性鸡蛋与狮尾鱼的凌峰 凌峰的事情 瞬间曝光全世界 引起海啸般的震惊与反应 在十年间 凌峰依靠着女武神的资源 疯狂烹饪属性鸡蛋 日夜都在吃 而且还开发出了另一种能增加特性的食物 还有兑换系统烹饪的技巧 无论是光明 金木水火土 黑暗 冰 雷等等属性的神责 她能都随意掌控 可以说哪怕是银铃鸟 此时在她的手下也撑不过一招 而随着她曝光出来 她才是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而这个猜测 直到凌峰一拳打爆了一个秘境 拳头上缭绕着空间法则之后 得到了证实 那一拳之力 直接贯通了要融合现实世界的意见 同时 她更是以极其强大的法力 将所有秘境副本揉合在了一起 安全地慢慢地融合到现实世界 两个世界彻底融会贯通 异界的神明在见识过她恐怖的实力之后 当场对她俯首称臣 摘掉了神格 而她的名字 彻底让蓝星的所有人都知晓 苟了十年 就为了今日这一刻 而凌峰更是烹饪出了能增加寿命的奇珍 最后 分给了所有亲朋好友品尝 一直活了很久 很久 管理着异界与蓝星的融合 将这整个世界变成了最为完美的世界 彻底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女武神暴力将整个异端教会铲除 又因为凌峰的关系 她的父亲得以返回了九州组织 并且成为了异界与蓝星融合大使 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而与绝尘则是成为了后来的兵地 逐渐泯然于越来越多的天才中 她年迈之后 总是向人说的一句话便是 不要小看任何人 特别是你的哥哥 或讨论 或讨论 或讨论